万界天尊第611-666章 贵求订阅 第611章 冷月军的邀请 幽蓝色的碎片悬浮在高空,一圈圈可布的寒气席卷四方。 弥罗子造成的滔天火灾被暴力的镇压了下去,天地间暴雪飞舞,四面八方传来无数幸存修饰和百姓歇斯底里的欢呼声。 南天已死,太平当立,口号声冲天而起,隐隐撼动了高空的铜云,让无数飞落的雪花都剧烈的摇晃起来。 高空中,赤心弟子的脸色瞬间扭曲,难看到了几点。 但是很快他就挤出了满脸笑容,彬彬有礼的向公孙郎郎恭贺了他的胜利后,就带着南方天庭的无数天兵天将离开。 等到四周山火全都熄灭了,楚天收回了那块碎片,冉冉飞向了公孙郎郎。 距离公孙郎郎还有数十里地,楚天向他行了一礼,朗声道,弟子,陈无量山神罗不平不复所望,已经为弟子将这无量山整个拿下了。 公孙郎郎满面红光的看着楚天,他大声笑道,好,好,好,不愧是我看中的人才。 嗯,给你的赏赐,我已经准备好了,本以为最短还要千年后才能赏赐给你,没想到你居然给了我这样的惊喜,好,好,好。 右手一挥,一块黑气萦绕的欲绝冉冉冉向楚天飞来,公孙郎郎笑道,这是我西方天庭根本功法大黑暗经,详细阐述了黑暗之力以及由他衍生而出的吞噬,腐蚀,死亡,寂灭等大道傲义。 公孙郎郎笑道,既然是我西方天庭之人,就当修炼黑暗之力。 你的枯木诀,从木之大道衍生出枯萎之力,那枯萎之力也和死亡,寂灭相近,参悟这黑暗之力,当有事半功倍之效。 楚天呆了呆,公孙郎郎居然将西方天庭的根本功法赐了下来。 双手接过欲绝,楚天肃然向公孙郎郎行了一礼,沉声道,多谢弟子恩德,沉感恩不已。 陈之木之大道已经推演到极致,多年没有存进,得此大黑暗经,陈定然全力参悟,努力前修,力求精进,未来才能更好地为弟子效力。 楚天说得异常诚恳,公孙郎郎很满意他的态度,笑着向他不断点头。 这一场一统无量山脉的战争,打得酣畅淋漓,赢得干净爽利,公孙郎郎也没想到,楚天居然有这样的手段,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赢下了这一场。 区区一座无量山脉,不算什么,如果不是鸣角异族的那群恶棍在西天大地面前叫闹,西方天庭也不会下这样的力气做这件事情。 但是楚天赢得这么干净利落,眼看赤心弟子狼狈退走,公孙郎郎就无比的爽快。 赤心弟子也不是好相遇的角色,能够如此轻松的踩对方一脚,公孙郎郎的心情就不要说有多痛快。 更不要说,公孙郎郎和西乔军他们立下的赌局,想到西乔军他们压下的赌注,饶使公孙郎郎出身尊贵,见多识广,手头上也经历了无数的奇珍异宝,他依旧觉得浑身发热,两条腿都有点哆嗦。 毕竟是来自那处的贵宾,西乔军等人的出身可比公孙郎郎高出了太多,他们拿出来的赌注,有几样好东西就算是西天大地都会炎热呀。 再次狠狠地夸奖了楚天几句,公孙郎郎浑身飘飘欲仙,已经将楚天视为手下最得力的干将。 脑子里灵光一闪,公孙郎郎想起了刚刚楚天拿出那块碎片时,这些贵宾低声的惊呼声,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向楚天招了招手,罗不平,来,来我身边伺候。 这里有来自至高天的贵宾,你可小心谨慎些。 楚天收起欲绝,肃然向公孙郎郎行了一礼,踏着一片云光,缓步到了公孙郎郎流云上的宫殿中。 西桥军,冷月军,炫患军一行人同时向楚天看了一眼,他们的目光中没有丝毫热情,也没有半点而恶意,就好四人行走在大道上,不经意中见到了路边一株野草一样,不含半点而感情。 在他们心中,楚天就是路边的一株野草,根本不值得他们注意,不值得他们多花心思。 看了楚天一眼,一行人相互看了看,炫患军站起身来,走到了梁亭口,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的向楚天伸出了手,罗不平,将你刚才那块古堡碎片拿出来,让我看看。 公孙郎郎迅速看了楚天一眼,他沉声道,罗不平,这是炫患军,你那碎片,速速拿来。 楚天呆了呆,这古堡碎片,是鼠爷的珍藏,没有鼠爷的话。 鼠爷在楚天的袖子里动了动,用尾巴尖尖在楚天的手腕上迅速的滑拉了一下,这玩意而鼠爷自己都忘记了他是在什么时候从哪里弄来的,藏在他肚皮角落里都不知道多少年了,给他们看看又如何。 楚天点点头,掏出了那块碎片,上前了两步,递给了炫患军。 炫患军吻了一声,随手抓起碎片,转过身来到梁亭中,将碎片放在了梁亭中的长岸上。 西桥军大袖一挥,长岸上的各色盘叠,九湖九盏纷纷飞出老远,长岸被扫得干干净净,就留下了这块寒气生腾的碎片放在长岸正中。 包括公孙郎郎都好奇地凑了过去,伸长了脖子瞪大眼睛看着碎片。 幽蓝色的碎片中,无数雪花状纹路急速闪烁,一条条寒气生腾而起,无数细密的符纹在寒气中若隐若现。 似乎,是了。过了许久,冷月军才悠悠说道,真是,连那雾,都崩碎了,当年那一战,真正是。 西桥军悠然神往,他轻声说道,若无当年那一战,也没有今日之天河,也没有今日的这局势。 泽泽,赫赫万族,如今是三方鼎立,多少宣赫一时,震慑八荒的大能,就这么烟消云散了,能将那雾崩碎成这般,若是我等生于当年,怕是,怕是。 一众人轻轻地摇头赞叹,公孙郎郎和楚天则是听得一头雾水,两人飞快地看了一眼,楚天笑了笑,恭紧地低下头去,公孙郎郎则是板着脸,摆出了一副他已经听明白了的架势。 公孙郎郎其实不明白这些贵宾在说什么,但是他不能说他没听懂,在楚天这个下属面前,他不能掉分啊。 他傻有其事地轻轻点头,摆出一副他也明了其中真相的架势,那模样看上去颇有几分可笑。 突然间,冷月君和另外一名身穿深蓝色长裙的少女同时伸手去抓这块碎片,两女同时笑道,此物我颇为喜爱,不如。 两只白生生的小手同时抓在了碎片上。 冷月君抬起头来,向那生的清丽绝伦的少女笑了笑,玄商妹妹。 清丽绝伦的少女微笑着向冷月君眨巴了一下眼睛,冷月姐姐,你就让让我吗,做姐姐的,你还和做妹妹的抢东西吗? 冷月君看着玄商君悠悠叹道,是你从小到大和我抢东西呢? 你知道的,我地功法属性,和这古堡碎片最为契合,我若是能从中参悟出几道玄妙,对我有莫大的好处。 玄商君看着冷月君轻轻说道,可是,我也想要呀。 两女紧紧的抓着碎片,相互对视,两久不开口。 西乔君,炫焕君等人纷纷转过身去,若无其事的眺望四周的风景,一副风轻云淡和他们不相干的架势。 公孙郎郎干笑了起来,他看看冷月君,再看看玄商君,张了张嘴,想要说点什么,但是话全都憋在了嗓子眼里,他不敢开口。 他实在是不敢开口,看西乔君他们都不愿意掺和的架势,他公孙郎郎能怎样? 玄商君突然微微一笑,不如这样,冷月姐姐,这宝贝是这位无量山神罗不平大任的,我们问问他的意思,看看他愿意将这宝贝给谁,如何? 冷月君转过头来看了一眼楚天,不冷不淡的问道,罗不平大任,这古堡碎片,是你的东西,我倒是问你,你是愿意将这宝贝给我呢,还是给玄商君啊? 冷月君,玄商君同时看着楚天,目光中没有半点温度,也没有半点而恶意。 楚天呆滞 公孙郎郎呆滞 西乔君,炫焕君等人则是笑盈盈的看着楚天,眸子里多了一丝奇异的光彩。 不管楚天说将这宝贝给谁,反正他都会得罪另外一个人。 以冷月君和玄商君的尊贵身份,他们是不会自甘堕落报复楚天的,但是他们身后有无数的护花使者,随便一个人伸出一根小指头,楚天也就粉碎了。 甚至不要说楚天,就算是公孙郎郎得罪了这两位,那些护花使者花费点力气,公孙郎郎也就粉碎了,甚至他的父亲西天大帝,也就这么粉碎了。 灵桥天亭的一方大帝嘛,在灵桥天亭这一方天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但是在冷月君,玄商君他们来的那个地方看来,灵桥天亭也就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子,西天大帝也就是一个山沟沟里的土财主,仅此而已。 楚天张了张嘴,他看向了公孙郎郎。 公孙郎郎浑身僵硬的看着楚天,他浑身绷紧,根本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的脑子里在不断的闪过西天大帝对他说过的,冷月君和玄商君这两个丫头的出身来历,这是他万万招惹不起的人,真的是招惹不起啊。 楚天艰难的吞了口吐沫,然后他突然笑了起来,因为鼠爷在他袖子里很艰难的张了张嘴,又吐出了一块古堡碎片。 楚天心头一松,他笑着将那块古堡碎片拿了出来,恭紧的递向了公孙郎郎,诸位贵宾,其实,当年,陈俭道的这股怪碎片,一共有两块。 不过,一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用处。 所以,两位小姐一人一块,正好,正好。 公孙郎郎哈哈大笑起来,他一把抓过楚天手中的碎片,小心的放在了长岸上,笑着向冷月君和玄商君说道,这事情也就是这么巧了,可见两位和这古堡碎片,是有缘的。 冷月君和玄商君呆了呆,同时松开了手。 既然这古堡碎片有两块,那么,以他们的身份,就没必要这么剑拔弩张的相互竞争了。 说实在的,这古堡碎片虽然来历惊人,却也只是一块碎片,值得他们这等身份的人这样竞争吗? 无非是一样,因为竞争的对方是某人,所以才会这样下力气。 不然,他们何必呢? 有趣。 西侨君,炫焕君等人齐声大笑,纷纷鼓掌叫好。 西侨君上下打量着楚天,突然笑道,是个有趣的人,是个能干的人,也是个运气不错的人。 嘿嘿,很好,很好,若非你是公孙弟子的陈属,嘿嘿。 楚天淡淡一笑,不卑不亢,没有受宠若惊,也没有诚惶诚恐。 公孙狼狼则是故作惊骇的向西侨君连连拱手,西侨君,诸位何等身份,身边能人高手无数,我灵乔天庭难得出现几个能入眼的人才,还是将他留给西方天庭吧。 西侨君等人晒然一笑,重新回到了凉亭中,再没有人多看楚天一眼。 两块古宝碎片,就这么被冷月君和玄商君一人一块拿走,也没有人提起这宝贝原本属于楚天的事情。 显然,在他们看来,楚天能够将两块古宝碎片献给冷月君和玄商君,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 至于说报酬,或者说货款之类的事情。 呵呵,如果楚天开口的话,那才是真的蠢货了。 好一群白眼狼崽子。 鼠爷在楚天袖子里悠悠叹了一口气,别给鼠爷机会,给鼠爷机会,鼠爷让你们浑身清洁溜溜,管你男崽子,女崽子,全都光溜溜的满大街乱跑。 楚天手指在袖子里轻轻抚摸鼠爷的尾巴,没吭声,他站在凉亭外,静静地看着公孙郎郎和这些贵宾谈笑风生,而西侨君他们也没有赖账的意思,纷纷将他们输给公孙郎郎的堵住掏了出来。 又有侍女奉上了新的酒宴,一行人在凉亭中宫愁交错,笑语盈盈,流云慢慢地向西北方向飞去,谈笑风生中大家好不快活。 这时候突然一声巨响,天空中隐隐出现了一个拇指大小的黑色漩涡。 西侨君等人同时放下手中酒杯,他们纷纷站起身来,猛地抬头向那黑色漩涡望了过去。 炫患君惊喜地说道,固然,老祖的补算没有错,不枉我们在这里等候了百多年,这战场一计入口,果然在这里。 诸位兄弟姐妹,这下,就只能看自己的手段和运气了。 事先说好,进去后,大家可不能争抢。 玄商君按捺不住,第一个冲天飞起,化为一道长达万里的寒气飞铺直冲那黑色漩涡。 少废话了,赶紧动身吧,还不知道这入口能维持多久。 一行人纷纷飞起,公孙郎郎也紧跟着一种贵宾飞了起来。 突然间,飞出了数百里的冷月军回过头来,向楚天勾了勾手指,拿了你的东西,给你一点好处,随我们来吧,给你进入的资格,能否在里面找到好处,就看你的运到了。 楚天呆了呆,然后二话不说,立刻腾空飞起,跟在了一行人身后。 第612章 入口外 向上急飞,急飞,用尽全速的急飞。 最初的时候,楚天还能跟上西侨军等人的速度,到了后来,他们也不知道动用了什么飞行秘宝,飞行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弹指尖就是万亿里之遥,比起楚天飞行的速度何止快了百倍。 楚天暗自咬牙,这等高速,除非动用青椒剑,否则他根本不可能追得上。 但是青椒剑可动用不得,他只能咬着牙极力飞行,朝着天空那黑色的漩涡用尽全力的飞了过去。 楚天向天空急飞的同时,他也看到四面八方有无数人影冲天飞起,远远近近的不知道多少被生羽翼的高阶天将和其他大能化为流光直冲高空。 但是这些人影刚刚飞起数万里高,高空中突然有数百尊身高百丈,被生十六对洁白羽翼,周身闪耀着刺目雷光的天将凭空出现,他们手持雷霆缠绕的长剑,面无表情的向下一挥,就有无数水桶粗细的狂雷从天而降,狠狠劈在了这些人身上。 无论是那些灵桥天亭的高阶天将,还是那些灵桥天亭的大能神官,无不被劈的焦头烂额,一个个口吐鲜血从天坠落。 楚天看得清楚,有一小半人都被劈的失去了飞行能力,一个个犹如陨石一样坠落地面,在大地上砸开了一个个直径百里倒数百里的大坑,更是摔得古断金裂,瘫在地上动弹不得。 漫天雷光交织成了一个大网,隔绝了通往那个小小漩涡的去路,唯有楚天头顶出现了一个直径百丈的小小孔洞,恰好让楚天从这个孔洞中飞了上去。 楚天刚刚飞出雷网覆盖的区域,他身后突然有数十条块若闪电的人影冲天飞起,顺着他通过的孔洞飞了上来。 但是这些人刚刚飞出,就有两尊天将手持雷光大剑飞扑而来,剑光伴随着雷鸣声呼啸落下,这些人每个人都当头挨了一剑,身体被劈成了两片,蚕尸混杂着大量鲜血从天空坠落。 而等,严禁靠近,围者,杀无射。 沉闷如雷的声音在高空响起,数百天将其声大吼,更有一尊天将掏出了一块令牌随手一丢,令牌顿时化为方圆百万里的一片光幕悬浮在高空,远远近近无数人都看到了令牌上的图案和字迹。 天地间顿时一片清明,再无一人敢冲天飞起。 楚天则是回头看了一眼,刚刚被斩杀的数十人中,他分明看到了几个身穿天庭一品高官袍服的人物。 这些灵桥天庭的一品重臣,居然也被这些天将随手杀了。 楚天暗自咋舌,公孙琅琅说冷月军他们来自至高天,这至高天是什么来路? 莫非灵桥天庭的后台,就是这至高天吗? 摇摇头,楚天继续向天空急飞,还好那冷月军倒还讲信用,他邀请楚天进入那所谓的战场遗址,这些天将就纵放楚天通过。 要不然的话,平白无故的被这些天将劈上一雷,劈上一剑,那还真够倒霉的。 全力运转木之宝轮中的全部法力,楚天化为一道狂风向天空急飞。 一路笔直向上,直冲着那黑色的漩涡飞了过去,如此楚天一直全速飞行了十天十夜,他才再次见到了公孙琅琅等人。 十几栋辉煌精美的神功悬浮在虚空中,冷月军等人分别站在一座神功的屋顶上,四面八方有无数天兵天将环绕着神功,而且这些天兵天将的品阶极高,楚天一眼望去,就没看到一个背后羽翼少于八对的存在。 公孙琅琅也站在一座神功上,他身边也环绕着无数的天兵天将。 但是很显然,公孙琅琅身边的天兵天将和冷月军他们的属下完全没办法相提并论,公孙琅琅琅身边的天兵天将,背后生有八对羽翼以上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一,而且就算是同样品阶的天兵天将,公孙琅琅的属下也分明比冷月军他们的属下弱了一大截。 这种感觉,就好像乡村里自行组建的民团卫队和皇朝都城的禁卫军团相比,两者的实力差距毫无疑问是天差的远的。 楚天飞到了公孙琅琅身边,看着前方那个在视野中已经变成了脸盆大小的黑色漩涡沉声问道,弟子,这是。 公孙琅琅琅低沉而迅速的说道,这里,就是他们此番前来灵乔天亭的主要目的,他们就是为了这处战场遗址而来,父亲花费了极大力气,才得知他们要来灵乔天亭,花费了巨大代价,才让我得到接待他们的资格。 深吸了一口气,公孙琅琅飞快的看了楚天一眼,然后又看向了那黑色漩涡,你能得到冷月军的许可,让你进入战场遗迹,你的才干不凡,运到也是极佳的,这里据说是极其古早之前,一场惊天大战的遗迹,他们的老祖,也是耗费了无数年的心力,好容易才推算出了这个战场遗迹的可能位置。 进入后,得到的机缘,至宝,你若是足够忠心,就献给西方天庭,确切的说,是献给我,我,公孙琅琅,不会亏待你,以后自然有你的好处。 公孙琅琅头也不回的伸出手,用力的拍了拍楚天的肩膀,罗不平,这是考验你忠心的时候到了。 楚天恭紧的应了一声,然后差点像拔出青椒剑从背后一剑戳了公孙琅琅。 考验你忠心的时候到了,这个该死的王八蛋,楚天帮他打下了整个无量山脉,还不算忠心。 楚天将鼠爷的两块古堡碎片献给了两个小娘儿,博取了他们的欢心,这不算忠心。 好嘛,现在来一句考验你忠心的时候到了。 意思就是说,楚天到了这战场遗迹中,得到了什么好处,还要给他公孙琅琅先挑选一遍,把好处都给他公孙琅琅了,这才算忠心。 这该死的王八蛋。 楚天突然一阵心平气和,鼠爷告诉楚天,他从那大光明胶的圣女身上抢走了一缕仙天大光明圣光,后来他们还从公孙琅琅这里抢走了仙天极恶黑暗本源。 本来嘛,抢人家的东西,楚天还是有点不够心安理得的。 毕竟是抢了人家的东西嘛。 可是当楚天发现公孙琅琅是如此的一个混账东西,楚天就变得心平气和了,活该挨抢啊,混蛋。 公孙琅琅等人比楚天来到这里早了好几天,但是他们一直无法进入战场遗迹。 战场一计入口开启,一股股极其险恶的血腥煞气不断的从那入口中喷出,浓郁的血腥煞气中还蕴藏了好些说不清到不明,让人感到头皮炸开的险恶玩意儿。 更有大量的残破金属碎片带着刺耳的笑声从那入口中喷了出来,公孙琅琅琅他们派遣属下天兵过去试探过,整整十万天兵还没靠近入口,就被喷出的碎片劈成了漫天血雾。 一行人不敢冒险,只能静静的等在这里,等待入口平静下来。 后方突然传来了一阵喧哗声,雷鸣声一阵阵的响起,更伴随着愤怒的咆哮声。 过了没一会儿,就看到五架巨龙拖拽的车缅化为五条长虹,势不可挡的从灵桥天亭中冲了出来。 数百名手持雷霆长剑在下方拦截的天将被打得口吐鲜血,背后羽翼羽毛凌乱,无数掉落的羽毛满天乱飞,数百天将节节败退,眼看着五架车缅长驱直入,顷刻间就冲了过来。 灵桥天亭的五方天帝到了。 一架车缅直接来到了公孙郎郎的神宫旁,公孙郎郎急忙凑了过去,和车缅上那尊身材高大,面色发黑的长须中年男子低声的交流了起来。 西桥军,炫患军则是轻喝一声,盖着大队属下拦在了另外四架车缅前。 中天大帝的车面猛的向前突出了数十里,面容威严,气息森严恐怖的中天大帝背着双手,丝毫不惧的看着西桥军和炫患军,诸位,这里毕竟是我灵桥天亭侠地,纵然诸位出身尊贵,无灵桥天亭,再至高天却也不是没有根底的。 这处一季在这里开启,我灵桥天亭必须有一份好处。 西桥军,炫患军相互看了一眼,刚要开口,前方那一季入口突然向四周张开,数万座大大小小的残破山峰翻滚着从入口中喷出,随后入口迅速稳定了下来,没有了血腥煞气,也没有了无数锋利的金属碎片。 战场一季彻底稳定了,现在就是进入的最佳时刻。 南天,北天,冬天迅速驱动车面向前,和中天大地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 他们的车面上一道道神光飞出,每一道神光中都有无数天兵天将不断出现,在他们身后迅速出现了一只规模庞大惊人的天军。 刷的一声,无数天兵天将同时举起了兵器,摆出了一副随时可以发动进攻的架驶。 只有五位大帝可以参加,五位大帝,每人仅限带入天将百人。 这是我们容忍的极限。 玄商君的轻笑声远远传来,若是四位大帝不服气,非要以大欺小,不要怪事后我们各自的本家联手灭了你灵桥天亭。 中天大帝微微一笑,他沉声道,灭了我灵桥天亭,这话,我不信。 不过,给诸位少君一点脸面,我们只待直属天将入内,不是百人,而是万人。 炫焕君不耐烦地吼了一声,不可能,这不可能。 中天大帝不发一言,他一步向前,一拳向炫焕君劈了过去。 四周虚空骤然崩塌,方圆一里的虚空中,数以百计大小星辰同时崩解,化为一缕缕流光没入中天大帝的右拳。 右拳如流星,快若闪电的到了炫焕君面前。 炫焕君的身体僵硬,绷紧,他整个人好似陷入了噩梦中,他嘶声吼叫着想要挣脱四周无穷无尽的庞大禁锢力量,想要冲破中天大帝这一拳的权意带给他的庞大力量。 动弹不得,丝毫动弹不得,炫焕君自己动弹不得,他身边数十名天将缓慢的抬起手来,他们想要挡住中天大帝的这一拳,想要救出自己的少军。 但是,来不及,来不及,任凭这些天将都是悲声十六对羽翼的最高品阶的天将,任凭他们平日里飞行绝技,腾挪之间比闪电还要快出百倍,天倍,面对中天大帝这一拳,他们的动作是这样的慢,慢得好似蜗牛一样。 呼的一声,中天大帝的拳头停在了炫焕君的面门前。 崩碎天地的一拳无声无息的消散,只有一缕微不足道的清风吹乱了炫焕君的头发。 中天大帝微笑着看着炫焕君,轻声说道,不是和你们商量,而是告诉你们这是本地军的决定,我们必须进去,而且必定携带直属天将一万人。 中天大帝轻声笑道,这里,是灵桥天亭,是我们的地盘。 就算你们来自至高天,一群不知所谓的纹固公子小姐,在你们真执掌了家族大权之后,再说灭了灵桥天亭这等大话。 中天大帝身后的南天大帝悠悠冷笑道,得罪了我灵桥天亭,他们有没有机会执掌家族大权,还是一个问题呢? 我灵桥天亭城市不足,办事可是有余的。 楚天瞇着眼看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中天大帝啊,当年可就是他下令漫天追杀,追杀的楚天和蜀爷狼狈不堪,差点真各在灵桥天亭栽了跟头。 眼下,西天大帝分明是和西桥军他们勾搭成奸,中天大帝却敢于向这群至高天的豪族后一挥拳,这家伙,倒还真是个人物。 强龙不压地头蛇呀。 蜀爷在楚天袖子里黑黑笑着。 战场一计的入口中,突然有奇异的光芒涌出,隐隐有低沉的雷鸣声传来。 冷月军立声喝道,罢了,就这样罢。 五位大帝,各带一万名直属天将入内,除此之外,任何人敢进入一步,诛灭全族。 速速进去。 快。 冷月军呵斥了一声,当煎化为一道寒光直冲入口。 在他身后,起码有百万天军随行,大片流光掠过虚空,越是靠近一计入口,他们飞行的速度就越来越快,到了最后,他们的身体都拉长成了一条条极细的光线,弹指尖就没入了入口不见了踪影。 一时间大家再也顾不得争执什么,被中天大帝那一拳吓得浑身冷汗的炫幻君恼怒的瞪了一眼四位大帝,转身就化为滔天火焰向入口冲去。 众人也顾不得鲜花,一个个施展神通纷纷飞起,用尽全力向入口飞去。 第613章 神舟 一股绝强的犀利袭来,楚天感觉自己就是一团柔软的面团,背影生生拉成了一根又细又长的龙须面,然后被放进了湍急的漩涡中一通乱转,整个人都被转得昏天黑地。 不知道旋转了多久,一股俱力猛的从身后涌出,楚天闷哼一声,被暴力丢进了一方暗沉沉的世界。 黑色的大地,黑色的天空,黑色的云彩中偶尔有大片血光急速掠过。 血光掠过时,天地间就响起了凄厉的尖笑声,更有大片血雨从天而降,一颗颗拳头大小的血珠犹如陨石一样坠落,沉甸甸地砸在大地上,将地面打出了无数密密麻麻的窟窿。 血珠落地后,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蒸发,化为一缕缕血气直冲高空,又重新融入了黑云。 狂风呼啸而过,一座座骑形怪状的山峰急速地在空中奔驰而过。 偶尔风中出现了乱流,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峰就胡乱地撞击在一起,撞得火光似箭,更发出可怕的巨响声。 楚天呆呆地看着这一方给人怪异感觉的世界,随后他一低头,就被吓了一个哆嗦。 他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见识过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但是就在他的正下方,黑漆漆地犹如戈壁沙漠的大地上,居然端端正正地镶嵌了一张巨大的白色面庞。 从高空看下去,这张白色面孔大概有千里方圆,死气沉沉的面孔瞪大眼睛,两颗生机全无的惨白色眼珠瞪得溜圆,正直勾勾地盯着楚天。 一股莫名的死忌,扭曲的气息扑面而来,扰得楚天心里一阵烦闷,他想要将目光挪开,可是这张面孔却好似带有某种诡秘的魔力,硬生生拉住了他的眼光不让他挪走。 楚天呆呆地看着这张面庞,实话实说,这张脸生得颇为秀美,如果不是太大了一些,如果不是死气沉沉地让人感到浑身发冷,这应该是一张美人脸。 羽翼拍打声从身后传来,数百名灵桥天亭的天将翻滚着从战场一计的入口冲出,他们狼狈地拍打着羽翼稳住了身形,悬浮在高空和楚天一样向四周张望。 很快,他们纷纷低头俯瞰下方,就看到了大地上镶嵌的这张巨大的秀美的面庞。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一尊被升十二对羽翼的天将低沉地咕拢了一声。 不说话还好,这天将一说话,那惨白色的面庞突然如动起来,他的嘴唇缓缓张开,一声尖锐的惨嚎声响彻云霄,我的身体,缓我的身体。 四周大地突然裂开,无数根黑漆漆的长发从四周地下破开岩层飞了起来,犹如无数狂舞的毒蛇,乱糟糟地向楚天等人缠绕了上来。 一根根黑色的发丝撕裂虚空,带起一条条长达数万里的黑色幽光漫天乱扫,一时间四面八方尽是黑色幽光闪烁。 楚天猛地向高空飞起,这些邪门玩意儿,没弄清他的来历前他可不愿意招惹。 那数百天将则是骄傲地冷哼了一声,同时拔出了兵器,根本不理睬四周飞旋而来的黑色幽光,竟直向地面上那张惨白色的面孔杀了过去。 骄傲或者说狂傲,或者说骄横自大已经铭刻在了这些天将的骨子里。 他们从来不相信有任何邪魔外道是他们的对手,面对任何敢于挑衅的敌人,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正面突击,用最强大的力量彻底粉碎敌人。 数百道神光从高空呼啸坠落,天将们同时发出了高亢有力的战吼。 下一瞬间,无数发丝带着黑色幽光横扫而来,数百道神光被打得粉碎,这些天将丝声嚎叫着,脖子和四肢都被黑色的发丝死死地缠绕着,五花大膀犹如一颗颗粽子一样向下方急速坠落。 我的,身体,回来。 惨白色的面庞低沉地嘶吼着。 数百天将丝声尖叫,他们纷纷将目光看向了楚天,虽然没有开口,但是他们的目光中分明流露出了向楚天求救的信号。 楚天摇了摇头,身体扶摇直上到了高空,避开了几座蛮横冲撞过来的飞行大山,然后随意挑选了一个方向及飞了出去。 无数发丝呼啸着追了上来,显而又显地擦着楚天的靴子一扫而过。 楚天极力向前飞行,这些发丝张牙舞爪地在楚天身后追杀了一阵,等得楚天飞出了十几万里地,这些发丝这才缓缓地听了下来。 地面上的惨白色面庞张开大嘴,一口将数百名高阶天将吞了下去。 楚天向前急飞了一阵,等到身后的发丝消失不见了,他才放慢了飞行的速度。 这种诡异莫名的地方,他可不敢全速向前飞行,这无疑是找死。 小心地张望了一阵,楚天落在了一座悬浮在天空的大山上,向着四周眺望了出去。 高空中,巨大的黑色漩涡缓缓旋转着,一点点光芒不断地从漩涡中心喷出,进入这个战场遗址的人被随机地投放在了战场各处。 楚天观察了一阵,就看到一尊生有八对羽翼的天将凭空出现在了他前方百多里远的地方。 不过这家伙足够倒霉的,他还没站稳身体,七八座大山已经被狂风吹着胡乱地撞了过来,恰恰将他围在正中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一声巨响,这些大山的质地怪异,坚硬无比同时又内蕴某种奇异的能量。 数百条狂雷就在这天将的身体表面爆发开来,硬生生将他羽翼炸得粉碎,身体也被炸开了好几个透明的窟窿。 这天将惨嚎一声从高空坠落,楚天看到他掏出了一个玉瓶,取出了一颗丹药塞进嘴里。 救命的丹药还没来得及发挥效力,一柄黑漆漆暗沉沉的弯刀不知道从高空中每座大山中飞了出来,乌的一声响,一道黑色刀光横扫而过,这天将就被劈成了两段。 一刀两段,天将体内半点儿血水都没飞出,整个人就炸成了一团黑色灰烬飘散,体内所有精气神都被盐柄弯刀瞬间吞噬。 楚天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小心翼翼地看着那柄在空中自行盘旋的弯刀。 弯刀左右飞舞了一阵,最后还是没能发现楚天,他又慢慢地旋转着,慢吞吞地飞回了一座浮空大山,插进了山体上一条长长的裂痕中。 楚天在这光线昏暗的战场遗迹中漫无目标地缩寻着。 他不知道西侨军他们来这里是为什么,或许他们有特定的目标,但是楚天不知道这处战场遗迹从何而来,为何而出现,里面究竟又藏了什么东西。 不过缩寻了七八天时间,楚天见到了好些诡异的东西,也见到了好些实力强大的天江莫名的陨落。 除开类似于地面上的那张巨大的白色面孔这种无法理解的存在,楚天见过最惨烈的一战,是南天大地麾下聚集起来的一千二百名天江,和三百多套甲昼之间爆发的战争。 那些天江的敌人,并非活人,或者常规意义上的那些妖魔鬼怪,而是三百多套高有三丈开外,通体喷吐着黑色火焰,造型古朴而华美的甲昼。 这些甲昼并不完整,或者缺了头盔,或者缺了某条护臂,或者缺了胸甲,护心镜等零部件。 他们犹如活物一样在这战场遗迹上游荡,发现了聚集在一起的一千二百名天江后,这些通体黑色火焰熊熊燃烧的甲昼首先发动了进攻。 他们近乎疯狂的冲杀向了那些天江,然后一个冲撞,就歼灭了五百多天江。 只是两次冲杀,天江们就陨落了一千多人,短短一个呼吸的时间,就只有五十几名天江仓皇的拍打着翅膀横空逃窜。 这些甲昼扑在了那些战死的天江身上,黑色的火焰粗暴的冲进了他们的尸体,将他们的精气神焚烧一空,化为一缕缕黑色火焰回到了这些甲昼体内。 很明显这些甲昼的气息变得强悍了许多,体表的火焰越发炽烈,他们也不去追杀那些逃跑的天江,而是继续漫无边际的在一块方圆数万里大小的平原上胡乱的游荡。 楚天小心翼翼的避开了这些杀戮如狂的甲昼,继续他毫无目标的搜寻。 又有走了好几日,楚天再次见识了好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这一日,他刚刚飞上一座大山,他的前方一条巨大的裂骨中,他终于见到了一件比较正常的,他能理解的东西。 那条巨大无比的裂骨中雾气升腾,不时有尖锐的风啸声从裂骨中传来。 在裂骨的中心位置,一条巨大的金属战剑断成了两截,两截之间相距数十里,正歪歪斜斜的倒在地上。 这是楚天见过的最庞大的金属战剑,比他自己亲手锻造过的太风巨剑和太月巨剑都要庞大百倍,在七小天宫传承的战剑图纸中,最庞大的战剑也只有眼前这条巨剑的一半大小。 以魂面扫描,这条断成了两截的金属战剑全长大概在三十万里上下,战剑的装甲板厚度惊人,重重叠叠的复合式装甲板总厚度达到了惊人的三百里。 透过战剑的断裂面,可以看到厚度惊人的装甲板中密密麻麻的镶嵌了无数的防御阵法,那些破损的防御阵法极其复杂,极其庞大,可想而知拥有极其害人的防御力。 如丝巨剑,却被暴力折断成了两截,歪歪斜斜的躺在这里不知道有多少年。 经历了无数岁月的洗礼,这条战剑表面却不见丝毫尘埃和污秽,依旧光洁如新,通体暗金色的战剑上,甚至好些地方都还保持着正常的运转。 在这巨大惊人的战剑表层甲板上,一排排辉煌,灰红的宫殿群,堡垒群整齐的排列着。 好些宫殿和堡垒都被暴力碾碎,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是依旧有小半宫殿和堡垒保持完好,而这些宫殿,堡垒的上空有明亮的光幕闪烁,这些地方的防御禁制分明还在发挥正常的作用。 一道狂风吹过,一座高游里许的山峰呼啸着从天空横扫而来,重重撞在了巨剑一侧的船体上。 暗金色的船体表面一层犹如琉璃的厚重光运一闪而过,这座通体不断喷出细碎电光的山峰轰得一声炸成粉碎,山体内蕴藏的庞大雷霆电力爆发开来,数万条水缸粗细的雷光顺着船体一阵胡乱跳射。 光洁的船体上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就好像这一次撞击从未发生过一般。 袖子里,鼠爷用力的抽动着鼻子,差点就从楚天的袖子里钻了出来,过去呀,过去呀,天歌儿,鼠爷闻到好味道了,真他娘的诱人呐,这条船上面,遍地都是宝贝呀。 唉,唉,小心,有人来了。 楚天正要向这条巨剑飞过去,鼠爷突然预警,楚天向邪后方望去,就看到西桥军,冷月军等人中,一鸣不怎么说话,显得不是太引人注意的黑衣青年带着数百天将正急速飞来。 黑衣青年面无表情的看了楚天一眼,犹如港狗一样挥了挥袖子,罗不平,这里没你的事情,有多远,滚多远,不要让我看到你,更不许靠近这条杜虚神舟半步,否则,嘿。 楚天的脸色一沉,黑衣青年已经转过身去,不再看他。 一尊天将身体一晃到了楚天面前,手中三十六节金鞭重重的往他肩膀上一拍,滚。 没听到洛颜君的话吗? 这杜虚神舟上的一粒沙子,都不是你能亏去的。 有多远,滚多远。 楚天抬起头来,这天将身高四丈开外,比楚天高了一倍有余,他瞪大眼睛恶狠狠的盯着楚天,突然压低了声音,若非冷月军发话。 你这等卑贱东西,哪里有资格踏入此处? 楚天还没来得及开口,天将已经飞起一脚,重重的踏在了他的胸膛上。 一声俱响,一阵剧痛袭来,楚天胸口骨骼咔嚓一阵脆响,被这天将一脚踹飞了上百里,一头撞在了后方一座大山上。 战场遗迹中的山体坚硬无比,楚天的身体重重撞下,山体丝毫不动,楚天背后的骨头却断了十几根。 干,弄它!弄它! 鼠爷愤怒地尖叫着,在楚天的袖子里不断地上蹦下窜。 楚天吞下口中涌上来的一道热血,用力地挣扎起身,神色阴郁地向那条杜须神舟的方向看了过去。 洛言军派出了百多个天将巡尸四方,他自己则是带着剩下的天将,迫不及待地飞向了那条巨大的神舟。 在神舟的断裂处张望了一阵子,洛言军带人从神舟的断裂面进入了神舟内部。 楚天冷笑了一声,他放出了一条天道妙树果实凝联的分身向远处飞去,自己眉心一抹月光闪过,身形骤然消失无踪,捏手捏脚地向杜须神舟飞了过去。 第614章 遗骸 太阴万化轮,天鹿世界天地开辟之时,太阴大道凝聚的至尊天气。 在楚天手中多年,太阴万化轮得到天地熔炉提炼的神料滋养,当年崩碎时的伤势已经修复大半,楚天如今修为大掌,比天鹿世界时高出何止百倍,驱动太阴万化轮也越发的灵动如意。 无形,无声,无色,无忌,楚天既起太阴万化轮,就好似和那些巡逻的天将完全身处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样,轻轻松松地从他们面前经过,紧跟着洛颜君的步伐进入了杜须神舟。 进入杜须神舟后,洛颜君除了留下几尊实力最强大的天将护卫自己,其他数百天将纷纷飞散,向着杜须神舟的四面八方搜寻。 杜须神舟如此巨大,简直堪称一方小世界,哪怕这里留下了什么好东西,想要将这神舟搜索一遍也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 洛颜君一边让手下天将分散四周去搜索,一边还不断传讯让麾下天将迅速赶来这里会合。 楚天站在洛颜君百丈外,倾听了一阵洛颜君声色俱力的呵斥后,瞅准了一名远距的被升八队羽翼的天将,紧紧的跟在了他的身后。 顺着宽打百丈,高有数百丈的宽敞涌道向前飞行了数百里,楚天跟踪的天将进入了一条向下的涌道,向下方飞去了上千里。 又顺着涌道东绕西拐了一阵,等得这天将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进入一间宽敞的大殿时,楚天出手了。 太阴万化轮在天鹿世界又被称为七月闪,楚天背后太阴宝轮缓缓旋转,一道道灰红澎湃的太阴之力注入太阴万化轮中,他向那天将一指,一抹月光一闪,太阴万化轮瞬息飞出,在亿万分之一弹指间,已经在这天将身上往来穿刺了数亿次。 天将的身体骤然一将,无声无息的炸成了一团邪物。 一团暗金色的光团从天将的体内涌出,无数半透明的金色人影在光团中若隐若现,光团急速的膨胀开来,正要自爆,楚天右手一团黑色火焰凝成的漩涡飞出,将这光团强行纳入了天地熔炉中。 暗金色的光团被急速炼化,无数半透明的金色人影体内的金色神光被一丝丝的抽出。 原本表情狂热近乎疯狂的灵魂逐渐露出了轻松的笑容,他们静静的盘坐在天地熔炉中,随着金色神光被抽出身体,他们的表情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人味。 楚天走到这天将陨落处,一团黑火喷出,将空气中的血物烧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任何气味。 太阴万化轮光影闪烁,楚天的身体一节节的拔高,身形外表急速变化,弹指间他就变成了那天将的模样。 轻轻拍打了一下背后生出的八对羽翼,楚天迅速绕着这座大殿转了一圈。 大殿内凌乱不堪,各色桌椅条案之类的杂物洒落了一地都是。 楚天在大殿中搜寻了一阵子,这些桌椅条案都是用各色珍惜的美誉,宝石,珊瑚等宝物制成,珠光宝气,美轮美奂。 但是很明显,这些东西都是普通的日常用具,只是加持了最普通的屁尘,屁火等尽致。 无数岁月过去,这些用具依旧光滑夺目,但是对楚天并无任何吸引力。 这里,应该是当年杜虚神舟上的一处宴会大殿,足以容纳数万人欢宴。 鼠爷从袖子里窜了出来,哥哥笑着张开嘴,将这些珠光宝气的用具纷纷吞进了肚子里囤积了起来。 楚天对这些玩意而不感兴趣,鼠爷却是极其欢喜的。 天歌儿,贼不走空啊,则,这些东西,可都是宝贝,哎哟,看看这颗金刚石,人头大小的金刚石叼成的酒壶,乖乖,真是奢迷啊。 鼠爷眯着眼笑得很得意,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他已经将大殿打扫得清洁溜溜,连一根筷子都没剩下。 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个家族的底蕴。 你看看这些翡翠筷子上镶嵌的宝石,等以后你的女儿出嫁的时候用来做嫁妆,乖乖,多有面子啊。 鼠爷露出四颗大门牙得意洋洋的笑着,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想到了楚天女儿出嫁的事情上。 女儿,出嫁。 楚天拍了拍背后的翅膀,无语的翻了个白眼。 这事情,似乎太遥远了一些。 若儿? 若儿还不知道在哪里? 子伐那些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流落灵桥天亭这么些年,楚天总算是扒上了灵桥天亭高层的边,公孙郎郎是不指望的了,希望能够从西桥军他们这里,能够得到一些消息吧。 如丝广袤的天河,无数大小世界生生灭灭,真不知道楚天要找的人在哪里。 若儿喝,还有,阿狗,阿雀,你们可都要好好的活着。 楚天叹了一口气,一把抓起鼠爷塞进袖子里,拍打着翅膀窜出了这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的大殿。 鼠爷这家伙,可是连大殿中的十几根紫金髓炼成的柱子都给搬走了,真不知道他的肚皮是怎么长的,怎么就能有这么大的容量。 天哥儿,不着急,我们慢慢的刮地皮刮过去。 鼠爷眉开眼笑的坐在袖子里,两个前爪捧着一颗拇指大小的夜明珠上下把玩着,鼠爷得了你给的那些灵精,这些天身子骨僵养得很好,唉,不知不觉的,这肚皮里的空间又大了好些,可以多装很多东西。 突然间,鼠爷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若是当年鼠爷路过天族那些家族的仓库时,能有今时今日的度量,鼠爷能够把他们的仓库都给搬空啊,可惜了,可惜了,浪费了多少好东西啊。 砰的一下,那些好东西现在都成了非灰了吧。 楚天无言以对,他悠悠说道,鼠爷,与其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刮过去,不如,我们想办法将这条杜须神舟挪走吧。 七巧天工,轻松就能容纳他,要小心的,不过是别让人发现了。 鼠爷呆了呆,很深沉的点了点头,没错呀,连郭端,天歌儿,你学到鼠爷几分人生经验了呀,连郭端,真是好主意。 被人发现? 怕什么? 谁发现,就做了他。 那个洛言君,嘿。 楚天拍打着翅膀,手中暗扣太阴万化轮,大摇大摆的杜须神舟中快速的飞行。 刚刚那天将向下方伸入,分明侍奉了洛言君的命令,探查船舱身处的情况。 楚天可没这么听话,他找了一条笔直向上的通道,直接来到了杜须神舟的上层甲板上。 长达三十万里,宽有数万里的巨舰,他的甲板表面上矗立着无数的宫殿,堡垒。 很显然,当年掌控这条杜须神舟的高层,只可能住在甲板表面的这些宫殿和堡垒中。 船舱内居住的,要么是他们麾下的军队士兵,要么是下层的奴婢,仆役。 真正有价值的好东西,只可能在这上层甲板上。 楚天也不知道洛言君为什么不来这上层甲板,或许他有他的目标。 不过这和楚天就没什么关系了。 从一座高有万丈的高塔中飞升而出,楚天向四周张望了一阵,就向着最近的一座崩塌的宫殿废墟延上百里,从那断裂的石人河豹的巨柱,崩裂的玉石地面都可以看出,这一座宫殿没有被摧毁前,是如何的辉煌夺目。 四处都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崩碎的建筑残渣。 楚天在宫殿上空绕了小半圈里,就看到一座歪斜的大殿外极点寒光闪烁。 他迅速飞了过去,就看到两根断折的巨柱撑起的一个三角形空间中,三具历经无数年岁月洗礼依旧丝毫不坏的尸骸正死死地缠绕在一起。 两名中年男子一前一后抱住了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两人手持利剑,光芒夺目的长剑洞穿了老人的心脏和小腹,长剑上一条条大道锁链若隐若现,犹如无数条毒蛇深深扎进了老人的身体。 老人犹如迎白美玉雕成的双手一掌刺进了前方男子的心口,反手一掌披在了身后那中年男子的脑门上。 也不知道老人的手掌上有什么玄虚,两个中年男子身上不见任何其他伤痕,但是他们就这样被打得魂飞魄散,只有两具肉身留了下来。 楚天看着三具紧紧缠在一起的尸体,右手一挥,青椒剑化为一道青色寒光一闪。 叮叮叮,青椒剑迅速在三人的身上分别刺了一剑。 火星四剑,楚天和鼠爷同时惊讶的张开了嘴。 青椒剑经过楚天这么多年的饲养,进补了大量的神料,锋利度堪称恐怖。 以青椒剑的锋利度,楚天固然没有动用多少力量,青椒剑居然只是在这三具尸体上留下了不到三寸深的剑痕。 这三人也不知道修炼到了何等境界,他们的实体坚固犹如金刚,青椒剑劈上去的动静,根本不像是在劈砍血肉之躯。 都已经是魂飞魄散的死人,他们的尸体居然坚固如丝。 好厉害的高手。 鼠爷在楚天袖子里喃喃自语,怕是,已经明确了自己大道之路,开始道则转化的。 楚天低头,问袖子里的鼠爷,鼠爷,什么是大道之路? 什么是道则转化? 鼠爷眸子里一抹懵懂的荧光一闪而过,他呆了呆,很苦恼的用那颗夜明珠狠狠狠的砸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哎。 怎么又忘记了? 真的是年纪大了,这,这,这又忘事了。 苦恼的用尾巴在自己的脖子上打了个蝴蝶结,然后用力的咬了一口自己的尾巴尖尖,鼠爷悠悠道,天歌儿,这是极其紧要的事情,记住了呀,根基要打好。 嗯,如果有可能,将天地之间亿万法则,全都参悟透彻了,再踏出那一步,要紧,要紧,很要紧。 用力甩了甩脑袋,鼠爷难难道,可是,如何踏出那一步呢? 忘了,真是忘了。 楚天翻了个白眼,蹲下身体,丝毫不忌讳的在三具尸体身上摸索起来。 不多时,他就在三人身上掏出了七八件依旧灵光闪烁的玉佩,玉环,玉当之类的事物。 除此之外,楚天没能找到他想要的储物之宝。 不会吧?这么穷? 楚天惊恶的咕弄了一声。 怎么会呢?这种高手。 鼠爷惊讶的叫了一声,他从袖子里窜了出来,扑到了那老人的身上,用力的绣了绣。 在老人身上盘旋了一周,鼠爷突然笑了起来,哈,想起来了,这种境界的高手,他们体内自运一方天地,有什么好东西,都会放在自己体内的天地中。 也不知道他们死了多久,希望他们体内的天地,还没有彻底崩溃吧。 鼠爷伸出尾巴尖尖,在老人的眉心指了指,天歌儿,这里面,你感应一下,应该有一方小天地。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他右手按在了老人的眉心处,低声咕咙道,老人家,莫怪莫怪,你老已经死了这么多年,身外之物是没有用了,与其一起埋没了,不如给我们后辈们一点好处。 一团黑色的火焰凝成漩涡,一丝丝强劲的吸力迅速吸附住了老人眉心内一点无法用言语形容,仿佛渺小到无法描述,却又广袤无边的奇异物事。 哼的一声问哼,楚天全力催动法力,他只觉自己好似一个钓鱼的渔夫,本来最多能钓起一百斤的大鱼,但是鱼竿上却勾起了一条巨鲸一样,一股可怕的重力袭来,他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给我,起来。 楚天深沉地吸了一口气,他竭尽全力催动全部的力量,天地熔炉猛地喷出无边的黑色火焰,烈焰熊熊在楚天掌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焰漩涡。 漩涡本来只有持许大小,但是随着楚天不断注入法力,黑色漩涡逐渐膨胀开来。 仗许大小,十丈方圆,百丈之巨。 逐渐地,黑色火焰凝成的漩涡膨胀到了百里之巨,老人尸体的眉心一点暗淡的光芒犹如摇摇欲坠的烛火,慢悠悠地被吸了上来。 楚天浑身的每一条肌肉都在哆嗦,都在抽搐,都在呻吟,都在剧痛。 太重了,这老人生前的修为不知道有多高,他眉心的这一点幽光,应该是和楚天神窍天境类似的存在。 但是楚天的神窍天境还只是一方如虚如幻的小小虚空,而这老人眉心的这点幽光,按照鼠爷的说法,怕是已经是一方真正的小世界。 一方小世界的重量。 楚天浑身汗流加倍,他哆嗦着倾尽全力,慢悠悠地,极其缓慢地,极其小心地将幽光逐渐扯了出来。 后方突然传来震怒的咆哮声,金饼97895,你在干什么? 第615章 后来者 杜须神周内,洛颜军带着几尊天将,寻着一条通体紫金色的咏道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 一路上,咏道中不时有暗金色的神光闪烁,洛颜军手持一枚人头大小的金色水晶球,内部有无数的符纹急速闪烁,勾勒出一幅幅玄妙的阵图,更不时喷出一道道奇异的神光。 水晶球内神光所过之处,涌道中涌现的暗金色神光犹如滚汤泼雪迅速暗淡下去,涌道的四壁内更不时传来低沉的阵法运转声,很显然涌道中的各种防御禁制,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这颗水晶球破解停止了运转。 顺着这条位于杜须神州正中位置的暗金色涌道向前行进了上万里,前方一座高有千丈的金属大门赫然在望。 宽达百丈的暗金色大门上闪耀着琉璃光,门面上雕刻了复杂的星辰图,无数细小的星辰带着一道道细小的流光缓缓流转,看得久了就让人一阵阵的头痛。 洛言军摆了摆手,两尊被升十六对羽翼的天将球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拔出佩剑,摆出了一副严防死守,严禁任何人通过的驾驶。 洛言军带着剩下的几尊天将小心的来到了大门前,他用金色水晶球朝着大门一晃,金色水晶球冉冉飞起,内部喷出无数条极细的光线落在了大门上,一根根细小的光线和大门上的一颗颗小小的星辰一处积分,整座大门就喷涌出炫目的光芒。 过了足足一个时辰,巨大的门户冉冉开启,一团团浓郁的紫金侠气从大门中涌出,更有各色变幻莫测的光芒冉冉罩了出来。 洛言军和几尊天将在门外等了一阵子,洛言军轻喝了一声,一尊天将大袖一挥,从他袖子里飞出了一名身高八尺左右,背后只有一对羽翼,气息极极极弱小的天兵。 天将呵斥了一声,这面无表情,双眸麻木的天兵拍打着羽翼,冉冉飞进了大门。 又过了一阵子,洛言军露出满意的笑容,小心的走进了大门里。 金色的水晶球腾空飞起,悬浮在他头顶数百丈高的地方,放出夺目的金光照亮了门后巨大的殿堂。 这是一座方圆数百里的灰红大殿,内部设立了数百座高有百丈到数百丈步等的琉璃高台。 每一座高台内都有无数的星光闪烁,仔细看去,每一团细小的星光中都包容了无数细小的光点。 大殿的天花板上更是光芒意义,一副复杂,广袤到了极点的星图在天花板上急速飞旋,这些星图若真若幻,星光旋转之时,带动了大殿中空气呼呼作响,一股股庞然距离在虚空中涌动,洛言军和几尊天将的身体一阵摇晃,他们居然连站稳脚步都非常吃力。 嘿,不愧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杜须神舟,就这主控大殿,欧如斯,京部。 洛言军用了京部这个词来形容这座大殿,他向四周张望了一阵,就朝着大殿和新处的一座高台走去。 沿途,地面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好些尸体。 和楚天在上层甲板上见到的尸体一样,这些尸体也是经历了无数年岁月的洗礼却丝毫未变。 他们容貌如生,只是浑身没有半点而生机活气。 洛言军对这些尸体视若无睹,他竟直来到了最中间高有千丈的高台前,直接腾空而起落在了高台上。 高台顶部,一名头顶紫金高官,身穿紫金色长袍,生得尊贵端庄的中年男子瞪大眼睛,面孔扭曲的盘坐在那里。 十二柄长短步一的长剑从四面八方洞穿了他的身体,光芒隐隐的长剑上喷出一条条大道凝成的锁链,犹如无数条毒蛇在他体内乱窜。 不过,这些长剑并非真正的致命伤,夺走了这个中年男子性命的,是从他后脑勺直通他眉心的一个透明窟窿。 背后偷袭。 而且,是被自己信任的心腹偷袭。 洛言军小心地靠近了这个中年男子的尸体,他看了看这男子头部的伤口,嘖嘖叹息道,一击必杀,没给,不,只给了他最后拼命的时间。 中年男子的双手紧握一根断折的黑色水晶权杖,一波波让人心悸的恐怖波动不断从这断裂的权杖中涌出。 无数年过去了,这权杖中残留的气息依旧让洛言军都感到浑身发冷。 无法想象,这根权杖被中年男子在最后关头折断的时候,突然爆发出的力量有多么恐怖。 整个大殿中横七数八的尸体,这些修为惊人,经历了无数年尸体都丝毫无损的大能们,就是被这中年男子最后的搏命一击彻底诛杀。 单单看这现场一计,就可以想象当年那一幕。 真是,洛言军看着这中年男子,眸子里闪过一抹极度的贪婪之色,呵呵,能够在那时候成为一条杜须神舟的掌控者,这家伙的身份可想而知,嘿嘿,也不知道他身上会有什么好东西。 摇摇头,强压下心头的贪婪,洛言军走到了男子面前,看向了高台上的几根玉柱。 每一根玉柱的顶部都镶嵌着一颗紫金色的金球,内有无数星光闪烁,星光中更有大片的符纹,刺激不断的流淌下来,每一瞬间都有无数的信息在金球中急速涌动。 洛言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一掌按在了正中最大的一颗金球上。 洛言军的身体剧烈的抽搐起来,他好似被电击一样翻着白眼,嘴唇胡乱的抖动着,嘴里不自禁的发出了哦哦哦的声音。 过了足足一刻钟时间,鼻孔里不断喷出鲜血的洛言军猛的抽回了右手,亮腔着向后退了几步,差点一屁股坐到那中年男子的怀里。 没错,就是他了。 带着那件物事,当年从无量天逃走的那支船队,可惜,这条杜须神剑并非旗舰,那物事应该保存在旗舰中。 洛言军欣然笑道,不过,龙共就逃走了十七条杜须神舟,找到旗舰也并不难。 洛言军的面皮变得通红一片,皮肤下突然有醒目的光纹浮现,他咬着牙用力的握拳咆哮道,只要找到那件物事,嘿嘿,如今三族鼎立的局面,就是我灵族一家独大,只要找到它。 楚天等人进入战场一计之后,西桥军,冷月军等人的麾下,连同灵桥天亭五方五帝的麾下,无法计数的天兵天将排成了天罗帝网,将整个一计入口封锁的密不透风。 一件件一宝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一条条大道锁链纵横交错,虚空被凝固,时间的流速都变慢了许多,在天罗帝网笼罚范围内,一切天地零碎都被驱散,一切大道法则都被驱离,若有外人误入阵中,他们将无法汲取任何力量为己所用,只能用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大阵。 为了封锁战场遗迹,五方五帝麾下直属的天军几乎全部出动,五方天狱的老巢变得前所未有的空虚。 中天大地的中央天宫中,无法计量的鲜血从九十九重云盖上逐层的流淌下来,从最高的第九十九重云盖开始,翻滚的血将犹如巨浪一样飞扑到云盖边缘,化为一条条血色的瀑布飞坠而下。 随后一众众云盖中都有无量鲜血不断流淌出来,一条条血色的瀑布从一层层云盖上坠落,发出巨大的声响。 整个中央天宫被一层奇异的禁制包裹,里面的声音无法传出去半点,外界也没能发现天宫中的异变。 鲜血满地,尸骸无数,曾经辉煌的神宫变成了人间地狱,一座座宫殿楼阁被推倒,被碾碎,一座座库房被强行打开,无数奇珍一宝化为一道道流光飞入高空冉冉飞过的一条条巨大战舰中。 长有数万里,通体装饰滑美,被万条霞光营绕,有神龙飞凤盘旋的战舰足足有数千条,规模惊人的舰队围绕着九十九众云盖缓缓盘旋,尽情地掠夺着中央天宫中的一切。 最高处,一座长宽十万里的浮空陆地静静地悬浮在天宫正上方。 三章分别被烈焰,雷霆,寒冰环绕的紫荆王座矗立在浮空陆地正中最高的山峰之巅,三名气息雍容,一举一动中都引得四周虚空剧烈摇晃,通体散发出无穷威压的青年坐在王座上,嘴角带着鸡窍的凝笑,俯瞰着被血洗的中央天宫。 这些土财主,还有点身家。 西,就这一座天宫搜刮的福财,够我领地极力的铺张奢靡的花费百万年。 通体营绕着烈焰的青年轻轻笑道,这些至高天的狗腿子,可真会刮地皮。 眸子里不见眼球,只有两团雷光闪烁的青年冷哼了一声,这灵桥天亭的地势不错,周边有数百万大小世界归他统侠,随便刮刮地皮,这就是多少财富。 哼哼,可惜了,我们也只能洗掠这一次,这地皮,却是带步走的。 周身寒气生疼,就连皮肤,肌肉都变得和蓝色玄冰一样几乎透明的青年微笑着摇头,够了,够了,不要太贪心,这灵桥天亭,毕竟是在至高天的大后方,我们来一次,不容易。 我们也不是过来打劫的,我们的目标,可是那件宝贝。 烈焰缠身的青年弹了弹手指头,一尊身披天亭一品重臣子金色官袍,正化为一道流光急速向外逃窜的老人一声嘶吼,无端端的有烈焰从他身体内猛的爆发出来,只是一弹指的功夫,这尊脑后悬浮着三重色泽各异的巨型山脉,每一重山脉都有上千座大小山头,显然掌控了三种不同大道法则的神官就化为了一缕灰烬。 轻松击杀了一尊天亭大能重臣的青年轻描淡写的吹了吹手指头,得意洋洋的说道,得了,得了,那物件,也只是传说中的玩意儿,无量天之心。 嘿,无量天,无量天,那是何等存在? 怎能有心呢? 雷光涌动的青年沉声道,不管怎样,西桥军,冷月军他们鬼鬼祟祟的跑来这里,就有几分道理。 不管能否找到,反正,不能让他们拿到。 一缕寒气突然出现,森森寒气勾勒出了冷月军俏丽的容颜,周深寒气声腾的青年轻轻抚摸着寒气凝成的冷月军,低声笑道,嗯,他们拿不到的,等他们出来的时候,给他们迎头一击,不管他们在里面找到了什么,最终都是我们的,不过,我更关心冷月军喝。 一团火光扑来,将寒气凝成的冷月军烘成粉碎,周深被烈焰缠绕的青年站起身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寒洛王,我对冷月军也是倾心已久,这次若是能生禽活捉他,就让我受用了如何? 我已经准备了一座寒玉大殿,准备把它养在里面慢慢享受。 寒洛王翻了个白眼,轻轻冷冷的说道,真是凑巧,这次出行前,我也准备了一座寒玉大殿,不如这样,赤玉王,我送你三百精挑细选的五姬,你把冷月军让给我。 赤玉王连连摇头,他怪声怪气的说道,宁吃仙桃一口,不肯烂性三筐,那些雍之俗粉,和冷月军可没办法比。 嘿,不如这样。 一团雷鸣声响起,眸子里雷光闪烁的青年重重的咳嗽了一声,两位兄弟,先把正经事做好吧。 我们这次的主要目的,是传说中的无量天心,至于说冷月军,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她们反正跑不掉,你们着急什么? 等生禽活捉了她,你们想怎样摆步不行呢? 寒洛王,赤玉王相互看了看,两人同时点头赞叹,毕竟是猎空王,说话有理。 没错,仙秦下他们,其他的什么都好说。 鲜血染红了中央天宫九十九重云盖,当中央天宫中再没有冰死的惨豪声传来时,其他冬天,北天,西天,南天四方天宫也同样被其意的禁制封锁,粘稠的血浆犹如沸腾的河流一样倾盆而下,染红了四座天宫,无数神官,小力尽被斩杀。 那些巨大的,长达数万里的巨剑冉冉展开船舱甲板,一条条长达千丈到十几里的小型战舰滑翔而出,化为一道道流光急速向灵桥天亭的四面八方飞去。 一个个宗门的山门被攻破,一个个家族的驻地被攻破,无数修士被打上了奴隶烙引掳入战舰,无数奇花异草,珍稀宝药被粗暴的挖掘一空,无数妖娆美丽的女修被分门别类的平定了分支后,被禁锢了法力囚禁在了专门定制的华美浮空大殿中。 无声无息的,整个灵桥天亭迎来了一次惨烈的喜结。 第616章 暗战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那颗细小的幽光最终被天地熔炉吞了下去。 四周黑色火焰形成的漩涡骤然消散,天地熔炉中大片黑炎沸腾盘旋,裹住了一方烟云浩渺的小世界极力的炼化起来。 楚天喘了一口气,魂念向天地熔炉中扫了一眼,欣然笑了起来,被天地熔炉强行吸纳的小世界直径超过三十万里,其中山穿合跃一英俱全。 在小世界的边缘,一层灰色的混沌气息若隐若现,灰气中,小世界边缘地带的山岭不断的崩塌消失,很显然若是再过若干万年岁月,这个小世界就会自行崩溃毁灭。 也不知道这个小世界原本有多大,也不知道他经历了多少年的自行崩塌才沦落到如今直径三十万里的大小。 但是楚天很庆幸,如果这个小世界再稍微大一点,他今天也不可能将它强行纳入天地熔炉。 魂念急速扫过这个小世界,楚天在小世界正中的一座高山之巅,发现了几件气息深沉,浑厚的异物。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沟通,检视这几件气息厚重的宝贝,巨大的羽翼拍击声已经到了他的身后。 金柄九七八九五,你到底在做什么? 巨柱微微晃了晃,楚天晃了一下脑袋,转过身看了过去。 一名被升十二对羽翼的天江正缓缓收回右脚,很显然是他刚才在背后踢了楚天一脚。 你刚才,在做什么? 天江眸子里闪烁着夺目的火光,犹如两颗小太阳死死的盯着楚天,军上的命令,是让你搜索下层仓室,看看是否能找到什么奇怪的事物,你,为何,会在表层甲板上? 金柄九七八九五,回答我。 天江右手握拳,一道火光喷涌而出,在他手上凝成了一条长有十几丈的火焰鞭子。 天江用力的挥动了一下鞭子,空气中就响起了一声刺耳的破空间笑。 金柄九七八九五,我没有名字吗? 楚天饶有兴致的看着这天江。 能够将火焰凝成实体长边,而且长边中花纹隐隐,无数火焰道纹凝成了奇妙的花纹,格外增强了长边的威力,这尊天江对火焰法则的掌控已经达到了极致。 名字 天江骇然瞪大了眼睛,他猛的退后了一步,指着楚天吏声喝道,金柄九七八九五,你是不是治何出问题了? 参悟法则过甚,伤损了本源灵质。 名字 就你这种中阶天江,怎可能有资格拥有名字? 不要说你,就是我,也只有编号,没有名字,你犯什么傻。 天江恼怒的说道,没有修成十六对羽翼,成为至高天江,我们怎可能有名字? 你一定是治何受损了。 该死的,乖乖的服从命令,我命令你进入沉眠,看来,必须要将你送回去好好的检修一次了。 检修? 楚天笑呵呵的看着天江,这么说来,我们是,人工造物。 检修这个词,只能用在那些人造的基阔,法宝上,不是吗? 天江的脸色变得阴郁无比,他深沉的看着楚天沉声道,你不是金柄九七八九五,你是谁? 你可知道,冒犯至高天亭的后果是什么? 上天入的,没有人能救你,你死定了。 天江咬着牙尘声道,不仅是你,你的所有亲眷,你的所有朋友,所有认识你,知道你的人,都会因为你的行为而。 楚天掌心一抹寒光闪过,太阴万化轮化为一缕流光,顷刻肩上千万次穿透了天江的身体。 天江的身体烹得一声炸开,炸成了漫天火星飞溅,他体内一颗烈焰环绕的金色光团刚刚膨胀开来,楚天一挥手,就将这颗光团纳入天地熔炉。 身体一晃,楚天变成了这尊天江的模样,背后十二对宇一张开,他冷笑一声,又蹲在了那三具尸体旁,仔细地在另外两具中年男子的尸体上搜寻起来。 这两个中年男子的修为很显然不如那老人,其中一个中年男子的眉心内,楚天强行拉出了一个直径在十万里上下的小世界送入了天地熔炉,而另外一个中年男子的眉心内只有一片混沌雾气,楚天只从那混沌雾气中找出了几节残破的兵器碎片。 不过,就是这兵器碎片,也是好东西呀。 两个小世界被天地熔炉炉炉化的时候,外围的混沌灰雾死死抵挡着黑炎的侵蚀,炉化的效率极其缓慢,楚天几乎没能看到灰雾炉炉的效果。 但是几片兵器碎片被送进去后,立刻就有大团大团的神料涌出,效率比炉化千眼邪魔还要高出许多。 这兵器碎片,悍然是用最为纯粹的本源灵粹锻造而成。 甚至是这三具尸体上的玉佩、玉环等事物,看似是用普通的灵域雕刻而成,但是送入天地熔炉后,从中也快速提炼出了数量惊人的神料。 楚天将所有事物送入天地熔炉,然后快速的在整个表层甲板的宫殿废墟和堡垒废墟中搜寻起来。 表层甲板长有三十万里,宽有数万里,上面建造了无数的宫殿,无数的城堡。 到处都有大战后的遗迹,每隔数十,上百里,楚天总能找到几具纠缠在一起倒闭的尸体。 这些尸体生前都是可怕的大能高手,楚天不断从他们的眉心中提取一颗颗陷入崩溃边缘的小世界,不断的将这些小世界送入了天地熔炉熔炼。 真是,打打杀杀的做什么呢? 鼠爷坐在楚天袖子里,透过袖口看着外面残破的景象,不由的摇头叹息起来,吃吃饭,喝喝酒,抱抱孩子,有兴趣就去偷看小寡妇洗澡,这生活美滋滋的,多爽快。 为了一些迎头小力,打呀,杀呀,最后都死了全家,何必呢? 何苦呢? 鼠爷感慨道,这些生前可怕的大能倒是留下了尸体,看这些宫殿楼阁的规模,这里的仆役,侍女骑马以百亿计,呵呵,百亿生灵啊,可就一具尸体都没留下来。 楚天呆了呆,向四周游牧四顾了一阵,不由的头皮一阵发麻。 一如鼠爷所言,这杜须神周规模如此巨大,仆役吓人骑马以百亿计。 百亿生灵,在这些留下了尸体的大能们的交战过程中,怕是瞬间就灰飞烟灭了吧。 丢下心中那冰凉的让人不安的联想,楚天继续在表层甲板搜刮着。 每一个小世界,都是一份底蕴,每一件残破的兵器,都是一份力量,楚天知道,他自己并不强大,在这废墟中剪破烂的行径,看上去也并不高大上。 可是,他要活下去,他要强大的活下去。 他心里还惦记着好些人,他要找到他们,他要和他们幸福快活的活下去,那么,就算是剪破烂,他也要咬着牙剪下去。 一点一滴的,剪出他强大的本钱来。 更何况,这可不是破烂,这都是宝贝呀。 楚天低声的喃喃自语,他在甲板上忙碌了好几个时辰后,一个残破的几乎崩溃,只有数千里直径残留的小世界外表挥舞终于被炼化,整个小世界瞬间崩塌融入了天地熔炉中。 天地熔炉放出恐怖的巨响,一团团可怕的精纯洪流不断被天地熔炉吞噬,天地熔炉表面依稀可见的无数裂痕急速的修复完成,更有一道道热流不断注入楚天的身体和天魂。 楚天浑身汗流加倍,天魂脑后的天道宝轮急速的向四周膨胀开来,在楚天已经领悟到极致的阴阳五行法则宝轮中,凭空又增加了大量的玄妙。 更加古朴,更加强大,更加神秘,更加玄妙的大道妙里化为一道道蜿蜒如龙的大道符文,不断的融入楚天的法则宝轮中。 楚天的身体内不断传来咔咔声响,这是他的肉体在不断增强而发生的异象。 楚天来自天路世界的太阴,太阳两大天道法则凝成的宝轮,其总量已经固定。 但是在这个小世界崩解恋化后,楚天骇然发现,在太阴,太阳两大天道宝轮核心处,有新的天道宝轮在快速的凝聚。 这个小世界中包容的天道奥义,悍然比天路世界的太阴,太阳大道要完整。 楚天目瞪口呆的感受着自己天道宝轮的变化,下一瞬间,他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更快的向前方搜寻了过去。 他面孔赤红,浑身大汗淋漓,又是痛苦又是痛快的急速搜寻着。 他更是不顾一切的将他凝聚的天道妙数分身全都放了出来,除开留在无量山的虎大力分身,还有刚刚放出去分散他人视线的一具分身,百多个天道妙数分身纷纷用太阴变化之术化为天将形态,向着四周急速搜寻。 天路世界的太阴,太阳大道,居然是不完整的。 楚天一边急速行走,一边喃喃自语,不,不是不完整的,对于天路世界而言,太阴太阳大道,是完整无缺的,但是,天路世界只是一个不强的中等世界,而这一方天河,却蕴藏了无数比天路世界强大百倍,万倍的世界。 这些世界为什么强大? 就是因为世界本源蕴藏的天道法则,比天路世界更多,更复杂,更强大,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难怪灵桥天庭的高阶天将也好,至高天的高阶天将也好,那些真正顶级的天将,他们似乎也只是修炼了单一的天道法则,但是他们的气息却让现在的我都感到惊悚,原来他们所掌控的法则奥义,比我的更加高深,更加的完整。 喂,喂,轻衣老兄,你给我的木枝大道的道点。 摇摇头,楚天笑了起来,也是,轻衣给的木枝道点,不可能太过于惊艳,否则的话,区区一个西方天庭下面下九流的罗氏一族,怎可能有太过高等的道点。 楚天在表层甲板上急速穿梭,骤然间,他和他的所有分身同时停下了脚步,纷纷施展太阴钝形之术在各处废墟的隐秘处藏了起来。 在表层甲板的某处,几名通体弥漫着各色雷光的高阶天将手持青色大旗禁锢了虚空,一名洛延军挥下的天将被禁锢在正中,几名实力和他修为相当的天将联手围攻,短短几个交错,就将洛延军挥下的这尊天将斩杀当场。 一尊背后羽翼被如水雷光覆盖,悲声十六对羽翼的天将凝笑着将被斩杀的天将头颅提了起来,随手塞进了一个锦囊中,然后一口将被斩杀的天将体内冒出的金色光团吞了下去。 继续,吞下了金色光团的天将满意的拍了拍肚皮,记住大地的命令,这些至高天的小崽子,到了灵桥天亭还敢如此放肆,嘿嘿,不管他们来这里干什么,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这里是灵桥天亭的地盘,就算他们是至高天的豪门少军,也得乖乖的听话。 一众十几名天将同时凝笑,他们收起大旗,捏手捏脚犹如做贼一样的紧贴着地面击掠而去。 一刻钟后,在千多里外的一处残破宫殿废墟中,又是一名洛颜军麾下的天将遭了毒手。 楚天惊恶的瞪大了眼睛,他呆了呆,然后笑了起来。 灵桥天亭的五位大帝,除了和西桥军他们勾勾打搭的西天大帝,其他四位可都不是擅长呀。 眼前这些天将也不知道是哪位的属下,干脆就这么直接下毒手了。 嗯,你们打你们的,我打我的。 楚天笑着摇了摇头,他和百多巨分身越发肆无忌惮地在表层甲板活动起来。 一句又一句洛颜军麾下的高阶天将被狙杀,一句又一句保存完好的太古尸身中的小世界被楚天抽取,熔炼,好多次楚天和他的分身跟那些鬼鬼祟祟的天将擦身而过,双方犹如在演艺场墨剧一样,于无声无息中蹦射出了万道惊雷。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在甲板上又逗留了一天一夜,一脸憔悴,疲惫的洛颜军带着几尊天将,身边漂浮着几颗水晶球,慢悠悠地飞上了表层甲板。 收获真不错。 洛颜军得意洋洋地拍打着身边的水晶球,从曾经的无量天河新处,通往天河各处的原始航土。 哈哈哈哈,这里面居然记载了这么多我们如今都还没有发现的秘密航线,就这一份航行记录,就价值无数,就算找不到那件物事,此方我的功劳也足够。 洛颜军的笑声突然中止,他看着四周稀稀拉拉的摆多个天将,呆了呆,然后立声喝道,其他人呢? 人呢?除了你们,其他的人呢? 还有,我下令让四周的人前来会合,来会合的人呢? 洛颜军本来就带了数百高阶天将来到杜须神州,进入杜须神州的时候,他还下令让四周的直属天将赶来会合。 按照他的估算,就算他的属下动作再慢,就算他们分散在了这个战场一计的四面八方,起码也要有数千天将赶来会合吧。 可是现在,他眼前只有百多个天将。 这是闹什么鬼? 人呢? 人呢? 人都死哪里去了? 洛颜军愤怒且不安的咆哮起来。 第六百一十七张拉仇恨的技巧。 人呢? 都死哪里去了? 洛颜军歇斯底里的咆哮着,再无最初的雍容和稳重。 楚天拍打着幻化的羽翼从杜须神州的一处废墟中飞了起来,远远的向洛颜军比划了一个危险的割膊手势。 在他身后,天道妙术本体和天道妙术果实所画的百多具分身纷纷飞起,各色羽翼凌空闪烁,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天道妙术本体所画的分身,实力和楚天一模一样。 天道妙术果实所画的分身,每一个分身都拥有楚天参悟透彻的一门大道法则的力量。 楚天又将青色琉璃灯展中庞大的信仰念力加持在这些分身的身上,每一具分身都散发出恐怖的威压气息,隐隐足以和洛颜军身边的几尊卑声十六对羽翼的至高天将抗衡。 洛颜军身边的至高天将只有七八人,而楚天身后的分身足足有百多具。 洛颜军和一众天将脸色骤变,他们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就好像一窝老鼠碰到了狸猫,溜走的速度快得惊人,把楚天和鼠爷都吓了一大跳,这些家伙跑得也太快了。 弹指尖洛颜军等人就不见了踪影,楚天摇摇头,拍了拍鼠爷的脑袋。 鼠爷张开嘴,一缕缕青烟从他嘴里喷出,随后一根杖许长的画轴冉冉从他嘴里飞出。 七巧天宫的本体,楚天用各种储物宝器都无法将他装进去,却又不方便随身背负着。 也就鼠爷的肚皮,真不知道他的肚皮里到底藏了多大的一块空间,七巧天宫的本体也轻轻松松被他吞了下去。 双手紧握七巧天宫画轴,楚天倾尽全力将全部力量输入了进去。 青色琉璃灯盏中金红二色神力掀起滔天巨浪,一波波庞大的信仰面力从灯火中喷泊而出,迅速融入楚天的天魂。 楚天的法力飙升数十倍,七巧天宫画轴顿时放出无量毫光,一片辉煌巍峨的宫廷虚影冉冉在楚天头顶浮现。 楚天在无量山逗留百多年,七巧天宫汲取了无量山地下无数地脉,矿产,自身已经修复了大半。 在楚天全力催动下,七巧天宫内顿时传来一股巨大的吞吸力量,一道七彩漩涡迅速覆盖了整条杜须神舟。 庞大的杜须神舟微微晃了一下,伴随着沉重的轰鸣声,大地微微颤抖着,全长三十万里的两节神舟冉冉飞起,慢慢地飞进了七巧天宫。 七巧天宫内部,来自一座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造型千奇百怪的工匠傀儡们双眸喷射出夺目的神光,一个个死死地盯着从天空冉冉降落的杜须神舟。 楚天将杜须神舟放在了七巧天宫内一处方圆亿万里的盆地中,这处盆地内本来种满了大量的辅助药草,但是现在也故不得这么多了。 杜须神舟冉冉降落,将无数药草碾得粉碎,随后无数的工匠傀儡就蜂拥而上,犹如潮水一样将这条杜须神舟彻底淹没。 无数的神舟碎片被丢进了一个个小型干锅,碎片被快速地融化,一道道扫描神光细细地扫过干锅中沸腾的金属汁液,不断分析这些神舟碎片的构成成分。 以七巧天宫的威能,大半神舟碎片都轻松融化,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未知的,以如说神舟外壳的装甲板上掉落的金属碎片在干锅中迟迟没有反应。 楚天不由的心中狂喜,能够抵挡七巧天宫的炼化,这些金属碎片的坚固可想而知。 只要七巧天宫能够分析出这些金属碎片的成分构成,七巧天宫未来出产的各色占据的坚固度定然能飙升无数个大台阶。 更有无数细小的,专门用来探测各色禁制,阵法的小型傀儡在杜须神舟中急速穿梭。 他们的眸子里喷出一道道扫描神光,不断的复制,刻印神舟内的各种防御阵法和禁制,不断将这些数据送入七巧天宫各处和新神殿内的巨型制盒中储存,分析。 这条杜须神舟被劈成了两段,神舟中的大量阵法,禁制都停止了运转。 这些小型傀儡所过之处,无数的阵法,禁制轻松被破解,各种复杂到极致的阵法禁制不断被七巧天宫各处和新殿堂的制和祭灵吸收,消化,成为七巧天宫底蕴的一部分。 整座七巧天宫都在微微颤抖着,大大小小各处工厂,各处殿堂,乃至一条条山脉都在喷涌出夺目的神光,这条杜须神舟来自一个比天路世界强大无数倍的世界,使那个世界的文明结晶,只要七巧天宫能够消化这条杜须神舟上的知识,七巧天宫自身势必迎来一次巨大的进化契机。 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在这条杜须神舟面前,整个七巧天宫就是一条大蟒,而这条杜须神舟就是一块太古神龙的血肉。 只要大蟒吞噬消化了这块神龙血肉,大蟒就一定能破空飞升,净化为神龙。 楚天感应着七巧天宫中的巨大动静,不由的欣然点头。 一条杜须神舟还不够,这样的标本是越多越好。 毕竟一条杜须神舟固然巨大,但是相比于它代表的那个强大世界的文明而言,它还是太过于渺小,标本范例并不足够。 越多越好,嗯? 这时,数万只探测傀儡已经找到了这条杜须神舟的主控仓室,并且从主控仓室中提取到了这条神舟的一些信息。 嗯,有一条旗舰。 比这条杜须神舟还要庞大数倍的旗舰。 嗯,在那个方向,楚天感应着探测傀儡送来的信息, 向洛颜军逃走的方向看了一眼,你带走了这条杜须神舟中的航线图。 嗯,整个天河的航线图。 包括了杜须神舟的主人掌握的秘密航线。 这可不能便宜了你。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旗舰。 楚天看了看四周,杜须神舟被七巧天宫收取后,地面上就留下了一个长达数十万里的大坑,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楚天当即带着百多巨分身,化为高阶天江的模样,纵起一道道神光向着杜须神舟资料库中所指向的这只小小舰队的旗舰陨落方向飞去。 沿途楚天时常碰到三五成群的天江,他也懒得辨认他们所属何人,但凡见到后,随手一到七月闪披下,轻松就把这些天江披成了粉碎。 在战场遗迹中急速前行了三天三夜,一路上斩杀了数千天江,避开了几尊气息格外恐怖的至高天江,楚天终于来到了一方滔天黑气翻滚,在空中凝成了一个直径千万里的巨型黑气漩涡的险要山谷。 一条体长百万里,通体光辉夺目,大量的防御阵法还在正常运转的杜须神舟歪歪斜斜的躺在山谷中,上空的巨型黑色漩涡中不断有一条条黑气道卷而下,不断的冲击着杜须神舟的防御大阵,两者剧烈冲撞,不时有恐怖的巨响传来,更不断迸射出夺目的光滑。 这条巨大的神舟上层甲板上,无数华美的宫殿楼阁倒塌了大半,但是也仅仅是倒塌而已,境况比之前那条杜须神舟表面的宫殿废墟好了不少。 除此之外,楚天用尽目力,也没能找到一具保存完好的尸体。 高空的黑气不断倒卷而下,和防御大阵相互冲击后,不断放出一波波刺目的冲击波横扫四方,在表层甲板上掀起了一道道恐怖的飓风冲击,内运各色雷霆火光,寒气斜云,很显然就是无数年来这无数次的冲击,将表层甲板上可能存在的尸骸全部摧毁了。 不过,也不是一无所有。 在这条巨大的神舟正中的一座船楼上,船楼的顶部是一个宏伟的宝塔顶,高有百里的宝塔顶部一尊身高三丈六尺的白衣男子昂首矗立,他身边有三条剑形寒光若隐若现,不断放出一道道惊天动地的剑气剑芒直冲高空的黑色漩涡。 顺着这个白衣男子双眸所看的方向望去,黑色漩涡的正中,一条黑衣人影同样若隐若现。 这人影手持一座黑色大顶,大顶内不断喷出恐怖的黑沙黑气,在高空中凝成了那巨大的黑色漩涡。 偶尔黑色大顶的口子里一道悬光闪烁,就有大片黑沙喷出,每一颗黑沙都化为大片蕴藏了无穷死气的黑气,不断向下方的杜须神舟砸了下来。 无论是这白衣男子还是那黑衣人影,楚天都没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任何的生机。 他们早已战亡,但是他们凭借着临死前的一点执念,无数年过去了,他们还在这里死死相持。 白衣男子身边的三条剑影,黑衣人影手中的那座黑色大顶,这分明是两剑至宝,已经没有主人主持,他们依旧散发出恐怖的,犹如海啸一样席卷亿万里的力量波动,依旧在不断的相持。 温的一声,青椒剑轻轻震荡了一下,他对白衣男子身边的三条剑影充满了兴趣。 呼呼一声,天地黑榜也急速的摇动起来,和青椒剑迫不及待的想要冲过去和那三条剑影相持不同,天地黑榜向楚天流露出了他对那座黑色大顶的兴趣,但是楚天能清晰的感受到,天地黑榜对那口黑色大顶的畏惧。 天地黑榜给楚天的感觉,就好像一个贪吃的孩子,想要吃栗子,却又害怕栗子外的炭火,所以天地黑榜在不断的催促楚天,要楚天去帮他把那黑顶收取了,镇压了,然后交给他吞噬。 和青椒剑相比,天地黑榜无疑是个耸祸。 闭嘴! 楚天轻喝了一声,再过灶,我收取了那黑顶后,就把你丢给他消化了。 天地黑榜立刻没有了动静。 楚天冷静地看着那条巨大无比的杜须神舟,和那条断成了两截的杜须神舟不同,这条神舟通体保存完好,表面见不到任何伤痕,依旧光滑夺目,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这是一条完好的,一旦收取就能投入使用的巨剑。 杜须神舟,这是太古的那些家伙,用来横渡天河的工具吧。 楚天咧嘴赞叹,真是,巨大,强大,伟大的造物。 一个冷翘的声音远远传来,这的确是巨大,强大,伟大的造物,但是和你有什么关系? 告诉我,你是谁的手下? 远处神光闪烁,一个和西桥军,冷月军等人同行的青年脚踏一条五爪冰龙,在上千天江的拱卫下快速飞了过来。 他看着楚天冷笑道,你是灵桥天亭的人。 楚天看着这青年缓缓点头,无奈忠天大地麾下。 楚天话没说完,那青年已经随手一挥,杀了他们。 灵桥天亭也敢染指无量天心,真是不知死活。 这等至宝,也是他们敢亏去的。 五百天将面无表情的向楚天这边飞扑而来,他们手中刀枪见几个色兵器同时喷射出夺目的神光,距离楚天还有数百里远,就是漫天神光呼啸着砸了下来。 楚天冷哼了一声,四万八千星主旗从他眉心飞出,迅速步成了一座气势辉煌的大阵。 这四万八千星主旗到了楚天手中后,还没有补全星主旗所需的主星,唯有一套湮灭星珠融入了其中,为星主旗增添了几分威能。 饶是如此,楚天将四万八千星主旗同时打出后,这些星主旗凌空摇晃,漫天星光大胜,战场一记中各种博杂的天地灵髓,无论属性如何,全都化为一条条肉眼可见的洪流向星主旗汇聚而来。 一条长达十万里的苍龙从星主旗中急速飞出,苍龙震怒,长尾狠狠一抽,五百天将闷哼一声,被苍龙长尾一击打飞了数万里,有数十尊天将的实力稍弱一些,硬生生被抽爆了身体。 那青年呆了呆,指着楚天立声喝道,你,你,你斗胆。 楚天大笑着,驱动星主旗凌城的大阵向那条巨大的杜须神舟冲了过去,百多具分身纷纷释放法力,一道道威力巨大的法术神通犹如雨点一样向那青年和他身边的天将倾泻而下。 奉中天大地御令,这战场一记中所有太古珍藏,尽归我灵桥天亭中央天宫所有。 谁敢碰一根手指头,就剁了你的整条胳膊。 楚天还记得当年被中天大地下令漫天追杀的怨气,所以他毫无压力的在这里冒充中天大地的属下,尽情的给中天大地拉仇恨。 那青年头顶一团凌云涌出,一座巍峨圣殿喷出无量光滑,牢牢挡住了吹弹身后分身砸出的法术。 火光蹦践,雷霆怒笑,这青年被打得步步后退,他不由的怒声吼道,还在看什么?一起出手,将这无法无天的香巴佬给收拾了。 一道道神光不断闪现,西桥军,冷月军,玄商军,炫焕军等人纷纷带着大批属下出现。 洛言军猛不丁的看到了楚天,他歇斯底里的指着楚天怒吼起来,就是这斯,是他袭杀了我大量下属。 中天大地,他死定了,我告诉你,他死定了。 第六百一十八章一片混乱 楚天在向杜须神舟飞奔,洛言军在歇斯底里的咆哮威胁。 数千天将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西桥军,冷月军,玄商军,炫焕军,洛言军等人的属下四面包抄,想要将楚天和他身后的属下们一举歼灭。 楚天放声大笑,他身边一波波清冷的月光闪烁,太阴万化轮化为无形无际的游光在虚空中一阵疯狂的劈砍,远远近近数千天将根本没能看清楚楚天是如何攻击的,他们身上就不断出现一条条身可击鼓的伤口。 天将身上神光涌动的甲咒挡不住,他们强横的肉身也挡不住,好些天将狼狈的挥舞兵器,摧发神力,却同样挡不住比闪电还要快无数倍,飞跃之时毫无光影痕迹的太阴万化轮。 楚天突然横向冲出,脚踏奇异的步伐,竟直来到了一尊被升十二对羽翼的天将面前。 青椒剑在他手中喷出夺目的剑芒,楚天好似握着一团汹涌怒射的寒光,青椒剑带动他的手臂急速的穿刺,顷刻肩在这天将身上洞穿了数千个透明的剑孔。 天将的身体爆开,楚天左手一挥,一团黑色火焰凝成的漩涡一口将天将体内喷出的金色光团吞了下去。 楚天放声长啸,他身后的一尊周身雷霆翻滚的分身手中长边一挥,数百道水缸粗细的狂雷从天而降,狠狠地劈在了百多个天将的身上。 天将们被劈得羽毛乱飞,身体僵硬,浑身不断地喷吐着大片的雷光。 楚天冲到了他们面前,独创的匹夫剑已经登临剑道极致,达到了大巧不公,重剑无风的至高境界。 他只是简简单单的前挪后退,青椒剑看似简单的一次一次的凸刺,横斩,方圆树杖之内却演化一片剑域虚空,剑芒统治了一切,吞噬了一切。 无助剑意加持在青椒剑上,剑芒所过之处,万般法则尽成粉碎。 一剑破万法,暴力碎万法,楚天犹如浑身长刺的刺猬横冲而过,所过之处数百天将被硬生生劈成了漫天血雾。 天将们怒吼咆哮,不断地向楚天冲锋而来。 太阴万化轮化为无形光网远远劈砍,天将们冲到楚天面前时已经遍体鳞伤,好些人身体都被斩得七零八岁。 元气大伤的他们实力急速下降,面对楚天大成的剑道,他们就好像屠刀下的小鸡仔一样,毫无反抗之力的就被轻松斩杀。 更不要说楚天身边开始有一团团黑雾扩散开来,天地黑榜在楚天眉心急速摇晃,一团团死意浓郁的黑气侵染这些天将的身体,一点点的削弱他们的体力和法力。 更有四万八千星主旗所化的苍龙怒吼咆哮,巨大的尾巴,爪子一通乱拍乱打,将数千天将打得溃步成军。 西乔军等人齐声惊呼,纷纷瞪大了眼睛,这丝是谁? 灵乔天亭,还有这等高阶的。 西乔军等人没办法将话说完,楚天幻化的天将,背后只有十二对羽翼,偏偏他已经斩杀了上百同阶的天将,连卑升十四对羽翼,实力明显比他应该高出一大截的天将都斩杀了七八个。 这,这。 天兵天将的阶层森严,背后的羽翼就代表了他们绝对的实力差距,十二对羽翼的天将,根本不可能是十四对羽翼天将的对手,自从这些被升羽翼的天兵天将诞生以来,就从来没有过任何特例。 灵乔天亭,中天大帝,好,好,好。 洛言军瞪大眼睛,用力的握紧了拳头,灵乔天亭这事,图谋不轨,低阶天将居然挡感冒犯上位天将,而且还能将其斩杀,不管他是如何做到的,灵乔天亭最大恶极,中天大帝,他就是罪魁祸首。 公孙狼狼站在西乔军身边,他急忙为自己的父亲分辨,此事和我西天天亭绝无关系,和我父亲也绝无关系啊,这,这都是中天大帝的个人行径。 公孙狼狼正在解释,猛不丁的虚空中一缕极细的青色流光一闪而过,漫天锐气扑面袭来,西乔军,公孙狼狼,还有站在他们附近的冷月军等人同时惊呼一声,骤然间大片神光奔涌,好几件气息惊人的防御至宝自行激发,喷涌着神光烈焰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太阴万化轮的速度太快,这些防御至宝自行激发的瞬间,太阴万化轮已经越过了他们的防线。 一声惨嚎,公孙狼狼左臂被其肩斩断,他嘶吼着,右手紧紧捂着肩膀向后击退,他痛不欲生的咆哮着,不管你是谁,哪怕你是中天大帝的心腹死士,我一定和你是不罢休。 血光喷剑,西乔军眉心喷出的一件三角形的烈焰盾牌没能起到任何防御作用,太阴万化轮轻松地越过三角盾牌喷涌出的烈焰神光,净直披在了西乔军的胸口上。 西乔军身上的长衫骤然喷出无数条极细的壕光,嗤嗤声中,太阴万化轮斩碎了一缕缕壕光,急速贴近了西乔军的身体。 一声刺耳的烈泊声响,西乔军胸口长衫被撕开了一条持续长的裂口,太阴万化轮从他胸口一化而过,将他的胸膛整个切开。 西乔军的胸膛裂开了一条可怕的伤口,露出了他神光环绕犹如琉璃钻石雕成的心脏,肺脏。 西乔军痛得嘶声惨嚎,双手抱着胸口向后击退。 随后是玄商军,炫幻军,洛颜军,他们都和西乔军一样,每人都是胸口或者腹部挨了狠狠一击,大片血雾喷洒,几个人抱着伤口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惨嚎声,痛得眼泪水都喷了出来。 唯有冷月军,楚天还惦记着他邀请自己进入战场一击的这点人情,太阴万化轮故意劈过了冷月军胸前喷出的一团月轮,原本劈向冷月军胸口的灵力一击猛的弹射起来,刷得一下切过了他的头皮。 冷月军就连一丝半点儿血水都没流出来,但是太阴万化轮从他眉心正中化了过去,在他头皮上刮出了一条两寸宽的光溜溜的头皮。 一个精巧美丽的发剂子重重落地,冷月军猛的举手摸了摸光溜溜的头皮,突然哇的一声嚎哭起来。 灵桥天亭,中天大地,我冷月军和你不死不休。 冷月军两眼通红的放声哭喊,狠狠一脚跺下,硬生生在大地上留下了一个方圆千里的巨大脚印。 此刻的冷月军周身杀意奔涌,犹如太古附生的魔神一般恐怖。 楚天吐了吐舌头,一声不吭地冲到了这条巨大的杜须神州附近,瞅准了一条裂开的防御大阵缝隙,身体一晃,带着百多巨分身窜进了神州中。 不能让他进去,无量天心可能就在,洛言军嘶声尖叫着。 西乔军捂着胸口流血不止的伤口,犹如看白痴一样看着洛言军,他立声喝道,闭嘴,洛言军,你脑子坏掉了吗? 无量天心何等重宝,谁有资格保管他? 洛言军呆了呆,猛地抬头看向了杜须神州正中船楼那高高的宝塔顶上的白衣男子。 他们知道这船队的来历,这是当年惊天大变时,仅有的一条顺利逃离无量天的逃难船队。 无量天心何等重宝,一支逃难船队,不可能将它随意的存放。 这等重宝,自然是要交给船队中修为最高,实力最强的大能贴身保管。 船队中修为最高,实力最强的大能,他自然会居住在舰队中防御力最强,战力最强的旗舰上,舰队覆灭时,这修为最高,实力最强的大能, 自然也会坚持到最后。 这条旗舰上的所有生灵尸骨都已经湮灭,唯有这白衣男子的尸体保存完好。 如果无量天心真的存在的话,也只可能是这白衣男子贴身保存,不,不是贴身保存,而是只可能存留在他演化的小世界中。 是他。 洛言君大吼了一声,顾步的小腹几乎被冻穿的伤口,脚踏一缕神光急速向那白衣男子冲去。 西乔军等人眉头一皱,同时用看白痴一样的目光看着洛言君。 洛言君身边数千天将紧跟着他冲了过去,这些天将都是洛言君的铁杆加尘,洛言君哪怕是冲向地狱,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跟着洛言君冲杀过去。 千里,百里,十里。 眼看洛言君就要冲到那白衣男子身边,距离白衣男子只有不到千丈之遥,突然一股惊天剑气从四面八方升腾而起,剑气凝成一条条栩栩如生的晶莹巨龙,无声无息的凌空一个盘旋,洛言君身边的大批天将九旗旗被撵成了粉碎。 他们甚至连自暴体内的金色光团都来不及,连带着金色光团中的无数灵魂都被那可怕的剑气直接碾碎。 唯有七八个被升十六对羽翼,实力惊人的至高天将其声嘶吼,他们身上翻滚出夺目的神光,凝成了一个直径百丈的光芒意义的精球,这才勉强抵挡住了剑气的侵蚀。 一尊天将一把抓住了洛言君的肩膀,几个天将狼狈的护卫着洛言君向后击退。 千丈,十里,百里,千里,一条条剑气凝成的巨龙盘旋飞舞,一路追杀,不断地轰击在神力凝成的金球上,打得金球处处都是可怕的裂痕,一直追杀出了上千里,这些剑气凝成的巨龙这才冉冉泯灭。 洛言君被吓得作声不得,他身边的几尊天将突然跪倒在地,嘴里纷纷喷出一条条如剑的血气。 嗤嗤声中,这些天将身上裂开了一条条可怕的剑痕,伤势最重的那个天将,他背后的一对耳羽翼被齐根劈断,身上只留下了十五对羽翼,气息骤然衰减了一大截。 该,该死的。 洛言君呆呆地看着那白衣男子,面孔惨白说不出话来。 西乔君等人相互望了一眼,同时长晕了一口气。 果然凶险,果然,宝贝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这战场遗迹也不如他们想象中的安全。 现在他们是各个富商,一个不小心,很可能他们会有人陨落在这里。 小心从事,不要好处近在眼前了,却没命回去。 西乔君隐隐是他们这一行人的首领,他双手捂着胸口的伤口,力声喝道,召集我们带来的所有人手,将这里围起来,严禁其他人靠近。 调动十万天江,进入杜须神州,先将那中天大帝的狗腿子给斩杀了。 西乔君的话音刚落,远处就传来了中天大帝威严,浑厚的声音,西乔君,无哪里得罪了你,让你下这样的命令。 或者,是本地君的属下不开眼,冒犯了诸卫君上。 中天大帝坐在巨龙车面上冉冉行来,他身后跟着整整齐齐的,一百个万人方阵的天兵天江。 西乔君等人全看傻了眼,他们在战场一计门口的时候,和灵乔天亭的四卫大帝约定,四卫大帝每人只允许携带一万名下属入内。 但是中天大帝身后的百万军团是怎么回事? 这该死的家伙,他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下属? 中天大帝,你,你,你敢违反我们的约定? 炫患君眉心赤红色的神经迸射出夺目的神光,他恼怒的呵斥道,你真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吗? 中天大帝不慌不忙的笑着,他缓缓点头道,本地君何曾违反了约定? 本地君,的确只带了一万下属进入此处,不过,本地君带来的,都是我灵乔天亭中央天狱的重疆,他们每人都带了心腹的七位军团随行拱卫,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中天大帝微笑着说道,本地君也是进入此处后才知道,他们带了这么多人手随行护卫,这也是他们的一方好意,唯恐本地君被某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娃娃给下黑手暗算了,所以,呵呵。 轻描淡写的一个呵呵后,中天大帝拍了拍手,他身后上千明天将同时一挥手,就看到一点点金光从他们袖子里飞出,每一团金光中都隐隐是一座造型厚重的大殿。 大殿的大门冉冉开启,一队一队的天兵天将犹如潮水一样从大殿中涌了出来。 就听得战号声冲天而起,无数天兵天将在中天大帝身后排成了整齐的方阵,密密麻麻的万人方阵一眼看不到尽头,天知道中天大帝究竟带了多少天兵天将进来。 猪狗不如的东西。 炫焕君眼看中天大帝如此厚颜无耻的当众炫耀武力,他气急败坏当即爆了粗口。 中天大帝眉头一挑,他冷声喝道,不知道死活的娃娃,真自以为,靠着背后的家世,就能强行压过本地军一头。 呵呵呵,真以为,本地军能掌控灵桥天庭,靠的是外人之力吗? 中天大帝冷笑一声,一指头向前戳出。 也没有神光涌动,也没有光滑耀目,就是一指头轻描淡血的戳出去,距离他数百里之遥的炫焕君一声惨嚎,他的胸口正中血肉横飞,莫名其妙的就被洞穿了一个碗口粗细的血窟窿。 炫焕君身边的众多天将其声怒吼,他们袖子里也有大片金光飞出,每一团金光中都不断涌出无数的天兵天将,巨大的羽翼拍打空气发出沉闷如雷的响声,浩浩荡荡的天兵天将怒声咆哮着向中天大帝麾下的大军冲杀了过去。 第六百一十九章 无量宝集 楚天站在通往杜须神舟内部的船舱入口处,笑呵呵的回头望了一眼。 漫天都是各色羽翼在疯狂的拍打,各色神光犹如天崩一样胡乱喷涌。 天空云团乱炫,大地裂开一条条身不见底的裂骨,一座座山峰或者凭空湮灭,或者猛的飞上了天空,然后狠狠的砸向了大地。 高空中一颗颗流星不断出现,裹挟着灭绝一切的恐怖气息疯狂的坠落了下来。 楚天的那具木枝分身紧跟在公孙郎郎身边,他身后一轮枯黄色的宝轮急速旋转,枯木之力凝成了无数三寸长短的细小木剑,犹如一场歇斯底里的大暴雨,疯狂的向着中天大地挥下的天兵天将倾泻了下去。 这些小小的木剑密密麻麻,数量极多,穿透力极大,每一支木剑上蕴藏的力道也极强,无数天兵天将被打的浑身都和筛子眼一样,惨嚎着从空中不断坠落。 木枝分身的表现很是抢眼,公孙郎郎不断的点头赞叹,不断的拍打他的肩膀连连许莫要给他加关进绝。 双方大军绞杀成了一团,西桥军他们带来的天兵天将平均实力要比灵桥天庭的天军强出一大截,但是中天大地的挥下在总数量上却占了绝对的优势。 每一个呼吸间,都有无数羽毛飘零坠地,每一个呼吸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天兵天将陨落。 一颗颗闪烁着夺目金光的光团在空中不断出现,附近的天兵天将周身喷涌着神光,这些金色光团刚刚出现,就会被身边的高阶天将强行纳入体内。 金色光团没能自爆,而每吞噬一颗陨落的天兵天将体内释放的金色光团,这些高阶天将的气息就会更加强大一分,显然他们从中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打吧,打吧,我也知道,无量天心很可能在那白衣男子身上,不过,这种火中取栗的事情,我就不掺和了,我这样的区区小人物,还是琢磨自己有力捞取的好处才对。 楚天像这些疯狂厮杀成一团的天兵天将挥了挥手,然后迅速冲进了船舱。 无量神珠剧烈的震动着,大堆大堆拳头大小的蓝色灵精不断喷出。 楚天手持七巧天宫本体画轴,魂念引动和七巧天宫融为一体的磨合阵图,一座座复杂到极点的立体阵图不断从画轴中涌出,无数蓝色灵精散发着强大的能量波动,不断镶嵌在这些阵图中。 一座座杀伤力惊人,玄妙无穷的大阵就这么凭空凝现,楚天所过之处,身后不断有一座座威力惊人的大阵迅速引入虚空中。 如此布阵的速度,若是让某些所谓的阵法大家见到,一定会惊畏天人,进而惭愧不已。 楚天顺着一条宽达十里的涌道向前击飞了数千里,身后就猛的传来一声恐怖的爆炸声。 他布下的第一座烈阳钢雷阵被引爆了,十二万九千六百块内运庞大天地灵髓的蓝色灵精同时爆发开来,在阵法的作用下,巨量的天地灵髓以一种可怕的模式瞬间爆发。 那威力比现在楚天全力一击还要大出十倍。 数百名紧追楚天而来的天江哼都没哼一声,就在漫天烈焰和疯狂涌动的赤红色雷火中瞬间消失。 楚天身后的追兵骤然停下了脚步,数以万计的天兵天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迟出不敢向前。 楚天大笑着向前狂奔,他双手紧握七巧天空本体化轴,磨合阵途中不断涌出一座座奇妙的大阵,无量神珠今天也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不断从无穷虚空中抽取庞大的能量凝成比以前的青色灵精内运的天地灵髓多出十倍的蓝色灵精,不断的镶嵌进一座座阵途中。 一座座大阵不断没入虚空,除了一些杀伤力惊人的大阵,楚天更是布下了好些复杂的迷阵,幻阵,空间扭曲大阵,在他的身后,各种诡异的光影闪烁,整条涌道都变了模样。 杜虚神州中,宽大的涌道内到处都能看到惨烈战斗留下的痕迹,墙壁倒塌,梁柱断裂,好些地方的虚空不正常的扭曲着。 有强敌侵入了杜虚神州,和神州内部的守卫爆发了惨烈的厮杀,楚天所过之处,杜虚神州自身的防御阵法都被破坏殆尽,所以楚天一路前行,居然没有碰到任何危险。 顺着从之前那条杜虚神州中得到的资料,楚天熟门熟路的在这条旗舰中快速穿梭。 急飞了一个多时辰,楚天终于来到了这条旗舰内部最核心处的主控仓室门外,但是楚天没有进入主控仓室,而是顺着主控仓室侧方的一条涌道,来到了一座金色的巨型门户前。 高有三千丈,宽达千多丈的金色大门流光溢彩,表面有无量星辰旋转,有无数神兽神秦的光影若隐若现,一层厚打百丈犹如琉璃的神光在大门表面奔涌不息,楚天距离大门还有数十里远,就已经感受到了恐怖的压力同时碾压在了他的天魂和肉体上。 那种感觉,就好像和整个天地为敌一样,稍有不慎就会被直接碾成粉碎。 在这座巨大的金色门户前尸骨如山,无数尸体堆成了一座高有两千多丈,方圆数十里的海谷尸堆,大门上散发出的金色神光照耀着这些尸骨,或许正是因为这金色神光的存在,这些尸骨保存完好,面目如生。 整条神舟,楚天一路行来,就没见到一具尸骨,分明是因为外面那白衣男子和高空中的黑衣人影相互对峙,他们散发出的法力波动摧毁了神舟内的所有尸体。 唯有在这座金色门户前,数以万计的尸骨密密麻麻的堆积在这里。 楚天腾空而起,越过尸堆向大门望了过去,在大门的正中位置,十几名身穿金色甲皱,相貌俊朗犹如天神的男子歪歪斜斜的靠在大门上,双眼圆睁,眸子里却已经没有丝毫光彩。 这些男子遍体鳞伤,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好几处致命的伤势,他们的甲皱被打得稀烂,他们手中的兵器也都满是缺口,更有人是抓着断剑,断刀和折断的长矛。 很显然,尸堆中无数人想要冲进这大门,而这十几个人却死死守住了这扇大门。 楚天静静的看了一阵子这大门前的惨烈景象,他缓缓飞到了大门前,肃然向这十几个虽然已经死去,却依旧依靠着大门不肯倒下的金甲男子抱拳行了一礼。 骤然间,这十几个金甲男子正中那位身高十丈开外,周身煞气最为浓烈的男子尸体猛的睁开眼睛,两点暗淡的光芒在他眸子内一闪而逝,一抹神光在楚天身上急速扫过,一个惨烈,歇斯底里极尽人类想象之极限的呼喊声从他胸膛中猛的传来,人族,该死的人族。 这男子的确已经死去了,但是他胸膛中一股怨毒之气隔了无数年却迟迟没有消散,居然硬生生支撑起了这男子尸体的最后一丝活力。 当楚天走到近前,这男子感应到楚天的存在,分辨出了他的出身和血脉,顿时爆发出了这极致怨毒的一声咆哮。 或者说,干脆就是最恶毒的诅咒。 金甲男子的右臂猛的举起,一柄缺口的大腹喷出最后一片火星,随后手臂重重垂下,大腹无声无息的裂开了无数的裂痕,随后无声无息的崩解成了一点点闪光的灰烬飘散。 人族,该死。 楚天愕然看着这颓然倒地的金甲男子,无奈的摊开了双手,鼠爷,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个事情吗? 诺,在人族手上吃了大亏吧。 鼠爷淡淡地说道,你劈开这些家伙的身子看看,他们生得和人族相似,但是,嗯,他们体内的那些灵部件,可都是绝对对称的。 左右两颗心脏,左右四扇肺脏,左右两个肝脏,左右四个肾脏,哎哟,四颗腰子。 这些家伙的体力肯定很好,哈,你看,他们的肠子盘绕的方式,也是绝对对称,这些家伙似人,却非人,哎,哎,好像鼠爷我对他们这一族有点印象呵。 楚天咧了咧嘴,对于鼠爷没有劈开这些金甲男子的身体,就知道他们身体的内部结构,楚天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反正鼠爷的脑子里总会浮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楚天早就习惯了他不时的抽风表现。 绝对对称啊。 这些家伙,肯定有强迫症,不过,他们的内脏都是人族的双倍。 则,他们的身体机能,肯定很惊人。 楚天咧咧赞叹道,也不知道,人族怎么得罪了他们。 鼠爷悠悠说道,看看尸体堆,里面有六成人族,有两成灵族,还有两成魔物,咧咧,你看看被压在最下面的那个叶弧,那是一尊古魔,哎,哎,小心些,不要靠近,虽然死了,这家伙本体上残留的魔器不小心沾染了,也会将你同化的。 童话,魔物的童话,把自己强行从一个人变成和他本体相同的,一个夜虎。 楚天脸色一变,摇摇头,缓缓地走向了那扇金色的大门。 双手小心翼翼地靠近金色大门放出的琉璃泰神光,七巧天宫中魔喝阵图急速地旋转着,无数阵法服文化为一道道奇异的大道锁链不断从楚天掌心涌出。 各色流光一彩的大道锁链急速窜进这琉璃泰的神光中,琉璃神光逐渐荡起了一丝丝涟漪,金色大门内有低沉的轰鸣声响起。 魔喝阵图在全力同化这座大门的防御尽致,而且进度很快。 楚天重重地吐了一口气,他喃喃道,还好,还好,这些家伙在这里厮杀的时候,这大门的禁制被破坏了九成五以上,而且,大门禁制的能量回路被彻底斩断了,这一层防御禁制,也就是看上去厉害,其实是无缘之水。 不过,就算是无缘之水,而且自我消耗了无数年,这禁制还有如此可怕的威势,制造这杜虚神舟的,这些体内器官都是双份的家伙,他们还真是可怕呀。 一个时辰后,金色门户表面的琉璃宝光彻底消散,魔喝阵图放出的无数条大道锁链迅速蔓延到了金色门户上。 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金色门户冉冉敞敞开,楚天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金色门户内金色的云光升腾,门户内是一座占地面积极大的巨殿,云征雾绕中,楚天一眼看不到大殿的边际。 他抬起头来,看到头顶有星辰日月运转,有紫色的霞光从高空垂落,一根根犹如鹰落宝串,大殿中每一丝空气都充盈着无法言喻的大道傲义。 楚天大踏步地向大殿正中走去。 从之前的那条杜须神舟的航行记录中,楚天得知,这只逃难的船队中的好东西可真不少。 西乔军他们窥去的某件传说中可能存在的物件没有记录在案,但是神舟的航行记录中实实在在的有一份清单详细的记载了旗舰上储存的宝物。 这条长达百万里的神舟上,储存了足以让一个洪荒大世界急速发展壮大的巨量资源。 资源只是硬件,最重要的,让一个世界发展壮大最重要的,是智慧, 对,是知识。 楚天来到了大殿核心处,这里一缕紫气从天而降,离地帐许的高度,一个金色的长宽高都在一帐左右的金色箱子静静地悬浮在紫气中。 无量宝集 楚天用力地搓了搓双手,目光狂热而又敬畏地看着这个金色的箱子。 西桥军他们亏去的至宝是无量天心,楚天不知道什么是无量天心,但是这无量宝集他却清楚地明白这是何等宝物,一个曾经存在过的,曾经强大无比的世界的智慧结晶。 那个世界最强的,最巅峰的修炼者,对世界的大道庙里的总结,对那个世界一切法则剖析的成果,那个世界一代代最睿智,最强大的修士传承了无数年的道果。 一个世界的智慧,就装在了这么一个长宽高都只有一帐左右的金色箱子里。 相比那些外物,楚天更看重这无量宝集。 楚天并不缺少外物,甚至他拥有的资源,已经超过了他的个人所需,单单一个七巧天工,就足以让楚天快速地组建一个足够强势的大势力。 楚天缺少的是智慧,是知识。 智慧和知识,是登天的云梯,踏着这些先贤智慧的结晶,我才有走到巅峰的可能。 楚天双手抚摸着金色箱子,下一刻,这金色箱子化为一道流光,没入了楚天眉心,静静地悬浮在了他天魂前方。 第六百二十章青衣,天伐巨伦 无量宝集在楚天神窍虚空中放出无量神光,照亮了整个神窍虚空。 一股莫名的气息在神窍虚空中蔓延,楚天的神窍虚空以一种缓慢,但是无比坚定的速度向外围扩张开来,而且神窍虚空的结构在缓慢地加强,不断地加强。 一丝丝奇异的道运化为清晰的紫金色雾气在神窍虚空中冉冉凝聚,这些细细的雾气犹如鱿一样轻快地在神窍虚空中穿梭游荡,清灵,活跃,让整个神窍虚空都开始充盈一种莫名的生机活力。 无量神光照耀之处,有山水虚影冉冉浮现,神窍天空的虚空中,楚天自行凝聚的太阳,太阴光轮附近,有无数星辰的虚像产生。 那些道运雾气逐渐被太阴,太阳光轮吸纳进去,两轮圆光逐渐变得越发的光芒夺目,体积也在开始缓慢地膨胀。 在两轮圆光的核心处,似乎有某种奇异的力量在孕育。 楚天暗自心惊,无量宝极,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定性这宝贝究竟属于什么类型。 这件质宝,楚天只是将它吸纳入体,还没来得及阅读,参悟其中的奥秘,它就给了楚天如此巨大的好处。 楚天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天魂在发生神奇的蜕变,虽然缓慢,但是蜕变实实在在的存在。 犹如破茧化蝶,从低级生命向高阶生命转化。 天魂更加的灵动,更加的强大,与此同时,这种蜕变的强大更直接反馈到了身体上。 楚天张开双手,他的手掌皮肤下隐隐有无量星光,无边山水,江海巨浪,云霞翻滚。 这种感觉,就好像手中握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小宇宙,诸般神奇的力量不需要念咒,不需要手印,不需要任何对应的神通秘法,只要心念一动,就能随手激发。 真是一群蠢货。 楚天不由地惊叹了一声。 什么无量天心,那等外物就算再强大,也比不上自身的强大。 这种感觉,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楚天满足地赞叹了一声,然后用最快的速度离开这个大殿,转身就去了隔壁的主控仓室中。 或许是因为有了无量宝籍在体内的关系,主控仓室没有给楚天造成任何麻烦,他轻松地就收取了主控仓室中的一切资料,更是顺利地在整条杜虚神舟的主控核心中留下了自己一缕分神烙印。 长达百万里的杜虚神舟微微一颤,无数大大小小的阵法复苏,同时活了过来,无数的阵法反馈回了潮水一样巨大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了正在船体涌道中艰难前行的数万天兵天将的身影。 修复 楚天一掌按在了杜虚神舟的主控台上。 无数年前的一场大战,这条杜虚神舟内部的防御禁制和阵法几乎被破坏干净,但是神舟主体丝毫无损,船体内的大阵基础依旧完好。 杜虚神舟内的一座库库房中,储存了堪比好几个大世界蕴藏总量的珍稀资源,这是这支出逃的舰队为了日后东山再起而储备的战略资源。 而这条杜虚神舟,也有着强大的自我恢复,自我修复的能力。 过去的无数年,这条杜虚神舟无人掌控,所以神舟一直沉睡。 如今楚天驾临,整条杜虚神舟就活了过来,欢天喜地的接受了楚天的掌控,库房中各色珍稀资源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包裹着,迅速送入了船舱底层的一座座巨型熔炉中。 沸腾的金属之叶顺着专门的输送管道送去了船体各处,无形的尽致之力迅速将这些金属之叶熔炼,成型,一座座被破坏的阵法再快速的修复, 更有堆积如山的极品灵精不断的填充尽修复的阵法中,整条杜虚神舟内神光闪烁,大片光辖急速蔓延开来。 三个时辰后,进入杜虚神舟内的数万天兵天将突然发现,他们已经再也无法前进半步。 他们四周再也不见一条条宽敞的涌道,他们被困在了一片漆黑的虚空中,距离他们极其遥远的天边,隐隐有一颗颗巨大的黑洞缓缓旋转, 不断释放出让人心计,绝望的恐怖气息。 这些黑洞的体积在急速的膨胀,他们释放的压力越来越大,渐渐的,这些天兵天将的身体剧烈的摇晃起来, 他们剧烈的拍打着翅膀想要稳住身形,但是吸力越来越大,终于有修味较低的天兵怪叫着被那些远远地,巨大的黑洞洗了过去。 黑洞中微光一闪,这些天兵就被绞成了粉碎。 摧毁这里 领队的一尊被升十六队羽翼的天将嘶声怒吼着,手中长挤狠狠地向虚空一戳。 黑漆漆的虚空纹丝不动,而那些巨大的黑洞同时无声地爆炸开来, 一根根黑色的犹如龙牙的光影迅速弥漫虚空,从四面八方同时袭来,无声无息地穿透了数万天兵天将的身体。 出了七八尊最为强大的天将周身喷涌着神炎,苦苦地抵挡住了黑洞龙牙的穿刺,其他天兵天将无声无息地崩毁,就连一根完整的羽毛都没有留下。 虚空崩解,虚空化为一锅沸腾的混沌溪周,一道道恐怖的混沌气息在黑暗中急速地翻滚,冲撞,几尊天将纷纷祭出了自己最强大的防御神器,苦苦抵挡着大阵的绞杀。 他们周身神炎剧烈地震荡着,体内神力极速地消耗着。 他们体内的金色神国中,无数信徒在成黄成孔的祈祷膜拜,不断为这几个天将提供庞大的神力。 任凭信徒如何祈祷膜拜,几尊天将的力量依旧被极速地消耗着,他们汗流加倍,他们的羽翼上一根根羽毛都变得凌乱,湿透,就好像落水的母鸡一样狼狈。 很强,但是还不够强。 楚天通过阵法感应这几尊天将的富于顽抗,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条杜虚神舟的强大超出楚天的想象,这几尊天将还能坚持不少时间,但是想要逃跑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大阵还在修复,还在完善,等这条杜虚神舟内的所有大阵都修复后,免杀他们也是极其轻松的事情。 几面巨大的水晶光幕出现在楚天面前,透过杜虚神舟的摇杆系统,楚天兴致盎然地开始观摩外界的乱战。 杜虚神舟内,数万门杀伤力惊人的星辰崩碎炮开始缓慢地充能。 楚天唯恐快速地充能散发出的能量波动吓坏了外面的天兵天将,所以他只是很小心地,一点点地,一丝丝地将能量冲入这些微能恐怖的大杀器中。 中天大地左手拎着一根拳杖,右手拎着一柄长剑,通体散发出无量神光,面无表情地在无数的天兵天将中往来冲杀。 他左手拳杖轻轻一挥,就是一方虚空崩裂,起码有数万天兵被碾成血雾。 他右手长剑轻轻一画,就是一条万里剑痕凌空斩出,最少也有数万天兵被拦腰截断。 以堂堂中天大地之尊,中天大地在战场上纵横屁腻,手下无一和之将,比他麾下最强大的那些天将表现得还要出色许多。 任凭西乔军等人如何呵斥怒吼,不断地指挥一波一波的天兵天将不断地冲上上去,中天大地只是随手一划拉,冲上去的天兵天将就尽数粉碎,没有一个天兵,一尊天将能够抵挡中天大地一招。 不多时,南天、北天、冬天三位大地也纷纷赶来,眼看众天大地悍然挥动大军和西乔军他们杀成了一团,三方大地一声不吭的,同样放出了规模惊人的天军,浩浩荡荡的挥军冲杀了上来。 四方天帝恰恰从四个方向,将西乔军等人围在了中间。 西乔军等人挥下的天兵天将在个体实力上超过了四方天帝的属下一大截,但是在整体数量上,实在是不如,四方天帝带来的天军数量是他们挥下大军的百倍以上,任凭他们左右冲突,根本冲不出包围圈。 更不要说,四方天帝亲自出手,他们的修为惊人,随手一击就有天崩地裂之势,但凡西乔军等人挥下稍微表现出色的天将,都被他们第一时间直接震杀。 眼看着西乔军等人就要彻底溃败崩散,一团黑色神光从天而降,西天大帝带着无数倍声黑色羽翼的天兵天将呼啸袭来。 通体黑气弥漫的西天大帝一声不吭地化为一团黑色神光一个闪烁,静止冲到了东天大帝身后,随后一团黑色神光冲天而起。 也不知道西天大帝做了什么,总之他近乎偷袭地给了东天大帝狠狠一击。 黑色神光消失的时候,东天大帝的惨嚎声传遍了方圆百万里的战场。 所有人都看到,东天大帝的整个上半身,除了头颅勉强保持完好,他上半身的血肉都不见了,只留下了青金色犹如琉璃宝石的骨骼。 而且他的骨骼上也是裂痕无数,每一条裂痕中都有黑色的浓烟翻滚而出。 西天,你,你,你居然真的赶下毒手。 面容方正,白面长须,生得颇为儒雅的东天大帝声嘶力竭地惨嚎着,嘴里不断吐出黑色的血浆。 事已至此,都撕破脸了,你还指望,本帝君和往日一样的小打小闹,手下留情吗? 西天大帝面无表情地看着大口吐血的东天大帝,不过,可惜,你的保命手段不错,本帝君本想一惊喜杀你,奈何,奈何,不过,你今天也无力站下去了吧? 东天大帝一声不吭地转身就走,他麾下的所有天兵天将紧随着他离开。 中天大帝,北天大帝,南天大帝同时长笑一声,三人急速会合在一起,排成一排冷着脸看着西天大帝。 中天大帝冷笑道,西天,你是一门心思攀龙赋凤,看不起我们这些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 西天大帝浅浅一笑,他看着中天大帝缓缓说道,少说这些场面话,多少年来,我们相互撕底下阴谋暗算,各种恩怨也就不说了,老朋友。 呵呵。 缓缓举起右手一剑形如鬼爪的奇门兵器,西天大帝悠悠道,灵桥天庭太小,武方大帝太挤,其实,一个人就够了。 中天大帝,北天大帝,南天大帝的脸色同时阴沉了下来。 西天大帝的话,在他们心里都这么琢磨过,但是真个撕破脸皮道将这话说出来,也就只有西天大帝一人了。 刚刚在无量山脉吃了一个小亏,丢了一点小面皮的南天大帝咳嗽了一声,想要说点什么,远处突然传来了冬天大帝声嘶力竭,惊慌欲绝的惨嚎声。 在那个方向,一轮通体血红色,表面浮现无数凶狠绝伦的神魔雕像,边缘镶嵌着各色形距的诡异宝轮冉染腾空而起。 直径万里的宝轮散发出让人绝望,窒息的凶煞之气,放出无数条血色神光死死锁定了冬天大帝和他身边的众多天兵天将。 只是一弹指的功夫,起码有百万天兵,天将在血色神光中彻底消融。 随后就看到冬天大帝身体剧烈的颤抖着,声嘶力竭的惨嚎着,被血色神光吸附着,一点点的像血色宝轮飞了过去。 冬天大帝的嘶吼着隔着数万里之遥还传了回来,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大吼声,天伐宝轮,天伐宝轮,这件天地形器,怎么在你手中? 怎么在你手中? 很快的,冬天大帝的嘶吼声就变了,你是谁?你是谁?这件天地形器,怎么会落在你的手里?你到底是谁? 淡淡的青色雾气萦绕,一条青色人影冉冉出现在天伐宝轮上。 我是谁?我是青衣。 青色人影悠悠笑道,至于这天伐宝轮为何在我手中,是因为天地看你们不顺眼,让我戴天执法,灭掉你们这所谓的五方五帝。 冬天大帝被吸天大帝重伤,他几乎毫无反抗之力的被吸附在了天伐宝轮上。 一根根拇指粗细的血色锁链从天伐宝轮中飞出,穿透了冬天大帝的身体,将他牢牢的缩在了宝轮上。 随后有天雷地火呼啸砸下,雷光砸得冬天大帝血肉横飞,地火烧得冬天大帝浑身滋滋直响,更有一柄柄神刀神剑凭空出现,一点点的碎刮冬天大帝的血肉。 无数冬天大帝麾下的天兵天将嘶吼着冲向天伐宝轮,各色兵器犹如雨点一样不断向天伐宝轮落下。 这些天兵天将不出手还好,他们一出手,所有的攻击都直接落在了冬天大帝身上,体内所有神力莫名其妙消失不见的冬天大帝被打得血肉飞溅,痛得他顾步的体面,直接开口爆出了脏话。 无数天兵天将同时收手,他们呆呆的悬浮在天伐宝轮前,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中天大帝,西天大帝,南天大帝,北天大帝也呆住了,这是什么情况? 这轻衣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第621章一通乱打 血色宝轮上,东天大帝用一种非人的凄厉声音不断的尖叫惨嚎。 中天大帝,西天大帝,南天大帝,北天大帝的脸色极其难看的看着轻衣。 所谓吐死湖碑,东天大帝和他们身份相当,眼看他受到如此折磨,几个人的心情都是阴郁无比。 轻衣 中天大帝缓缓开口了,你和东天什么仇,什么怨? 让你用天法宝轮这等残酷行器暗算偷袭。 当着我等的面,偷袭一方天地,你也未免太美把我们放在眼里。 南天,北天两尊大帝缓缓点头,他们同时向前踏出一步,和中天大帝一起,一步就向前逼近了数万里,距离天法宝轮只有不到千里之遥。 对于他们这种大能高手而言,区区数百里地,那是伸手就到的距离。 西天大帝犹豫了不足万分之一弹指的一瞬间,然后他也一步迈出,和中天大帝三人肩并肩地站成了一排。 这是身为灵桥天庭五方天地的骄傲,他们内部纠纷怎么折腾都好,但是面对一个妄图挑衅他们大帝尊严的无名小卒,西天大帝还是选择了和其他人站在一起。 内部矛盾内部解决,哪怕西天大帝借助西桥军他们的力量斩杀其他四方大帝,这都是灵桥天庭最高层次的内部纠纷。 而青衣禁锢冬天大帝,当众给冬天大帝用了如此可怕的酷刑,这是在挑衅他们所有人的尊严,必须联手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 无知小儿,放下冬天,给你一个痛快。 西天大帝阴策策地说道,若是束手就擒,将这天法宝伦献上,本帝君许莫,不追究你亲族的罪责。 中天大帝等三人缓缓点头,眸子里同时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天法宝伦,这件重宝的来历,也只有他们这几个灵桥天庭大帝级别的人物才知晓。 那还是在灵桥天庭建立之前,在中天大帝出现之前就威压整个灵桥世界的恐怖重器,一度镇压了整个灵桥世界,让无数大能生灵闻风丧胆的可怕宝贝。 灵桥天庭建立后,中天大帝曾经秘密花费无数心力搜寻天法宝伦的下落,想要让天法宝伦成为灵桥天庭镇压周天的根本震气。 奈何他秘密搜寻了上一年,也没能找到天法宝伦的下落,随着其他四方大帝的崛起,中天大帝也就渐渐淡了这个心思。 毫无疑问的是,五方大帝谁掌控了天法宝伦,就绝对能压过其他四方大帝,独掌整个灵桥天庭。 中天大帝淡然笑道,青衣,不管你和冬天有任何恩怨,本帝君为你们调解开来就是。 天法宝伦,此等天地重宝,你承受不住他的福分,还是交给本帝君掌管才是。 青衣站在天法宝伦上,虽然有浓浓的青色雾气包裹他的身体,让人看不清他的面容。 但是中天大帝说这番话的时候,所有人都能清晰的感应到,青衣击翘的笑了。 中天,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儿呢? 西,你帮我和冬天调解我们之间的恩怨。 那,你可知道,十二万年前,你最心爱的金药公太子,是怎么死的吗? 青衣呵呵笑着说道,他那一次,只带了十二名护卫偷偷跑出中央天宫游玩,我用天法宝伦将他生生锻炼了三年,才将他断烧的魂飞魄散。 中天大帝的脸色骤然一黑,他身边的虚空咔嚓一声裂开了无数细小的裂痕,一股极其可怕的怨毒之气化为肉眼可见的黑色毒笼, 冉冉从中天大帝身边的虚空裂痕中钻了出来。 你,该死。 中天大帝沉沉的吐了一口气。 青衣不以为然的笑着,我等你来杀我,至于南天大帝,九万年前,你最宠爱的天妃陶侠儿,就是那个每天都要用三百六十位少女心头精血断烧神丹服用的蛇蝎妇人,你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 南天大帝的脸色同样一黑,他脚下的大帝突然无声无息的出现了一个直径三万里的黑漆漆的大坑,坑内的所有岩石泥沙都瞬间湮灭,只有一缕缕无色透明的火焰冉染飞起,在南天大帝身后化为一座极其复杂,极其华美,内外分成三十六种,密布无数复杂花纹的烈焰神龛。 你说,本帝君听着。 南天大帝阴策策的冷笑了一声。 他喜欢服用少女心头精血,说是可以养颜美容,更让他身体自然散发出处子幽香,好让他更好的魅惑你这蠢货天帝,轻衣淡然道,所以,我用天法宝伦慢慢的断烧了他二十七年,把他体内的所有精血都断烧一空,将他断烧成了一个白发鸡皮的老丑婆娘,烧得他浑身都是焦炭味,这才将他彻底打杀。 南天大帝的眸子里喷出两条烈焰,直接烧透了他面前的虚空,重重的击打在了天法宝伦上。 天法宝伦表面的血色神光闪烁,宝伦纹丝不动,反而是冬天大帝私生惨嚎,南天大帝喷出的烈焰全都落在了他的身上,烧得他上半身暴露的骨骼开始融化。 中天大帝突然怒喝了一声,陶霞儿服用少女心头惊血,一日需要杀死三百六十位少女,你杀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那幼子又是为何,你要杀他。 轻衣冷冷的看了中天大帝一眼,你那金药公太子做的事情,你不知道吗?还是装糊涂。 他好色如命,更有种种不堪的下三烂的习性,他喜欢强行掳掠他人妻女,更喜欢聚众,各种肮脏污秽之事,我也说不出口,杀他,难道有错? 中天大帝淡然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那金药公,最是温良贤德,何曾做过你说过的那些恶事? 轻衣,任凭你口灿莲花,这天下人,也不会相信你的说辞。 回过头,中天大帝向无数天兵天将扫了一眼,淡然道,你们,相信他们? 五方天帝麾下,无数天兵天将同时整齐化一的摇头。 中天大帝抿嘴微笑,看着轻衣摇头道,看,没人相信你。 所以,你说什么都没用。 深吸了一口气,中天大帝沉声道,你冒犯天帝,冒犯灵乔天庭威严,罪该万死。 三位兄弟,联手,杀了他。 至于天法宝伦,有德者拒之,就看各自的手段了。 四方天帝不再啰嗦,同时向轻衣杀了过去。 西乔军等人相互看了看,同时冷笑了一声,你们的狗腿子不信,我们却是相信的。 他们麾下无数的天兵天将同时呐喊,原本暂停的战火再次爆发。 乱战,乱战,乱战。 血色的天法宝伦上,轻衣放声长啸,他大袖飞舞,就有一抹抹青色剑影如风,如光,如雷,如电,如妖魔鬼怪,在虚空中往来穿刺,不断击杀向他逼近的天兵天将。 一剑消守,剑光所过之处,无论阶位高低,所有天兵天将都是喷血坠落,连同体内的金色光团都被击碎。 唯有四大天帝祭出防御至宝,一道道剑光打在他们身上,只是剑起万点火光,发出雷鸣巨响,却伤不到他们丝毫。 他们也不用法术攻击,只是一步一步坚定的向轻衣逼去。 四方天帝的麾下则是一片混乱。 中天、南天、北天三大天帝的麾下,一部分向轻衣发动攻击,一部分则是抵挡西桥军等人麾下天兵天将的进攻。 西天大帝的麾下则是坚定的和西桥军等人的下属混在了一起,联手进攻三大天帝的下属。 唯有东天大帝麾下的天兵天将悬浮在空中纹丝不动,一个个呆呆地看着在天法宝轮上丝生惨豪的东天大帝,眸子里神光急速闪烁,似乎是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青衣一边承受四方大帝的联手进攻,一边慢悠悠的,一剑一剑数落他这些年做过的好事。 每一位天帝都有宠信,重用的亲眷,下属被青衣击杀,而且都是无头死案的那种,以他们在灵桥天庭的势力,花费了无数年时间都没有追查清楚。 青衣一一数来,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缘由,诸般细节一丝不差。 他朗声大笑,将五方大帝的那些亲眷,众臣的脸皮彻底撕得稀烂,将他们光鲜面皮下不堪的一面暴露无疑。 几位天帝心痛自己亲眷,心腹的死,同时恼怒青衣丝毫不给自己留脸面的公开揭露,他们阴沉着脸大踏步的向前,没多久时间就逼近到了青衣身前万丈不到的距离。 你,该死。 中天大帝指着青衣立声呵斥,他指尖一点金光涌出,一枚人头大小,锐气生腾的印喜冉冉飞出,一股灰红,威严的帝王气息裹挟着凛然不可对抗的天地之威翻滚而出,虚空中大片神功若隐若现,金光锐气生腾,缓缓向青衣当头砸下。 南天、北天、西天三位大帝也同时出手,他们各自祭出自己的天地印喜,化为珠般异象碾压象青衣。 天法宝伦乃天行重宝,是一方天地法则凝聚的至宝,几位大帝也不敢轻易祭出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和天法宝伦对抗,最终都选择了他们的天地印喜,借助整个灵桥天庭的天地法则之力进行碾压。 青衣轻声笑着,他悠悠叹息道,天地印喜,只可惜,你们并非真正得到灵桥世界承认的天地。 你们,不过是一群投靠一族,强占了灵桥天地之位的,罪人贼子而已。 中天大帝的脸色一阵阴郁,荒唐,我们不是天地,难不成,你是。 青衣淡然道,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并非天地,我承认,难不成,你们真的就是天地吗? 四位天地不再吭声,他们只是不断催动天地印喜,四色印喜连为一体,化为一方阴晕小世界当头碾压下来。 天法宝伦通体血光大胜,宝伦缓缓旋转,无数血色神兵冉冉飞起,缓慢的向那小世界刺了过去。 虚空微微摇晃着,天法宝伦周边千里内所有天兵天将同时暴体而亡,任凭他们有多强悍的实力,全都被四位天地和青衣交手的余波直接碾爆了身体。 西桥军身边,公孙郎郎轻轻地朝着楚天的墓之分身示意了一下,趁着无数天兵天将乱斗,无数羽翼胡乱拍打,无数坠落的羽毛犹如大雪扰得天地一片昏暗的机会,公孙郎郎带着楚天的分身和十几个心腹天将偷偷摸摸的越退越远,渐渐地向身后的杜须神舟摸了过来。 也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东西,但是那宝贝,既然可能在这白衣男子身上,那就怪不得我杰族仙灯。 公孙郎郎很快意地笑着,轻声道,这等一宝,多有神意,就算最终落不到我手中,稀,先拿在手中把玩一二,说不定也有好处。 他看着歇斯底里的大声呵斥,指挥着麾下天兵天将乱战的西侨军等人一眼,轻轻地摇了摇头,来自至高天的豪门扫军,原来,也就是这等水准,也不见有多出彩的地方,比起我,也就是相差仿佛,可见呵,投胎真是一件很需要技巧的事情,投胎得好,呵呵。 楚天的分身同样微微笑着,可见,他们是不如弟子您的,唉。 公孙郎郎矜持地笑了笑,转过身,带着一众下属全速向那站在杜虚神州顶部塔尖的白衣男子冲了过去。 他眸子里神光闪烁,无数符文在他眸子里一闪而过,他用尽全部的力量,在急速分析白衣男子身边一切可能存在的危机。 眼看着公孙郎郎已经飞到杜虚神州正中的船楼下方,正顺着船楼外墙向高空飞起,坐镇杜虚神州主控仓室中的楚天呵呵轻笑起来。 他一掌按在了主控仓室正中的主控台上,数万门星辰崩碎炮同时从杜虚神州中伸出了闪烁着奇异流光溢彩的炮管,下一瞬间数万道粗达里许的光芒洪流淹没了整个战场。 轻衣,这一炮,算不算我救了你一次呢? 楚天大声笑着,看着整个战场都被可怕的强光彻底覆盖。 强光,高温,毁灭一切的能量肆虐。 在这一瞬间,大片虚空重归混沌,所有的最细小的粒子都在崩解,在破碎,在不断的撞击,不断的分裂出可怕的能量。 杜虚神州上的星辰崩碎炮拥有极其可怖的特性,它激发的强光能够让一切稳固的粒子变成极其活跃的不稳固态,进而发生可怕的炼尸反应,迸发出千万倍的毁灭能量。 一个个天兵天将就好像一颗颗巨型炸弹,被星辰崩碎炮的奇异力量点着了。 无数天兵天将在这一瞬间同时自爆开来。 西乔军等人在寥寥几个心腹下属的庇护下狼狈的向四周逃窜,在他们身后不到十里的地方,一个直径百万里的黑洞凭空出现,黑洞剧烈的扭曲着,无数可怖的空间裂痕从黑洞中延伸出来,向着整个战场一计急速扩张开来。 这个战场一计,被楚天一炮轰的滨鱼崩溃。 战场一片混乱,有能力逃生者,都在仓皇的逃窜。 第622章收获,堵门。 动了,被楚天掌控的杜须神舟动了。 长达百万里的神舟通体释放出让人目为之盲的强光,喷吐着无边的锐气和霞光,伴随着恐怖的轰鸣声冉冉飞空而起。 神舟顶部塔尖上的白衣男子身形摇晃,身边一柄柄若隐若现的剑影放出一圈圈环形的剑气横扫四方。 剑气所过之处,虚空被切开一条条黑色的裂痕,公孙狼狼和一众下属天将漠然浑身被切开了一条条身可及骨的剑痕,一个个脸色惨变的狼狈逃窜。 主炮能量回路修复完成。 楚天从杜须神舟的主控台中接收到了一条让他欣喜的信息。 他双手紧扣在主控台上,杜须神舟的表层甲板冉冉开启,1296根高有上万里的细长精锥冉冉冉从下层船舱中伸出,通体闪耀着夺目光芒的精锥散发出逼人的气息,杜须神舟的动力熔炉剧烈的轰鸣着,庞大的能量不断的注入这些精锥。 湮灭 这条杜须神舟的主炮,或者说,是主炮系统,它的名字就叫做湮灭。 这是一门单发威力比数万门星辰崩碎炮加起来还要强大整整一千倍的恐怖杀器,专门用来摧毁天河中的敌对世界。 不是敌对势力,而是敌对势力。 一炮轰出,能够直接让一个世界彻底崩毁,让万物重归混沌。 1296根精锥在楚天的魂面掌控下,精细入微的调整着自己的位置,精锥的尖端锁定了神舟上方那一片黑云中的黑色人影,每一根精锥的顶部都开始迸射出黑色的光芒。 下一瞬间,天地骤然一黑,黑色的强光笼罩了万物,四周虚空崩解,所有的法则锁链彻底崩碎,万物瞬间化为混沌,高空中的黑色云窝僵直了一瞬间,然后骤然消散。 黑色云窝中的黑色人影也消散。 船楼宝塔顶部的白衣男子身体骤然一晃,一声轻叹从他胸膛中传出,他体内肆虐灵力的剑翼骤然崩解,无边剑芒纷纷消散,一柄长剑光影冉冉从他体内飞出,缓慢的向下方坠落。 白衣男子的身体开始崩溃,从发丝到指甲,他的身体逐渐化为一点点细微的光点。 他和那黑云中的黑色人影一样,只是凭借着心头最后一丝执念,凭借强横无匹的修为,硬生生将身躯保持了这么多年。 黑色人影被摧毁了,白衣男子心头的最后一丝执念也烟消云散。 烟灭主炮的力量也影响了他的本体,唯有他体内的一剑本命剑气冉冉飞出。 一声沙哑的剑鸣响起,这柄剑气下坠了数百里,骤然寒光一闪,化为一条光芒璀璨的剑光洪流要破空盾去,他的主人已经烟消云散,他彻底自由了,灵性十足,微能恐怖的他自然不愿意再次被人掌控。 以这柄剑气的根基,他完全可以跑去某个隐秘之地逍遥自在,或许用不了几年,他就能从一柄剑气修炼成剑妖,进而化身为人形,凭借他从他主人那里得来的诸般好处,他或许能够成为第二个白衣男子那样的顶尖大能,屹立在周天万界之巅。 三十六根细长的经锥同时锁定了这柄意图遁逃的剑气,黑色神光在闪,剑气发出一声凄厉的悲鸣,在无数年的对峙中已经几乎耗尽所有力量的剑气抵挡不住湮灭主炮的轰击,护体剑光被打得粉碎,剑气本体也受到重创,无数裂痕密不见身。 再来,楚天清喝了一声,更多的经锥锁定了剑气本体,黑色神光怒射,剑气绝望的嘶吼了一声,骤然凝至在了半空中。 元气大伤的剑灵被湮灭主炮彻底摧毁,这柄威能可怕的剑气只剩下了本体,丧失了所有灵性。 来! 楚天清喝了一声,一个小型传送阵凭空在剑气本体旁出现,瞬间将剑气挪移到了楚天身边。 青椒剑发出一声高亢的欢笑,犹如剑道鲜肉的恶狼一样飞扑之上,瞬间和几乎崩溃的剑气本体融为一体。 大片剑芒喷涌而出,青椒剑剧烈的震荡着,不断发出刺耳的剑鸣声。 它在疯狂的吞噬几乎崩解的剑气,它的本体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一种近乎脱胎换骨的变化。 一道道含糊不清的信息不断从青椒剑那里传来,这柄剑气的来历,楚天已经知晓了。 心惊之余,楚天不由的放声大笑,这柄剑气,悍然是那所谓的无量天的一剑开天圣气,在无量天的地位等同天路世界至尊天气的无上至宝。 天路世界只是一个中等世界,世界诞生之时大道法则孕育了至尊天气三十六剑。 而这无量天却是一个品阶比天路世界高出不知道多少的超级世界,而这个超级世界孕育出的开天圣气,却只有九剑。 如果不是在之前的大战中遭受重创,如果不是在无数年的对峙中耗尽了元气,如果不是重伤之余又被湮灭主炮连续轰击,将剑体打得几乎崩溃了,以轻交剑的跟脚,根本别想从这剑气中得到半点而好处。 楚天呵呵大笑,星辰崩碎炮朝着四周乱打,将整个战场一计打得天崩地裂,乌烟瘴气,所有人都忙着逃命,没有一个人再有心情关注这条杜须神舟的动静。 这条杜须神舟是出逃舰队的旗舰,它能清晰的锁定其他神舟的位置。 这杜须神舟更是设计为横度无边无际的天河所用,可想而知它的速度能有多快。 驾驭着杜须神舟,楚天只用了一刻钟功夫就找到了其他被毁坏,坠落的神舟, 轻轻松松地将它们纳入了七小天宫。 最终就连这条旗舰,也在楚天的掌控下,自行飞进了七小天宫。 收起所有的分身,楚天记起太阴万化轮,化为一尊低阶天将,在急速崩解的战场一计中快速逃窜。 趁着一方虚空崩解的机会,楚天轻轻松松地收回了木之分身,回复了罗不平的模样,大声怪叫着弟子当心, 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样拱卫在公孙郎郎身后, 护卫着公孙郎郎冲出了战场一计的出口。 漫天雷光挥洒而来,伴随着无数惊怒的吼声,大群大群侥幸冲出战场一计的天兵天将被雷光打得粉碎。 战场一计门前已经是一片修罗土场,西桥军等一行人和五方天地留守在战场一计门口的天军已经全军覆没, 无数天兵天将的尸体残骸漂浮在虚空中,形成了一条绵延百万里的尸盒。 数千条长达数万里的金色战舰悬浮在战场一计的出口处,一块长宽十万里的浮空大陆被大群战舰拱卫着,蛮横的堵死了整个战场一计的出口。 猎空王大声笑着,他盘坐在一头巨大的金翅雷蓬的头顶,面前漂浮着一口雷光闪耀的长剑, 手指向长剑一指,就是漫天潮水一样的雷光裹挟着锋利无匹的更金之力斩杀下来。 楚天面前的百多个侥幸从战场遗迹中逃出来的天将嘶声呐喊着,他们挥动兵器想要挡住当头落下的雷光,但是雷光如刀,轻松劈开了他们的兵器和甲咒,重创了他们的身体。 一条长有百多杖的小型非洲急速掠过,百多名身披金色甲咒的壮汉大笑着丢出了一根根套锁,精准的套住了这些重伤天将的脖子,犹如钓鱼一样将他们拉到了非洲上。 不容这些天将反抗,这些壮汉手起刀落,无比利弱的将这些天将背后的羽翼斩下,然后开膛破肚用秘法取出他们胸膛内的金色光团,再一刀砍掉这些天将的脑袋,将他们的尸体随手丢进虚空。 犹如屠鸡宰狗,又好像菜场抛鱼一样,百多个实力并不弱的天将就这样毫无反抗之力的被屠宰一空。 楚天骇然看着这惊悚的一幕,那数千条数万里长短的金色战舰上,一堆堆的各色羽翼是那样的刺眼。 你们,该死。 中天大帝比楚天等人早冲出战场一计,但是很显然他的情况好不到哪里去,一根三尺长的金色短枪洞穿了他的胸膛,密布道次的短枪深深陷入了他的身体, 短枪上金色的火焰熊熊燃烧,烧得中天大帝脸色惨淡,浑身气息虚弱得好似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呵呵。 猎空王淡然一笑,丝毫不搭理中天大帝的咆哮。 给我说说,你们在这里面找到了,无量天心吗? 坐在浮空大陆正中高山之巅的寒落王吐出一口寒气,看着被堵在战场遗迹门口的一行人等笑道,冷月军,玄商军,两位美人不如来我们这里坐坐。 赤玉王笑着点了点头,是啊,是啊,冷月军,玄商军,你们知道,猎空王向来下手狠辣得狠,等会这里会死很多人,万一见了你们一身血,这可真真是唐突了美人。 西乔军等人脸色惨白如指,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不可置信的看着猎空王,寒落王,赤玉王三人。 过了好一阵子,西乔军才私声尖叫道,你们怎么可能,来这里? 你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来这里? 猎空王话不多,他只是怪声怪气的笑着,不断催动面前长剑爆发出大片雷光,犹如突击宰狗一样击杀一群群狼狈从战场遗迹中逃出来的天兵天将。 寒落王笑呵呵的朝着西乔军招了招手,慢条思理的说道,是啊,为什么我们能找到这里,为什么能跟在你们身后,为什么恰好堵住了你们的退路? 摊开双手,寒落王笑着说道,你们猜,是内奸,还是叛徒呢? 当然咯,你们肯定更愿意相信是有内奸,如果是内奸,就证明,你们身边有属下不可靠。 赤玉王悠悠笑道,如果是叛徒,哎呀呀,叛徒,你们有族人背叛了你们,西,出卖了你们的情报。 西乔军等人脸色一阵惨变,一个个眸子里寒光闪烁,半天没有一个人说话。 寒落王慢悠悠的说道,看看,我们虽然用这么大的阵仗堵住了你们,但是你们出身尊贵,身上都有一两招保命的手段,所以,我们想要把你们所有人留下来,是不大可能的。 叹了一口气,寒落王悠悠道,所以,是内奸还是叛徒,这个问题吗,我们在挑剥离剑,你们懂吗? 内奸,代表你们族中的家臣,下属当中,有我们的人,叛徒呢,就代表你们的族中高层中,有我们的人。 赤玉王很灿烂的笑着,他大声的说道,所以,万一哪位逃回了至高天,一定要请你们家长辈,好好的把你们各自的家族梳理一遍,哈哈,最好多弄点冤假错案,多杀一些得力的下属和族中旁之近亲什么的,这是和其快乐的事情。 楚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他凑到公孙狼狼身边低声说道,弟子,这三人心性好生厉害,不是对手,快走。 公孙狼狼的脸色微微一变,他忌惮,敬畏的看了猎空王三人一眼,然后看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左臂被其间斩断,胸口有三个伤口在不断飙写的西天大地。 他们,是什么来头,他们,公孙狼狼的嗓音都变了,沙哑中还带着一丝哭音。 哦,对了。 寒落王猛的一拍手,笑盈盈的说道,整个灵桥天庭,也没剩下什么活人了。 尤其是武座天宫中的所有活口,都被杀了。 也不是了,也没杀光,南丁都杀了,那些美人儿,都被生禽活多了。 赤羽王笑盈盈的看着脸色惨变的中天大地等人,慢悠悠的说道,也就是说, 五位灵桥天帝的妻女,包括你们的孙女,外孙女,增孙女,增外孙女,以此类推的所有女眷,都在我们手中。 寒落王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诸位的天后,天妃,那都是残花败柳,本来是卖不出好价钱的,但是谁让他们的男人身份如此尊贵呢? 放去我圣灵天的花楼中,定然是刻如云来,都能赚一大笔的。 赤羽王的笑声震的四周星辰都在剧烈摇晃,他大声笑道, 至于那些完毕之身的娇小姐们,哎哟,至高天下侠义方天庭的天地血脉,出身尊贵,娇贵得很,一个个都能卖出天价来。 寒落王看着脸色犹如死人的几位天帝,很阴损的说道,放心,他们以后都会有好日子过,绝对不会缺男人。 哇的一声,包括天法宝轮上的东天大地,灵桥天庭的五方天帝同时吐了一口血。 第六百二十三章大罗天魔 尖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战场遗迹彻底崩溃,漩涡状的入口在急速的塌缩。 四周虚空力量不断涌来,就好像一群破碎的玻璃渣子背影生生挤在一起挤成了一整块一样,那声音刺耳至极。 再没有人从战场遗迹中逃出来。 数万门星辰崩碎炮骑射,天兵天将们损失惨重,能够逃出战场遗迹的,都是位于战场边缘的幸运儿。 而这些幸运儿却不幸碰到了猎空王的当头重击,毫无反抗之力的被斩杀殆尽。 四周围绕着数千条巨型战舰,虚空中,万里直径的天法宝轮缓缓旋转。 冬天大地犹如琥珀中的苍蝇,镶嵌在天法宝轮上嘶声惨嚎,口中不断的吐血。 青衣静静的站在天法宝轮上,青色的迷雾环绕她的身体,看不清她是什么表情。 但是楚天能感受到,青衣很生气,怒火在她体内熊熊燃烧,但是她在极力的克制自己,没有让这怒火真正的爆发出来。 外表看去,她依旧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风轻云淡。 除了冬天大地,四方天地奇奇吐血。 他们身边再无一个下属,所有的属下要么被楚天炮轰成了碎片,要么被猎空王劈成了粉碎。 西乔军等人也是如此,十几个来自至高天,出身尊贵的年轻人紧紧的挨在一起,身边隐隐有淡淡的神光荡漾。 他们已经祭出了密保护体,但是失去了平日里前呼后拥的天兵天将,他们就好像极地冬天被剃光了毛的北极熊一样,浑身没有任何暖意。 公孙郎郎和楚天站在西乔军等人的侧后方,两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好了,现在清静了。 猎空王手指点在面前的宝剑上,宝剑化为一缕雷光窜回他眉心,他的皮肤表面无数细小的电光缓缓流淌,过了好一阵子才停歇下来。 猎空王的话不多,他将在场的天兵天将全部清扫一空后,就回到了浮空大陆上,端端正正地坐在了他的王座上一言不发。 有侍女奉上了酒水,猎空王举过一杯烟红如血的烈酒,一边细细地品尝,一边带着鸡笑的冷笑看着楚天这边一众人等。 吐血了。 寒落王带着一丝极剑的笑容,轻声笑道,赤玉王,看看,你我兄弟搭档,真是神鬼难当,堂堂灵桥天亭的天地,被我们气得吐血里。 赤玉王也很贱很贱地笑着,不吐血才怪,他们的儿孙都被我们涂光了,妻女都要被我们贩卖了,他们除了吐血,还能做什么呢? 寒落王一本正经地说道,他们还可以和我们拼命啊。 五位,哦,不,看情形只有四位天地联手,说不定他们能够全歼我们带来的这支舰队,就回他们的女眷。 寒落王,赤玉王相互望了一眼,同时抱笑了起来,同时摇头笑道,不过,是不可能的。 他们所在的浮空大陆上,十几座辉煌壮丽的神宫内分别冲出了一道可不的气息。 十几道气息犹如狼烟一样冲天而起,阵的周天虚空摇晃,阵的下方的灵桥天亭世界都在剧烈颤抖,阵的灵桥天亭周边的数百万大小世界都黯然无光。 楚天只觉头皮一阵发麻,后心一阵冰冷,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前所未有的莫测凶险让他心脏锁紧,眼前一片漆黑,差点就被这十几道肆意放出的气息震得昏厥过去。 高手,境界不明但是强大的超乎寻常的高手。 这十几道气息,每一道气息都比灵桥天亭的五位天帝加起来还要强大数倍,楚天瞪大眼睛,浑身血液都几乎凝固,他看着那座浮空大陆,根本不敢想象这些气息的主人究竟达到了哪个层面。 四方天帝同时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再次吐了一口血。 楚天等人只是感受到了这十几道可不的气息,而四方天帝则是被这十几道气息当面硬砸了一剂。 他们的神魂都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如果不是有天帝印玺和本命密宝保护,他们的神魂都会被这一次重击彻底湮灭。 圣灵天 中天大帝悲鸣了一声。 圣灵天,和西乔军他们出身的至高天同等的可不势力,统治着无边天河中无穷量的大小世界,拥有无数可怕的高手,掌控无数的资源。 灵桥天亭,五方天帝,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和圣灵天的大人物对抗。 不要说他们五人,就算是西乔军他们,在猎空王,赤羽王,寒落王面前也不够看,西乔军他们只是至高天某些豪门大族派出来秘密形式的公子小姐,说得难堪一些,他们只是一群没经过风雨磨难的贵公子,娇小姐。 而猎空王三人,他们是圣灵天拥有封号的王爵。 他们不是某个大实力娇生惯养的公子,小姐,他们自身就是一方大实力,他们在圣灵天就是一方风江大力。 如果确实要论身份的话,只有西乔军他们出身的各自豪族的当代家主,才勉强有资格和猎空王他们三人正面对话。 绝望了。 寒落王毫不客气的继续打击中天大地,他悠悠说道,是啊,也应该绝望了,你们,算了,看你们也蛮可怜的,把那一记中找到的宝贝都交出来吧。 赤羽王坐在一旁淡淡的说道,把宝贝交出来,如果有足够让我们心动的东西,你们还有一条活路,当然,不管有没有宝贝,冷月军,玄商军,两位美人是定然没事的。 寒落王悠悠叹了一口气,我们兄弟三人,却只有两位美人,而且,冷月军只有一人,这可真是头痛呢,该怎么分呢? 嘎吱,嘎吱,嘎吱,虚空中突然有刺耳的怪声传来。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然后猎空王,寒落王,赤羽王同时站起身来,神色难看的像距离浮空大陆最近的一条金色战舰望了过去。 一个尖锐异常,难听无比的声音悠悠传来,圣灵天,了不起,嘿嘿,至高天,吃饼了,不过,宝贝,都想要,能够让你们这群小崽子一个接一个鬼鬼祟祟出动的宝贝,嘻,会是什么? 猎空王眸子里寒光大圣,他力声喝道,大罗天的人!滚出来! 大罗天,可从来没有人哦! 那尖锐难听的声音悠悠叹道,人这东西,在大罗天是没有的。 楚天瞪大了眼睛,公孙郎郎瞪大了眼睛,西桥军等人都瞪大了眼睛,五方天帝都惊恶的看着距离猎空王他们的浮空大陆最近的一条金色战舰。 战舰上,一座宫殿的飞檐上,一块尔笋子慢悠悠的旋转着,将附近的笋口结构磨得稀烂,不断发出尖锐难听的摩擦声,慢悠悠的将自己从飞檐上拔了出来。 胳膊粗细,长有三尺左右的笋子蹦跋了一下,砰的一下变成了一个身高三尺,骨瘦如柴,生得好似白面猕猴的怪异老人。 楚天的袖子里,鼠爷张开嘴,将一块幽蓝色的灵精吞了下去,低声咕咙道,那,一个小魔崽子,魔物吗?不过,这些圣灵天的小家伙可真够丢脸,让魔崽子变成笋子留在自己身边,这得有多少年了。 猎空王三人的脸色极其难看,他们正正的看着那怪异老人,寒落王悠悠问道,大罗天的魔头,你藏在这里,多少年了? 怪异老人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根杆面杖一样的玩意儿,好似杵拐杖一样处在地上,抬起头来不冷不热的瞥了寒落王一眼,就不告诉你,憋死你这群心狠手辣的小猴崽子。 是不是啊? 兄弟们! 咯咯怪笑声从各处传来,就在这座飞檐下,一口纯粹用来做装饰用的金色香炉突然裂开一条缝隙,一只通红的眼珠在裂缝中转了转,然后一条粘稠的大红舌头伸了出来,快速的在附近的一个金甲战士的脸上舔了一下。 对哦,就不告诉他们,憋死他们,急死他们,哈哈,我们藏在这里有多少年了?他们居然一直没发现我们是大罗天的魔。 嘻嘻,嘻嘻,让他们猜猜,我们偷听了多少有用的情报。 猎空王,寒落王,赤羽王三人的表情变得极其的难看。 魔,天地之间珠般混杂邪气凝聚在天地万物之上,因为珠般七情六欲气息的感染,从而形成的一种怪异,混乱的生命体。 万物都可成魔,故而你永远不会知道,天地间究竟有多少种魔。 有一些魔物天赋异禀,当他们收敛气息,化为世间万物的时候,外人极难察觉他们的真实身份。 他们可以是一颗卯钉,可以是一根笋子,可以是一个木凳,可以是一口香炉,可以是你身边任何不起眼的东西。 他们可以静静的藏在那里,不分日夜的凝视着你,倾听着你,让你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在他们的监视下。 魔,堪称世间最可怕的间谍。 赤玉王头顶一团烈焰盘旋,一面通体赤红色的宝镜盘旋而出,放出大片神光扫过了附近的数千条战舰。 红色神光一丝丝,一寸寸的扫过这些战舰,但是十几声讥笑的冷笑传遍虚空,哎哟,发急了,着急了,急得要跳墙了,可是,你就是找不出我们,只要我们不主动现身,你就是找不出我们。 哈哈,有能耐,把这数千条战舰都给废弃了,都给拆成碎片哪。 赤玉王头顶的宝镜无功而返,他的脸色越发难看。 这些长达数万里的战舰,每一条都要耗费无数的珍贵材料,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才能锻造成功,一条这样的战舰,起码需要数万名练技高手兢兢业业的苦干百年才能成就。 为了一群藏匿起来的魔,废弃数千条战舰,这,这,这,心痛啊。 不要,逗,小孩子,玩乐,半,正式,要紧,无量,天心,这玩意,真存在,么。 若有,抢过来,若没有,灵桥天亭,所有,财富,奴隶,分一半。 一个几乎是一字一顿,说话极其吃力的声音远远传来。 极远的虚空中,点点幽光亮起。 所有人都朝着那边看了过去,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心头一寒。 虚空中,团团灵光包裹着一颗通体血色的骷髅头快速的飞了过来。 一股滔天的邪气扑面而来,好似粘稠的蜘蛛网一样,顺着你的毛孔就要钻遍你的全身,让你浑身油腻腻的不舒服,让你打心里生出一种混乱的思绪。 混乱? 极度的混乱,让你浑身不舒服,让你想要哭,想要笑,想要咆哮,想要怒吼,想要咒骂,想要拔出兵器随意的乱砍。 一层森森磨气包裹着这颗直径千里上下的血色骷髅,仔细看去,在血色窟窿的天灵盖正中位置,矗立着一根高有三百多里,底座直径却只有十丈左右,乍一看去就好像一根黑毛一样笔挺杵出来的黑色宝塔。 造型怪异,好似人体脊椎骨一节一节堆砌起来的黑色宝塔顶部处着一根细细的竹竿,竹竿歪歪斜斜的伸出,顶部挂着一根透明的丝线,长有数万丈的丝线末端记着一个人头大小的铜铃,那铜铃表面生出了一只美丽的丹凤眼,眼睛下面是一个鼻孔和一张樱桃小嘴。 这樱桃小嘴张口喷出一道纷纷磨艳,继续咕农道,猎空,赤玉,寒落,本尊,不想,和你,门,动手,无量,天心,是我的,钱财,奴隶,分一半。 猎空王眉心一缕电光飞出,重新化为那柄通体雷光缠绕的宝剑。 他历声喝道,若是我不答应呢? 血色骷髅逼近,然后被十几条小型非洲拦截了下来。 听到猎空王的呵斥声,细细的竹竿抖了抖,铜铃就摇晃起来,发出沙哑难听的咚咚声。 不答应,那就,这样。 人头大小的铜铃骤然膨胀开来,迅速化为一口通体密布着无数血色条纹的黑色大钟,高有百里上下的黑色大钟剧烈震荡一下,一声极其刺耳难听的钟铃声顿时震动了虚空。 轰的一声巨响,灵桥天亭外围的所有刚风,雷霆,乌云,大气哗啦啦一声炸开,偌大的灵桥天亭就好像一名稚嫩柔弱的少女,骤然被扒掉了所有的衣衫,毫无遮挡的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轰的又是一声巨响,灵桥天亭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所有的山岭瞬间崩塌。 那感觉,就好像灵桥天亭是一块凹凸不平的木板,被一名高手木匠用袍子一下子削得平平整整,光滑无比。 等的灰尘散开后,整个灵桥天亭完全变成了一块没有丝毫凸起,完全平坦如底的大平面。 随之对应的,使灵桥天亭所有生灵被瞬间抹杀。 杀,你们,只需,三声。 血色骷髅的眼眶里,两团血炎悠悠燃烧起来。 第六百二十三章黑尺 人影闪动 灵桥天亭被一击覆灭,亿万生灵瞬间湮灭,如此可怕的一击惊动了猎空王三人随行的大能高手,十几条通体被灵光营绕的人影从一座座宫殿中冲出,迅速拱卫在猎空王三人身边。 老夫斩龙真君,敢问前辈尊姓大名。 一名头戴高官,身穿绿色金纹长袍,背后背着两柄长剑的老人神色阴郁的盯着血色骷髅。 黑齿 黑色大钟轻轻晃了晃,又恢复成了人头大小,尖锐难听的声音犹如一根钢针,深深的扎进了在场所有人的耳朵。 或许,你们,没听过,我的名号,不过,这很,正常,你们,至高天,也好,圣灵,天,也好,你们,总是,摸不清,我们,大罗天的,底细。 笋子所化的枯瘦老人,还有那口大香炉同时笑了起来。 他们的笑声沙哑而且也很难听,就好像一块块烧红的石子塞在耳朵里,让人头痛得很。 黑齿,摩尊。 斩龙真君很谨慎的询问着。 废话,少说,交出,无量天,心,还有,一半,财富,和,奴隶。 黑齿慢吞吞的咕咬道,我,是,什么,身份,无关,紧要,黑齿,喜欢,黑吃黑。 笋子所化的枯瘦老人蹦打着笑着,没错,黑吃黑,最有趣不过,看着你们这三个小崽子,带着一群狗腿子,把灵桥天亭刮得天高三丈,流汗费力得很,而我们,只要等你们搜刮干净了,黑吃黑就好。 吸,有趣,有趣。 那口大香炉冉冉飞了起来,他的身体犹如融化的金属汁液一样流动着,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他就从一口大香炉变成了一尊身高七丈开外,通体金光灿灿的金属人像。 右拳狠狠地拍了一下胸膛,大香炉大声吼道,黑吃黑,直白点说,打劫。 猎空王三人脸色极其难看,斩龙真军眸子里金光闪烁,他身后的十几名大能高手眸子里同样有神光急速闪过。 很显然,他们在用某种秘法交流应对的法子,而且明白着,他们似乎并不想和这高深莫测的黑齿翻脸。 这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突然动了。 直径万里的天法宝轮突然喷出了无量血光,漫天血光凝成了一座断头台,呼啸着像血色骷髅撞了过去。 轻衣手持一柄血光凝成的鬼头大刀,站在断头台上,周身杀意奔涌,发出了一声充满杀鸡的烈天长啸。 魔头,你毁了灵乔天。 轻衣嘶声尖笑着,断头台上一根根血色锁链不断飞出,直接撕裂了虚空,瞬间从黑齿的身边窜了出来,呼啸着像黑齿所画的黑色铜铃缠绕了上去。 黑齿轻轻晃了晃,东的一声钟鸣响起,数百根血色锁链枪枪几声被震开,血色锁链相互撞击,不断蹦践出刺眼的火星。 黑齿黑黑笑着,铜铃上的美丽丹凤眼猛的锁定了天法宝轮。 哟,哟,哟,宝贝,宝贝,笋子,香炉,抢。 黑齿也不再长篇大论,干脆力索的下达了命令,抢过来,抢,这是,天地,行器。 哭售老人笋子一声长笑,他身体一晃,犹如鬼魅一样凭空出现在天法宝轮前。 他右手犹如赶面杖的木棒轻轻一挥,东的一声砸在了东天大地的脑门上。 一声闷响,惨豪冲天,东天大地头顶万点桃花蹦见,脑门凹陷下去了一大块,痛得他嘶吼不断。 身高七丈开外的金属人像香炉脚踏虚空,每一步都在虚空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清晰的大脚印,一路轰轰有声的冲撞向了轻衣。 随着香炉的狂奔,他的肩甲上急速生出了一个尖锐的争鸣撞脚,带起一道黑色幽光狠狠撞了出去。 轻衣没有回头,只是反手一刀劈出。 一抹血色刀光横斩虚空,长达数万丈的血色刀光猛的劈下,香炉怪叫一声,猛的向后倒退,但是任凭他如何闪避。 这一抹血色刀光死死锁定了他的身体。 咔嚓一声,香炉的头颅被一刀斩下。 刀口上无数血色纹路急速向香炉的全身蔓延开来,血色光影所到之处,香炉庞大的身躯一寸寸的崩裂,无数金色碎片纷纷化为光点崩解。 好厉害的,刀! 香炉的胸膛炸开,一个拳头大小的三足香炉猛的从他胸膛中窜了出来,化为一道火光冲天飞起。 下一瞬间火光炸开,一尊身高丈许的人影从熊熊火光中走了出来。 依旧是通体金灿灿的,依旧是金属人像,但是矮小了数倍的香炉体表多了无数扭曲,猙獰的符纹纹路。 差点伤到我的本体,小家伙,真厉害。 不,还是这刀厉害,黑齿大人说的对呀,好宝贝,就得抢过来。 火光炙烈,香炉大笑一声,猛的张开大嘴向外一吐。 香炉的脑袋也就寻常人大小,但是他一张开嘴,嘴巴就猛的变成了城门口大小。 无数细小的火星从他大嘴中喷出,化为一条星火洪流冲向了青衣。 每一点火光都在爆炸,每一点火光都是一道威力惊人的火雷。 瞬息间漫天雷火淹没了青衣和他的断头台,方圆万里的虚空被香炉吐出的火雷覆盖,沉闷的爆炸声震得虚空乱晃。 瞬子还在一棒一棒的砸在东天大地的脑门上,可怜东天大地被天法宝轮禁锢着,根本闪避不得,瞬子手中的擀面杖看似短小却沉重异常,每一击都给了东天大地极其沉重的打击。 东天大地私生惨嚎着,他的气息越来越微弱,眼看就要被瞬子活活打死。 中天大地没吭声,他阴沉着脸看着被削成了一片平地的灵桥天亭,突然间他一声大吼,身体骤然化为一道流光急速破空而去。 南天,北天两尊天地相互望了一眼,居然也是化为流光飞逝。 可是他们刚刚顿出不到一万里,黑齿猛地膨胀到百里高下,又是一声难听的钟鸣响起。 中天,南天,北天三位大地所化流光骤然崩解,他们蹊跷中鲜血潺潺流淌出来,身体表面骤然出现了无数裂痕。 打,打劫,黑齿口齿不轻地咕拢着,逃跑的,杀。 又是一声钟鸣响起,三尊大地体表裂痕猛地炸开。 大片鲜血喷出老远,三人的身体几乎彻底崩碎。 去! 寒落王突然轻喝了一声。 站在寒落王身后的一尊身穿百花战袍,战袍内衬黄金锁子甲,胸口护心境内有一头黄金麒麟奔跑嘶吼的英伟男子长笑一声, 他身后突然有一种重云盖冉冉飞起,每一重云盖上都有日升日落,都有月圆月缺,都有星辰变幻,都有沧海桑田。 九十九重云盖冉冉飞旋,英伟男子手持一柄黄金长脊,身情一晃就到了黑齿面前,长脊狠狠地向那黑色大钟撕了下去。 蠢,要吃亏了。 鼠爷又吞下了一块幽蓝色灵精,他怪声怪气的低声自语,这群小家伙还没弄清吗? 这大钟,根本不是黑齿的本体啊。 这大钟,最多算是黑齿的,一根毛。 钉的一声响,英伟男子长脊狠狠刺在了大钟上,火星四剑,大钟丝毫无损。 一条被黑色浓烟笼罩的人影突兀的出现在英伟男子身后,黑齿难听尖锐的声音悠悠传来,反抗的,死。 一声惨嚎,英伟男子身上战裙炸开,战甲炸开,战甲内的一套柔软的龙皮鳞甲炸开,随后他的皮肤炸开,肌肉炸开,每一根血管都在炸开,每一根骨骼,每一条神经都犹如放烟花一样炸开。 四周的时间流逝速度变得很是诡秘,英伟男子全身爆炸的场景发生得极快,但是楚天等人却清清楚楚的,一丝一点的看清了英伟男子一点点崩碎,一层层崩解的全过程。 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每一个细节都如此清楚。 爆炸,爆炸,一层层的爆炸,战裙烟灭,战甲烟灭,内甲烟灭,血肉之躯烟灭,体内烟云浩渺的小世界烟灭,藏在小世界中的数十件宝光翻滚的奇珍异宝被那黑色浓烟笼罩的人随手一阵就消失的无影无踪,随后英伟男子的神魂惨嚎着化为一缕极细的流光,被那口黑色大钟张开大嘴一口吞了下去。 浓烟笼罩的人影消失不见了,黑色大钟晃了晃,发出一声低沉的钟鸣,满足的笑了几声,好味道,宝,圣灵天的,神魂,滋味,就是,好。 香炉闭上了嘴,他喷出的火雷将万里虚空炸的一片混沌。 混乱的虚空逐渐平静下来,一团血光出现,轻衣站在断头台上,数百条血色锁链从断头台上生长出来,急速围绕着他盘旋飞舞。 好宝贝喝,这样都没事。 香炉的眼眶里两点血光亮起,他的脑袋猛的旋转了一百八十度,朝着笋子大吼了起来,还没弄死呢?赶紧来帮手,这家伙,不好对付。 笋子咯咯怪笑着,他将冬天大地砸得血肉模糊,完全看不出人形来,听了香炉的催促,他摇晃着脑袋,满足地观赏了一阵自己的作品,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笋子不到三尺高的身躯骤然膨胀到了千丈上下,他手中的擀面杖化为一根粗大的木杠子,在手中急速旋转了几圈后,异常沉重的一杠子轰在了冬天大地的身上。 一声巨响,冬天大地的身体猛的炸开,就连神魂都被这一杠子轰成了碎片。 直径万里的天法宝轮表面却光骤然晃荡了一下,偌大的天法宝轮,灵桥天亭凝聚的天地形器,居然被笋子这一棒硬生生砸得向后倒退了数百丈。 四周一片死寂。 楚天也都骇然看着笋子。 这魔头刚刚出现的时候,他只是一块从飞檐上艰难挤出来的笋头,他化身为人,也只是一个三尺多高的枯瘦老人,看上去猥琐,渺小,没有丝毫的威胁力。 但是这一棒却提醒在场的所有人,这家伙是一尊不折不扣的巨魔。 冬天大帝都被轻松禁锢的天法宝轮,居然被他一棒子砸得倒退了数百丈。 堂堂东天大帝,就算被禁锢了全部的神通法力,他的肉体,神魂依旧坚固,却被他一棒子打得彻底粉碎。 还有刚刚攻击黑齿的鹰伟男子,他的气息强横如斯,完全是能轻松碾死灵桥天亭五方天地的恐怖高手。 但是在黑齿手下,他连一招都没坚持下来,就用那种诡异的,可怕的方式,这么一层一层的炸成了粉碎,最终神魂都被那口大中吞得干干净净。 相比起来,香炉的手段似乎弱了许多,但是谁知道他是否有什么古怪的能耐。 就连轻衣都沉默了。 刚刚见到灵桥天亭被黑齿一击摧毁,轻衣怒气冲天地冲了出来。 但是此时,面对笋子的这一击,轻衣也沉默了。 打,打劫。 黑齿的声音再次响起,所有,人,搜身,无量天,心,我的,被我,看上,的,我的。 总之,我的。 黑色大中微微旋转,那只美丽的丹凤眼死死的锁定了轻衣,那,行气,我的。 轻衣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她低沉的说道,大罗天,黑齿,我记住了。 记住,你今天毁了灵桥天,日后,我定然要毁了你大罗天。 无论你大罗天有多厉害,无论你是多厉害的魔头,总有一日。 天法宝伦闪了闪,轻衣脚下的血色断头台闪了闪,然后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黑色大钟骤然响起,踪的一声钟鸣震荡天地,虚空中传来轻衣一声闷哼,显然钟声的确击伤了她,但是轻衣并没有和中天大地他们一样被拦截下来,虚空中没有任何异象,轻衣已经跑得不知去向。 宝贝,可惜了。 黑尺喃喃自语了一声,然后气急败坏地叫了起来,那么,正是,打劫。 身高千丈的笋子拎着大木杠子,目光凶狠地盯着在场的所有人,至高天的小崽子,圣灵天的小崽子,打劫,不想死的,就乖乖地听话,把你们的宝贝都交出来。 香炉笑吟吟地说道,放心,我们只结财,不结色,西,冷月君,玄商君,你们几个小丫头在我们看来,就和猪圈里的老母猪没什么区别,所以,不用害怕我们会对你们怎么样。 悠悠叹息了一声,香炉抬起头来,异常深沉地说道,这世间,想要找一口配得上我的香炉,真是太难了。 猎空王,寒洛王,赤羽王眸子里一模一样的神光闪烁,赤羽王似乎颇为郁郁月事,但是猎空王拍了拍他的手臂,制止了他的冲动。 他们静静地看着,看着笋子和香炉走到了西乔军等人面前,开始逐个地搜身检查。 第六百二十五章脱离 香炉笑呵呵地向西乔军等人一步一步走来。 每走出一步,香炉的身形就拔高一寸,等他快要走到西乔军等人面前时,香炉已经高达六丈开外。 庞大的体型,金属的身躯,加上周身浓密的鞋翼膜器,给众人带来了庞大的压力。 笋子扛着大杠子,瞇着眼看着猎空王一行人。 猎空王深吸了一口气,他眸子里一抹神光闪烁,用秘法和寒洛王,赤羽王急速交流着意见。 他们花费了这么大的心力,耗费了这么多的功夫,好容易跟着至高天的人来到这里,眼看着西乔军一行人已经是他们盘子里的美餐,却突然冒出了一个黑尺。 黑尺固然强横,他能一击摧毁灵桥天亭,更一招秒杀了猎空王麾下的一尊大能护卫,这家伙的实力的确是惊人的强横。 但是猎空王他们并没有毫无还手之力,不要说他们三位王爵都有各自压相抵的拼命手段,他们身边还有这么庞大的一支舰队,这可是数千条天河战舰,每一条战舰上都有上百万的精锐高手。 黑尺很可能是大罗天魔尊级别的恐怖人物,的确,魔尊是可不得存在。 但是这里只有一个黑尺,区区一个魔尊,只有他一人而已。 寒洛王的头顶一缕寒气升腾而起,在他头顶凝成了一朵冰晶莲花。 直径百丈的莲花一共有上千花瓣,每一片花瓣中都有一件流光一彩散发出可不寒气的一宝印线。 他看了看猎空王,再看看赤玉王,食指上悄然有幽蓝色的寒光闪烁。 犹如冰髓的寒光快速流动,从寒洛王的食指开始快速扩散开来,不多时就化为一套晶莹剔透的幽蓝色冰甲将寒洛在内。 咔嚓一声脆响。 寒洛王的兵甲背后拢起了三个人头大小的兵团,弹指尖兵团炸裂开来,三队犹如凤凰翅膀的幽蓝色兵翼冉冉冉张开。 小,家伙,想要,拼命。 黑齿的绩效声远远传来,对哦,你们,还有,这么,多的,战舰。 可是,不够喝。 随着黑齿的绩效声,远远近近数千条长达数万里的金色战舰上突然喷出了一团团火光,这些战舰上的防御阵法无缘无故的崩解, 爆炸,船舱底部的一座座巨大的能量熔炉接二连三的爆炸开来,混乱的毁灭能量在船舱中急速蔓延,烈焰和强光淹没了一切。 数千条巨型战舰几乎在同一时间被炸断,无数战舰的残片翻滚着向四周虚空飞去,无数残破的肢体也随之翻滚飞远。 猎空王,寒洛王,赤羽王带来灵桥天庭的大批属下,根本还没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已经损失惨重,起码有一半下属随着爆炸的战舰一切灰飞烟灭,剩下的人也十有八九被炸成了重伤。 这,这,这,三人傻眼了,西桥军等人也傻眼了,远处不断吐血的几位天帝也傻住了。 莫名其妙的,如此强横的一支舰队,轻轻松松就覆灭了整个灵桥天庭的舰队,就这么完蛋了。 其实,很简单,黑齿轻笑了几声,我,说话,艰难,笋子,你说。 笋子扛着大杠子,一步三摇晃的来到了猎空王等人面前,呲牙咧嘴的向他们笑了笑,三位王爵,我笋子,能够变成你们行园中一座宫殿飞烟上不起眼的一根笋子,钱藏在你们身边这么多年,那么,我们能有多少兄弟,变成不起眼的灵部剑,藏在你们战舰的能量熔炉中。 猎空王等人傻眼了。 笋子用力的抹了一把下巴,咯咯怪笑着看着他们,哦,想想看,其实你们这只看上去威武雄壮,实际上也很威武雄壮的舰队,其实浑身都是窟窿,到处都有我们大罗天的魔头潜伏,呀呀,只要黑齿大人一声令下,霍霍,轰,你们的舰队就完蛋了。 赤玉王的脸色难看得很,他慢吞吞的问道,你们的人,是如何混进? 笋子打断了赤玉王的话,当然是因为,你们领地上的工厂中,有我们大罗天的人歌,想想看,如果你们麾下的某些总管级的人物,在你们建造这些战舰的时候,送一批我们的兄弟混进去,霍霍,不要太简单。 猎空王,寒洛王,赤玉王死死的咬着牙,他们眸子里胸光闪烁,明摆着,一旦他们能够顺利回归圣灵天,他们的领地中势必会被血雨腥风的清洗掉一大批人。 无论笋子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事实放在这里,黑齿一声令下,他们麾下数千条威力强劲的天河战舰就这么自毁了。 无论真相是什么,三人宁可相信,是他们麾下有心腹重臣背叛了他们。 他们宁可相信有叛徒让这些魔头提前侵入了他们的舰队。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打劫,所有。 黑齿又低沉地咕咬了一声。 笋子用力地点了点头,他伸出大杠子。 在寒洛王的脸上指了指,因为你们刚才妄图反抗的行为,所以,你们搜刮的所有福财,所有奴隶,都是黑齿大人的了。 笋子手中的大杠子向四周画了一圈,将虚空中那些保持完好的,猎空王他们用来装载劫掠来的财富和俘虏的非洲全画了进去,乖,听话,来,把这些东西,送进黑齿大人的洞府中去,不要动别的念头,你们能够活着回去,就很不容易了。 呲牙咧嘴地怪笑了几声,笋子悠悠说道,本来,按照我和香炉的意思,你们都是要死的,反正你们死在至高天的地盘上,谁会想到是我们动手呢? 但是黑齿大人他最近。 黑齿东的发出一声钟鸣,笋子翻了个白眼,迅速转变了话题,快点,快点,把你们搜刮来的宝贝都送进黑齿大人的洞府,你们想死不成。 还不快点。 猎空王等人在这里犹如孙子一样被笋子大声训斥着,香炉那边,他已经掏出了一件奇物,一根形如犀牛角的奇异灵宝。 通体漆黑,表面有无数银色流光闪烁的奇宝喷出一道青色寒光,罩在了西乔军的身上。 西乔军的身体立刻变成了透明状,他体内隐藏的一切物件都清晰得一览无遗,其中就包括了他眉心藏着的一块三角金牌,心脏中的一颗血色灵珠,肝脏内的一株青色宝树,以及左右手臂上的两柄奇形灵箭。 你! 西乔军怒笑一声。 收! 香炉怪笑,一巴掌按在了西乔军的肩膀上。 西乔军顿时动弹不得。 他手中常有树齿的西脚形一宝喷出大片流光绕着西乔军一阵盘旋,西乔军体内的猪斑一宝顿时纷纷飞出。 破! 香炉冷哼一声,西乔军体内飞出的一宝表面血光一闪,西乔军炼入其中的一缕神魂顿时湮灭。 西乔军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痛呼,七窍中不断喷出大量的鲜血,身体剧烈的颤抖着,却被香炉用力的抓住了肩膀,身体丝毫动弹不得。 还有,你体内至高神国中的宝贝。 香炉嗡声嗡气的咕拢着,手指狠狠一戳西乔军的心口,我看到了,不错嘛,小子,能凝聚方圆百万里的至高神国,呵呵,不错,不错。 西乔军的脸色惨淡犹如死人,一旁的冷月军等人也是一个个脸色狼狈到了极点。 楚天突然有一种很古怪的感觉,西乔军这群养尊楚优的公子、小姐,就好像放学后被小混混堵在小巷子里的学生娃娃,混混头把玩着小刀子,挨个的搜身敲诈,而他们却不敢有丝毫反抗。 好可怜。 楚天在心里暗叹了一声,默默的调动全部的力量,全力注入太阴万化轮,太阳造化中,青椒剑等珠斑宝物中。 他也做好了释放杜虚神舟的旗舰,将其彻底引爆的拼命准备。 他身上的宝贝太多,香炉手中的这件西角一宝却极擅长找出人家体内藏着的宝贝。 楚天可舍不得将陪伴自己这么多年的宝贝交给这群魔物,那除了拼命,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只可惜青衣跑得太快,不然的话,联手青衣,或许损失会小一点。 可惜,可惜,七小天公对杜虚神舟旗舰的解析只完成了百分之五不到,完全没有复制这等巨剑的可能。 唯一的安慰是,楚天得到了无量宝集,这等巨剑的制造方法,应该在无量宝集中都有记载。 损失一条巨剑虽然有点可惜,但是长久看来,却也不算什么。 留得青衫在,不怕没柴烧。 楚天细细的呼吸着,呼吸逐渐变得极其悠长。 西侨君身体剧烈的哆嗦着,过了好一阵子,他才艰难的张开嘴,从嘴里喷出一团金光。 金光中清晰可见一片丈许方圆的圆形陆地静静悬浮,上面有山川合月,有江河湖海,有日升日落,有星辰流转,不过万物都是金色,那种极其纯正的,辉煌的,神圣的,威严的金色。 香炉用西角一宝朝着金色光团照了照,然后他笑了起来,嘿嘿,不愧是至高天的贵公子,泽泽,富得流油,就这一座宝塔,嘿嘿,好宝贝呀。 香炉手中西角一宝喷出大片流光,金色光团剧烈地颤抖着,过了没多久,一座高有3333丈,每一层或者是六角,或者是八角,或者是十二角,总之通体结构极其复杂,极其精美的金色宝塔冉染飞出。 金色宝塔的外墙上雕刻了无数莲花,无数神人,那些栩栩如生的神人盘坐在一朵朵莲花上,宝箱庄严,周身放出无量神光,照得方圆亿万里一片通明。 很显然,这是西侨君压香底的宝贝,却也被香炉强行抢了出来。 香炉手中西角钉住了这座金色宝塔,他直勾勾的盯着西侨君沉声道,真不准备拼命吗? 我相信,你们肯定有拼命的后手。 如果不拼命,你的这件宝贝,我可就抢走了。 嗯,不如,你拼一下试试。 西侨君,炫焕君等人同时深吸了一口气,眸子里一抹神光闪过,似乎有点蠢蠢欲动。 远处,黑尺发出一声低沉的钟鸣,西侨君等人最后涌起的一点勇气也消散无形,他们同时吐了一口气,露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一个个站在原地沉默不语。 西侨君,被洗劫一空。 炫焕君,被洗劫一空。 冷月君,被洗劫一空。 玄商君,被洗劫一空。 猎空王,被洗劫一空。 赤玉王,被洗劫一空。 香炉挨个洗劫了过来,最终,他的膝脚落在了楚天身上。 楚天吸了一口气,太阴万化轮已经准备击穿香炉的眉心时,神窍虚空中通体青光流荡的青色琉璃灯盏内,金红二色的神力骤然蒸发了九成九。 无法计量的信仰念力化为一层无形的屏障,静静的护住了楚天的神窍虚空,更冲涩了楚天的全身。 太阴万化轮,太阳造化中,青椒剑,星主旗,九要甲,无量宝集,连同山中学内的无量神珠,丹田中的天地熔炉,还有眉心的紫霄金阳炉等等一宝隐去了身形,没有一件暴露。 而鼠爷直接化为一缕荧光贴在了楚天的后背上,膝脚一宝同样没能发现鼠爷的存在。 唯有楚天放在外面装样子的纳灼被香炉一把抢走,很不屑的放在掌心颠凉了一下。 那! 熊鬼小子! 香炉庞大的神念轰入了纳灼,瞬间抹去了楚天留下的魂念烙印。 他扫了一眼纳灼中不多的一些灵精、药材,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玩意儿,摇摇头,一脚踹在了楚天的胸膛上。 楚天闷哼一声,被香炉一脚踹飞了数十里远,一头撞在了一块战剑碎片上这才停下了身形。 香炉收起了膝脚一宝,转过身去朝着那血色骷髅点了点头,黑齿大人,搜刮干净了。 嗯,都是一群富得流油的地主宰子,不过,无量天心,他们的确没拿到手。 沉默了许久,血骷髅那边才传来黑齿一声感叹,那件,宝贝,果然,只是,流言,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走吧,这里,毕竟,是,至高天,的,地盘。 香炉和笋子的眸子里同时闪过一抹凶光,他们纷纷看向了西乔军等人,一口同声地问道,黑齿大人,是不是? 血色骷髅无声无息地远去,几个闪烁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香炉和笋子的脸色顿时搭拦下来,两人兴兴然地相互望了一声,同时化为一团魔气急速朝着血色骷髅消失的方向追去。 虚空中,一群被扒得只剩下内衣的大人物无比狼狈地相互打量着。 过了许久,猎空王仰天叹了一口气,撤。 这里,毕竟是,至高天的,地方。 不知不觉,猎空王也染上了黑齿说话的毛病,说话时颇有点大喘气。 一群残兵败将灰溜溜地跟着猎空王三人向远处顿逃,西乔军等人过了许久,才悠悠叹道,罢了,你等,重整灵乔天亭,吴等,就回归,至高天了。 第626章 至高天 无边天河,远远近近无数大大小小的世界散发出各色光运,循着某种奇异的轨迹,随着天河在无银虚空中运转。 一条长有百里的青铜色非洲在虚空中急速穿梭,偶尔有星体尘埃撞在非洲船头的防御结界上,不时溅起刺目的火星,发出低沉的爆鸣声。 非洲的甲板上,无论是这条非洲的船东,还是一鹰水手,护卫,全都小心翼翼的平住了呼吸,无论做什么都是捏手捏脚的小心往来,唯恐发出半点而不应该有的动静。 三个月前,这条非洲满载了灵桥天亭紧邻的黑玉天亭某种特产的珍稀矿物,正寻着一条公开的通商航道回家,却在灵桥天亭附近被人拦了下来,随后被人以暴力征用。 其中过程也就不用多说了,说起来都是血泪,心酸。 楚天坐在非洲船头,好奇的向四周张望着。 他还是第一次乘坐这种特质的非洲横渡天河,三个月来,他也是颇为见识了一些规律的景象,也遭遇了一些在世界内部难以碰到的危险。 看看不远处一脸便秘状的船东,还有那些小心翼翼好似鸳的水手,护卫,楚天不由的暗笑。 灵桥天亭被搜刮一空,更被黑齿以滔天磨威扫成了一片平地,一根草都没剩下来。 西桥军他们又被香炉抢光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就连他们身上的外套和战甲都被扒得干干净净,只给他们留下了一套遮羞的贴身衣物。 西桥军等人这一次丢尽了脸,更是损失惨重至极,他们根本没心情在灵桥天亭修整,休息,空白如指的灵桥天亭,还有什么好修整,好休息的。 连一杯茶水都找不出来。 一群人守在了灵桥天亭附近的一条主航道上沙等了十几天,终于碰到了这条从黑玉天亭出发,航行了十二年之久,恰恰从灵桥天亭路过的商船。 商船当即被征用,西桥军等人理所当然的霸占了商船上条件最好的几件仓房,搭上了顺风船。 船东来自灵雨天亭,以这条非洲的航速,从灵桥天亭出发,需要五年时间就能抵达灵雨天亭。 船体在微微颤抖着,底层船舱内的上百座动力熔炉发出的声响也变得颇为尖锐,隔着厚厚的船板都能听到熔炉发出的尖笑声。 西桥军他们哪里肯在这条简陋的非洲上浪费五年时间? 一上船他们就强行改动了非洲的浮空阵法,改动了动力熔炉的各种设置,将这条非洲的性能压榨到了极致。 按照西桥军他们的改动,这条非洲大概只要八个月就能抵达灵雨天亭,后果就是这条非洲肯定是要报废了。 李掌柜的,别担心,给你说了多少次了,做你船的,都是出身尊贵的公子,小姐,只不过,碰到了一些事情,所以才一块灵精都拿不出来,嘿,到了灵雨天亭,一切损失自然有人买账。 见到船东呆愣愣的站在一旁发呆,楚天好心好意的出言安抚了他一番。 姓李的船东强行挤出了一丝笑容,转过身,在楚天看不到的角度翻了个白眼,出身尊贵的公子小姐。 随行的护卫呢?随行的丫鬟侍女呢?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连一块灵精都拿不出来。 真心不是李传东怀疑楚天的话,连一块最烈等的下品灵精都拿不出来呀。 就这,还是出身尊贵的公子,小姐。 这群该死的恶客呀,他们强行改动了李传东这条非洲的非空法阵和动力熔炉,这一路跑下来,这条非洲可就彻底报废了。 长达百里的杜须非洲,能够在一个又一个天庭领地之间穿梭的杜须非洲,百里长的非洲算是最低级,最便宜的那种,那也是把李传东全家卖掉一万次也赔不起的贵重玩意儿。 李传东,想死。 如果不是船上的上万护卫被楚天一巴掌全部拍翻,没人是楚天一招之敌的话,李传东肯定已经和楚天一伙人拼命了。 楚天摇摇头,笑了笑,又闭上了眼睛。 无量宝极静静地悬浮在楚天的天魂前方,一缕缕神光化为流动的光霞不断融入天魂。 每一缕霞光中都蕴藏了无穷大道傲义,无量的智慧在不断地和楚天的天魂结合。 浩瀚如海,精妙绝伦。 楚天心中悠悠叹了一口气,这无量宝极,才是他这次最大的收获。 就这三个月的时间,楚天的太阴大道,太阳大道已经被增补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楚天已经初步领悟了太阳大道三万六千门,太阴大道四万九千门。 相比天路世界太阴,太阳两门大道的数千门法则,楚天只能感慨,这无量天果然底蕴非凡,远比天路世界强大了百倍,千倍。 楚天更是不由的好奇,这无量天,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非洲上耳目众多,楚天也没有凝聚心的太阴宝轮和太阳宝轮,他的法力修为没有丝毫进步,但是他的底蕴已经雄厚了百倍。 无穷无尽的阴阳庙里在楚天心头营绕,无量宝集中更有诸般不可思议的源自太阴,太阳的神通秘法悄然出现。 太阴万化轮和太阳造化中悬浮在天魂上方,随着楚天对太阴大道,太阳大道的逐渐补全,两件源自天路世界的至尊天气内也开始迅速滋生更多的大道道文,他们也随着楚天的进步开始缓慢的进化。 天路世界只是一个中等世界,孕育出的至尊天气本源有限,强大程度也有限。 无量宝集却给了楚天身上这些一宝一个脱胎换骨,一个不断进化的机会。 世界本源孕育的至尊天气最珍贵之处,就是他们和生灵一样,拥有无限进化的可能。 只要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源,他们就能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强大下去。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他回头看了看非洲的甲板,西乔军等人躲在舱室中没有出来,他笑了笑,右手大拇指悄无声息的向身边轻轻一按。 十万里外,一块急速飞过的直径千里的陨石上无声无息的多了一个透明的窟窿。 无量宝集中记载的太阴秘术太阴散魂指,威力果然惊人得很。 这一指之力阴柔无比,非洲的防御阵法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也没有惊动非洲上的任何人。 非洲又在虚空中集职了五个月,就在非洲内的动力熔炉接二连三的自爆报废的时候,前方有大片光团出现,灵雨天庭到了。 这是一个只有灵桥天庭百分之一大小,掌控的大小世界只有数万个的小型天庭。 但是不管怎样,灵雨天庭也是至高天下辖的一方天境,灵雨天庭内,自然架设了直达至高天的跨天河传颂阵。 一脸阴郁的西侨军一行人拒绝了灵雨天庭内三位天地成皇成孔的盛情款待,逃跑一样的闯入了传颂阵,就连最基本的客套话都懒得留下,静止传颂离开了这片让他们丢人现眼,损失惨重的穷乡僻壤。 说不清过了多久,或许是一秒钟,或者是好几年。 身体在流光中被拉长又压缩了无数次,等到身体表面的压力彻底消失后,楚天等人已经站在了一方经营剔透的玉壁广场上。 方圆数十万里的广场,居然是一整块纯净无瑕的灵雨玉水雕刻而成,巨大的玉壁上雕刻了无数龙飞凤舞的瑰丽花纹,浓郁的天地灵水从玉壁中不断翻滚而出,在脚下凝成了近乎液态的紫色云雾。 楚天抬头看看天空,天空九轮烈日高悬,炽烈的阳光照得天地一片通明。 他活动了一下身体,这里的重力极其惊人,足足是灵桥天亭的百倍以上。 轻轻的吸了一口气,浓郁近乎实质的天地灵水就混杂着一股极其清心,让人心旷神怡的气息涌入身体,浑身每个毛孔都在向外喷出一丝丝的凉气,浑身每一条经络中都好似充满了力量。 一抹魂念悄然扫出,楚天不由的赞叹了一声。 这里的虚空中,诸般天地法则格外的清晰,一应天地法则就好像八光了衣衫站在你面前一样,一览无疑,先好可见。 就算是一头猪,只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得久一些,甚至不用你主动感悟,你的肉身和灵魂都会沾染上足够的大道气息,拥有足够强大的肉身,积蓄一身不凡的法力修为。 游目四顾,四面八方都有一座座传送阵不断亮起,不断有各色各样的人从传送阵中走出来。 有人刚刚走出传送阵,就腾云驾雾冲天飞起,或者化为流光急速离开,四周无数身批重甲往来巡视的天兵天将也不去搭理他们。 但是也有更多的人刚刚从传送阵上出现,立刻有大群大群的天兵天将蜂拥而上,团团围住他们,询问他们的出身来历,询问他们来此的目的,更是检视他们身上携带的诸斑公文,案卷,有些严苛一些的,竟然还被当场扒下了衣衫搜身。 楚天等人刚刚在传送阵中站稳了身体,就有近千名天兵天将一拥而上,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们。 一尊被升十四对羽翼的天将通体燃烧着淡红色的火光,他大步走到了楚天一行人面前,身高三丈开外的天将居高临下的俯瞰着一行人,眸子里闪过一抹轻蔑和冷淡,你们是什么人? 从哪里来? 为什么来至高天? 你们在至高天,可有熟人担保。 在灵桥天亭憋了一肚皮火气的西桥君突然扑斥一笑,他猛地跳了起来,狠狠一耳光抽在了这天将的脸上。 沉重的一击将天将打得跪倒在地,站在他身边的炫幻君嗷嗷叫着,一脚踹在了天将的面门上。 炫幻君一脚踹出,玄伤君右手五指一挥,五颗闪耀着黑色电芒的雷团呼啸着轰出,在天将的胸膛上,面门上同时炸开,将这尊高阶天将炸的血肉横飞,身体飞出了数百丈, 将好几个刚刚走出传送阵的人撞得古断金裂,躺在地上不断的吐血。 我们是什么人?来自高天做什么?瞎了你们的狗眼,认不出我们吗? 西桥君背着双手,阴沉着脸连声冷笑,今日负责这里的,是谁? 给我滚出来。 四周天兵天将同时上前了一步,各色兵器齐齐锁定了楚天等人。 楚天稍微退后了一步,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公孙郎郎,低声的问他,弟子,不会有事吧? 这里,毕竟是至高天。 公孙郎郎兴奋的面皮通红,他身体微微颤抖着,轻声笑道,哪里可能有事? 你不懂,西桥君他们在至高天,那是顶级的豪门少军,不要说打了这些天兵天将,杀了他们又如何? 没事,没事。 咬咬牙,公孙郎郎有点恼火的说道,那黑痴魔头,连少军他们代表身份的福音令牌都抢走了,不然的话,这些天兵天将怎可能认不出诸位少军。 楚天点了点头,他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从传送阵出来后就能立刻离开,有些人却被围起来仔细盘问。 感情就是这个道理。 他又看了看公孙郎郎,然后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似乎,还是要感谢猎空王,韩洛王,赤羽王,还有黑痴那大魔头,这些家伙彻底毁了灵桥天亭,真的连一根草都没给灵桥天亭剩下。 公孙郎郎这次跟着西桥君他们来至高天,也是之前西桥君他们有过承诺,还记得楚天一统无量山脉,公孙郎郎和西桥君他们的赌局吗? 赌局的赌约中,就有这么一条,西桥君他们会动用自己的力量,将公孙郎郎送入某位至高天的大能门下。 这才是公孙郎郎带着楚天,跟着西桥君他们来至高天的原因。 至于说带着楚天? 不带楚天的话,公孙郎郎还能带谁呢? 灵桥天亭被毁,连一只活着的蚂蚁都找不出来了,楚天是整个灵桥天亭仅剩的一位神官。 公孙郎郎来至高天,身边总要有一两个心腹帮忙打理猪斑事物吧。 楚天还不算是公孙郎郎的心腹,但是现在也只能把他当心腹使用。 沉闷的羽翼拍击声传来,数十尊高阶天将带着无数的天兵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 一尊通体缠绕着雷光的天将嗡声嗡气的呵斥道,谁敢再致高天闹事? 可知道,这是诸灭九族的。 天将的呵斥声戛然而止,数十尊高阶天将飞快的化为流光飞了过来,小心翼翼的在西乔军等人面前落下,毕恭毕敬的向他们担心跪地行礼不迭,诸卫军上,你们这是。 西乔军一耳光抽在了领头的天将脸上,咬着牙问道,不许问,不许说话,派一队人,护送我们回去。 今日,这里的一切,谁敢传出去,我灭他九族。 楚天看着歇斯底里的西乔军等人,笑了。 他抬头看着天空的九轮烈日,满意的点了点头。 折腾了这么多年,好吧,至高天,他来了。 第627章 生计 通体紫色,带着银色的帆纹,高有十几丈的竹林环绕四周,一条小溪在竹林中缠缠流过,两头生了金角的白露蜷缩在溪水旁,呆呆地看着溪边一块大石下快要成熟的一株灵芝。 一滴咸水突然从一头白露嘴角滴落,两头露的头顶上,一头五彩斑斓的大鹦鹉趴在一根竹之上,嘎嘎地笑了起来,缠祸,缠祸,两头缠祸。 楚天坐在小楼门口,笑呵呵地看着两头白露,还有那头多嘴多舌的大鹦鹉。 不愧是至高天,就连飞禽走兽,都比别的地方多了数倍的灵性。 尤其是这两头白露,它们虽然还是兽形,体内的气息却比天露世界凝成了一重天道宝伦的天人镜大能还要强大。 至高天的虚空中,隐隐有一种无形的法则压制着这里的所有飞禽走兽,无论它们活了多少年,无论它们积攒了多强的力量,它们始终只能是飞禽走兽,永远都不可能化为人形。 可惜了,楚天暗叹了一声,举起手中竹子制成的茶盏,抿了一口富裕浓郁的香茶。 绵延数千里的紫竹林,里面错落有致地点缀着数十万栋大小不一,规格不等的小楼。 诸如楚天身后的这栋小楼,上下三层,内有书房,卧室,琴房,单房,修炼室,还配置了两个小童,两个侍女,两个仆妇,两个利夫任凭虚浅。 这一片竹林,是西桥军家的产业,偌大的一片紫竹林,只是一处对外营业的宾馆。 半个月前,楚天,公孙郎郎跟着西桥军等人来到至高天后,西桥军等人倒是信守承诺,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公孙郎郎送去了某位大能门下,让公孙郎郎成为了那位大能的入门弟子。 楚天只是公孙郎郎的随从,他那灵桥天亭六品上无量山神的身份,在至高天真的连一个屁都算不上。 他甚至连西桥军家的大门都没资格踏入一步,直接就被丢在了这处宾馆中,每日里白吃白喝。 半个月来,楚天也好几次离开紫竹居,四处闲逛了一圈,了解了一下周边的一些市井动态,一些风土人情。 至高天,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这些天兵天将,还有这些,灵族,呵呵,西桥军他们居然是灵族,这些天兵天将,还有这些灵族,他们究竟谁是主,谁是谱。 有点意思。 把玩着手中的竹茶盏,楚天若有所思的看着天空缓缓飘过的流云。 高空中,大队大队的天兵天将排着整齐的队伍缓缓飞过,在这万多名天兵天将中间,一架奢华的车面散发出夺目的神光。 左右各有数十头金缝随行。 看这架势,也不知道是每家贵公子出行,才摆出这样的阵仗。 不过,看他们去往的方向,似乎是去西桥军家拜访的可能比较大。 到了至高天,楚天才知道,西桥军本名越西桥,是至高天越之的嫡子。 至高天越之,则是至高天权势最鼎盛的十三氏族之一,越之的当代家主,也就是越西桥的九代上的老祖,更是掌控着至高天至上权柄的十三位大天象之一。 至高天有至高天帝一人,掌控了至高天无穷无尽的天兵天将,但是至高天帝平日里并不插手珠般杂物,偌大的至高天,以及至高天掌控的无数天庭的日常运转,全部由十三位大天象联席掌控。 前些日子,前往灵桥天庭行事的那群青年男女,西桥军出身十三氏族的月之,冷月军出身十三氏族的蓝氏,玄商军出身十三氏族的云氏,炫幻军出身十三氏族的燕氏,各个都是出身尊贵,备受族中宠爱的天之娇子。 一行人带着无数下属信心满满的前往灵桥天庭,结果损兵折将,只剩下孤家寡人灰溜溜的逃回至高天。 楚天身份地位不够,也不知道西桥军他们家里是如何处置这次的事情,但是看看西桥军他们这些天整日里抛头露面,肆意的呼朋唤友四处作乐的样子,想来他们并没有受到太重的惩罚。 远远的一头黑色云鹤穿破云层,快速的朝着这边飞了过来。 楚天站起身来,将茶盏放在座椅的扶手上,笑银银地看着那头一盏超过十丈的黑色云鹤缓缓降落。 这条云鹤,是西桥军赠送给公孙郎郎的座旗,楚天认的。 十几天前,公孙郎郎前往那位大能门下报道的时候,就是乘坐的这头云鹤。 一脸漆黑的公孙郎郎从云鹤背上跳了下来,面无表情地坐在了楚天刚才的座位上,然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罗不平,给我想个法子。 楚天摊开双手,很愕然地看着公孙郎郎,弟子,您这是。 公孙郎郎闭上眼,很疲惫地叹了一口气,从未这样丢脸过,从未这样现眼过,果然,没钱,做什么都不行,没钱,艰难呢。 楚天愕然看着公孙郎郎。 没钱。 楚天突然很想笑出声来。 果真是没钱了。 灵桥天亭被猎空王三个刮了个金光,然后被黑齿惊天一击轰成了平地,留在灵桥天亭的中天,南天,北天,西天四位大帝面对的,是一块儿干干净净的白板。 偌大的灵桥天亭不仅仅是寸草不生,更是连鬼影子都没有一个,就四位空头大帝站在那里发愣。 公孙郎郎等人更是被黑齿抢得干干净净,一个铜板都没给他们留下。 来到至高天后,公孙郎郎的拜师礼什么的,都是西乔军等人为他出的,但是等公孙郎郎进入那位大能门下后,西乔军一行人又不是公孙郎郎的亲生爹娘,他们哪里还会管公孙郎郎的日常起居。 也就是西乔军还有几分一起,赠送了公孙郎郎一笔日用盘缠,更让楚天住在他们家的子竹居白吃白喝。 可是看公孙郎郎这模样,楚天小心翼翼的问他,弟子,西乔军赠送的那笔钱,您。 公孙郎郎脸色一阵变幻莫测,他沉吟了片刻,然后拍了拍手,致高天的物价,真正是坑人,真想不到,那秋月万换楼的酒席,居然是如此的,坑人,一顿酒,西乔军赠送的盘缠固然是一分不胜,罗不平,你想想看,我公孙郎郎何等出身,居然欠了那秋月万换楼一大酒钱。 公孙郎郎一脸想死的表情,我是有一巴结本门的几位师兄,请他们去吃酒欢宴,想不到,丢脸,丢脸,真正是丢脸。 楚天很同情的看着公孙郎郎,若是这般,还真是够丢脸的。 一个小童轻手轻脚的走了过来,给楚天和公孙郎郎换了一壶茶,然后捏手捏脚的走了回去。 楚天没看公孙郎郎充满了西迹,闪烁着星光的双眼,而是直勾勾的看着那小童的背影,双眼直勾勾的盯着小童的靴子,就好像那靴子上绣满了绝色美人一样。 公孙郎郎重重的咳嗽了一声。 楚天当作没听到,他不看小童的靴子,而是转过头去看那两头躺在溪水旁的白鹿。 公孙郎郎其来的大鹏一步一摇的走到了两头白鹿旁边,目光凶狠的盯着两头白鹿,似乎盘算着什么不好的念头。 那五彩斑斓的大鹦鹉立刻叫了起来,护卫! 护卫! 有吃肉的扁毛畜生! 要吃你家的鹿了,要吃你家的鹿了,要吃你家的鹿了! 大鹏的一只爪子刚刚亮出来,听到大鹦鹉的叫声。 他飞快的将爪子放了下去,就好像孵蛋的老母鸡一样乖巧的趴在了溪水边,颇有点不甘心的盯着两头镇定自若的大白鹿。 公孙郎郎再次重重的咳嗽了一声。 楚天抬起头来,看着天空一条条流云飞过,看着上万名天兵天将簇拥着一架精美绝伦的花轿慢悠悠的划了过去。 花轿旁簇拥着大群俏丽的侍女,看他们飞行的方向,显然又是朝着西桥军家去的。 公孙郎郎终于开口了,罗不平,现如今,你是我身边唯一的心腹,近尘。 你且说,这等局面,该如何是好? 眼看公孙郎郎挑破了这个话题,楚天用力的闭上眼睛,琢磨了一阵丢下公孙郎郎不管,自己孤身一人在至高天发展的计划,琢磨了一会儿,脑子里闪过无数的念头,楚天无奈的发现,至高天不是这么好魂的,十三氏族和其他门阀世家的触手密布四方,外来人很难,很难,很难在这里立足。 除非有足够的靠山,否则外来人在这里做出任何出彩的事情,都会牵扯出一大堆的麻烦。 这半个多月四处闲逛,楚天可不是在胡乱浪费时间,他还是真正的弄清了一些至高天的潜规则,对这里的好些东西还是有了初步的了解的。 至高天的一切都属于高高在上的灵族,楚天这样没名气,没根基,没靠山,没实力的人,想要在至高天出头,唯一的下场就是被碎尸万段,然后某个高阶天将会很欢乐的将楚天这样的矛头小子的灵魂纳入自己的神国中,成为源源不断提供神力的燃料。 睁开眼,楚天悠悠叹了一口气,弟子,大帝那边,怎么说? 公孙郎郎摸了摸鼻子,他有点不安的挪动了一下身体,声音也变得极其难听,父亲那边,嗯,你知道吗,这次灵桥天亭损失了很多的天兵天将,那东天大帝算是魂飞魄散一了百了,父亲,还有其他三位大帝,现在他们欠了很多债。 欠债? 楚天愕然看着公孙郎郎。 公孙郎郎用力的搓了搓双手,然后小心的压低了声音,这话,不能说的太详细,总之,罗不平,你仔细在心里参悟就是,那些天兵天将,都是至高天送去各处天庭,委托各处天庭培养的毛坯。 他们的所有权,还是归属至高天,各处天庭将他们培养,调教好了,按照比例抽成。 比如说,至高天送去一百亿刚刚出生的天兵,他们连灵智都还没开化,完全就是毛坯。 这个天庭精心培养一百亿天兵,教会他们作战,教会他们学习,教会他们修炼,教会他们行军步阵,人情世故,更收割那些贱民蝼蚁的灵魂,让他们融入这些天兵的体内神国,等到这些天兵成长到六对或者七对,八对羽翼的境界,他们就会备至高天收回。 培养出这一百亿天兵的天庭,就能按照最低万分之一,最高万分之五的比例,截留一部分天兵归属自己所有。 狠狠的搓着双手,公孙郎郎干声道,所以,灵桥天庭的天兵天将,九八成左右的所有权归属至高天,所以,这次灵桥天庭的天兵天将损失殆尽,父亲大人,和其他三位天帝,欠了一笔巨款。 楚天目瞪口呆的看着公孙郎郎,这世界,还能这么玩? 公孙郎郎悠悠怨怨的看着楚天,而且重建灵桥天庭,也需要花费一笔巨款,不说其他,就那些飞升池,退凡神水,那就是一大笔钱,所以,父亲来信说,未来百万年内,他拿不出一块灵精给我,未来百万年内,灵桥天庭的所有收益,都要归入至高天的户部库房,至高天已经派遣了专门的睡官监督。 公孙郎郎很诚恳的看着楚天,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要在师尊门下苦修。 所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罗不平,你对我可是忠心耿耿呢。 楚天的脸一阵阵地抽搐,他看着公孙郎郎,强忍着一剑将他劈死的冲动,缓缓地点了点头,弟子所言,陈,明白了。 奈何,陈如今也是两袖清风,若非西桥军一起,就这紫竹居的房费也是贵得吓人,陈早就被赶出门外风餐露宿,喝西北风了。 楚天很诚挚地看着公孙郎郎,陈,本来就是家破人亡,侥幸保命的可怜人,好容易得弟子赏识,在无量山做了几年山神,还没来得及贪污致富,就,就,无量山都被移平了呀。 楚天伸出两只手放在公孙郎郎面前,认真地说道,弟子,陈倒是颇有几分信心,让弟子再至高天,不说锦衣玉石吧,起码也能衣食无忧,奈何,陈囊中羞涩,连本钱都没有呀。 带着一丝邪恶的快意,楚天悠悠说道,就算,陈想要去做点无本买卖,去给弟子劫掠一笔横财回来,还请弟子给陈一柄大刀仙,手中无刀,拦路打劫人家也是不怕的。 远处,竹林中,一直倾听这边动静的鼠爷已经笑得快要昏厥过去。 他将长长的尾巴直接插在了自己的喉管里,打了一个精妙的蝴蝶结,好容易才将笑声憋了回去。 公孙郎郎很茫然地看着楚天摊开在自己面前的双手,似乎,也是,这,白手起家,却也,艰辛。 楚天轻轻地拍了拍公孙郎郎的肩膀,弟子,陈一柯忠心可朝日月,奈何巧妇难为五米之吹,若是弟子能够借带来一笔初始资金,更能让西乔军他们为我们做一个担保,万事无忧了。 公孙郎郎很认真地看着楚天,你,准备做什么呢? 楚天很认真地看着公孙郎郎,陈,杂学颇多,好些东西,都能做的。 第六百二十八章混乱天狱 小白脸,果然好混饭吃。 狭窄的船舱内充斥着莫名的异味,好似臭脚丫子和腐烂的咸鱼混在一起,又洒上了一点花露水后混杂出的味道。 淡淡的,黏黏的,纠缠在鼻头,钻进肺里,让浑身毛孔都好似被粘住了,滑腻腻的极其不舒服。 这等环境,楚天也只能摇头不语。 半寸厚的金刚墙板挡不住隔壁船舱里传来的喘息声,那装枪做事的尖叫和声音犹如猫儿春天夜里的叫声,已经持续了足足三个时辰。 楚天叹了一口气,靠在坚硬的船板上,笑着琢磨公孙郎郎这几天折腾出来的成果。 也不知道公孙郎郎是如何勾搭的,他没有向西桥军求帮,反而是从大美人玄商军那里借来了一大笔顶级的神经,又借来了一票人手指给了楚天使用。 神经,这是至高天独有的流通货币,是最顶级的天地灵髓凝成的灵精,用秘术向内灌注庞大的精纯的信仰念力后生成的金色精石。 神经的发行完全掌控在至高天亭手中,寻常人难得一见。 从价值上来说,同等级的神经是同阶灵精的百倍以上。 神经不仅仅可以用来修炼法力,更能用来壮大灵魂,在很多要命的关头,神经更是能够替代本命精血,施展某些拼命的魔道神通和秘术。 公孙郎郎的手段还是很厉害的,玄商军借给了他十亿极品神经,这笔款项足够楚天大展手脚。 单单有钱还不行,还得有人。 所以楚天越发佩服公孙郎郎,他居然从玄商军那里借来了一支强大的私军队伍,整整一百名实力强横的鸣角战士。 这些鸣角战士每个人的修为都在百节之上,领队的百夫长更是拥有千节之力。 他们不归属任何一个鸣角一族的部族,而是只属玄商军身后的云家。 不知道公孙郎郎向玄商军许了什么条件,反正未来万年内,这一百名鸣角战士就完全归属楚天统侠,楚天起码在名义上获取了他们的绝对掌控权。 让楚天烦恼的就是,这些鸣角族人显然没把他放在眼里。 他们面对云家的一个最底层的小管事都唯唯诺诺敬畏非常,对楚天却是爱理不理的,对他的命令也是拖泥带水,颇有魔阳宫的天分。 隔壁正和不明来路的女人盘长大战的,就是那一百名鸣角战士的百夫长。 真是,精力充沛喝。 希望到了那边,你们还能继续这么折腾。 楚天古怪的笑了起来,摸了摸左手腕上装了十亿极品神经和若干物资的那虚神环,楚天透过狭窄的船舱墙壁上的透明闲窗,向外望了过去。 窗外,无银虚空中无数大大小小的各色陨石密密麻麻的挨在一起,犹如一条浑浊的河流在疯狂的奔腾翻滚。 偶尔有横行霸道的陨石不知道从哪里急速飞来,重重的撞在这些排列整齐的陨石上,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就有火光和雷光四处蹦见。 上千条形如乌龟,通体被厚重甲壳覆盖的非洲在密集的陨石中艰难地穿梭着。 几乎每分每秒都有陨石砸在这些非洲上,防御阵法闪烁,大片光运摇曳,不断有夺目的光雨从船板上喷出。 楚天所在的非洲,就是这上千乌龟船中的一条。 常有数千里的船体不时剧烈地摇晃着,隔着厚重的静置光幕,可以隐隐听到外面传来的恐怖爆炸声。 就是如此恶劣的虚空环境中,时不时能看到外界有长则数百丈,短则只有十几丈的非洲在陨石中小心翼翼地穿梭着。 不时有身披各色甲皱的人影在非洲上跃起,窜进陨石群中不知道在搜索什么东西。 偶尔会有这些小型非洲靠近这只规模不算小的船队,但是乌龟船总是会喷出几道强光将这些非洲逼退。 一路行来,楚天已经见到起码有七八条靠近船队的小型非洲被强光轰成粉碎。 这里的一切,都透着一股子蛮荒,混乱,无规则,不讲道理的味道。 真是一个该死的鬼地方,不过,我喜欢。 越乱越好,不乱的话,怎么有机会呢? 楚天掏出一块通体金色,核心处隐隐有一个细小的晶莹漩涡旋转的极品神经,食指带起一缕缕火光,不断在神经上摸索着。 山中学内,无量神珠在轻轻的跳动。 楚天能清晰的感受到,无量神珠在释放某种奇异的波纹,在不断的扫描,分析这块极品神经的结构,并且在尝试着凝聚同样性质的神经。 如果能成功,自然是好事,神经,这可是至高天最高品阶的硬通货,堪称至高天亭发行的法定货币。 楚天要去的那个地方混乱到了极点,能多一些资本,自然是好事。 至高天一切有利润的行榜都被十三世族和其他门阀世家霸占,楚天作为一个外来人,不可能再至高天扎根立足。 哪怕公孙郎郎和西乔军,玄商军他们有点交情,他们也不可能将自家的利益分润给楚天和公孙郎郎。 想要获取高额利润,只能离开至高天。 楚天耗费了好几天时间,最终选择了远离至高天,距离至高天不知道多少个天庭灵地,已经是至高天和圣灵天边境的混乱天域。 这一处混乱天域堪称至高天和圣灵天之间的热点地带,这里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混乱到了极点,更有来自至高天和圣灵天的各色人人等,混杂了无数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不服至高天管辖,也不服圣灵天统治,一心一意只求自己快活的危险人物,这里堪称无边天和中意等一的凶险之地。 这里算是至高天和圣灵天直接对抗的前线阵地,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陨落,每天都有人在这里爆发,这里只有一条规则,拳头大的就是王。 只要你的拳头足够硬朗,只要你的胆子足够肥,你甚至可以在这里劫掠至高天和圣灵天派出的正规军,肆意跋扈地横行霸道。 如果你的拳头不够结实,你的胆气决定了你是一个耸祸,那么混乱天狱会用最快的速度吞噬你,让你魂飞魄散,粉身碎骨,乃至家破人亡,永无超生之日。 借助玄商军背后云家的关系,楚天带着一百名桀骜不驯的鸣角战士乘坐超远距离的天河传送阵,一路传送了数百次,最终在一个名为寒域天庭的边缘天庭搭上了前往混乱天狱的船队,一路耗费了六个多月的时间,这才抵达了混乱天狱的边缘。 到处都是陨石,到处都是天火,到处都是雷光,到处都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虚空陷阱。 虽然没遭遇到什么实质性的危险,但是一路上也是风波不断。 在混乱的密集的陨石地带中挣扎前行了两个多月,楚天终于见到了混乱天狱的第一个聚居点。 那就是混乱的陨石地带中强行用阵法开辟出来的一个直径三千多里的小小空间,正中悬浮着一块方圆不到八百里的小小路块,正中一眼方圆三百里的淡水湖泊,湖泊边有几块绿草地,有几片小树林,在绿草地和树林边,密密麻麻的用旧地取材的陨石材料搭建了无数歪歪斜斜的石屋。 远远望去,那些石屋中人来人往,显得很是繁荣昌盛的模样。 但是就在距离路快不到一千里的地方,楚天所在的船队经过的时候,就见到几个满面横肉的大汉拦住了一条只有七八丈长短的微型非洲,硬生生地破开非洲抓出了里面的七八个男女,一通乱刀将他们剁成了肉酱。 哈哈哈哈 几个大汉放声大笑,得意洋洋地从一个被杀死的青年怀里取出了一株人头大小烟云缭绕的紫金灵芝。 一个大汉高高举起手中的紫金灵芝,朝着船队的方向大声吼叫着,三万年紫火金鞭灵芝,最能滋养神魂,起码能省去千年苦修之功。 三百集品神经,只要三百。 每位石货的兄弟,看看,看这边,看这边哪。 船队缓缓掠过,船队中一条乌龟船的舱门开启,十几条人影飞出了船队,凑到那几个大汉身边一通急促的商议后,他们支付了一笔神经,带着那紫金灵芝飞了回来。 几个大汉乐颠颠地带着神经向那块小陆地飞去,他们身后,十几条残破的尸体被一块陨石命中,一团天火熊熊燃烧起来,十几条尸体迅速被烧成了灰烬。 东的一声,楚天手下的鸣角百夫掌一边扎裤子,一边暴力地推开了楚天所在的舱门。 用力地紧了紧腰间的龙巾腰带,身高四丈开外的鸣角百夫掌歪着脑袋靠在门框上,指着弦窗外那一片燃烧的天火怪声怪气地笑了起来, 罗山神,哈哈,山神大人,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吧?这里是混乱天狱,至高天,圣灵天,无量天三天侠地中,这样凶险的地方也就这么几个。 用力擦了一下脸上通红的胭脂印痕,鸣角百夫掌用力地揉了揉腰,赞叹道,好骚气的娘儿,老子的腰啊,嘿嘿,有机会,得挖几个圣灵天人族的心脏,好好的补一补,嘿嘿,混乱天狱,危险的不是那些天险,而是人,你知道不知道。 故作神秘地压低了声音,鸣角百夫掌低声说道,哪怕是路边的一个小孩子,你一不小心,哇呀,他都会狠狠地在你腰上捅一刀,你说吓人不吓人。 鸣角百夫掌更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楚天,似乎想要看到他惊慌失措的模样。 见到楚天一脸无动于衷的样子,鸣角百夫掌皱起了眉头,你不怕吗? 会死人的,你很可能随时会死,所以,不如,你听我的,那笔神经,你拿来交给我,我帮你保管,如何? 用力地拍打着胸膛,鸣角百夫掌大声笑道,我在这混乱天狱,还是能找到一些同族好兄弟的。 不就是赚钱吗? 罗山神你只管每日里吃喝玩乐,赚钱这种小事,我帮你一力承担。 楚天看着弦窗外的景象,不紧不慢地说道,失衡殿野的场景,我见得多了,人心凶险,我比你们这群脑子里都是肌肉疙瘩的家伙更清楚得多。 楚天冷笑道,只知道打打杀杀的蠢货,就不要动那些精明人的脑筋。 乖乖地听话,你们会过得很好。 不听话的话,你们这群蠢货。 鸣角百夫长的脸色就阴沉了下来,你是说,我们是蠢货。 楚天看了看这身个极力压缩体内恐怖的力量,这才勉强将身高压缩在四丈高下的鸣角猛将,慢悠悠地说道,你觉得呢? 难不成,你有脸说你很聪明。 聪明人,就不会这个时候用这种幼稚的话来吓唬我。 鸣角百夫长猛地举起了右拳,做事就要一拳砸下来。 楚天冷笑一声,猛地举起了一块巴掌大小的青色玉牌,鸣角百夫长的脸蛋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他沉声道,用禁制魂牌压人,不是好汉子,不过,你真敢灭杀我们不成。 楚天看着鸣角百夫长,缓缓说道,你认为我敢不敢呢? 沉默了一会儿,鸣角百夫长咧嘴笑了,你不敢,我可不是那些给钱就给人卖命的没开化的蠢货,我是云氏的司军大将,你敢杀我。 楚天笑呵呵地看着鸣角百夫长,我杀了你,又能如何? 鸣角百夫长傲然昂起了头,你若敢杀我,云氏定然会追究你的责任,你上天下地,都逃不过云氏的追杀。 楚天看着这个迫不及待跳出来想要夺权抢钱的家伙,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好吧,我很怕云氏的报复,所以,我杀了你们这群蠢货以后,我带着十亿极品神经逃去圣灵天的地盘,云氏能咬我呀? 鸣角百夫长猛地待在了那里。 他眼珠瞪得溜元,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楚天,过了许久,他才悠悠说道,你,你是灵桥天亭的神官,你,你应该,你被飞升池洗礼过后,你的生死。 楚天把玩着手中的禁制魂牌,淡淡地说道,我是吃了飞升圣果得到的神体,没有进入过飞升池,也没有使用过退凡神水,所以,天庭的禁制们,呵呵。 鸣角百夫长瞳孔缩小到了针尖大小,他呆呆地看了看楚天手中的禁制魂牌,突然冬的一下跪倒在了地上,异常谄媚地笑道,罗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小的全都给您办得妥妥担当的。 嘿嘿,这船上很有一些个彪肥体壮惊得起折腾的娘儿,可要给您选几个最绑大妖元的过来暖暖被窝吗? 彪肥体壮 绑大妖元 楚天心头一股恶气冲了起来,狠狠地一脚踹在了鸣角百夫长的脸上,滚。 弦窗外一条条流光飞过,一搜搜大小不一的非洲在弦窗外急速飞行。 随着非洲的数量越来越多,楚天知道,至高天在混乱天域最大的一座据点,也是唯一的一座被至高天亭官方掌控的据点涂抹成到了。 第629章 涂魔斜榜 四面八方都是陨石流,细小的尘埃和陨石在虚空中高速摩擦,不断迸射出刺目的火光,就好像无数条流火在虚空中急速穿梭。 在一些地方,受到各种原词之力或者某些奇异星体的牵引,陨石流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可怕漩涡,就好像一只只恶魔之眼悬浮在虚空中,散发出森冷的幽光凝视着所有的生灵。 这是一片生命的禁地,唯有天人静大能才能在这里活下去。 在这混乱,可怕的陨石地带中,一片柔和的白光充斥虚空,所有陨石一旦碰触到白光,就无声无息的被推送出去老远,丝毫无法闯入白光笼罩的虚空范围。 白光笼罩了大概百万里大小的一片虚空,在这阵中悬浮着数十层大小不等的路块,犹如蝶宝塔一样相隔上万里上下重叠着。 路块上有大神通者步下了各种禁制阵法,故而有山有水,有江有海,有山川丘陵,有草原树林,除开没有日升月落,春夏秋冬世界变化,风雨雪雾之类的自然天象都是一应俱全。 一眼望去,各色各样的建筑密密麻麻的排布在这些路块上,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则是最上层那方圆大概有三十几万里的路块正中,那一道直冲天空的白色神光。 远远望去只有头发丝般细小的白色神光就是充斥这一方虚空的白色神光的来源,细细的白光凝成实质,冲起来数十万里高,在白光的顶部,一条朦胧的人影身披金色重甲,背后生出了十八对光滑夺目的白色羽翼,巨大的翼展张开足足有七八万里长短,不断向四周放出炫目的光芒。 在那一条细细的白光下方,成环形结构建起了一条条宽敞的大街,无数建筑整齐的向四周蔓延开来,大队大队的天兵天将拍打着羽翼悬浮在城区上空,围绕着那条细细的白色神光缓缓的旋转着。 天兵天将数量庞大,无法计数,只能看到那笼罩一切的白色神光中无数羽翼在整齐的拍动,他们拍着整齐的队伍缓缓飞旋,在虚空中组成了数千重巨大的羽翼漩涡。 图磨城,至高天在混乱天狱的唯一官方据点,驻扎了规模庞大的天兵军团,更有实力可步的高阶天将在此坐镇。 那条细细的白色神光顶部,那套金灿灿的铠甲和它背后一盏数万里的羽翼,就是至高天亭镇压混乱天狱的最强力量,开天神器图磨。 这件至宝的名字就是图磨,整个图磨城的名字就来源于它。 按照公孙郎郎从玄商军那里打探来的消息,这件开天神器早就已经滋生出了独立的灵智,拥有了比寻常人高深许多的智慧,更拥有了自己独特的修炼大道,它无需外人掌控,它能自行的决定,应对一切的麻烦。 偌大的至高天亭,也唯有一人得到了图磨的认可,在战斗时可以将它穿戴在身上。 那就是名义上至高天亭的最高统治者,统辖所有的天兵天将,实力深刻不测的至高天地。 乌龟船队缓慢的向图磨城方向驶去,很快船队就停靠在了距离图磨城还有数万里的虚空中,停靠在了一颗直径不过千里的小型陨石上。 这里,是一处虚空中的船岗。 船队的水手走进了B色的船舱,扯着嗓子大声的吼叫着。 船队到了这里,按照图磨城的规定,是不能再向前一步了,所有搭船的客人,要么自己飞去图磨城,要么船岗内有专门的小型非洲,送客人前往图磨城各处城区。 图磨城自上而下,按照路快的数量分成了三十六个城区。 最上方的一号路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磨城,只有混乱天狱最有力量,背景靠山也足够的人,才能在图磨城区中得到一块立足之地。 而这最上一层的一号城区,也是整个图磨城规划最好,环境最好,最安全,最整洁,汇聚的资源最多,机会也最多的地方。 有无数的天兵天将日夜盯着,没人敢,也没人能在这里惹是生非。 这里的生活成本也是极其高昂,若是没有在一号城区拥有一份固定资产的人想要进入城区,每人进去一次,都需要缴纳一块上品神经。 想要在一号城区逗留,更是花费巨大,找个客栈,酒馆住一天的最低成本起码也要十块上品神经。 至于下面的三十五个城区呢,那就是真正的法外之地,无法无天的黑暗地带。 屠魔城的天兵天将们从来不会屈尊踏足这三十五个城区,完全是杨谷一样任凭这三十五个大小城区中的人随意折腾。 拳头大的就是王,敢打敢杀的就能赚取巨额的利润,坑猛拐骗,烧杀抢掠之类的事情在这里随处可见。 从二号城区到三十六号城区,一个五六岁的孩童都可能要了你的命,一个妖娆的少女可能是杀人无数的魔头,一条躺在路边看似奄掩一息的野狗都有可能是一头伺机杀人的巨妖,一个破烂的丢在路边没人看一眼的尿壶,都有可能是一尊强横狠利的魔头。 楚天雇了一条小小的非洲,载着他和一百名鸣角战士向一号城区方向飞去的时候,眼看着距离最顶部的路块只有数百里距离了,下面的三号城区所属的路块上突然冲出来数百条浑身是血的人影。 一条球燃大汉双手挥动着两柄大斧,一边疯狂砍杀身后的追兵一边大声的呼喝着,大哥,快走,帮兄弟们报。 一道道惨绿色的阴雷从他们身后飞扑而来,球燃大汉一声不吭的被炸成了一团飞灰。 跟着他一起断后的百多条大汉也都纷纷崩体而亡。 数千名同样浑身是血,身上到处都是伤口的大汉大声笑着冲杀了出来,他们的速度比这些逃窜的汉子更快了几分,只是短短一盏查时间,逃跑的数百汉子没有一个逃出去,全都被这些大汉乱刀劈成了粉碎。 楚天雇佣的小舟缓缓飞过,数千名杀红了眼睛的大汉目不转睛的盯着路过的楚天一行人。 凝角百夫长冷哼了一声,站在船头双手抱在胸前,只高气扬的向这些大汉大吼了一声滚。 数千大汉迟疑了一会儿,纷纷收起了身上的煞气,整队飞回了三号城区。 凝角百夫长得意洋洋的朝楚天笑了几声,大人,您看,这里的这群箭种,他们不敢招惹我们凝角一族。 得意的昂起头,凝角百夫长笑着吹嘘道,我们凝角一族,可是灵族最忠诚的仆族,哈哈哈哈,我们横行天河,我们征伐四方,只要是灵族的大人们看不顺眼的,我们都会把他们撵成肉酱。 楚天眉头一挑,他想起了当年天路世界崩溃前,侵入天路世界的那个凝角一族的巢穴。 他沉声道,你们凝角一族,是不是还有人在圣灵天的地盘上惹事呢? 凝角百夫长呆了呆,然后点了点头,用力的挥了挥手,那,那是自然,就好像圣灵天那边,也有不要命的雇佣军来至高天的地盘上袭击各处天庭,洗掠各处天庭所辖的世界,我们凝角一族的战士,可比那些圣灵天的狗腿子强。 凝角百夫长大笑道,每一年,都会有强大的大尊派出自己的笛子,给他们启动的基本资源,然后将他们投放去圣灵天的地盘。 杀戮,抢掠,吞噬,凝聚母巢之心,建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母巢,发展壮大自己的族群。 带着一丝艳羡之色,凝角百夫长喃喃道,那些能够从圣灵天带着自己的母巢返回的族人,他们当中诞生大尊的概率,是留守至高天的族人的百倍以上,毕竟,他们才是真正从尸骨堆里杀出来的精英啊。 甜甜嘴唇,凝角百夫长又是羡慕又是极度的低声吼道,更可恶的是,这些家伙,赚外快的手段也比我们多。 一个可能只凝聚了十几个吞噬之舌的舌头,实力低微的小崽子,他们在圣灵天接一票私活,嘖嘖,那有水可真是。 接私活。 楚天好奇的看着鸣角百夫长。 接私活。 鸣角百夫长认真的看着楚天,比如说,圣灵天的某位豪门公子争风吃醋,想要干掉和他抢女人的另外一个豪门公子,动用自家的私兵护卫,岂不是太刺眼了吗? 拿一笔资源来,请咱们的族人给他们干上一票,嘖嘖。 楚天无语看着这家伙。 这个颇有点画牢倾向的鸣角百夫长向楚天挑了挑眼角,他笑着低声说道,罗大人,无论是至高天,圣灵天,或者是大罗天的地盘上,咱们兄弟认识很多可以接私活的好兄弟,只要您给得起钱,嘿嘿,无论是要杀了哪个谁,或者,您看上了哪位小娘子,咱们都能干得漂漂亮亮的。 楚天愕然看着这货,你们,可是至高天的人。 你们,莫非还敢对峙高天的,公子,小姐们,下手。 这家伙几眉弄眼的向楚天笑了起来,哎,这话怎么说的? 谁也没合钱有仇不是? 昂起头来,这货很深沉的说道,我鸣角一族某位地位尊崇的远古大尊说过,说我们鸣角一族,就是灵族豢养的一群狗,这狗嘛,也有中犬和疯狗的区别,要我们鸣角一族背叛灵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生死掌握在他们手中呢。 古怪的笑了几声,这家伙沉声道,可是,如果一个主人给了我们一大块肥肉,让我们去咬另外一个主人一口,只要把活儿干得漂漂亮亮的,谁也合钱没仇不是。 楚天愕然看着这家伙,在看看身边那些一脸一副理所当然模样的鸣角战士,楚天慢慢地向他们比出了一根大拇指,你们的这位大尊,说得很有道理啊。 显然,他是一位极其睿智的长者,他真的是,说出了做狗的真谛。 一伙凝角战士听了楚天的赞赏,不由地咧嘴大笑起来。 楚天则是一脚踹在了那百夫长的小腿上,将他狠狠地踹倒在了甲板上,然后劈头盖脸地朝着他的脸狠狠地踹了几脚,不过,我警告你们,若是有人给你们肉吃,让你们咬我一口的话,嘿嘿。 凝角百夫掌双手抱着脑袋,狼狈地抵挡着楚天不断踹下来的大脚鸭子,他狼狈地说道,不敢,不敢,你掌控着我们的生死,我们才没这么蠢,和您作对呢。 一通混乱后,小周已经来到了一号城区的边缘。 这里矗立着一座光门,高有三千丈,宽达千二百丈的光门熠熠生辉,一队天兵天将拍打着羽翼悬浮在光门前,仔细地审查着所有想要进城的人的身份。 非洲放慢了速度,一点一点地跟着前方的非洲挪动着向前飞行。 眼看轮到自己还有好长一段距离,楚天站在船头,好奇地向四周张望着。 他一眼看到了,巨大的光门一侧,矗立着一根高有近万丈的血色旗杆,上面挂着一张巨大的血色光幕。 那是涂魔斜绑。 凝角百夫掌站在楚天身边,指着那血色光幕得意洋洋地炫耀着自己的见多识广,得罪了涂魔城,被涂魔城通缉的倒霉弹。 都在涂魔血绑上有名字。 您看,高居涂魔血绑守卫的,就是对面圣灵天在混乱天狱建立的诸邪城的城主,悬赏一万亿极品神经要他的脑袋,不过已经上一年了,还是没人能拿到这个赏格。 凝角百夫常常晕了一口气,一万亿极品神经嘛,这是一笔大钱,真的,这是一笔大钱,但是用来对付诸邪城主,还是有点小气了些,有人说,没有百倍的赏格,不会再有人傻乎乎的去诸邪城送命了。 这么值钱? 那家伙,肯定很厉害,楚天好奇的看着血色光幕,巨大的血色光幕上,除了最顶部的前一百名悬赏始终固定在光幕上不变外,其他一百零一名之下的悬赏名单则是快速的闪烁着,每一次呼吸间,血色光幕上的名单起码要变换上万次,没有一定的魂念修为,寻常人根本看不清光幕上的悬赏。 从上一级品神经,到数百下品神经,涂抹血榜上的各色悬赏应有尽有,其中不仅仅有杀人的悬赏,更有各种勘测秘境,勘测矿脉,搜寻废墟一记,寻找珍稀灵药的赏格。 楚天笑呵呵的看着变换的光幕,突然他的笑容彻底凝固了。 在血色光幕上,悍然出现了如下的任务。 阵三中汉匪,首脑龙腰,狐腰,狐腰三人,麾下党羽数量不详,悬赏额三百万上品神经。 第六百三十张班底 至高天云士的幌子还是很好用的,明角百夫掌出示了云士千发的通行公文后,楚天很顺利的就进入了涂抹城,很顺利的在距离那根细细的白色神光不到千里,涂抹城的核心商区中接手了一间占地有上千亩的店铺。 空荡荡的店铺中仙尘不染,四壁刚刚净净,就连一张凳子都没留下,干净的就好像被几万条恶狗舔过的狗石盆一样。 我喜欢云士这种认真,较劲的办事风格,真的。 站在空荡荡的店铺大堂中,楚天双手插腰,低头看着擦拭的可以当镜子使用的地板。 这栋店铺属于云士,原本是一间专门售卖各种大威力疑似性雷弹的店铺,对于云士而言,只是他们在混乱天域庞大产业中微不足道的一根毛。 公孙郎郎从玄商军那里将这栋店铺借了下来,也不知道是云士内部有人故意为难玄商军,或者是这栋店铺的掌柜太认真,居然将这店铺打扫得如此干净,连一点最基本的器具都没给楚天留下。 混账东西 明角百夫长的眼珠骤然变成了可怖的全黑色,他转身就要追上刚刚离开的,刚刚和楚天办好交接手续的店掌柜,狠狠地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够了 楚天制止了明角百夫长的冲动,他沉声道,这样也好,一切都干干净净,我们一切从头开始,也正好方便本座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思打理这店铺。 背着手,绕着方圆切母的店铺转了一圈,楚天脑子里不断地回想着刚才涂抹血绑上见到的悬赏。 镇三州汉匪 是盖州的那个镇三州汉匪吗? 真的是他们吗? 龙王? 虎老? 虎爹? 真的会是他们吗? 真的就这么巧,在这混乱天狱听到了他们的消息。 如果不是的话,怎么会这么巧呢? 名字是镇三州汉匪,三个首脑的本体,也正好是一龙,一狐,一猛虎。 楚天按捺不住想要去打探相关的消息,但是他迅速想到了从云师那里得来的关于混乱天狱的情报,他迅速将这个冲动按了下去,混乱天狱面积极其广大,其覆盖面积几乎有上万个灵桥天庭的总领地那般大小,内部地势无比复杂。 想要在这里找某个特定的目标,那比大洋中捞针还要艰难万倍。 势力,财力,情报,所有条件齐备,才更有把握找到人。 楚天绕着店铺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店铺的大堂门口,想后退了几步退到了大街上,抬头看着被卸下了匾鹅变得光溜溜的门楣,随手向鸣角摆幅长一指。 那个,谁,去找个店铺,定制一块足够气派的红底流金大匾鹅,就用,就用,大玉寺这三个字。 楚天嘴角一勾,很是得意的笑了起来。 大玉寺这三个字,唯有楚天的那条亲朋好友知晓,偌大的天族中,除了洛儿,也只有曾经调查过楚天背景的子万众,青阳等人之道。 只要楚天能够让大玉寺这个名号响彻混乱天狱,他就不怕那群老伙伴不主动找上门来。 笑着,笑着,楚天突然抬起头来,狠狠地看了一眼鸣角摆夫长,那个,谁,去干活呀? 去定制一块大匾鹅,很困难吗?还要我教吗?或者,你觉得本座好欺负,你想要偷懒摩羊公,想要恶奴欺主不成。 楚天的左右眸子突然变色,左眼金黄,右眼银白,太阴太阳之力在体内沸腾澎湃蓄势呆发,若是鸣角摆夫长敢有任何让他不满的说辞,楚天不介意灭杀了他,从他手下的鸣角战士中挑选几个乖巧听话的人。 鸣角摆夫长很憨蠢地看着楚天,他很无奈地摊开了双手,我叫角落,落铁的落,这个,罗大人,我这个,咱们鸣角一族的兄弟们杀人放火,烧杀抢掠都是杭甲,那个什么定制匾鹅之类的,什么是匾鹅呀? 角落很小心翼翼地看着楚天,唯恐楚天发怒。 毕竟,他们的生死都掌控在楚天手中。 一众鸣角战士也都很小心地看着楚天,一个个平住了呼吸,很艰难地挤出了一脸僵硬,难看的笑容。 楚天呆滞地看着这群身高平均在三丈六尺开外,浑身都是囚结的肌肉的家伙,你们,平日里都学些什么? 或者说,你们鸣角一族的大尊,都教了你们什么? 杀人放火呀! 角落很得意地笑着。 烧杀抢掠呀! 一众满汉笑得很是灿烂。 碎尸万段啊! 角落笑着和一群兄弟撞了撞肩膀。 楚天的脸黑了下来,他喃喃道,云士做事,果然很认真,说是给我一对护卫,就真的只是一群护卫,这群家伙,想要他们做点别的什么事情,根本不可能的。 摇摇头,楚天叹了一口气,向角落招了招手,然后转身就走。 所幸这里是涂抹城最核心,规模最大,货物最齐全的商业区,带着几个吹鼻子瞪眼,一脸凶神恶煞的鸣角战士,又有云士千发的公文护身,楚天很顺利地采购了一批基本的生活物资,定制了一批未来营业用得上的器械。 混乱天域混乱无比,每天都有无数人爆发横财,每天都有无数人丧失性命,每天有无数人走运,每天有无数人倒霉。 在高台旁,一鸣袒露着上半身,浑身都是伤疤的狼头人歇斯底里的嚎叫着,识货的人来,有识货的吗? 第九城区开业十七万年的福禄老店灵业店从掌柜到杂役,打包贩卖了。 喂,喂,有识货的吗? 这可是灵业店上上下下一整套人马,只要买回去,就能立刻开一个大店的全套人手啊。 狼头人跳着脚的吼叫着,但是道路上往来的行人没人朝这边多看一眼。 楚天呆了呆,向身后跟着的角落和几个鸣角战士望了一眼,突然笑了起来,真是,瞌睡就有了枕头了。 本座要开店,这就有人将人手送上门来了。 开了十七万年的老店上上下下的,掌柜到杂役打包贩卖。 楚天走到了狼头人面前,沉声道,这些人,都是灵业店的人。 狼头人狡黠的看了楚天一眼,嗷嗷的笑了几声,这位俊俏后生,可不是吗? 灵业店,可是第九城区开了十七万年的老店了,最近三千年来,灵业店的福禄,几乎占了第九城区福禄行当的三成分子。 这里,可是灵业店的全套人马。 就连灵业店压相比的福禄大师老林头全家,也在里面。 挑了挑眉头。 楚天笑道,很奇怪,灵业店既然占了一个城区福禄行当三成的分子,这些人,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狼头人摊开双手,大笑了起来,灵业店的老店东叶老头十年前遇到圣灵天的劫匪,一传人,连同他得利的几个儿孙都被干掉了,接管灵业店的小叶老板,是叶老头最小的曾孙子,那傻小子吃喝嫖赌样样俱全。 狼头人,诺,十年,就十年,灵业店,完蛋了。 狼头人用力的摇着头,常叹道,败家子,嘿嘿,败家子啊。 不过,不是这败家子,我们怎么有钱赚不是? 俊啸后生,你倒是买不买呀? 不买,滚蛋。 脚唠低沉的哼了一声,猛的一步上前,一巴掌按在了狼头人的脑袋上,五指一用力,就听到狼头人的脑壳不断发出滋滋声响,两颗眼珠子猛的从眼眶里跳出了两寸高。 孙子,你叫谁滚蛋呢? 脚唠低沉的吼了一声,右手五指上的指甲猛的弹出了三寸长,直接撕开了狼头人的头皮,眼看着就要刺进他的脑袋里。 楚天一把抓住了脚唠的手腕,一股距离爆发,脚唠猛的痛呼一声,五指下意识的张开,被楚天随手一抖,将他震退了十几步。 脚唠和几个属下敬畏莫名的看着楚天,这等力量,直接在肉体力量上轻松碾压脚唠,这还是灵桥天亭那等穷乡僻壤一个小小的六品山神应有的力量吗? 狼头人抱着几乎粉碎的脑袋在地上剧烈的翻滚着,高抬后巨大的高楼中,大队护卫簇拥着几个面带精明之色的中年男子快步走了出来。 一名身穿淡金色带着银色斑点长袍的男子满脸试笑的向楚天深深抱拳行了一礼,哈哈哈哈,这位前辈,可是这该死的狗奴才有冒犯的地方。 息怒,息怒,生意嘛,以何为贵? 中年男子随手一挥,只着地上的狼头人淡然道,党敢冒犯贵宾,拖下去,剁了,取了他的狗宝配药。 狼头人身体剧烈地抽搐着,楚天皱了皱眉,沉声道,罢了,他倒是没有冒犯本座,是本座手下太过鲁莽,贸然打伤了他。 嗯,这灵夜店的这些人,究竟是怎么个价码? 楚天手掌一翻,掏出十块极品神经放在了狼头人的手上,很诚挚地说道,抱歉,属下鲁莽,小兄弟你受累了。 狼头人的身体一僵,很不可思议地看着楚天。 中年男子眉头一挑,脸上笑容猛的一僵,然后迅速灿烂了起来,这位前辈,实话实说,这些灵夜店的人,不好出手,毕竟是拖家带口的,是吧? 买奴隶嘛,谁也不愿意买累赘,是吧? 不过呢,他们毕竟是灵夜店的老人,里面的几位服录师,水准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服录大师老林头,他的自身修为只有三节之力,制作出的服录,却能最大爆发出二十节的杀伤力,二十节的杀伤力,虽然不算什么太高档的服录。 中年男子沉声道,不过,老林头的年纪不大,今年还不足十万岁,他在服录一道上的天分极高,如果他能突破百节之力,他制作出来的服录可就值大价钱了。 叹了一口气,中年男子继续说道,也就是老林头和几个服录师,他们死活坚持要拖家带口的,他们是以死相逼啊,不然的话。 楚天缓缓说道,说个十秤架吧,不要废话了。我不管他们身上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因果,你们,海绘楼,给我开一个十秤架。 楚天指了指面前高楼上悬挂的匾额,海绘楼三个金色大自杀是醒目。 中年男子沉吟了一阵,最终他比出了一根手指,真正是,累赘太多,无人问津,所以,一亿极品神经,一亿极品神经,这灵夜点上上下下所有人,从掌柜的到杂役, 包括所有的服录师和学徒,都是前辈您的了。 楚天深深的看着中年男子的眸子,他还记得刚才中年男子脸上的笑容骤然僵硬,然后骤然变得越发灿烂的怪异表现。 不过,他有什么好怕的? 也不进海绘楼,也不讨价还价,楚天直接掏出了一亿极品神经,直接支付给了这中年男子。 接过中年男子递过来的灵夜店上下老小所有人的命魂禁牌,楚天向高台上呆愣愣的数千老小勾了勾手指。 下来吧,以后,你们就是我罗不平的人了。 嗯,放心,我不是一个苛刻的人,你们只要勤勉肯干,我保证你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中年男子笑得很灿烂,罗前辈。 哈哈哈哈,罗前辈如此豪爽,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罗前辈放心,这灵夜店的一众老小,用不了多少年,就能帮您将这一亿神经赚回来。 楚天笑得更加灿烂,他很和睬地问道,对了,敢问掌柜的尊姓大名。 中年男子急忙笑道,失礼了,失礼了,罗前辈,在下正是海会楼的大掌柜,蓝云。 楚天惊讶道,蓝花的蓝。 中年男子急忙摇头,哪里,哪里,蓝乃贵性,在下乃是蓝色的蓝。 楚天点了点头,拍了拍蓝云的肩膀,笑道,行,明白了,海会楼的蓝云掌柜,以后有事情,再来找你呀。 半个时辰后,楚天店铺的后院里,数千灵夜店的男女老少排着整齐的队伍,恭谨,敬畏,忐忑不安地看着楚天。 楚天看着院子里的这些人,骤然有一种莫名的激情打心底生出。 这些人,就是他在混乱天狱最初的班底了吧。 不管他们身上有任何的因果牵连,到了他的手中,就是他的人了。 第631章算计 涂魔城一号城区,没有惊奇任何波澜,一家名曰大御寺的杂货铺就开张了。 所谓杂货铺,这间名号古怪的大御寺对外的口号是喜迎四面八方客,收购各色稀奇古怪的货物,贩卖你能想象的一切器械器具。 因为刚开业的关系,人脉不熟,渠道不同,知名度小,大御寺的客流量最初只是普普通通。 但是随着灵业店的福禄师们精心制造的各色福禄开始扑货,更有大量构思巧妙的兵器,法宝不断充塞货架,同时大御寺也开始大量的收购混沌天狱内各色奇怪物产,大御寺的名声开始迅速扩张。 6个月后 大御寺后院,一座高楼中,曾经的灵业店大掌柜,现今的大御寺大掌柜叶洛峰挥动着一柄小锤,兴奋至极的大声吼叫着,用三尾精油盐本命精血炼制的肢体重生丹,现在最高价172万极品神经,172万极品神经,还有更高价吗? 还有呢? 三尾精油盐的本命精血炼制的肢体重生丹,专制各种邪门煞气,各种歹毒邪毒造成的肢体残缺。 一丹服下,立刻肢体重生,不仅无损修炼根基,更能对全身筋骨进行一次进化,淬炼,全面提升修炼资质。 172万极品神经,172万极品神经,还有更高价吗? 还有更高价吗? 三尾精油盐千载难逢,千载难逢啊。 我家东家花费巨资好容易收购而来,耗费数月苦工才炼制成一颗肢体重生丹,错过这一颗,下一次,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叶洛峰大声的吼叫着,终于在高楼里数千客人中,一名坐在后排,左臂其肩而断的壮汉站了起来,缓缓的举起了右手,173万,173万。 叶洛峰兴奋的面皮通红,他立声叫道,173万,那么,还有没有? 184万,一名腰部以下的肢体彻底消失,只剩下半截的枯瘦老人终于咬咬牙,狠着心举起了双手。 老人的身边,十几名同伴同时露出了肉痛,兴奋,紧张,恼怒的表情。 叶洛峰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他面孔潮红,浑身大汗,每根头发都似乎在空气中急速的舞动,不断发出痴痴的破空声。 此刻的他一如战场上的孤胆英雄,挥舞着手中战锤,不断的攻城拔寨,从一个个客户身上撕扯下一块块血淋淋的血肉。 太爽了,太过瘾了,太刺激了。 原本邪洛峰以为,他们的命运在那个败家子之后已经彻底终结,他们未来只能是暗无天日,只能是做牛做马,只能是任人鱼肉。 但是真没想到,他们灵夜店的这些员工,居然碰到了楚天这样的极品东家,年轻有为都无法形容楚天的才干,这家伙简直就是一尊妖孽。 没错,真的是妖孽。 三尾精油盐,这是混乱天狱某些珍稀矿脉中半生的珍稀小生灵,珍贵无比,有肉白骨骑死人的神效。 十五天前,一支在混乱天狱损失惨重的冒险队急于回笼资金,恢复实力,他们闯入名声不鲜,似乎实力不怎强,似乎也没什么背景靠山的大御寺,想要强行高架售卖自己的收获。 那支冒险队的首领,悍然是一尊百节高手。 他们在大御寺的大堂内强横霸蛮,欧伤了好几个小二,威逼大御寺高架收下他们手中的所有货品。 楚天被惊动后,直接叫脚落打断了这些倒霉蛋的四肢,随后经过友好协商,楚天用一个非常公道的价格,买下了这些倒霉蛋的所有货品,其中就包括了一块人头大小,内藏了十二条三尾晶油盐的珍贵矿石。 计算成本价,楚天买下这块矿石的成本不过区区十二块极品神经。 只用了一夜时间,楚天就用十二条三尾晶油盐炼制出了三十六颗肢体重生丹,今日一颗肢体重生丹就卖出了三百多万极品神经的天价。 叶洛峰这个曾经的灵夜店大掌柜,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如此的快活过。 他俯瞰着台下众多满脸稀奇的客人那微微长红的面孔,感觉自己就好像食物链顶端的虎狼在俯瞰一群羔羊。 带着淡然的笑,叶洛峰从手上的纳镯中,取出了一座三尺剑方的橙池模型。 通体黑漆漆,显得极其沉重坚硬的橙池模型通体闪耀着淡淡的寒光,叶洛峰淡然道,现在,下一件拍物,想来实获的客观都看出来了,这是一座便携式战宝,平日里方便携带,一旦激活,就是一座长宽十里,防御力惊人的战宝。 叶洛峰大声介绍着战宝的各项数据,比如说能够自行勾连地下灵脉,自动汲取天地灵髓补充一切消耗,比如说自带强大的防御阵法,可抵挡十几名百截高手的联手围攻数月而不陷落,有强大的攻击武器,城堡的四面城墙上,各有120门碎星天机炮,足以对百截高手造成致命威胁。 而这便携式战宝最特殊的地方,是自带一条自动傀儡生产线,只要提供足够的能量和材料,可以量产实力相当于一截到三截实力的战斗傀儡,可以量产各色开矿傀儡,足以取代数量繁多,管理麻烦,要求大量资重补给品的矿工奴隶。 在混乱天域,百截高手是十打十的中间高阶战力,而一截到三截实力的修士,则是各个冒险团,探险队的主力组成。 如此一座便携式战宝,可以抵挡百截高手围攻,可以直接威胁百截高手,更能制造大量的相当于各个冒险团,探险队主力团圆实力的战斗傀儡,同时还能制造大量的采矿,探测傀儡。 一人可成一团。 一人可成一团。 叶洛峰近乎歇斯底里的吼叫着,拥有一座大玉寺出品的便携式战宝,一人足以浪迹天涯,自由穿梭混乱天域。 叶洛峰大声吼道,在野外探险,再也不用担心自身安全,这战宝,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小家族的安身立命的根基。 诸位客观,如此重器,起拍价只是区区三千万极品神经,只是区区三千万极品神经,还请出价,还请出价。 肢体重生丹只是让一个残疾的修饰修复自身,能够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而一座便携式战宝,却能够让一支实力并不强大的队伍,摇身一变成为混乱天域顶尖的冒险团队。 有了这样的便携式战宝,在野外再也不用担心各种人为的,非人为的危险,随时都能拥有一个稳固的基地。 只要找到一处可堪发展的矿脉腹基地,一座便携式战宝足以迅速发展,让团队的实力数倍,百倍的提升。 一支小小的探险团队,足以完成之前那种十万人规模的大型团队才能完成的探险,勘测和占领工作。 整个大玉寺的拍卖场一片死寂,无数人都目光炯炯的看着这座便携式战宝。 拍卖场内的气息变得很是古怪,好些中小型团队的首领犹如恶狼一样盯着邪洛峰,盯着他面前悬浮着的便携式战宝。 脚落冷哼一声,摇晃着膀子,带着数十名鸣角战士从叶洛峰身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一字而排开站在了叶洛峰身后。 脚落将他千节高手的强大气息冉冉放开,他身边的数十名属下,也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百节高手的气息释放了开来。 恐怖的气息犹如一座大山碾压下去,拍卖场中的众多客人浑身机灵灵一哆嗦,骤然回过神来,迅速打消了心头的那一份贪婪和妄图。 好些相熟的小团队的首领开始合纵连横,组织资金准备拍下这座便携式战宝。 那些大团队的首脑则是皱着眉头,盘算着自家的家笛子,估量着自己是否能够如意地将这件宝贝顺利地拍下来。 更有人迅速地发出了信息,将大御寺出现这种逆天之物的消息散播了出去。 很快就有各色各样的人等从四面八方向大御寺汇聚了过来,纷纷缴纳了一笔不菲的保证金后进入了拍卖场。 便携式战宝,这等构思精巧,需要宗师级的炼技手段才可能炼制成功的综合型的大型重宝,再至高天是极少出现的,如果有,那也只是在十三世俗和那些门阀世家手中流通。 在混乱天狱讨生活的人,再至高天的统治区域中,只能算是真正的草根阶层,他们平日里根本接触不到这种重宝利器。 便携式战宝的出现,无疑让他们在混乱天狱的生存能力提升了无数,更让他们的探检能力,探测能力和发家致富的能力提升了无数。 所以,无数得到消息的人纷纷向大玉寺汇集了过来,在各种渠道中,一笔笔数量惊人的资金在急速的调动,急速的向大玉寺汇聚了过来。 涂魔城正中那一缕极细的白色神光纹丝不动,神光顶部的开天神器涂魔张开巨大的羽翼,散发出无量神光庇护着整个涂魔城。 距离这一缕白色神光最近的涂魔城第一城区的核心区域,这里被划分成了十三个大小相当的区块,由一道道神光凝成的帷幕分割开来。 每一个区块中都矗立着灰红的宫殿群,有无数天兵天将肃然拱卫其中。 混乱天狱是极其凶险之地,却也是至高天亭十三氏族和一英门阀世家锻炼后辈的历练之地,唯有最出色的精英后辈,才有资格,才有勇气进入混乱天狱,在此历练红尘,洞悉人心。 锻炼手段,增强实力。 一处奢华的宫殿内,几个身穿白袍,周身被一层淡淡的神光笼罩,雪白的皮肤下可见各种色泽的奇异纹路若隐若现的青年轻松惬意地坐在柔软的环形软椅上,端着精致的水晶杯,轻松快活地聊着天。 海会楼的大掌柜蓝云一脸视笑地站在一旁,微微勾搂着腰身,毕恭毕敬地看着这几个周身贵气逼人,雍容非凡的青年。 几个青年轻松地谈论着最近混乱天狱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朱邪城那边的袭杀军团又偷袭了涂抹城的某个矿场,涂抹城的某个猎杀队又刺杀了朱邪城的某位名人,两方的人马在混乱天狱的某处又爆发了全面的冲突,死伤了若干人手等等。 他们很全面地掌握了混乱天狱各方面的情报,某个冒险团的背后是某个天庭的某位天地的弟子,某个探险队的靠山是某天庭某门阀的数字等等。 他们轻描淡写地评论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风轻云淡中透着一股子从骨髓中透出来的冰冷和无情,大量血淋淋的数字,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浮云一般。 一个少年敲步走到了大殿的门口,静静地垂手站在了那里。 蓝云轻巧地走了过去,微微低下头,少年在蓝云耳朵边低声地说了几句,蓝云缓缓点头,敲步到了几个青年身边一名袖口绣了几朵淡金色兰花的俊美男子身边,低声地回禀了几句。 俊美男子微微一愣,放下手中的酒杯,轻轻地拍了拍手,很温序地笑了起来,几位兄长,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山神罗不平,果然有几分手段。 三尾精油盐炼制的肢体重生丹也就罢了,这等一栋占宝,真可怜他一介卑贱的蝼蚁,怎生弄出来的。 几个青年同时笑了起来,纷纷问道,云青,就是,是高天传话过来,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的那个什么来着。 俊美男子云青笑着点了点头,就是那个,灵桥天庭无量山神罗不平,真可怜,其实没他什么事,但是谁让他跟着的主子,是公孙郎郎呢。 一名青年淡然道,云青,那公孙郎郎,可是你们云氏的狗腿子。 云青轻轻拍手,淡然道,既然是狗腿子,就要有狗腿子的觉悟,被主人嫌弃了,被打断腿,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纵使是多么忠心耿耿的狗腿子,为了博美人一笑,也就顾不得这么多了。 抬起头,向大殿窗外望了过去,云青悠悠叹息道,你们说,这事情是怎么说的? 寒落王在灵桥天庭弄得灰头灰脸的回去,那小子和我们也不对付啊,但是,谁让他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妹妹呢? 美人欲慕,想要出一口恶气,总不能拿我们自家人下手,就只能杀一条狗,博美人欢心了。 云青兴奋地端起了酒杯,轻声笑道,再说了,这几个月,大家也看到了,这大玉寺,颇有几分赚钱的能力,大家谁也不会闲钱太多不适。 抿了一口美酒,云青悠然道,那罗布萍也有几分才干,若是愿意归顺,自然是好的,若是不愿,那就灭杀了他,先断了公孙郎郎的裁员,再慢慢地调理他。 第六百三十二张人死,账不消 大玉寺后院,一片竹林环绕的宅子下方。 楚天扩建了一片地宫,磨合阵图没入虚空,将这一片地宫团团包裹。 七巧天宫已经自我修复了大半,白玉肘感的威能增添无数。 原本白玉肘感只能扎入地层下方的灵脉中汲取天地灵髓为己所用,随着白玉肘感的修复,白玉肘感已然化石为虚,扎入了无银虚空,直接从虚空中抽取所需的能量和物质。 烟云缭绕,七巧天宫本体悬浮在楚天面前,化为百丈大小一片宫殿,宫门偶尔开启闭合,不断喷出大片火星。 每一点火星中,或者是一柄飞剑,或者是一柄飞刀,或者是一套震气,或者是几具傀儡。 无论飞剑,飞刀,震气,傀儡,楚天走的都是低端路线,威力绝对不超过三节水准,但是以七巧天宫可怕的生产能力,每一天楚天都能囤积数以十万计的各色器械。 涂抹成的其他店铺想要达到这样的生产力,不知道要豢养多少万名高级的炼气师。 但是对于楚天来说,这不过是七巧天宫微不足道的一点产能而已。 鼠爷蹲在楚天的肩膀上,七巧天宫喷出一片火星,鼠爷就张开大嘴,将这新鲜出炉的器械吞入腹中储存。 时不时的,他还好整以侠的掏出几块幽蓝色的灵精咔嚓几下脚的粉碎,心满意足的吞进肚皮里。 楚天周身散发出茫茫道运,整个人俨然一团灰色的雾气在缓缓旋转。 无量宝极放出一丝丝厚重混沌的神光,不断钻进楚天的天魂,楚天神游天外,每个细胞,每一缕魂念都被不可言喻的奇妙道运包裹着,每时每刻,他的每一寸机体,每一丝魂念都在不断的蜕变,不断的进化。 原来,参悟大道之后,是如此道路。 楚天嘴角自然而然的勾起了一丝微笑。 神窍天境中,青色琉璃盏内金红二色神力在缓缓旋转,轻悠悠的灯火中一团赤红色的火光已经膨胀到了占据整个灯火一半的水准。 青色琉璃灯盏内,隐隐有一丝蓝色进了出来,似乎琉璃灯盏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开始了下一个层次的蜕变。 一缕缕极细的光丝从四面八方无穷远处延伸了过来,无数梦种不断将一丝丝力量注入灯展。 太阴,太阳,五行之道,还有其他诸般道义,诸如逆天见点,时间,空间,甚至是公孙郎郎交给楚天的那一部黑暗道点,楚天的天魂分散出无数念头,在同时参悟诸般道运。 无量宝极中流露出的诸般道运滋养着楚天的天魂,滋养着他的肉身。 楚天以一个文明的智慧结晶为阶梯,快速地向上攀登着。 以他如今的境界,他还无法知道阶梯的尽头是什么,但是他已经见识了比其他人更精彩的风光。 天魂脑后,太阴,太阳,五行大道凝成的天道宝伦核心,七颗造化神卵同样得到了无量宝极的滋润,体积膨胀了数倍不提,但壳上更是多了复杂数倍的大道纹印。 丹田内,天地熔炉中楚天从杜须神舟上得来的,那些太古大能体内残破的小世界正在被黑炎不断的断烧,时刻有巨量的神料不断升腾而起,均匀的注入楚天的诸般一宝体内。 这些来自天禄世界,本源堪称弱小的至尊天气和诸多一宝,正在以无量宝极为标杆,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强大。 一件件质宝的气息变得逐渐厚重,逐渐的有一些神异的现象在这些质宝的表面出现。 楚天的神窍虚空也在不断的扩张,有一些风云痕迹,雷电光影逐渐在神窍虚空的边缘地带出现。 突然间,楚天身边出现了他的太阴分身。 通体一丝不着的太阴分身无数毛孔喷出一缕缕太阴神光,身形犹如鬼魅,在虚空中腾挪闪烁,荡起了无数残影。 同时太阴分身在千变万化,或者化为一株大树,或者化为一块丸石,或者化为一条蛟龙,或者化为一条土狗。 随后太阳分身也脱体飞出,太阳分身犹如横骨不变的天地之点,固定在了无数太阴分身残影的核心位置,不断放出无量金光,凝成无数刀枪剑戟,中顶葫芦等宝气形状,在虚空中纵横穿梭拉出了一条条金色的虚空裂痕。 紧接着五行分身悄然而出,方圆树里的厚重土壤在楚天脚下凭空出现,接着一颗颗种子从天而降,天风雨漏寻着自然规则浸润土壤和种子,嫩芽从土壤中悄然钻了出来。 时间快速流逝,楚天身边方圆树里的虚空中,时间的流逝速度加快了十倍,随后是百倍,随后是千倍。 嫩芽迅速长成了嫩苗,紧接着抽出了稻穗,不多时稻花绽放,轻烈的香气荡漾四周,一根根沉甸甸的稻穗逐渐变得金黄色,结出了拇指大小的稻穀。 鼠爷猛的机灵灵哆嗦了一下,他站起身来,呆呆地看着楚天身边出现的四季变化,五行轮回的奇异景象。 他张了张嘴,眼睛里无数银色的符纹和扭曲的古老字迹急速流动,过了许久许久,他才喃喃自言自语,好熟悉的景象,这是…… 算了,老了,不想了。 哗啦啦一阵脆响传来,无数道骨腾空飞起,犹如兽精的马蜂群,胡乱地在虚空中往来穿梭。 楚天手一指,正在吞噬太古无量天那剑开天神器的青椒剑发出一声尖锐的长啸,化为一条青色光影从他右手飞出,随后无数道骨纷纷被绞成了粉碎。 弹指尖,青椒剑穿梭批次了近百亿刺,剑光锁过之处,虚空直接湮灭,就连楚天自己放出的阴阳五行的道运波纹都被青椒剑一剑两段。 钉,的一声玉庆声传来,有人扣响了楚天闭关地宫的门禁。 楚天从深层次的参悟状态苏醒过来,收起周身浓厚的道运气息,楚天缓缓问道,大掌柜,何事? 叶洛峰急促的声音传进了地宫,东家,有,有,有人拿着,拿着灵业垫扫东家的欠条,要,要我们,偿还债务。 天,天哪,还有道理吗? 一刻钟前,叶洛峰正意气风发地在拍卖场主持拍卖。 今日大御寺拿出的压轴重宝,是一座便携式工厂。 和昨日拍出去的那座天价的便携式占宝不同,这座便携式工厂更侧重对矿卖的勘探,开采,熔炼工作。 如此形容吧,昨日拍出去的那座便携式占宝,可以让某个冒险团在混乱天狱中的生存能力提升百倍。 而这座便携式工厂,则是可以让某个冒险团在混乱天狱的基本收益提升百倍。 如果两者配合,无疑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因为昨日拍卖的那座便携式占宝引起的轰动,今日大御寺的拍卖场内涌入了昨日数十倍的客户。 当夜洛峰镇定自若地将便携式工厂的好处说出来后,满场轰动。 无数人的眼珠都在放光。 尤其是昨日花费了天价,足足一亿七千八百五十万极品神经,将那座便携式占宝拍下来的,由二十三个冒险团组成的联盟首脑们更是面皮通红,一个个看着便携式占宝恨不得将他一口吞下。 为了竞拍那座便携式占宝,这个冒险团联盟几乎到了破产边缘,内部的流动资金被抽得干干净净,他们必须尽快地回笼资金,否则所有的团员都要喝西北风。 他们正准备深入混乱天狱,借助占宝的保护做一票大的。 大御寺真的是体贴,居然就送了这么一座便携式的工厂出来。 哪怕是傻子都知道了,有了占宝的保护,加上这座工厂强大的勘探,开采能力,他们只要找到一个矿卖集中的区域,就能坐在那里大发横财。 奈何,他们没钱了。 激烈的竞争后,另外一个由十五个冒险团组成的联盟用了六千四百万极品神经,将这座便携式工厂拍了下来。 毕竟是生产型的工厂,没有强大的防御,进攻能力,在混乱天狱这种地方,工厂的价格自然是远远不如占宝。 两个联盟的首脑迅速凑到了一块儿,短短三言两语的功夫,在场的人就看到他们喜笑颜开的握手,拥抱,显然两个联盟已经达成了相互配合,共同发财的意愿。 叶洛峰笑呵呵的将今日拍卖所得的所有神经纳入一个纳镯,正准将这些神经入障,缴纳裤房,一条人影突然一闪而过,一记惊天动地的耳光抽在了叶洛峰的脸上,打得他圆的飞起十几丈高,大口吐血从拍卖台上飞了下来,一连撞飞了数十个台下的客人,狼狈的在地上翻滚了老远。 手在拍卖场的脚络怒吼一声,一拳向抢走了叶洛峰手上纳镯的人影轰了过去。 与此同时,大御寺拍卖场内一众重阵法禁止不断亮起,四周虚空骤然变得混沌一片,无数黑色雷光在混沌云雾中若隐若现,发出恐怖的威慑压力。 拍卖场内数以万计的客人同时惊呼出声,更有粗鲁的搏杀汉大声地咒骂着,乌言慧语不知道在辱骂谁。 角落一拳轰在了那人影的身上,那人影身上一道厚重的神光亮起,其只羽翼冉冉张开,恰恰挡在了角落的拳头前方。 角落一声闷哼,他的手腕发出咔嚓鼓烈声,狼狈的向后倒退了好几步。 混账,谁敢来大御寺捣乱?知道这是谁的产业吗? 角落恼怒的咒骂着,在他简单的脑子里,他把大御寺这份产业归入了玄商君所属的云士一族。 拍卖场内,所有人突然都闭上了嘴,一个个敬畏莫名的看着站在拍卖台上,周身闪耀着夺目神光的那人。 身高三丈开外,通体被浓郁的近乎实质的金色神光环绕,悲生十八对金灿灿的羽翼,这是实体化的羽翼,在这十八对实体化的羽翼根部,更分别有金色神光凝成的一对又一对的较为狭长,较为短小的金色羽翼若隐若现。 乍一看去,这人影身后无数羽翼虚影闪烁,辉煌华丽,神圣威严到了极致。 喂,大人! 脚骂嚣张的气焰骤然降低,他虽然还勉强挺直了腰身,但是很明显,他的两条腿有点哆嗦。 再致高天,这些背后生了羽翼的天兵天将是绝对的统治阶层,凝脚一族们,大概就如西侨君他们所言,不过是致高天豢养的专门做脏活的狗而已。 狗,哪怕是有着主子撑腰的狗,见了和自家主人同一个阶层的生物,免不得就胆战心惊,免不得就小心翼翼,那股子凶神恶煞一般的气焰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就是软骨头和谄媚。 我鸣,蓝台光熙。 这尊背后羽翼化为一轮金色神光,光芒万丈照亮了整个拍卖场的天将颠了颠手中的纳镯,淡淡的说道,这大御寺,接收了灵夜店的那些老人。 脚络眨巴着眼睛,茫然,但是敬畏的看着蓝台光熙。 蓝台是姓氏,蓝代表了这家伙来自至高天十三氏族的蓝氏,还代表这家伙属于蓝氏天兵天将体系中最高的权力机构蓝台,身份尊贵,权柄赫赫。 而光熙二字,泽达代表了这天将的主要力量是光的力量,西才是真正代表了他的名字。 至高天有无数天兵天将,其中有资格拥有自己名号的至高天将数量极多,故而他们的命名自有一套规则,不然的话,天知道会出现多少崇明的天将。 不过不管怎么说,单凭蓝台二字,角落就知道这是他招惹不起的大人物。 人家本来就属于统治阶层的一员,更是蓝氏的核心高层所属,他脚落不过是云氏一条比较强壮的看家犬,他哪里有资格朝着蓝台光熙呲牙咧咧嘴。 夜落天捂着几乎粉碎的面颊,哆哆嗦嗦嗦的走到了拍卖台前,他抬头看着蓝台光熙,哆嗦着说道,这位大人,我们,的确是灵夜店的人。 蓝台光熙故作惊讶的一拍手,哎呀! 那就没错了,是你们吧!你们的少东家,借了本王手下一大笔神经,这里有他的欠条,你们看,白纸黑字,有你们少东家的亲笔签下的血手印,可不是我讹诈你们。 夜落风和四周的灵夜店老人全都傻了。 一个灵夜店出身的小二司声道,灵夜店的少东家,他,他,他都死了,我们都被贩卖为奴了,这欠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蓝台光熙微微一笑,一巴掌挥出,那小二就无声无息的炸成了大片光点飘散。 人死了,可是账还没有清,人死了,必须有人为这笔账负责,本王蓝台光熙,岂是好萌混的人吗? 你们少东家死了,这笔账,只能算在你们头上了。 第633章强硬 大玉寺的拍卖场内气氛略显怪异,数万客人都神色诡秘的看着蓝台光熙。 这些刀头填血,吃血腥饭的家伙,还真没几个人不认识蓝台光熙的。 至高天蓝室在图摩城的最高统领,统侠蓝室派驻图摩城的无数天兵天将,更是蓝室子弟来图摩城历练的大管家,一手操持蓝室子弟在图摩城的一英大小事物。 这样的人物,会为了区区些许债务亲自出手。 得了吧,肯定是大玉寺的东家不知道怎么招惹了蓝室,蓝台光熙这是亲自出面强势欺负人来了。 楚天收拾妥当,不紧不慢的带着心急如焚,惊慌失措的叶洛峰来到拍卖场的时候,见到的就是这等场景,角落犹如受惊的狗仔子一样蜷缩在拍卖场角落里,数万客人神色诡秘的守在一旁看热闹。 蓝台光熙站在拍卖台上,犹如高高在上的神灵俯瞰众生,任凭大玉寺拍卖场珠般防御阵法和禁制全部开启,一英阵法和禁制造成的强大威压对他完全无用。 呼出一口气,楚天一步一步的,好似空气中有着无形的台阶一样,就这么一步一步走上了拍卖台,静静地站在了蓝台光熙面前。 他身体表面一层幽光闪烁,体内咔咔一阵骨节脆响,楚天放开了对自己肉身的压制和约束,他的身体迅速长高了三丈多高,康康和蓝台光熙身良平起。 蓝台光熙?让我看看这欠条。 楚天也不多啰嗦,静止向蓝台光熙伸出了手。 从闭关修炼的帝宫来拍卖场的路上,叶洛峰已经介绍了蓝台光熙这个名字的由来,更是说明了蓝台光熙的身份。 至高天十三氏族之一的蓝氏在涂磨成的首脑。 蓝台光熙浅浅一笑,将手中的一张龙皮柔制而成的卷轴递给了楚天,白纸黑字,罗东家一定要看清了。 灵夜店的钱东家欠下本王一大笔极品神经,如今力滚力的,可是足足有八千亿极品神经之巨。 蓝台光熙笑看着楚天,淡然道,这笔账,你要还。 还不出,就卖身为奴,慢慢的为我蓝氏做牛做马的还吧,看你还算是一个人才,只要你勤勉做事,本王自然不会亏待你。 楚天接过龙皮卷轴,也不看里面的内容,掌心一团黑色火焰呼的一下冲出,龙皮卷轴上骤然有大片神光喷出,无数细腻的电光一阵乱闪。 天地熔炉中的黑炎威力毕竟强横,神光,电光被黑炎一冲粉碎,龙皮卷轴瞬间化为一缕青烟消散。 镇定自若的看着蓝台光熙,楚天淡然道,欠条? 什么欠条? 在场的诸位,你们可见到什么欠条了吗? 蓝台光熙,无凭无据的,你这是上门讹诈人了。 轻蔑的冷笑了一声,楚天傲然道,蓝氏,了不起吗? 蓝氏,就能七行罢是吗? 蓝氏,就能这么凭空讹诈,消诈勒索吗? 至高天,难不成就是无法无天之地? 满场数万客人齐声惊呼,纷纷倒抽了一口冷气。 好些好事之人,不怕是之人纷纷瞪大了眼睛,更有人偷偷摸摸的取出了各色可以录下影像和声音的精识,准备拍下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涂抹城,居然有初来乍到的外来护应扛蓝氏派驻此处的蓝台光熙。 这个不怕死的小子,居然更当众表露出了对蓝氏的不满,更是在言语之中对蓝氏颇有抹黑。 这事情,热闹了黑。 蓝台光熙愕然看着楚天,你,居然敢,毁了本王的,欠条。 楚天莫名惊诧地看着蓝台光熙,欠条。 什么欠条? 蓝台光熙,你昨夜喝多了吧? 现在还在犯迷糊。 欠条,哪里有什么欠条? 嗯? 你来我大御寺,是来采购货物呢,还是来,求帮的? 手指一点,一块夏品灵精凭空出现,楚天将这块夏品灵精,连夏品神经都不适的低劣灵精随手一弹打在了蓝台光熙的胸膛上,灵精盯得一下掉在了地上,咕噜咕噜地滚出了老远。 诺,若是没钱花了,来我大御寺求帮的,这块夏品灵精,够你买两块窝窝头了,拿去好好吃一顿吧。 楚天摆了摆手,摆出了一副打发叫花子的爆发护嘴脸,只高气扬地朝着蓝台光熙挥了挥手。 蓝台光熙沉默,皱着眉头死死盯着楚天。 这剧本,拿错了吧? 难道不应该是楚天诚惶惶惶的向他询问事情的前因后果,哭天喊得的向他哭诉求饶吗? 怎么,怎么这丝,怎么这么大胆? 不仅毁了他蓝台光熙拿出来的欠条,更敢当众如此侮辱他蓝台光熙。 楚天不按常理出牌,这事情就颇为尴尬了。 饶势蓝台光熙为高权重,坐镇涂魔城已经无数年了,正因为他太为高权重了,在涂魔城被无数人供着,哄着,捧着已经无数年了,骤然碰到楚天这等事情,他居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了。 这就好似,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皇微服私访,突然被一个地痞无赖劈头盖脸一个大耳光抽在了脸上,打得这位帝皇满口大牙都喷了出来,满脸是血的倒在了地上抽抽,敢问这位帝皇心中是如何想法。 此刻的蓝台光熙就是同样的道理,他被楚天的反应给打萌了,一下子没回过神来该如何做。 你,你,你,蓝台光熙脑子里一根筋短路了,他指着楚天拟了半天,硬是想不出下一个字该如何说。 可怜见得,他这辈子就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对于楚天的这等无赖,蛮横的行径,蓝台光熙真的没经验呢。 楚天微微一笑,看着蓝台光熙悠然道,蓝云把灵夜店的人卖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果不其然,这是一个套啊,不过,是套又如何。 本座来混乱天狱,就没指望着太太平平的在这里混日子。 骤然间,楚天身体化为一道流光,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恐怖速度扑到了蓝台光熙面前。 蓝台光熙怒笑,他双手带起无数条流光残影向楚天的身体轰去,楚天的身体荡起了无数残影。 穿透了蓝台光熙双臂组成的防线扑到了蓝台光熙身前,剔头盖脸一耳光狠狠抽了下去。 轰的一声巨响,蓝台光熙面皮上大片神光犹如怒海蓝涛一样翻滚而出,楚天一耳光将他打飞了上百丈远。 轰,轰,轰巨响不断,拍卖场内数万客人纷纷惊呼大吼,各色奇光闪烁,一件件威力巨大的兵器重重的轰击在大御寺拍卖场的防御阵法上,他们齐声呐喊快走,一个个火烧屁股一样忙不迭的想要逃离拍卖场。 奈何这拍卖场的大阵是楚天亲手部下,主体是摩赫阵图中的十八种奇门大阵,更加入了无量宝集中的某些奇思妙想,大阵的防御力极其惊人,更不要说楚天自身修为远远超过了这些实力最强也在千节以下的客人们。 光影流荡,锐气声腾,任凭数万客人联手狂轰烂炸,整个拍卖场的防御阵法是纹丝不动。 好些胆小的客人嘶声惊呼着,嗓音中都已经带上了哭音了。 唯有他们这些常年在混乱天狱私混,常年在屠魔城出入的冒险团的人,才知道蓝台光熙为代表的,屠魔城的这些顶级的天将有多恐怖。 他们的恐怖不仅仅是修为强大,更在于他们草剑人命,从来不把他们这些至高天领地中的寻常生灵当一回事。 万物为草剑,万物为蝼蚁,是任凭他们随意收割的下剑之物啊。 蓝台光熙被楚天沉重至极的一耳光打飞,下一瞬间,他已经愤怒地咆哮着。 化为一道流光向楚天冲了过来。 从这丝的名字就知道,他的主要属性力量是光,光最为人知晓的属性就是快,快到了极致的快。 流光闪烁,蓝台光熙几乎是从地面上跳起来的同时,他就扑到了楚天的面前。 下一瞬间,蓝台光熙刚刚挥出重拳想要轰碎楚天的头颅时,他和楚天之间的距离骤然拉长到了十万里。 等到蓝台光熙震动背后羽翼,一个闪身跨过十万里虚空,再次抵达楚天面前时,他和楚天之间的距离已经拉长到了百万里。 蓝台光熙惊怒焦急的咆哮一声,他再次跨越百万里的空间,想要轰杀楚天时,他和楚天之间的空间距离已经达到了一亿里之遥。 楚天布置在拍卖场内的指使天涯大阵发动,整个拍卖场骤然拉伸了无数倍,不仅仅是他和蓝台光熙之间的距离,场内所有的客人之间的距离也被拉伸到了一个巨大的幅度。 随后,虚空不仅仅是被拉伸,更是极昼的扭曲震荡起来。 一个个虚空漩涡不断滋生,一众众空间墙壁不断出现,一道道空间裂痕犹如猙獰的兽牙,密密麻麻的潜伏在了漩涡和墙壁之间。 蓝台光熙长笑一声,他周身喷涌出夺目的神光,浓烈的神光犹如火焰焚烧四周变得黑漆漆,不时有一丝丝奇异流光闪烁的虚空,引得虚空震荡不休,却始终无法摆脱楚天大阵的禁锢。 蓝台光熙,说说看,为何来我大御寺捣乱? 楚天挥出了正在进化中的青椒剑,随手向蓝台光熙一指,无冤无仇的,你这样的大人物,不会做这么无谓的事情。 是谁在背后算计我呢? 冷笑一声,楚天缓缓说道,或者,是算计我背后的,公孙郎郎。 他得罪了你们。 蓝台光熙背后十八对羽翼,还有数以百计的流光明成的光翼骤然张开,他的身后就好似突然有一轮小太阳绽放开来,无数羽翼状的流光向四面八方飞射,在虚空中急速的穿梭着。 虚空扭曲,震荡,不断的裂开黑漆漆的裂口,无数的流光羽毛在虚空中逐渐崩解,没有一枚能够靠近楚天,更没有一枚对楚天部下的大阵造成了威胁。 楚天愕然看着蓝台光熙歇斯底里的大发作,他喃喃自语道,原来如此,你们这些天兵天将,空有恐怖至极的力量,但是对力量的本质,却毫无自己的理解。 人形兵器,就是人形兵器,你们就是一群,智能傀儡,你们对力量的掌控,很原始,很初级。 淡然一笑,楚天右手一震,色泽已经变成了深紫色,剑锋不断有屡屡青芒喷涌的青椒剑发出一声清明,相隔大阵扭曲的亿万里虚空,一抹无形的剑芒无声无息的划过了蓝台光熙的身体。 扑哧一声,蓝台光熙一只羽翼被其根斩落,金色的鲜血喷涌着白色的神颜,犹如喷泉一样从蓝台光熙背后喷出,蓝台光熙痛得脸色惨变,双眸喷出长达树百里的白色神光,嗷嗷嚷叫着向楚天冲了过来。 卑剑的剑种,你怎么敢伤害本王的神体? 蓝台光熙双手一挥,两柄造型奇异,被白色烈焰包裹的长剑呼啸而出,他双手挥剑,犹如两道龙卷风一样狠狠的划过虚空。 虚空震荡,但是没能对大阵造成任何威胁。 楚天笑了,蓝台光熙的修为,还正好和得到无量宝集之前的楚天差不多,也就是刚刚凝聚太阴、太阳、五行宝轮时的楚天实力相当。 但是得到无量宝集后,楚天的阴阳五行大道得到了补权,他的实力突飞猛进,除了这七门大道,他还额外领悟了诸多别的奥义,单纯从法力修为上来说,楚天起码是如今的蓝台光熙的十倍以上。 以楚天如今的实力掌控预先不下的大阵,蓝台光熙就犹如猪网中的小虫子,怎么可能脱得楚天的手? 负于顽抗,不知所谓。 楚天冷笑一声,左手一挥,大阵剧烈震荡,数万克人同时被震晕了过去。 青椒剑脱手飞出,化为一条青紫色的寒芒洞穿虚空,蓝台光熙莫名的觉得可怕的危机来袭,他胸口一面白色光盾急速飞出,化为大片白色烈焰包裹的光状护住了全身。 吃得一声脆响,光盾被青椒剑轻轻松松一剑两片。 蓝台光熙惨嚎一声,青椒剑从他背后划过,将他背上残留的三十五只羽翼和数以百计的光益齐根斩断。 大片鲜血喷涌而出,蓝台光熙的气息骤然衰减,他的身体抽搐着,一下子就有气无力的摔倒在了地上。 该,该死的。 剑种。 蓝台光熙双手撑着地面,好几次想要爬起来,楚天已经挪移到了他身边,一脚踩在了他的头上,狠狠的将他一脚踏在了地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呵呵。 召回青椒剑,楚天用剑身轻轻的拍打蓝台光熙的面颊,蓝台光熙大人,能否告诉我,是哪里有冒犯你们? 或者,你只是纯粹的想要算计我呢? 蓝台光熙的面门死死贴着地面,他咬牙切齿的说道,剑种,你敢伤我,你注定。 楚天眉头一皱,挥动青椒剑,一剑将蓝台光熙的头颅斩下。 没必要和你锅躁,等你身后的人来和我说话吧。 呵,混乱天狱可是个好地方,死几个高级狗腿子,算什么。 楚天冷笑一声,毫不犹豫用天地熔炉强行吸纳了蓝台光熙体内飞出的金色光团。 第634章极度强硬 依旧是那大点。 一整块金色水晶铺成的地面上,用红色金石勾勒出了复杂的线条。 数十个拳头大小的各色金球分布在地面上,金球下的红色线条隐隐闪耀着淡淡的光芒。 东的一声,云青手持一枚蓝色金球重重丢出,金球撞击在了地面上一个红色的金球上,红色金球骤然化为一个小小的黑洞,将蓝色金球一口吞下。 下一瞬间,蓝色金球在十几帐外的一枚白色金球中喷出,狠狠撞在了另外一枚蓝色金球上。 两个蓝色金球相互撞击,骤然化为两条残影飞出老远,飞出了地面上红色金石勾勒出的线条范围。 叮叮两声响,两颗蓝色金球自行瞬移回了云青身边的一个玉盘中,玉盘内上百个蓝色金球正慢悠悠的圆的旋转着。 出局 喝,昨日里和云青在大殿中议事的几个十三氏族所属的豪门公子纷纷扶掌大笑,其中那蓝色的青年很快活的抓起一个极大的纯银酒壶,给云青手中的青铜骨掘满上了一大盏美酒。 云青无奈的看了看地面上的数十个金球,其中尽是红色,白色,绿色,紫色之鼠,属于他的蓝色金球已经一个不剩。 他无奈摇头,端起美酒一饮而尽,然后酣畅淋漓的呼出了一口酒气。 蓝墨兄,蓝墨兄,你们这是联手欺负我云青不成。 云青摇头黄脑的笑了几声,突然眯起了眼睛,蓝台光西那边,不会有问题吧。 蓝墨很豪放的举起银壶,将里面的数十斤酒水一饮而尽,大声笑道,蓝台光西,虽然是我蓝氏派驻涂魔城的九大天王中,晋级天王镜最晚的一员,仅仅是在万年前受封天王,但是战力非同小可。 丢下银壶,蓝墨用满是酒水的手掌拍了拍云青的肩膀,大声道,放心,放心,蓝台光西除了本元光之力,更雾透了风,雷,雨,殿四大天象法则,战力惊人,若是单纯以通行的法力修为衡量,它是一万八千节以上的实力。 冷笑一声,蓝墨悠悠道,纳罗不平,不过是将灵乔天亭的目之大道演绎到了极致,灵乔天亭那等穷乡僻壤世界的目之大道,怕是只有智高天目之大道的一半,它如何可能是蓝台光西的对手? 云青等人纷纷点头,赞同蓝墨的观点。 智高天毕竟是智高天,同为五行法则的目之大道,智高天的目之大道,就是要比灵乔天亭的目之大道复杂得多,强大得多,不仅仅是变化更多,每一门道则能够容纳,积蓄的法力也更多得多。 所以蓝台光西主修光之力,兼修风,雷,雨,殿四大天象法则,但是它的总法力修位就在一万八千节之上。 而出身灵乔天亭的大能修士,他们将灵乔天亭的五行法则全部参悟到极致,也就是一万节出头的法力修为,根本无法和蓝台光西相比,更不要说,在蓝墨和云青的情报中,无量山神罗不平,不过将灵乔天亭的目之大道参悟到了极致而已。 所以,罗不平不可能是蓝台光西的对手。 出动蓝台光西去欺负大御寺,争个是用老虎去抓耗子,纯粹是杀鸡用牛刀。 如果不是为了向某位决策家人示好,蓝墨真不会这么瞎闹。 真以为能够再致高天得到天王封号的天将,是可以任凭他们呼来唤去,随意指派的小喽啰吗? 为了请动蓝台光西去大御寺欺负人,蓝墨可是许诺了蓝台光西极大的好处。 蓝云微笑着站在大殿门口,静静地看着这群欢声笑语的豪门公子。 蓝氏是蓝氏的附庸,算是蓝氏的外妻,是蓝氏最信重的族裔。 蓝云更是蓝氏在图磨城的商务总管,负责打理蓝氏在图磨城的一切生意,同时负责满足蓝氏来图磨城历练的所有公子,小姐的一切合理不合理的要求。 蓝云对蓝氏的忠诚度极高,是蓝氏最忠诚的一条老猎狗,见到自家的主人如此欢乐,蓝云心中也满是快慰。 对他来说,用灵夜店的那些倒霉弹射下陷阱,坑一个出来炸到图磨城的乡下穷小子,这完全没压力啊。 这点点事情算什么? 蓝莫不过是想要整治一下罗布平,整治一下他背后的公孙郎郎。 和蓝氏过去来图磨城历练的那些公子,小姐做出来的各种荒唐,夸张的事情相比,这算什么?这根本不算什么好吧? 昨日里来给蓝云传信的俊美少年敲步走了过来,他面带惊慌之色,身体微微站立的走到了蓝云身边,凑到蓝云耳朵边低声咕咕了几句。 蓝云茫然的看了看少年一眼,瞳孔骤然一阵放大,一脸的呆滞。 大御寺外面的耳目传回来的消息是,大御寺的拍卖场,数万客人若无其事的离开了,如今大半个涂磨城的人都知道了大御寺又拍出了一件实用价值极高的便携式工厂。 至于闯入大御寺的蓝台光息不见踪影,大御寺内没有任何交手的痕迹,没有任何怪异的响声传出来。 大御寺的大掌柜叶洛峰若无其事的在店铺大门口和邻居寒暄,大御寺的东家,那个来自灵桥天亭的香巴老小子罗不平也带了脚落等十几个鸣角战士,若无其事的出门逛街去了。 按照耳目的所见所闻,罗不平很可能是冲着海汇楼去的,大御寺这些日子的生意极其火爆,店子里的掌柜,小二和一英下人都不够用了,罗不平很可能要去海汇楼再采购一批精品奴隶。 蓝云待了好一阵子,挥挥手让俊美少年赶紧离开,他向大殿内走了两步,见到蓝墨和云青等人一脸欢笑的模样,他犹豫了一下,又停下了脚步。 蓝台光熙,不至于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应该是,他半路上想起了什么别的事情,跑去做别的事了吧。 区区一个大御寺,还不至于有这样的能量,让他无声无息的消失掉。 更不要说,大御寺的拍卖场内有数万人哪。 如果蓝台光熙闯入了大御寺索取债款,这些客人不可能若无其事的离开拍卖场。 蓝墨眼角余光注意到了蓝云怪异的动作,他慢声道,蓝大总管,怎么了? 是不是蓝台光熙那边事情办好了? 那个香巴老山神,他是选择死呢,还是选择投校本家? 海汇楼门前,高台依旧,和数月之前没什么差别。 高台上,数百精壮的熊妖浑身带着夹锁镣铐,一脸怒气的站在那里低声的咆哮着。 这些熊妖遍体鳞伤,不断有血浆从伤口中滴出,但是丝毫不减他们的凶悍之气。 楚天看着这些熊妖,满意的点了点头。 到了涂抹城几个月,楚天对治高天的整体情况已经有了通盘的了解。 治高天以灵族为尊。 灵族,外形和人类几乎毫无区别,两族通婚也能顺利的血脉相容。 但是灵族天生和天地大道契合,每一个灵族孩童诞生后,都能自行掌控一门大道的属性力量,如风、雷、火、兵等等。 灵族更是天资聪颖,在炼气、俘虏、阵法、禁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强悍优势。 更坚灵族血脉强大,若是灵族和人族通婚,则淡下的孩童一定是灵族特征压过了人族特征。 是以,灵族和人族的魂血,依旧能拥有灵族强大的天赋。 尤其,灵族繁衍后代困难,若是两个纯血灵族结合,他们或许要数百年时间,才能繁衍出纯正血统的灵族纯血后裔。 而人族繁衍迅速,且血脉拥有强大的包容力。 更重要的是,人族的灵魂对于灵族手中最锋利的那柄尖刀,那些数量惊人的天兵天将拥有极强的辅助作用。 一名体内神国中拥有百万信众灵魂的天兵,几乎可以吊打比他高出一阶的神国空虚的天将。 所以在至高天的地盘中,除了高高在上的灵族外,人族也拥有合法的生存权,一如在灵桥天亭,人族修饰组建的家族,还有诸多散修,以及那些平民百姓的小日子就过得很不错。 除开人族,至高天的统治范围内,其他一切一族尽为奴隶,或者干脆就被剿灭殆尽。 这些熊妖,分明指可能是来自圣灵天建立的诸邪城,是诸邪城的人手。 圣灵天以人族为尊,除开人族之外,其他妖魔鬼怪各色族群,只要是愿意服从圣灵天统治的,都能拥有一块地盘繁衍生息。 海会楼拍卖的这些熊妖,单位刚刚猎捕而来的圣灵天所属,身上的伤口都还没有愈合,熊妖们的身上还带着浓烈的血腥味,毛子里的煞气都还没有散去。 依旧是前些日子差点被绞烙杀死的狼头人,见到楚天等人过来,狼头人敬畏的凑了上来,小心翼翼的逢迎着,罗东家,这些熊妖,都是刚刚送来的好货色。 嘿,要说这些熊妖啊,好养活,而且蛮力极大,神通法力什么的说不上,一把子好力气,寻常同等境界修为的修饰都远不如他们的。 伸出长舌头舔了舔鼻头,狼头人笑呵呵的说道,给他们配上一套好的甲咒和兵器,就这些平均实力不过三五节的熊妖,足以为杀百节实力的修饰,这可真不是吹嘘,这些熊妖发狂了,真有这本事。 楚天抬头看着高台上的那些熊妖,一头浑身白毛,遍体鳞伤,显得老太隆中,但是通体煞气惊人,身高足足有七八丈的老熊妖疯狂的咆哮了一声,张开大嘴朝楚天摆出了一个极其凶残的姿势,小白脸,老子要啃掉你的骨头。 楚天笑看着这老熊妖,慢条斯理的说道,不要说大话,你要啃掉我的骨头,先挣脱这些镣铐再说。 反而是,我要是想要啃你的熊掌。 目光诡秘的向老熊妖的胯下扫了一眼,楚天喃喃道,或者说,用某些妙物来泡酒,呵呵。 老熊妖猛的下意识的夹住了双腿,一脸惨白的看着楚天。 楚天满意的点了点头,向狼头人勾了勾手指,你们掌柜的呢? 蓝云那家伙在哪? 或者,你们谁能做主,这些熊妖,一共八百五十一人,我全买下了。 狼头人咧嘴一笑,兴奋的指点头。 和灵夜店的那些掌柜。 小二,俘虏师不同,灵夜店托家邪口的雷队太多,真正能干活的没几个人,所以灵夜店的这群人卖不出高价。 但是这些熊妖不同,他们平均实力虽然只有三五节的水准,但是这正是混乱天狱普通冒险团队的平均主力水平。 八百多头熊妖中,更有二十几头实力超过百节的好手。 这是一只武装好后,拖出去就能打硬仗的凶悍好手,所以这些熊妖的总架,是灵夜店那些拖家邪口的雷坠们的二十倍以上。 这算是一笔大买卖,狼头人自然很是兴奋。 狼头人正要招呼海会楼的掌柜出来接待楚天,一脸阴郁的蓝云在数十明天将的簇拥下,一步一步的走出了海会楼,一脸阴郁的站在了楚天面前。 楚天笑呵呵的向蓝云拱了拱手,蓝掌柜。 这些熊妖,说个价吧。 另外,我还要买十个掌柜,三百小二,以及三万十粒达到一节之上的护卫,没办法,最近赚得多,所以,财大气粗,想要尽快扩张买卖了。 蓝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突然凑到了楚天耳朵边,蓝台光熄何在? 罗不平,老老实实交代清楚,不然,我保证你今天没办法活着离开图磨城。 楚天愕然看着蓝云,蓝台光熄是谁?我不认识。 蓝云的声音变得极其狠利,罗不平,大家都是明白人,不要装糊涂。 蓝台光熄去找你的麻烦,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用尽了各种联络手段,却联系不上他。 不要捣鬼,不然,你死定了。 楚天缓缓抬起头来,看着高空那悬浮在一线白色神光顶部的开天神器涂抹。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总有阴沟里的癞蛤蟆蹦打出来,想要吓我一跳。 楚天悠悠说道,蓝台光熄,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玩意儿,但是蓝大掌柜的,你这么威胁上门的客人,可是不怎么友好啊? 偏偏我罗不平,呵呵,我觉得罗不平这个名字不好,过一阵子,我要改名。 骤然间,楚天体内筋骨齐鸣,一股恐怖的蛮荒气息犹如巨龙怒吼从他体内冲出,楚天的右臂喷吐着烈焰雷光,狠狠的一拳轰在了蓝云的小腹上。 蓝云体内一剑流光一踩的神甲自行喷出,挡住了楚天的这一重拳。 轰的一声巨响,神甲被楚天一拳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重拳轰击蓝云的小腹,打得蓝云身体对折,犹如出塘的炮弹一样飞回了海会楼。 一连串的梁柱断裂,墙壁倒塌声传来,海会楼内传来了无数人尖锐的惊呼声。 第635章 桀骜 楚天的性格,很怪异。 说得好听,他知进退,明大事,得乾隆再冤之精髓,说得难听,他就是欺软怕硬,一旦事成,则咄咄逼人。 他更是牙字必报的性子,在镇三州匪巢时,但凡得罪过他的匪巢小宰子们,无不被他坑得哭天喊的,在大玉寺的铁血训练营中,党敢欺负过他的那些少年,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训练营大门,到了盖州潜伏时,他的所作所为,更是将有仇报仇四个字演绎的淋漓尽致。 在灵桥天庭时,他被中天大帝下令漫天追杀,那时候他实力低微,还要靠青衣救命才勉强安定了下来。 那时候的他心头有万般火气,也只能忍耐下去。 青衣救了他的命,所以在无量山,青衣让他还救命的人情,他就按照青衣的谋划,成为了公孙琅琅麾麾的重臣。 灵桥天庭被毁,青衣顿逃不知去向,楚天身上的人情枷锁骤然消失,他更在战场遗迹中得到无量宝集,以此为阶梯,实力飙升之余,免不得就露出三五颗獠牙。 蓝云该死。 楚天刚到图魔城,莫名其妙的就用灵夜店的满门老小挖坑准备埋了楚天。 当蓝台光熙闯入大狱寺,悍然威逼叶洛峰,想要强压楚天低头时,楚天已经决断了蓝云的生死。 所以这一拳,楚天用尽了全力,更是将无量宝集中他刚刚参悟透的奥义轰进了蓝云体内。 乍一看去,楚天又闭上雷火翻滚,所有人都以为他这一拳依靠雷霆之力伤人。 实则楚天运用的是太阳奥义,蓝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楚天全尽中暗藏的先天混沌开辟时,天地间第一缕太阳玄妙给引燃。 蓝云体内起初是一个细胞迸射出无边强光,犹如一颗小太阳一样发生了全盘的湮灭反应。 这颗细胞瞬间彻底湮灭,细胞中的一切物质都湮灭成了纯阳的能量。 随后可怕的炼尸反应发生了,第一颗细胞湮灭后,两颗细胞紧接着开始湮灭,随后是四个,八个,十六个,三十二个,短短一弹指尖,蓝云的身体迸射出无边强光,他的身体就好像一颗小太阳一样释放出无边的光和热。 下一瞬间,一声巨响,轰的一声,蓝云的身体爆发开来,毁灭性的火流顺着海会楼的一条条走廊,涌到肆虐的蔓延,所过之处无数精美奢华的陈射进成灰烬。 海会楼内无数人影仓皇的从窗口,门口窜了出来,整个海会楼内无数的防御阵法,禁制自行开启,一众重厚重的光运重叠着向内部碾压了下去,想要风堵住蓝云身体爆发出的恐怖杀伤力。 一层层尽致崩毁,一层层阵法被破坏,海会楼剧烈的震荡着,一层层墙壁,门户被尺白色的火焰烧成了青烟,短短一个呼吸后,一根直径里许的白色火柱从海会楼的屋顶冲出,呼啸着冲起来数千里高,和涂抹成正中的那根白色神光摇香灰映,颇为壮观。 白色火柱中,蓝云的神魂嘶吼着从中飞出,在他的神魂中,一个人头大小的金色光团若隐若现,金色光团内有无数透明的人影齐声呐喊高呼,赞颂着蓝云的名号,为他的神魂提供了庞大的,远远不绝的力量。 下一瞬间,蓝云的神魂开始了同样可怕的炼士反应。 一点白光在他的神魂边缘出现,随后白光急速的扩散开来,蓝云的神魂急昼燃烧,高空中一股让人窒息的恐怖威压当头笼罩下来,附近的商业区内上万店铺内同时响起了惊慌失措的哭喊声。 一众虫光幕在这些店铺上空不断出现,所有的店铺都全力激发了自家的防御阵法和禁制,力图挡住蓝云神魂自爆带来的恐怖伤害。 奈何涂魔城自诩有开天神器涂魔庇护,第一城区内的这些店铺布置的防御阵法和禁制就犹如凡间百姓愿落的木门,只是一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摆设。 这些店铺的防御阵法,一般而言不过能抵挡三百节修士的攻击。 而蓝云的修为在千节左右,他的神魂彻底湮灭爆发出的杀伤力,大概能和万节修士的权力一击相比。 脚涂感受到蓝云神魂散发出的恐怖威压,他吓得歇斯底里的尖叫了一声,一把抓住楚天的肩膀,想要带着楚天尽可能的逃离此地。 罗大人,逃啊! 脚涂又比骤然膨胀了数倍粗,他用力一拉楚天的肩膀,就听咔嚓一声,楚天的身体纹丝不动,反而是脚涂的胳膊自行脱臼,从手掌到肩膀,所有的关节全部脱落。 脚涂愕然,骇然地看着楚天,他和楚天的差距,有这么大。 楚天轻轻地笑着,他呵呵笑着,看着天空不断鬼叫的蓝云神魂。 绝望吧,哭喊吧,哀求吧,然后,你后面的人就应该出现了吧。 无论蓝云身后是谁,他也不敢放任蓝云自爆毁掉这一片商业区。 哪怕蓝云身后的人不出面,这图魔城不还有至高天亭派驻的大能助手呢? 一片乌云突然在蓝云头顶出现,乌云中一只通体漆黑的大手猛地叹了下来,一把抓住了蓝云的神魂。 乌云中,一个威严有力的声音轻喝道,灭。 那手臂无指用力,森森黑暗之力向内碾压,想要将蓝云神魂表面的白色火焰扑灭,挽救蓝云的神魂。 但是楚天打出的太阳道运已经达到了极致,蓝云的神魂坚定地在一瞬间燃烧殆尽,一团可怕的白色狂岩在黑色手掌中间爆发,手掌五指猛地张开,眼看着白色狂岩就想要四周扩散开去。 十几只巨大的黑色羽翼从乌云中倒卷而下,牢牢裹住了蓝云神魂。 一声俱响,厚重的黑色羽翼在那一瞬间几乎变成了半透明状,透过黑色的羽翼可以看到大团大团白色的火焰在羽翼内部疯狂地燃烧。 黑色羽翼内喷出丝丝黑气,不断地中和蓝云神魂自爆产生的光和热,羽翼剧烈地颤抖着,隐隐可见有数千根黑色羽毛硬生生的被白色的火焰烧成了灰烬,有一只黑色羽翼几乎被烧成了秃掉的鸡翅膀。 乌云中传来了气急败坏的呵斥声,飞剑的剑种,你,好大的胆子。 你敢袭杀,至高天的贵族。 贵族? 楚天冉冉飞上天空,和那乌云平齐,跪在何处? 楚天的语气中充满计较之意,乌云中的呵斥声却愈发愤怒,蓝云,乃灵族血脉。 灵族,至高无上。 楚天晒然一笑,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哦! 有灵族血脉就是贵族。 不过,我却知晓。 有些地方,灵族血脉也是被当作奴隶对待。 乌云中的声音戛然而止。 楚天冷淡地笑着,他可不是信口胡说,当年在天鹿世界,六道蜂魔大结界中,六道生灵中就有灵族一脉。 六道蜂魔大结界中的灵族,在高高在上的天族看来,不过是用来加强封印的材料,甚至连奴隶都不如。 灵族很高贵。 这时在至高天才是如此。 放在圣灵天或者大罗天的地盘,灵族被俘虏后,依旧是为奴为仆,若是女性灵族,下场更是不堪。 没有什么血脉,天生就比其他血脉高贵的。 你是否高贵,得看你的拳头是不是够硬,得看你的刀锋是否够锋利。 在这无银的天河中,力量强大的,才是贵族。 乌云冉冉内敛,一尊被升十八对黑色羽翼,每一对羽翼的根部又有一对对黑色流光凝成的光翼伸出,羽翼和光翼在身后凝成了一轮羽翼宝伦的睽营英俊男子从乌云中显出了身形。 四周虚空好似不断的向这男子塌陷了下去,方圆万里的虚空立场都发生了剧烈的扭曲。 黑衣男子冷冷的看着楚天,悠悠说道,你敢说这话,你的胆子很大,我是蓝台暗眼,我只问你一句话,蓝台光熙在哪里? 楚天摊开双手,冷笑道,蓝台光熙是谁? 蓝台暗眼冷漠的看着楚天,骤然间一道狂雷从高空坠落,紫金色的雷光在楚天身后凝成了一条通体雷光闪烁,同样升了十八对羽翼,更有数百电光凝成的光翼在羽翼中若隐若现的天将,我,蓝台雷锋,我问你,蓝台光熙在哪里? 一道狂飙呼啸而来,楚天右手册一道高有千里,却只有碗口粗细的羊角旋风急速旋转了一阵,随后一鸣通体被流风缠绕,同样升了十八对羽翼,更有一道道流风凝成的风翼在身后挥舞的天将显出了身形,我,蓝台风晕,剑种,蓝台光熙在哪里? 四周店铺内的防御禁制和防御大阵纷纷关闭,无数掌柜,小二将店铺内的珍贵物件随身携带后,纷纷远离这一片区域。 没人是蠢货,眼看着蓝室派驻涂魔城的九大天王一下子冒出来三个,而且双方剑拔弩张的言辞之间颇为激烈,万一打起来,这些店铺可经不起余波的轻轻一阵。 赶紧撤退,还能保住货物和自己的性命。 至于说店铺被打碎们,这些店铺身后都是有靠山的,按照涂魔城的规矩,反正事后蓝室会赔偿所有的店铺损失,重新盖一批店铺算得了什么。 短短几句话的功夫,这一片商业区就已经彻底腾空,唯有海会楼门前高台上的数百熊妖无人理睬。 这些凶狠野蛮的熊妖抬着头,低沉的嘶吼着,不断露出嘴里锋利的雪亮獠牙。 那头最苍老的老白熊低沉的嘶吼道,小白脸,把我们身上的枷锁砸开,我们陪你拼命,把这群鸟人都给做了。 楚天低头看看这群战役旺盛的熊妖,轻笑了起来,用不着你们帮忙,嗯,以后,你们就是我大玉寺的属下了,等我收拾了这三只长了母鸡翅膀的鸟人,我再来和你们说话。 蓝台暗眼,蓝台雷锋,蓝台风晕三人怒笑一声,蓝台暗眼双手一挥,一根暗沉沉通体被黑色浓雾包裹的长脊凭空出现,他狠狠一挤向楚天当心撕了下来。 蓝台雷锋则是双手结印,高空中无数条凝成实质的雷光倒卷而下,在楚天身边化为一个巨大的牢笼,将他困在了方圆百丈的虚空中。 蓝台风晕轻轻一吹口哨,虚空中无数条拇指粗细,由流风凝成的绳索就凭空出现套在了楚天的身上,死死勒住了楚天的四肢关节。 四周的空气变得粘稠无比,楚天的行动骤然慢了下来。 好手段,不过,没用啊。 楚天判断出了这三个家伙的实力,他们的实力比蓝台光息强了一截,但是也强的有限,最强的蓝台暗眼也不过比蓝台光息强了三成左右。 万多节的法力修为,在如今的楚天看来,完全不够用啊。 须知道,在楚天得到无量宝集后,不提其他大道,单单太阴,太阳两门的基础力量,只是最初步的凝成了天道宝轮,楚天就分别拥有了三万六千节和四万九千节的法力修为。 楚天身体被一片清澈如水的太阴神光包裹,他身体微微一晃,捆住他身体的无数风绳瞬间粉碎,他一步迈出,神乎其神的穿过了密集的雷霆罗网,穿过当心刺下的黑暗长脊,直接闯入了蓝台暗眼的怀中,重重的一拳轰在了蓝台暗眼的胸口上。 一道太阳道运红如蓝台暗眼的体内,蓝台暗眼身体内无边无际深沉浓厚的黑暗中,突然有一丝光诞生。 蓝台暗眼犹如见鬼一眼看着楚天。 他的本源力量是黑暗,浓厚的,吞噬一切的黑暗。 但是在他的身体内,在最纯粹的黑暗本源中,居然有一丝光明诞生。 这完全从根本上摧毁了蓝台暗眼的力量根基,完全从根本上动摇了蓝台暗眼存在的根基。 你不知道吗? 光明和黑暗,本来就是太极流转,循环不息的事情,世间没有绝对的黑暗,黑暗的尽头就是光明。 楚天笑看着一脸惊恐和绝望的蓝台暗眼,淡淡的说道,不过,太极这么高级的道理,估计你们这群鸟人是不懂的,和你们浪费口水做什么。 痴痴声中,蓝台暗眼浑身毛孔内喷出一道道刺目的白光,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蓝台暗眼的神体就无声无息的烧成了灰烬,只有一团黑漆漆的宛如漩涡一样的黑气从他体内飞出,包裹着一个被黑气营绕的暗金色神国狼狈的冲天飞起。 神体被毁,一身力量损失大半,唯有神魂裹着最重要的体内神国逃窜。 楚天挥出了青椒剑,身形闪烁中剑光犹如匹炼撕裂虚空,蓝台雷锋和蓝台风云还没看清剑是何来,两颗硕大的头颅已经离体飞起。 沙尔等,如图猪狗,图魔城,还有人要和我为难吗? 楚天左手食指猛的一弹青椒剑,一声高亢的剑鸣阵的四面八方上万垫铺同时炸成粉碎。 海绘楼的后台老板,不管你是什么来头,党敢算计我,不给我赔偿一万亿极品神经,你们就全死在这里吧。 楚天冷笑道,本座,在大禹寺等你们的消息,不要让我失望。 会死人的。 第636章 无效的威胁 奢华的大殿中,蓝墨面色如土。 云青等几个氏族公子脸色也极其难看,一个个就好像冰雕一般,坐在软椅上久久没有动弹。 一团黑烟,一团雷光,一团疾风悬浮在一众公子哥的面前,黑光,雷光,青涩的风尽急速闪烁,令得整个大殿光怪陆离,虚空都几乎被撕得支离破碎。 除开生死不明,但是有很大可能已经被干掉的蓝台光熙,蓝室派驻涂魔城的九大天王中,蓝台暗眼,蓝台雷风,蓝台风晕只剩下神魂逃了回来。 按照远处观战的天兵天将们回禀的情报,如果不是来自穷乡僻壤的香巴老山神罗不平手下留情,三位天王绝对不仅仅是神体被摧毁,他们连神魂都不可能逃回来。 那位香巴老山神罗不平的法力修为,初步判断起码在三万节以上,所以才对三大天王拥有了压倒性的碾压势态。 而他手中那柄通体紫光营绕,不断喷出青色剑芒的长剑,更是一剑罕见的神兵利器。 三大天王身上都有至高天秘制的天王神甲护体,不要说寻常攻击,就算是身处一个自暴毁灭的小世界和新处,也无法被破坏分毫的天王神甲。 如此坚固的神甲,居然犹如豆腐一样被一剑劈开。 这剑的杀伤力,比一个小世界自暴毁灭的威力还要强大数倍,这起码也是一方大世界孕育而出的开天神器级别的至宝。 这样的宝贝,怎可能出现在一个香巴老山神手上? 这个罗不平,蓝墨倾咳了一声,几位兄弟,想想看,怎么收场? 蓝台光熙肯定是没了,眼下又折了三尊天王,我像祖礼,是没办法交代的。 云青喘了一口气,他看了看三团悬浮在面前的神魂,沉生道,首先的任务,先让三尊天王恢复神体,屠魔城,我知道的,是配置了一套神朝的吧。 蓝墨可怜巴巴的苦笑了一声,是,屠魔城,是配置了一套神朝,但是想要恢复三尊天王的神体,让他们恢复到巅峰战力,这消耗的资源,这笔账,我做不平。 几个氏族公子脸色越发的难看。 他们是来屠魔城历练的,堪称一切都要白手起家,一切都要依靠他们自己打拼出来,他们所属的氏族并没有让他们携带太多的资源过来。 恢复三尊天王所需的资源是一个天文数字,把他们几个人全部卖掉,估计勉强能凑齐这笔资源。 可是真的这么做了,他们可就是倾家荡产,势必对他们未来的历练考评造成极大的损伤。 更不要说,大玉寺那边,楚天还狮子大开口的开出了一万亿极品神经的赔偿。 云青手指微微有点哆嗦的端起了一杯美酒,很艰难的将香醇美酒一点点的吞进了喉咙。 平日里甘香可口的美酒,此刻在嘴里就好似最苦涩的汤药一样难以下咽。 三尊天王的事情,不能拖延。 云青苦笑了一声,否则,蓝墨没办法向祖里交代,我们的脸面,也很难看,至于说,那个罗不平说的一万亿极品神经的赔偿,我亲自去和他说吧。 眸子里晶光一闪,云青沉声道。 不管怎样,他是公孙郎郎的人,公孙郎郎吗,如今算是投靠我们云士了,算是我们云士的走狗之一,走狗的吓人,难不成还敢对主人资牙吗? 云青说着说着,不知道从哪里涌出了无穷的信心,他信心满满的将酒杯丢在了地上,大声说道,这也是件好事,一个法力修为怀疑在三万节以上,起码参悟了石门大道的高手若是能为我们所用,还怕我们兄弟几个这次不能拿到好的评价吗? 蓝莫等人眼睛同时一亮,他们同时想起了若是能够有罗不平这样的高手投入麾下的好处。 他们的历练,只能靠他们自己,还有他们自己打拼出来的资源,他们打拼出来的人手来完成。 诸如蓝氏派驻涂魔城的九大天王和众多的天兵天将,让他们在涂魔城内帮他们欺负一下弱小事可以的,想要让他们大举出动,为他们的历练服务,这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 一个有实力轻松碾压天王级大能的高手,用处可比九大天王要强出太多了。 至于,蓝牌光息,他应该是没了。 云青看着蓝莫,沉声道,蓝莫,折损一尊天王,你能交代的过去吗? 蓝莫看了一眼悬浮在面前的三团散发出可不气息的神魂,缓缓地点了点头,嗯,只要我们能做出一定的成绩,倒也说得过去。 比如说,我们能够诛灭三五个诛邪城的天王级高手。 蓝莫抬起头来,看着云青道,云青,若是能让罗布平投靠我们,一切都不是问题。 云青点点头,站起身来沉声道,那么,我们先凑一凑资源,让三尊天王恢复神体, 我现在就去见罗布平,想来,他见了我之后,自然知道该如何选择。 大玉寺的后院内,楚天坐在一张大椅上,看着邪洛峰和几个小儿忙碌着为大玉寺的新人登记造册。 数百雄妖,两千多狼妖,二十几头妖艳美丽的狐妖,还有百多名生的或者英俊潇洒,或者倾国倾城的罕见花妖,更有十几万各色各样的奴隶。 这都是楚天从海绘楼抢来的人手。 反正海绘楼都被他给移平了,一不做二不休,楚天将海绘楼刚刚运来的精英奴隶们一扫而空,全都带来了大玉寺这里。 已经用空间法阵极力的扩展了后院的面积,但是后院依旧被挤得水泄不通,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人头。 楚天端着一个茶壶,一边凑着湖嘴喝茶,一边懒懒的吩咐道,给隔壁的几家店铺的东家知会一声,就说我们大玉寺业务扩展太快,地盘太小,所以,要把他们的地皮给受够了。 霸道一点,蛮横一点,给他们说,要么给我罗不平一个面子,把店铺卖给我,或者,后果自负,楚天放下茶壶,悠悠道,让他们开一个公平点的,我能接受的价码,不然的话,七行霸市的事情,我又不是做不出来。 正说着,一名小二一脸惊慌的跑了进来,东家,东家,有个自称至高天云士的公子,要见东家。 拥挤的后院,衣衫蓝缕的奴隶,长期没洗澡带来的汗臭味。 还有熊妖,狼妖们特有的浓重体味。 云青被叶洛峰带进后院的时候,差点被扑面而来的味道熏晕了过去。 以他的出身,他何曾见识过如此可怕的地狱场景? 十几万被楚天抢来的奴隶目不转睛地盯着云青,这些来自圣灵天的奴隶们都知道至高天十三世俗的名头,但是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出身十三世俗的尊贵人物。 一名熊妖咧开嘴,嘎嘎地笑了起来,嘿,小白脸嘿。 看这细胳膊细腿的,啃起来肯定很带劲。 云青面无表情地穿过奴隶群走向楚天,跟在云青身后的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突然举起了右手,指尖一点寒光一闪,虚空被撕开了一条极细的黑色裂痕,用比闪电还要快了百倍,千倍的速度向那熊妖心脏刺去。 楚天冷哼了一声,他右手向虚空一拍,轰得一声,熊妖身前的虚空突然扭曲,一座厚达树杖的虚空墙壁凭空出现,那条黑色的空间裂痕重重撞在虚空墙壁上,艰难地向前穿刺了树齿身,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云青的脸色骤然一变。 白发老人愕然抬起头来,皮肤下大片代表了空间之力的灰色符纹急速流淌着,让他整个人都变成了灰色。 深吸一口气,白发老人沙哑地说道,小娃娃,不错,灵乔天,那等穷乡僻壤,居然会有你这样的人物出现,灵乔天的那几个天地,都瞎了吗? 楚天微微一笑,看着白发老人悠然道,不是他们眼瞎,而是我,根本不想为他们卖命而已。 云青和白发老人同时微微点头,好似恍然明白了香巴老山神罗不平为何在屠魔城突然展示出如此强横力量,但是在灵乔天却名声不鲜的原因。 难怪,灵乔天的那五位天地,实力都还不如你。 云青背着手站在楚天面前,低头俯瞰着坐在大椅上的楚天,淡然道,蓝氏派驻屠魔城的任何一尊天王,都能独立覆灭灵乔天,而三尊天王在你手上走不过一招,灵乔天的那群废物。 自然不值得你效力。 伸出手点了点楚天,云青冷声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楚天看着云青,摇了摇头,云是。 嗯,玄商君,似乎是你们云氏的人。 云青淡然一笑,他傲然道,我是玄商君的堂兄,或许,你不知道我们十三氏族的习惯,那些早早就被封了君号的族人,其实在族中并不受重视,他们的天赋、资质,并不算好,反而是我们这种没有君号,但是被送来涂抹成这样的显地历练的嫡系。 楚天摆了摆手,淡然道,少废话,我明白了,你是蓝台暗掩他们背后的人,之一。 不管你们为什么算计我,总之,一万亿极品神经的赔偿金,或者。 上下打量了云青一阵子,楚天怪笑了起来,或者,我打断你的五知。 云青有点茫然的看着楚天,五知。 出身尊贵的氏族公子,何曾能明白楚天这等庸俗的世锦话语? 他是真不知道五知是什么意思。 楚天笑而不语,那群在一旁看热闹的熊妖已经放声大笑起来,他们纷纷开口,将楚天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向云青解释了一遍,而且还加上了他们独特的阐释和延伸。 云青的脸色骤然变得通红,他死死咬着牙,狠狠地盯着楚天冷笑道,罗不平,不要讨言语上的便宜给自己招灾惹祸。 你的主子公孙狼狼投靠了我们云士,你现在也就算是我们云士的人,我给你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你若是愿意投靠我,未来我亏待不了你。 楚天斜眼看了看云青,摇了摇头,没兴趣。 投靠你。 呵呵,一只小鸡仔,也敢妄图收服一条猛虎。 你做白日梦呢? 回去吧,给你们一天时间,一万亿极品神经,凑齐了给我送过来,不然的话,呵呵。 楚天知道一万亿极品神经是狮子大开口,比敲诈恶索还要恶劣。 但是他就是开了这个口,谁让这群莫名其妙的公子哥背后算计他呢? 哦,你们挖坑想要埋人,发现挖的坑太小,埋不下楚天这头恶龙了,就想要花言巧语的招揽楚天。 世上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惹错了人,你们必须付出代价呀。 云青看着一脸无所谓的楚天,心头一阵恶气冲了上来,他怒道,罗不平,你就不为公孙郎郎考虑考虑。 他现在可是在至高天,我只要一封信寒回去,他在至高天,就别想逍遥快活。 楚天很恶然的看着云青,他突然想要抱着肚皮大笑。 而蜀爷,已经在后院角落里一株大树上的鸟窝中抱着肚皮翻滚着笑了起来,滋滋笑声颇为尖锐。 云青居然要用公孙郎郎的安全来威胁楚天。 可是楚天才懒得管公孙郎郎的死活,公孙郎郎和楚天有半点关系吗? 楚天和他根本没有任何的交情,甚至是,公孙郎郎连续两次在楚天和蜀爷手上吃瘪,他的先天大光明圣光和先天极恶黑暗本源都是被楚天和蜀爷劫走的呀。 楚天憋着笑,饶有兴致的看着云青,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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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尽情的虐待公孙郎郎吧,哦,随便你,无论是抽筋扒皮,还是分尸错骨,或者,让他死了又活,活了又死,随便你,尽情的却蹂躏他,践踏他,虐待他,遭践他。 摊开双手,楚天看着云青悠然笑道,你脑子坏掉了。 你以为,你能用公孙郎郎威胁我? 吓! 公孙郎郎是谁? 他的死活干我何事? 既然来了混乱天狱,既然来到屠魔城。 楚天站起身来,此刻他的身凉比云青高出了一大截,雄壮的身躯犹如一座山矗立在云青面前,强横的气息逼得云青连连倒退,连在楚天面前站稳脚跟的资格都没有。 来到了屠魔城,我就是融入深海,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楚天淡然道,你们,能奈我何? 如果不是想要拥有一个固定的据点打探镇三周汉匪的消息,如果不是想要组建自己的势力更好地搜寻镇三周汉匪的情报,留在屠魔城,对现在的楚天没有半点而异议。 云青用公孙郎郎威胁楚天。 简直是可笑到了极点。 云青的脸色一阵阵的青红不定,他看着一脸笑容的楚天,狠狠地跺了跺脚,丢下了一句狠话,很好,很好,罗不平,你马上就会知道,在智高天的地盘上,和我们十三氏族作对,是什么下场。 第637章 趁势劫略 一声巨响,一声惨嚎,只高气扬想要丢下一句狠话后离开的云青被楚天一脚踹出了大玉寺。 黑漆漆的靴子印深深地印在了云青的脸上,高挺的鼻梁凹陷了下去,红润的嘴唇肿胀,漆黑,嘴角不断有血水潺潺流下。 云青从大玉寺的后院画出一条完美的抛物线,重重地摔在了大玉寺的大门口,犹如死鱼一样躺在地上,身体还不断地抽搐着。 高空中,无数围绕着那一条细细的白色神光盘旋飞舞的天兵天将同时停滞了一瞬间,一个个神色诡秘的低头看了云青一眼,这才继续拍打着羽翼,缓缓地飞旋起来。 至高天十三世俗云士的嫡系公子云青,居然在涂抹城被人一脚揣在脸上踢飞了出来。 跟在云青身后进入大玉寺,白发苍苍的老人嘶声尖叫着从大玉寺中跑了出来,他猛地扑到了云青身边,小心翼翼地搀扶起了云青,然后指着大玉寺嘶声怒吼,剑种,你。 大玉寺的后院上方,一片枯黄色的浓云突然出现,云窝旋转,天地零碎凝成一根直径竖杖的枯黄色手指,带着一股莫名的枯迹死亡之力从天空狠狠地戳了下来。 白发老人被一指头戳倒在地,巨大的手指还在地面上轻轻地碾了几下,白发老人就好像一只小小的蚂蚁被顽童在泥沙中摩擦一样,哀嚎着在大街上连连翻滚了好几圈,这根巨大的手指这才慢悠悠地收了回去。 回去了,洗洗嘴巴。 楚天坐在后院,慢悠悠地说道,嘴巴太臭,会挨揍的。 白发老人喘了几口气,艰难地站起身来,强忍着身上骨折带来的剧痛,搀扶着昏厥的云青冲天飞起,向着第一号城区的核心区域飞去。 远远的,数百道流光急迟而来,云士派驻在图摩城的高阶天将已经迎了上来,将两人迎回了云士在图摩城的驻地。 图摩城中,各种消息渠道迅速将这里发生的一切传了出去。 十三士族的蓝士和云士想要为男一个出来乍到的新人,却被狠狠打脸的事情迅速传遍了图摩城,更以极快的速度向混乱天域的其他地方扩散了出去。 与此同时,十三士族的蓝士派驻图摩城的九大天王失踪一人,更有三人被斩破神体,只剩下神魂逃出生天的消息,也随之快速扩散开来。 相应的,楚天一手建立的大玉寺的名号,也随着这些情报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 混乱天域,距离图摩城大概有三个月的航程,在一片极度混乱的陨石带中,一股无形的圆磁力场撑开了一个直径万里左右的小型空间,十几块方圆千里的小型陆地静静地悬浮其中。 有微能强大的阵法汇聚天地灵水,强行压缩天地灵水令其塌缩聚变,每一块小型陆地上空都悬浮着一颗直径数十里的火球,犹如小太阳一般不断散发出强烈的光和热。 这些火球为这几块小型陆块带来了足够的热量,依靠阵法调节,这些小型陆地上产生了风云雨电,更是四季如春,各色植被生长得极好。 这里还开辟出了大片肥沃的粮田,种植了各色各样的农作物,各种瓜果蔬菜,其中甚至还有大片大片种满了珍稀药草的药田。 这些小型陆块上建造了密集的营地,无数气息残暴,面容争獰丑恶的男子进进出出。 这里随时都有人打架斗殴,随时都会流血死人,到处都充斥着刺鼻的酒精气息,更不时有女人的尖叫声传来。 一条条大大小小,新旧不一的非洲停靠在路快边缘开辟的港口区域,偶尔会有大小不一的船队进出,船队中尽是一脸煞气的粗壮汉子,其中有人族,有妖物,有鬼羞,更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族群。 这个无名空间,是混乱天狱圣灵天一方的一处盗匪潮雪。 无数来自圣灵天,想要在混乱天狱搏命一把,发一笔横财,出人头地的穷凶极恶之徒以这里为中心,在这里补给,休憩,不时成群结队的犹如一群恶狼一样四处出击,偷袭至高天的各处聚居地和矿场,劫掠财富和奴隶。 东的一声响,三条通体漆黑,常有十几里的非洲撞开了数十块乱滚的陨石,突入了这片小小的空间。 非洲上方悬挂着血色的旗帜,三面旗帜上的灰印各自不同,领头的一条非洲旗帜上画了一根龙脚,后面两条非洲的旗帜分别画了一条狐狸尾巴和一颗虎牙。 非洲的甲板上沾满了身披各色甲皱,通体气息肃杀的粗壮汉子,他们大声地笑着,喧哗着,讨论着这次的收获。 听他们的声音,这次他们很顺利地袭击了一处至高天修士建立的矿场,截掠了大批的灵精和贵金属,更俘虏了上千至高天的修士,得手了一大批价值不菲的采矿,冶炼工具,收获堪称丰厚。 三条非洲冉冉向匪朝边缘的一块小型陆地飞去,这是一块长有一千八百多里,宽有五百多里,形如一片柳叶的小型陆块。 在陆块一端,长长的一溜而吐石围墙圈起了占据整个陆块三分之一大小的土地。 高有石杖的土石围墙上,到处都可见血色的画着龙脚,虎尾,虎牙的旗帜。 三条非洲冉冉飞到了这一片柱地的上空,地面上好些粗壮的汉子纷纷从营地中走了出来,挥动着兵器朝着天空的三条非洲大声欢呼。 一片黑云从领头的非洲中飞出,一节粗有数丈的龙身在乌云中翻滚了一下,没入了筑地正中的一眼直径百里的大湖中不见了踪影。 一鸣身高不过四尺高一点,升得先锋倒鼓,下河上留了一缕三尺长胡须,眸子乱转的时候就不由地流露出一丝肩哗之气的老人背着手,慢悠悠地从第二条非洲中走了出来。 巴搭着嘴向四周望了一眼,老人大声地叫了起来,孩儿们,赶紧干活,把船舱里的宝贝都搬出来。 嘴角一点咸水闪光,老人眯着眼笑得很是灿烂地说道,对了,咱老人家出发前,叫你们准备的烤鸡准备好了吗? 先来一百只烤鸡垫垫肚子,吸,油滋滋的鸡屁股,醉是美味喝。 一尊身高三丈开外,通体肌肉犹如铁钉一样坚实,气息凝重如山的虎面大汉大踏步地从船舱里走了出来。 他肩头扛着一柄大砍刀,大笑着吼了一声,爽快。 孩儿们,上酒来。 若是楚天在这里,他定然已经惊呼起来,这四尺高一点的老人,正是镇三周汉匪中的二号头目,以奸诈,不,以足智多谋而著称的虎老。 这身高三丈开外,气息凝重如山的大汉,正是虎爹。 随着虎爹一声大吼,船舱里又走出了阿狗、阿雀、老黑、虎大力等人,更有楚野、楚风、楚鞋一家三个,一行人走出了船舱,看着下方的驻地,无不露出了欣然的笑容。 就好像背负着数万斤的重物,艰难跋涉了数十万里,体力和精力都已经消耗到了极致的人,突然到了一个安全的可以休憩的地方,从肉体到精神都骤然松懈了下来,所有人都从骨髓里透出了一股子慵懒的气息。 这混乱天狱,真是该死的鬼地方。 楚鞋用力的在甲板上伸了个懒腰,悠悠叹道,哎,连个可以喝花酒的好娄子都没有,真是。 阿狗走到楚鞋身边,用力的拍了一下楚鞋的肩膀。 楚鞋笑了几声,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咳着咳着,他的嘴里就喷出了点点血水,喷得面前甲板一片通红。 阿狗摇摇头,指着楚鞋沉声道,把身子骨养好,再想女人吧。 你这伤,可是拖了十几年了。 楚鞋干笑了一声,他拉开衣领看了看自己胸膛正中一个凹陷进去半寸深的黑色拳印,悠悠说道,楚二少我是伤了肺精,又不是伤了肾,咳嗽吐血,和我找姑娘有什么关系。 哎,那个该死的黑翅膀鸟人,不要让楚二少再碰到他,不然一定要把他毛扒光了,摆出一千个小模样来。 说着说着,楚鞋又是一通咳嗽,嘴里不断喷出血来。 蝴蝶走到了楚鞋身边,用力的拍了一下他的后背,皱着眉头道,小子,你最好安心在驻地里休养几年,再这么下去,小心你真要变成鬼了。 楚鞋干笑了几声,眸子里两点忧沉的鬼火亮了亮,他悠悠道,放心,虎叔,变成鬼之前,我也要先给我楚家传宗接代了才会变成鬼呢。 哎,不过,在这破地方,找到一个漂亮妞儿,真艰难哪。 非洲冉冉降落,船舱开启,大群大群粗壮汉子喊着耗子,将船舱内堆积的大量灵晶圆矿和初步提炼后的贵金属锭搬运了出来。 千多个灰头灰脸的至高天修饰脸色惨淡的从船舱中缓缓走出,一个个不安的向四周打亮着。 一条常有百丈的非洲带着尖锐的破空声,从距离这块小陆地上千里的另外一块陆块中飞起,带着一溜耳残影快速的飞了过来。 非洲净直来到了驻地上空,一名身穿血色长袍,背后扎着黑色披风,看上去颇为威武的囚然大汉从非洲上飞出,脚踏虚空大步来到了蝴蝶的面前,虎头领,这是咱们家大魁首的帖子,还请镇三周的龙头领,虎头领,虎头领,前往我们血刀寨巨翼,共伤大事。 囚然大汉双手捧着一份血色的帖子,肃然地到了蝴蝶的面前。 楚风背着手,面无表情地走到了蝴蝶身边,看着血色帖子冷嗖嗖地问道,血刀寨和我们平日里没有交情,无缘无故地下帖子请我们,直说吧,有什么事情。 见到一脸冰冷的楚风,囚然大汉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大小,一股莫名的惊距让他浑身汗毛直竖,下意识地向后倒退了两步。 楚风说血刀寨和镇三周没有交情,其实哪里是没有交情,双方更是结怨颇深。 镇三周匪群,是最近百年不到才闯入混乱天狱,应生生在这处匪巢中扎下根基的汉匪。 如今镇三周汉匪所在的这块路块,原本属于大大小小上百个盗匪团体共有,镇三周汉匪一来,应生生用暴力手段,强行占下了三分之一的路块,更是对其他的盗匪团体大肆打杀,大有独占这一路快的趋势。 血刀寨是这个盗匪巢中最为强大的盗团,血刀寨的几位魁首眼看镇三周汉匪形势如此蛮横,二话不说就出面为那些小盗匪团体主持公道。 某日,血刀寨突袭镇三周营地,正是眼前的楚风突然爆起,化身血海魔狱,杀得血刀寨损失惨重,漫天都是血水喷剑。 楚风更是以一人之力独抗血刀寨三位魁首联手猛攻,打得三位魁首节节败退。 加上镇三周的三位头领的本体悍然都是太古神兽,虎大利,阿狗,阿雀,老黑也是太古神兽化身,楚野,楚邪也爆发出了可怕的战力,初来乍到的镇三周,居然表现出了和血刀寨两败俱伤的可怕战力。 那一战后,镇三周就算在这匪潮中扎下了根基,而有了血刀寨和其他大匪团的威胁,镇三周也就变得安分守己,只是恶手占下的地盘,再也不向外扩张。 但是楚风的凶名,却是被血刀寨的所有人都记在了心底。 每一个血刀寨的匪徒都深深的明白,看似温婉如玉,婉如大家贵公子的楚风,分明是一是血的可怕魔头,他修炼的可是最邪恶,最狠毒的魔宫。 深吸了一口气,求然汉子干笑道,楚头领,不敢瞒楚头领,这次是我们血刀寨的大鬼手得到消息,嘿嘿,涂魔城那边,至高天十三氏族中的蓝氏损失了四尊天王级的大能高手,蓝氏在混乱天狱的实力此刻正是最虚弱的时候,我们血刀寨想要联合各家好汉,联手干一票大的。 虎爹,楚风,虎老同时皱眉,虎老悠悠冷笑道,联手干一票大的。 难不成,你们血刀寨还能对抗天王级的高手? 或者,你们只是想要让我们镇三周做炮灰吗? 开什么玩笑,就算蓝氏损失了四尊天王,他们依旧有五尊天王坐镇混乱天狱,打蓝氏的主意,那不是找死吗? 求然大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压低了声音,不敢瞒几位头领,咱就直说吧,蓝氏这次损失惨重,他们派驻在外的天王已经返回屠魔城,如今只有一尊天王坐镇蓝氏最紧要的一处虚空遗迹。 向左右看了看,求然大汉故作神秘的说道,我们大魁首,这次下足了本钱,邀约了两位天王级的大能共襄胜举,嘿嘿。 求然大汉笑得很灿烂。 他的笑声中充满了某种莫名的威胁之意,他们的大魁首,可是请动了两尊天王级的大能高手,你们镇三洲是怕,还是不怕。 第638章 联合匪军 混乱的陨石洪流中,一支有两万多条非洲组成的舰队小心翼翼的向前飞行着。 这些非洲大的长达百里左右,小的只有三五十丈大小,有的船体有七八成心,有的船体择锈迹斑斑,到处都是窟窿眼,一副随时可能报废的模样。 那些大一点的非洲在舰队的外围飞行,用自己的船体庇护着舰队中的小型非洲。 不断有大大小小的陨石撞击在这些大一些的非洲上,非洲表面防御结界闪烁着夺目的光芒,船体不断的震荡着,一块块陨石不断被震成粉碎。 镇三洲汗匪承载三条通体漆黑的血旗非洲,浑在庞大的舰队中毫不起眼。 三条血旗非洲不过十几里长短,和那些数十里长,百里长的非洲相比显得格外娇小。 在狐老的指挥下,三条非洲更是有意将船体藏在了几条大型非洲头下的阴影中。 黑色的船体几乎和阴影融为一体,就连舰队中的那些汉匪都忽略了三条非洲的存在。 蝴蝶拎着一柄手斧,站在非洲船头低声的骂骂咧咧着,他面前有一根大致雕成了人形的木桩,上面用红色油漆书写了血刀债大魁首的名号,他一边咒骂,一边用手斧不断的劈砍木桩。 杀千刀的王八蛋,我一斧头劈死你,我两斧头劈死你,我三斧头劈死你,蝴蝶瞪大眼睛,幽绿色的眸子里胸光四射,嘴角不断有咸水喷出来,一如一头正要铺击猎食的猛虎在发飙。 狐老盘坐在一根旗杆的顶部,左边膝盖上放着一瓶香气浓郁的桂花油,手掌上沾了点香油,很认真,很仔细的打理着自己下河上那一缕长长的胡须。 将胡须撸得笔挺,撸得油光水亮,一根根的很是清爽透风后,狐老满意的点了点头,将桂花油瓶收了起来,又拿出了一把小梳子,解开了自己的发际,认认真真的打理起头发来。 一边仔细的梳理着长发,狐老一边低声的咕咙道,老三,别急,别急,慢慢等着看,呵呵,血刀寨这次召集了五个巢穴的好汉一起动手,看来的确是要玩一把大的。 哼,至高天的十三氏族,虽然没和他们碰过,但是比起圣灵天的那几家,估计若不到哪里去。 他们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呵呵,仗着不知道从哪里请来的两个高手,就想要硬碰十三氏族,从虎嘴里拔牙,这些家伙是想发财想疯了。 手脚麻利的将头发打理清爽,绑了一个端端正正的发际,狐老收起小梳子,犹如一团棉花一样悄无声息的跳到了甲板上,背着手慢悠悠的走进了非洲的主控舱内。 主控舱中,楚野,楚风野俩正在下棋,楚鞋犹如没有骨头的蚯蚓一样,软塌塌的摊在一张大衣上,翻着白眼不断的往嘴里倒酒,他的一举一动,他身上每一根毛的状态,都在充分的演绎什么叫做顽固废物。 主控舱正中的一张大衣上,一鸣声的威武异常,面色雪白的黑衣男子手捧一卷古书,手指在书页上轻轻滑动,低声的读着书。 他的声音不紧不慢,一扬顿挫之间颇为有力,双眸神光炯炯,已经沉浸在了书中不能自拔。 狐老走到了黑衣男子身边,点起脚,伸长脖子,极力的想要看清书页上的字迹。 但是黑衣男子身高三丈开外,坐在大椅上都有将近两丈高,身高不过四尺上下的狐老把脖子伸得老长,依旧距离书页有老长一段距离。 老二,一大把年纪了,还和那群小狐狸精一样,给身上抹香油。 黑衣男子放下书本,邪秘了狐老一眼,万年不变的桂花油,熏得人头痛。 狐老白了黑衣男子一眼,背着手傲然道,和你们这群粗货,没办法说道理,这是情趣,情趣懂不懂。 我狐老二虽然老了,依旧风流潇洒一枝花,多少小丫头哭天喊得的想要头怀送抱呢。 得意的向黑衣男子抛了个媚眼,老大,你这种万年老光棍,嘿,不懂,不懂的。 黑衣男子,镇三周的大首领龙王无奈的翻了个白眼,抓起书本狠狠的在狐老的脑袋上拍了一下,将他刚刚扎好的发际打得散落了下来。 狐老惊呼了一声,急忙盘坐在了地上,掏出了小梳子,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开始梳理长发。 吩咐儿郎们都小心些,这次,我们绝对不能给穴刀寨利用了。 龙王将书本塞进袖子里,一字一顿的说道,好容易从圣灵天逃来了这里,好容易有了一块安身之的,被人挡刀使,为人火中取力,这不是我们镇三周的做派。 手里拿着棋子,正在犹豫放在棋盘哪里的楚风抬起头来,悠悠笑道,龙王,早知道,在穴刀寨的时候,应该让我掂量掂量那两个所谓的天王级高手的分量。 龙王摇了摇头,沉声道,不妥,没有必要,还是不要冒险的好。 狐老的发际刚刚扎好,龙王伸出手指轻轻一弹,啪的一下狐老的发际再次炸开。 狐老嗷的叫了一声,长伤后脑突然炸开,九条雪白的狐尾猛的伸了出来,尾巴上每根白毛都笔直的竖起。 狐老二,想个法子,如何让我们镇三周的兄弟们占了最大的好处,但是还不能有太多损失。 龙王慢悠悠的掏出书本,低头认真的看着书页,悠然道,做好了,兄弟们给你抢百八十个狐狸精回来,做不好,我就亲手拔了你的胡须。 楚野,楚风,楚鞋同时黑黑笑了起来。 狐老的脸色骤然搭来了下来,万分苦恼的用九根白色的狐狸尾巴缠住了自己的脖子,狠狠的用力缩紧,缩紧,再缩紧,硬生生把自己勒得直翻白眼。 主控舱内的所有人都认真的看着搞怪的狐老,心中对这头奸华的老狐狸充满了稀奇。 三天前,在血刀寨老巢的那一幕,所有人都记在心头,血刀寨的大鬼手依仗着两个天价聘来的天王级高手,硬生生强压召集来的所有匪帮的头目,硬逼着大家同意以血刀寨为首,突袭蓝室在混乱天狱的各处产业。 那时候,楚风差点上去掂量两个天王级高手的分量,却被龙王硬拦了下来。 无所谓的损失,龙王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兄弟承受无所谓的损失。 舰队闯过一片被火焰包裹,沸腾如熔岩湖的陨石流。 伴随着刺耳的尖叫声,一大片陨石中有数百尊高有近百丈,通体漆黑,身材比例犹如拉长的竹节虫一样诡异的黑色身影飞扑而出,向着舰队杀了过来。 一眼看去,这些黑色人影大致是人形,但是面孔分明是昆虫模样,它们背后生长着巨大的透明磨刺,飞行时在虚空中不断带起一道道扭曲的透明残影。 迪席 一条长有百五十里的非洲上,血刀寨的大鬼手血刀狂军斯声长笑着,他双手挥动,数百柄长有杖许的半月弯刀带起刺目的血光,发出尖锐的破空声,画出一道道湍急的弧线,不断向这些诡异的身影斩杀了过去。 这些黑色身影是混乱天域土生土长的妖物,实力强横,性格凶残,拥有极强的领地意识,任何外人靠近它们的领地,就会受到疯狂的攻击。 因为它们的这种特性,好些实力强大的大实力用暴力驯服了这种妖物,将其命名为影刀妖,让其驻扎在各处要害据点外,充当外围的第一道防线。 血刀狂军放出的半月弯刀呼啸着轰在了那些影刀妖的身上,百多头影刀妖被拦腰截断,大片黑血飞溅。 但是这些影刀妖凶残到了极致,它们被斩成两段后,上半身依旧飞扑了上来,犹如螳螂一样的双臂带起大片弧光,狠狠地劈砍在了最近的非洲上。 数十条长有数里的非洲防御结界被劈的火光四箭,有几条非洲实在是老朽不堪,防御结界被影刀妖狂攻几招后就燃碎裂开,影刀妖长有数十丈的刀臂狠狠劈进了非洲的传板,拉出了一条条极长的裂口。 非洲内部喷出了大片火光,无数火星飞溅,伴随着沉闷的爆炸声,非洲上有大群人影逃了出来。 更多的影刀妖闯了过来,冲进了逃窜的盗匪队伍中,刀臂随意挥动,就带起了一溜溜星器冲天的血水,留下了无数的残肢断壁。 不过四五百头影刀妖,在短短一个呼吸间,就造成了十几条非洲爆炸,杀死了近万凶悍的盗匪。 镇三周,独龙寨,三剑锋,给我堵上去。 血刀狂军怒极长笑,他双手拔出一柄比他身体还要长了一大截的血色长刀,嘶吼着像肆虐的影刀妖冲了过去。 被他点名的,尽是附近混乱天狱各处匪巢中实力顶尖的盗匪团,每个匪团都有几把好手压阵,对付这些平均实力在五截左右的影刀妖,这些匪团的首脑们可以轻松的将其抹杀。 数十条非洲向前突出,随着血刀狂军的呵斥声,镇三周三条非洲上蝴蝶扛着一柄大砍刀冲天飞起,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胸膛犹如气球一样膨胀开来,紧接着蝴蝶一声大吼,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颗直径千丈的白色虎头,不断向四周释放出一波波可怕的冲击波。 无差别的音波攻击。 百多头影刀腰被蝴蝶一声大吼震得粉身碎骨,但是附近的百多条非洲也被震得胡乱颤抖,起码一半非洲的防御阵法被蝴蝶一声大吼直接震碎,非洲表面不断喷出大片火光。 哈! 土鸡娃狗,不堪一击。 这种小决策,下次就不要让虎爷爷我出手了。 蝴蝶傲然昂着头,扛着大刀转身就走。 百多条被他波及误伤的非洲上,数万盗匪气急败坏的看着趾高气扬的虎爹,但是他们每一个人敢吭声。 震三周的鸣声,在这一片混乱天狱还是很好用的,这可是一群实实在在的汉匪,寻常匪团根本不敢得罪他们。 数百头影刀腰在大群精锐盗匪的围肩下,只用了一刻钟时间就被斩杀殆尽。 但是这些影刀腰也造成了上万盗匪的伤亡,二十几条非洲被斩碎,非洲上的盗匪只能转移到了别的非洲上。 舰队闯过了影刀腰潜伏的陨石带,向前挤持了小半个时辰后,前方陨石骤然变得稀少,一个圆碟状,直径百万里上下,高有十多万里的空间出现在盗匪舰队前方。 在这个圆碟状的空间中,一颗直径五万多里的星球被数十层陨石环包裹着。 在这颗星球的北极地带,可以看到大片的矿场,一个个直径上千里的大矿坑深深的陷入了星球内部,无数矿奴光着身子,在矿坑内爬上爬下的操劳着。 在这北极矿场的上空,一片闪耀着淡淡白光的宫殿群静静的悬浮在那里,在宫殿群四周,有数千名天兵天将成群结队的围绕着宫殿旋飞舞。 这里正是蓝氏家族在混乱天狱的一处矿场,特产一种极其珍惜的液态金属泰墨硫金,这种液态金属韧性绝强,若是在护甲和其他防御器具中加入一定比例的泰墨硫金,这些护具几乎不可能被损坏。 哪怕被强大的力量打得扭曲变形,这些加入了泰墨硫金的护具只有注入强大的法力,也能迅速地恢复原状。 泰墨硫金产量稀少,开采提炼极其困难,拳头大小一块泰墨硫金价值数亿极品神经,再至高天,也只有极少数的释迦豪门的核心人物,才有能力得到融入泰墨硫金的护具。 眼前这个矿场,每年都会给蓝氏带来数万亿极品神经的庞大利益。 血刀狂军手持长刀,猛地向矿场方向一指,镇三周的龙王、虎王、虎王,还请三位头领带着麾下而狼打一个先锋。 哈哈,事后论功行赏,好处少不了你们的。 也不知道是惦记着血刀寨和镇三周的那点仇怨,或者是有别的什么想法,血刀狂军直接点名,让镇三周出动去做先锋。 这可是一座泰墨硫金矿场,可想而知这座矿场的防御力量如何,做先锋的,往往不会有好下场。 至于说事后论功行赏之类的,你人都死光了,给你再多的好处,你拿得到手吗? 像是一个教书夫子更胜过一个盗匪头子的龙王双手握着书卷,不紧不慢地走到了非洲的甲板上,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用力地向前一挥手,听到大魁手的话了。 孩儿问,全速突击。 镇三周的三条非洲通体亮起,一座座浮空法阵不断浮现,船舱内转来刺耳的哮声,很显然镇三周的汉匪们正在全力催动船舱中的能量熔炉,催动非洲全速向前行驶。 下一瞬间,就听一声声巨响传来,镇三周的船舱内大团大团的火焰,浓烟冲了出来,数千条人影哀嚎着从甲板上飞了出来。 胡老歇斯底里的惨嚎声传来,暴炉了。 暴炉了。 该死的,我就说了,不能买二手货。 看,这下出麻烦了吧。 第六百三十九章 打酱油的艺术 镇三周向前急迟的三条非洲喷吐着火焰和浓烟,歪歪扭扭地撞在了一块直径树百里的陨石上,小半截船体钻进了陨石,再也无法动弹。 甲板上,横七竖八无数镇三周汉匪哭天喊得的在血泊中挣扎着,好些汉匪的身上还冒出了大量的亮晶晶的水炮,这是被能量熔炉爆炸产生的高温造成的伤势。 狐狼满头油光水亮的长发被烧得干干净净,露出了光溜溜的头皮,还有满头犹如石榴子一样的水炮,他痛被抱着脑袋在甲板上连连翻滚,同时大声咒骂着卖二手货给阵三周匪团的黑心二手伤。 虎爹,楚野,楚风,还有虎大力,楚鞋,阿狗,阿雀,老黑等道团头目纷纷吐血倒地,一个个伤重不起的样子。 他们的气息混乱而且虚弱,像楚鞋的四肢都怪异的扭曲着,体内骨头不知道折断了多少根。 血刀狂军和一众匪团的首脑一脸呆滞,一脑壳茫然地看着近乎团扑的镇三周匪团,他们硬是没弄明白,事情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呢? 在这一方混乱天狱中也小有名气的镇三周汉匪,因为三条二手船,轰得一下就被炸得损失惨重。 一道道强大的魂念扫过三条非洲,一众匪首发现,镇三周匪团虽然没有镇亡一个汉匪,但是这些家伙身上的伤可是实实在在的。 虽然只是皮肉伤,但是哪怕有伤好的伤药调养,这些家伙三五天内也别指望他们能参加战斗。 一脸阴郁的龙王冉冉从非洲上飞起,龙王原本雪白的面皮此刻烟红如血,一脸羞愧的像血刀狂军拱了拱手,让大鬼手见笑了,这非洲,嗯,这事情,日后再计较,现在,唯有我老龙一人做先锋了。 一众匪首同时在心里骂了一句朝天娘。 左先锋突袭,那是要打矿场的守军一个猝不及防,可是现在可好,三条非洲爆炸,巨大的声浪传出老远,更有火光冲天,那边矿场内已经响起了高炕的警钟声。 一众巨大的防御光幕笼罩了整个矿场,可以看到矿场内的无数矿奴已经狂奔着躲进了一个个深深的矿洞,悬浮在矿场上空的宫殿群中,大队大队的天兵天将正组成了阵势,浩浩荡荡的向这边冲杀了过来。 硬顶上 做了这票大的,兄弟们个个都有快活日子。 血刀狂军狠狠地瞪了一眼龙王,挥动着长刀立声喝道,兄弟们上。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龙王,你做先锋大将。 龙王不紧不慢地应了一声,他长笑一声,然后大片水云从他体内扩散开来,伴随着惊天龙吟声,水云中突然出现了无数条细细的银色电光,随后有震耳欲聋的雷鸣声不断从水云中传出。 一团团雷火四散,无数电光蹦裂,龙王体内冒出的水云迅速覆盖了方圆百里的虚空,随后风雨大作,更有拳头大小的冰雹犹如狂舞的马峰,呼啸着在水云中四处乱打。 龙王的身体没入水云中,大片水云翻滚着向冲锋来的天兵天江迎了上去。 水云距离天兵天江的军阵还有数百里远,无数条拇指粗细的电光已经撕裂虚空,狠狠地劈打在了那些天兵天江的身上。 这些电光的威力惊人,穿透力极其可怕,一瞬间就有数万名中低阶的天兵天江被打得浑身都是透明的窟窿眼,伤口内不断有熊熊燃烧的神血喷出。 狂风卷着暴雨洒下,无数天兵天江的动作逐渐变得缓慢起来。 暴雨阴寒刺骨,让这些天兵天江的羽翼上结出了薄薄的冰片,它们的动作逐渐僵硬,动作逐渐迟缓,虚空中水气弥漫,电流的威力越发强大,劈在这些天兵的身上造成的杀伤力越发巨大。 随后无数急速飞行的冰雹呼啸着打了下来,虚空中传来了沉闷的撞击声,咚咚撞击声中不断混杂着咔嚓骨折声,起码有十几万天兵天江被龙王的这一套组合法术打得古断斤裂,大群大群的天兵天江背后羽翼崩裂,身体被打得向后击退,漫天都是残破的羽毛乱飞。 血刀狂军满意的点了点头,兄弟们,上! 龙王这一手神通法术,果然绝妙,嘿嘿,就是这三周的小崽子们,嘿嘿。 太差劲了一些。 冷冷的扫了一眼三条镶嵌在陨石上的非洲,看看那些在甲板上抱着伤口哭喊挣扎的镇三周汉匪们,血刀狂军撇了撇嘴,带着大群汉匪一拥而上,向前方的天兵天江飞扑而去。 坐镇这处矿场的蓝石所属天兵天江数量不过三十万,实力最强的几尊天江也就是百节左右的水准,血刀狂军还有其他数十名匪手都有相当的实力,而且这些整日里刀口填写的汉匪头目,他们的杀性更强,战斗经验更丰富,下手更加的狠辣无情。 更有数百条大型非洲上装载了威力巨大的光炮,数万门光炮朝着虚空中的天兵天江一通乱轰,三十万天兵只兼职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被全歼。 两万多条大小非洲一拥而上,围着矿场就是一通狂轰烂炸,矿场上的防御阵法只兼职了三个时辰就被炸得粉碎,无数汉匪私生狂笑着,迫不及待的从非洲上飞升而下,犹如一群贪婪的恶狗闯入了矿场。 所有的一切都是汉匪们劫略的对象。 开采出来的泰墨流金矿石固然是第一下手的目标,泰墨流金半生的各种珍稀矿石也是极其有价值的猎物,矿场中还有超过十亿的矿奴在辛勤劳作,汉匪们的非洲中都布置了空间阵法,这些矿奴也都能卖出好价钱,他们就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被强行塞进了非洲的船舱中。 更有各种开矿的工具,各种提炼矿石的大型器械,总之汉匪们不挑食,他们有着丰富的掠夺经验,他们只用了小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个矿场内的直前玩一般的干干净净。 挥动着血色长刀,血刀狂军颇为不满足的叹了一口气,可惜了,我们没有这般大的储物宝贝,不然能够将这颗矿星搬走,那就真是太妙不过了,还有,蓝氏留守的那尊天王,居然没有上当。 在矿场上空的宫殿群核心区域,汉匪们找到了一个超远距离的传送神阵。 混乱天狱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到处都是扭曲撕裂的虚空陷阱,普通的传送阵在这里完全不可能有任何作用。 在混乱天狱,属于至高天的大小势力中,也唯有十三世祖掌握了稳定的超远距离传送神阵。 这种传送神阵耗费巨大,布置起来的成本极高。 以蓝氏的资产,也只是在一部分重要的产业内布置了这样的传送神阵,方便一旦有事就四处增援。 放在平日里,蓝氏一族四尊天王坐镇屠魔城,五尊天王在混乱天狱各处重要据点轮值守卫,类似太末流金矿场这样的重要据点预袭,定然会有天王级的高手通过传送神阵赶来增援。 但是这次,太末流金矿场被洗劫一空,五十万驻军被屠杀殆尽,蓝氏居然没有派遣天王高手赶来增援。 可惜,可惜,不过,看来情报没错。 血刀狂军放声大笑着,一刀将那传送神阵最核心的空间神符披成了两片,果然,蓝氏留守屠魔城的四尊天王被人干掉了,他们掉了四尊外驻的天王返回屠魔城助手,嘿嘿,兄弟们,活该我们发财了。 太末流金矿场固然珍贵,但是蓝氏在混乱天欲有更加重要的据点,那里有着比太末流金更加巨大的利益。 现在蓝氏的高端力量捉襟剑肘,他们唯一派驻在外的天王,必须坐镇更加重要的据点。 这处太末流金矿场,活该让这群汉匪组成的联军祸害一把。 无数汉匪放声大笑,纷纷举起手中兵器高呼万岁。 一刻钟后,两万多条汉匪非洲重新编组完成,浩浩荡荡的向下一个袭击目标冲去。 镇三州的三条非洲能量熔炉自爆,已经丧失了航动力,经过龙王和血刀狂军的一番争执后,三条非洲被血刀债的一条大型非洲用锁链拖拽着,一路喷火冒烟的浑在了船队中继续前行。 三条非洲上,受伤的镇三州汉匪们一个个哭天喊得的翻来滚去,胡老带着一群粗鲁不堪的大汉拿着劣等的伤药,犹如谋杀一般给这些伤员疗伤。 不时有刺激性极强的外用药膏涂抹在血淋淋的伤口上,镇三州的伤员们就好似杀猪一般私生惨嚎,凄厉难听的惨嚎声吓得附近的非洲上的盗匪们脸色惨淡,一个个呲牙咧嘴的说不出话来。 太惨了,真惨啊。好些盗匪听到镇三州汉匪们的哭喊声后不由的直摇头。 真是够可怜的,出师不解呀,连一块灵精都还没抢到手,这些小有名气的镇三州汉匪居然就伤损了大半,嘖嘖,这运气还真够倒霉的。 不过,这样也好。看这些家伙浑身是伤的模样,在接下来的劫掠行动中,他们想来是派不上用场的,事后论功行赏,这些镇三山的家伙,他们也分不到多少战利品吧。 七天后,汉匪们的联合船队冲杀到了蓝氏在混乱天狱的一处孵化场。 这是混乱天狱中一块宁静的虚空世界,自然环境颇为不错。 蓝氏在这里设立的孵化场,每年可以量产影刀腰这样的强悍妖物数千万头。 这些妖物除了蓝氏一族自己使用,绝大部分都高价贩卖给了涂魔城的大小冒险团。 诸如影刀腰这样的强悍妖物,它们天生适合混乱天狱的自然环境,在混乱天狱的战斗力比同阶的修士要强出许多,无论是充当斥后或者战斗兵器都是极佳的选择。 这样的孵化场每年的收益自然远远不能和太墨流金矿场相比,但是这些妖物能够直接转化为战斗力,所以这样的孵化场对蓝氏而言也颇为重要。 对于这些盗匪来说,这些混乱天狱的土著妖物更是最佳的战宠选择。 只要能多豢养一批强大的战宠,整个盗团的实力都能增长好几倍,这是多好的事情。 血刀狂军一声令下,匪团们向着孵化场发动了猛攻。 刚刚将能量熔炉修上完成,勉强能够自主航行的镇三周道团主动请鹰冲当先锋,一马当先的朝着孵化场冲杀了过去。 龙王、虎爹、虎大力等高手第一个冲到了孵化场中,和驻守这里的数万天兵天将打成了一团。 虎老则是乐颠颠的留在非洲上,指挥着一批技术兵种的汉匪搬出了数百门秀技斑斑老掉牙的光炮,填充了大量的极品灵精后,冲着孵化场上空的天兵天将们的队伍就是一通骑射。 轰轰巨响不断,镇三周的数百门光炮有一大半同时炸糖、火光、浓烟淹没了三条非洲,无数镇三周的汉匪浑身喷血的被炸飞了老远,一个个哭天喊的的抽搐起来。 我、干、你、娘、爷。 血刀狂军和一栋汉匪首脑全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搞什么? 眼看着龙王他们主动冲杀了出去,血刀狂军等人正在为镇三周汉匪们的出色表演在心中默默点赞,好嘛,这些家伙这次能量熔炉没有爆,他们的光炮炸糖了。 大队大队的镇三周汉匪正在甲板上集结,他们正准备发动冲锋。 数百门光炮爆炸开来,大片大片的镇三周汉匪浑身是血的被炸飞老远,很显然,他们无法投入接下来的战斗了。 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混蛋啊! 我就说了,二手货不靠谱,不靠谱啊! 让你们不听我的,让你们不听我的! 这丢人现眼啊,这日子真的是没办法过了。 胡老哭天喊得的在甲板上直打滚,一不小心滚进了一处燃烧的船舱中,被烧得嗷嗷叫的又滚了出来。 镇三周匪团再一次没能投入战场。 不过,这处孵化场毕竟不如太墨流金矿场那样受重视,盗匪们一拥而上,轻轻松松的拳进了此处的五万不到点的天兵天将,轻轻松松的将孵化场内的数千万头妖物和近千万的兽奴劫掠一空。 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盗匪们连续洗劫了蓝氏六处产业,收获极大。 镇三周盗团则是不知道走了什么霉运,每次都是踊跃参战,但是每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麻烦,除了龙王一直在前线大杀四方,其他镇三周的盗匪们,真的没能在这次的联合截略中发挥什么作用。 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误伤了同行的盗匪。 两个月后,血刀狂军也懒得在搭理镇三周盗团,任凭他们在舰队中浑吃等死,再也没人多看他们一眼。 甚至好些盗团首脑还非常满意这样的情况,镇三周盗团越是无能越好,这样就少掉一家分配战利品了呀。 第六百四十张赌门 回到血刀寨纠结匪群截掠蓝室产业之前,涂磨成终气氛很是怪异。 大玉寺肆无忌惮地吞并了邻居店铺的地皮,硬生生将自家店铺扩张了三十几倍大小。 叶洛峰花费重金,请了一对精通土木建筑的修饰出手,对整个大玉寺进行了彻头彻尾的重建。 修饰,尤其是天人之境的大能修饰出手盖房子,那效率真的很高,几乎达到了心想事成的效果。 短短八个时辰,占地数万亩的大玉寺就已经重建完成,各处宫殿楼阁,游郎庭院美轮美奂,端得犹如神灵居所,说不出的富丽堂皇,威严肃穆。 楚天全力催动摩河阵图,将一重重大阵融入新建的大玉寺中,这又耗费了楚天三个时辰的时间。 从一脚将蓝墨踢出大玉寺开始,不过十一个时辰,大玉寺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重建后,大玉寺临街的营业主楼高有近万丈,上下近百层,主楼面宽就有上千丈,身有数百丈,每一层的面积都颇为广大,整个主楼可以轻松容纳数万客人同时交易。 只是任凭叶洛峰派出去的小二,仆役如何殷勤地站在主楼门前招呼客人,没有一个客人敢进门,甚至没有一个客人敢从大玉寺的门前路过。 昨天大玉寺发生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涂魔城,大玉寺的底细也已经被人翻了出来,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灵桥天亭的香巴老山神罗不平,居然殴打了至高天十三氏族蓝氏的公子蓝墨。 尤其是,这位香巴老山神,甚至还摧毁了三尊蓝氏天王的神体,更有一尊天王生死不明,很可能已经陨落在他手上。 天王级的高手陨落,这绝对是生死血仇。 不要说损失一尊天王对蓝氏的实力有多大的损伤,单单说这个面子上的损失,就足以让蓝氏动用压倒性的力量碾碎大玉寺。 如今的大玉寺,就好像磨盘下的鸡蛋,随时可能被碾得稀烂。 所以哪怕叶洛峰打出了开业大酬兵的幌子,依旧没有一个客人进入大玉寺一步,也没有一个行人敢从大玉寺的门前路过。 甚至大玉寺所在的这一片商业区,除了大玉寺自家的人手,其他的店铺早就撤得干干净净,除了难得带走的建筑,真个一根毛都没剩下来。 高空中,一队一队的天兵天将盘旋飞过,目光不时扫过凌云环绕的大玉寺。 这些天兵天将中,有来自蓝氏和云氏的嫡系兵马,他们的眸子里无不闪耀着凶狠,愤怒的怒火。 也有来自其他几个氏族的嫡系,这些天兵天将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一副专心看热闹的架势。 距离楚天交代给蓝末的,让他们赔偿一万亿极品神经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了。 屠魔城一号城区的核心区域中,蓝氏和云氏的驻地中没有丝毫动静。 屠魔城的地下情报渠道中,已经有相关的情报在急速流动,蓝氏的几位公子,已经将蓝氏派驻在混乱天狱镇守的五大天王调回来了四尊,而且三尊神体被毁的天王也已经进入神潮,正在快速的修复神体。 加上蓝氏在屠魔城派驻的大量的天兵天将,区区一个香巴老山神想要撼动蓝氏的权威,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有消息灵通人士公开宣扬,蓝末正准备等三尊天王神体修复后,以七尊天王配合无数的天兵天将彻底歼灭大御寺。 不仅如此,这些消息人士还宣称,蓝末已经准备奏请蓝氏本族的长辈,对罗不平出身的灵桥天庭进行毁灭性的报复行动。 消息不知道真假,但是屠魔城剑拔弩张的气氛却是越发的浓烈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时间到了。 一天时间过去了,蓝末没有任何动静,不要说楚天所要的那一万亿极品神经的赔偿吧,甚至有不明所属的修士封锁了大御寺所在的商业区,从天空到地下,全方面的封锁了这一片区域。 一滴水也不许运进来,一粒米也不许运进来。 很快消息就传遍了屠魔城,出手封锁大御寺的,是屠魔城最强大的几个冒险团联手所为。 这几个冒险团背后的东家,是致高天下侠的一方强大天庭的天地势力,这几个冒险团得到了身后靠山的授意,想要用这样的行动向蓝末施好,向蓝末身后的蓝氏一族施好。 这几个冒险团的首领都有着接近天王级的战力,他们的手下众多,高手如云,规模最小的一个冒险团都有着将近三万天人静修饰,其他喽啰更是数以百万计。 几个冒险团直接入住了大御寺所在的商业区,占据了那些撤退的店铺留下的建筑。 眼看着一座座哨塔,箭塔在大御寺周边迅速搭建起来,一门门大口径的光炮处在箭塔上,堂而皇之的锁定了大御寺内的一栋栋宫殿楼阁。 更有成群结队的修饰绕着大御寺的外墙往来游走,不时有人在大御寺的大门口指点着新建成的主楼嘻嘻哈哈的笑骂几声。 一条条消息不断传回大御寺,叶洛峰还有下面的众多掌柜,小儿,护卫,仆役无不脸色惨白。 这分明是大半个涂魔城都在针对大御寺。 区区大御寺,怎么可能承受如此的压力? 突然一声长啸在大御寺门前响起,哈哈哈哈,如此狂徒简直是不可理喻,这等剑种,居然大言不惭,给兰莫公子开出那样的条件。 他以为他是谁? 勒索兰氏一族一万亿集品神经,这丝的脑壳,坏掉了吧? 一名身高一丈八尺,实力在千节左右,也就是和脚落相当的魁梧男子扛着一根铁棒,站在大御寺临街主楼的正门口指着大御寺的巨大匾额大声狂笑,无量山神罗不平,滚出来,大爷教你如何做人。 在这大汉的身后,隔着两条大街的几栋高楼上,几个出面拍栏莫马屁的冒险团手脑静静的站在楼顶,冷静的看着大御寺的正门。 他们已经准备妥当,如果楚天控制不住火器,敢从大御寺走出一步,那么就不要怪他们一拥而上,依仗人多欺负他了。 反正,指高天是十三氏族的地盘,拍栏是一族的马屁,总是没错的。 大御寺后堂,坐在大堂中喝茶的楚天抬起头来,侧耳倾听了一阵外面大街上那大汉的咒骂声,他笑了笑,放下茶盏走出了大堂,腾空而起飞出了大御寺。 站在大御寺新建的主楼屋顶,居高临下的俯瞰了一眼那千节修为的囚然大汉,楚天笑问道,这位好汉,你修炼到如今水准,耗费了多少年苦修。 求然大汉呆了呆,他低沉的吼了一声,扛着大膀腾空而起,悬浮在和楚天等高的高度,上下打量了楚天极眼,你就是罗不平。 你问这做什么? 楚天右手一点。 东的一声巨响,他面前的虚空被洞穿了一个拳头粗细的黑洞,黑色裂痕直冲大汉胸膛,大汉悍然低头,就看到他的胸口整个湮灭了。 你!大汉嘴里不断喷出血来,楚天挥了挥手,淡然道,灭你肉身,毁你八成修为,有多远,滚多远。 这里的事情,你掺和不起。 我和兰莫的纠纷,你们这些局外人来倒什么乱。 求然大汉的身体猛的炸开,暗淡至极,表面满是裂痕的神魂狼狈的从血雾中飞出,不断发出不甘的咒骂和咆哮声,哭喊着向远处顿逃而去。 无数冒险团的修士纷纷从四面八方的街道上。 店铺中腾空而起,几个冒险团的数百高层纷纷向楚天这边飞了过来。 四面八方无数人的气息混杂在一起,化为一场恐怖的飓风向楚天碾压了下来。 楚天笑了,他眉心一点金光飞出,太阳造化中迎风一晃化为一口高有百丈的金色剧中,楚天双手握拳,狠狠地砸在了太阳造化中上。 一声钟鸣震荡天地,方圆万里内金霞乱闪,一道道金光从天而降,一圈圈金色波纹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所过之处除了大玉寺的一草一木纹丝不动,其他的众多店铺瞬间化为屡屡青烟,地面都被高温波纹直接气化,大玉寺外的地面骤然凹陷了十几丈深。 好几个冒险团,数以百万计,修为从堪比天王级的万劫大能,到还没突破天人境,大概相当于天路世界破天境的小喽啰,无数人的身体无声无息的化为青烟鸟鸟。 数以百万计的神魂哭喊着从湮灭的身体残留的青烟中飞出,他们刚要向四周遁逃,恐怖的太阳金火从天而降,轻轻地在他们的神魂上一点,就听得痴痴声响,这些神魂瞬间被溶毁了八成。 和刚刚那求然大汉的黛玉一样,楚天给这些家伙留下了一条性命,让他们神魂逃出生天,但是楚天毁了他们的肉身,毁了他们八成的修为。 那些还没踏入天人境的小喽啰,或许只修炼了数百年,重新修回现在的修为不算困难。 但是那些天人境的高手,尤其是百节以上的高手,动辄修炼了数十万年,数百万年,那些将近天王级的万节大能,更是可能修炼了数千万年,上一年的漫长岁月。 八成修为被毁,这笔杀了他们还要让他们痛苦。 无数条色则各异,散发出各种法则波动的神魂哭喊着向四念八方顿逃开来,楚天手持太阳造化中,淡然冷笑道,给你们一天时间,围堵大玉寺的这些冒险团,每个团给我送一千亿极品神经作为赔礼,否则我打上你们大门,让你们一个个彻底灭绝。 冷哼一声,楚天转身看向了蓝氏驻地的方向,他脚踏流云,大踏步的向蓝氏的驻地快步走去。 高空中,一队一队的天兵天将快速的俯冲了下来,楚天重创那些冒险团所属的时候这些天兵天将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反正这都是一群剑种之间的争斗。 但是楚天想要靠近十三氏族在涂抹成的自流地,想要冒犯十三氏族的威严,想要伤害十三氏族在这里历练的贵公子,这就是天兵天将们不能容忍的了。 起码有上千万实力高低不等的天兵天将部下严密的军阵拦在了楚天面前。 楚天淡然冷笑,太阴万化轮化为一抹青光覆盖全身,他不乏从容地向前缓步行走,无数刀枪剑戟挡在了他的面前,楚天就从这密不透风的刀枪剑戟中轻盈地穿过。 无数天兵天将张开羽翼,组成了密不透风的墙壁挡在了他的面前。 楚风就好似一缕虚无的幽灵鬼风,带着一抹淡淡的残影,从这些天兵天将的身边轻松地穿过。 一众众强大的神力尽致化为肉眼可见的光状挡在了楚天面前,光艳如山,覆盖了方圆数万里的天空,楚天微笑着,犹如根本不存在的虚影一样,就这么轻松地一步一步地从一座座神力尽致中穿过,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地穿过了这些威力庞大的光。 数十名高阶天将惊怒焦急的冲了上来,他们各自施展神通,倾尽全力的向楚天发动最强的攻击。 所有攻击都直接从楚天的身体中穿过,没能伤害他一根毛发,也无法阻拦他哪怕一步。 众目睽睽之下,楚天犹如一抹根本不存在这个世间的鬼影,轻松穿越了上千万天兵天将的蓝节,静止来到了蓝氏一族的驻地上空。 数百名蓝氏一族的天将怒吼着向楚天冲杀了过来,楚天又全狠狠一拳轰在了太阳造化中上。 一声钟鸣冲天而起,滚滚金色烈焰向四周扩散开来,数百天将瞬间化为飞灰,体内一团团金色光团喷出,却都被楚天一巴掌抓进了天地熔炉缓缓练化。 蓝末,既然欠账不还,我亲自登门来讨账了。 楚天盘坐在蓝氏驻地上空,悠然自得的说道,不过,本座是讲究人,你毕竟身骄肉贵的,而且,本座真心不想和你蓝氏开战,这完全没道理吗? 所以呢,本座讨账,也是斯文人,讲究人,楚天一声长啸,太阳造化中冉染扩大,最后变成一口顶天立地的金色剧中,重重的将整个蓝氏驻地扣在了里面。 你们不给钱,就留在里面养老吧。 楚天轻声笑着,太阳造化中内九十九条太阳金火凝成的神龙冉冉飞出,不紧不慢地向着一众重强大神力尽致庇护下的蓝氏驻地喷出了一团团烈焰。 一众众神光环绕中,蓝氏驻地内的温度一点一点的升高,眼看着一株株花草树木逐渐的枯萎尾顿,眼看着宫殿中的湖泊河流中清澈的水流逐渐冒出了白气。 涂抹成无数人齐声惊呼,这个真心不怕死的香巴老山神,他居然堵住了蓝氏驻地的大门,居然用秘宝强行炼化蓝氏驻地。 这还叫做不想和蓝氏开战吗? 你都一耳光抽在了蓝氏一族的祖坟上了,人家不和你开战才有鬼了。 第六百四十一章消息 楚天盘坐在蓝氏驻地上空 他盘坐在蓝氏驻地正中大殿的正上方 他面前矗立着太阳造化中,就好像一座金色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了蓝氏驻地的上空。 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了蓝氏一族的名头上空。 蓝氏一族的威严和尊严,还有蓝氏一族在至高天无数年积攒下来的所有荣耀,都被人踩在了脚下,坐在了身下。 这对整个蓝氏一族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羞辱。 东的一生钟鸣,四条魁梧的身影带着滔天气焰从蓝氏一族的驻地中冲天飞起,想要冲击楚天。 太阳造化中一声钟鸣响起,四条身影同时被金色的火焰包裹,他们嘶声痛呼,忙不迭地一头扎进了蓝氏驻地厚厚的防御阵法中。 楚天已经堵住了蓝氏一族的驻地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中,蓝氏调回图魔城的四尊天王数次向他发动了进攻,但是依仗太阳造化中的强大威力,楚天举手投足坚,信手就将四尊天王打发了回去。 要知道,现在的楚天已经从无量宝集中参悟了太阳大道三万六千门,凝聚太阳宝轮三万六千众,单纯太阳大道,就给楚天带来了三万六千节法力修为。 更要紧的是,太阳造化中同样吸收了无量宝集中的太阳道运,底运比天陆世界时提升了数十倍。 又有天地熔炉熔炼的神料不断补充,太阳造化中如今的威能比他当年全圣时还要强出了十几倍。 至高天的天王级高手,门槛不过是万劫之力,蓝氏派驻在混乱天狱的九大天王,最强大的一尊天王也就是两万劫不到的法力修为,还不如楚天一门太阳大道带给他的实力强横。 楚天如今掌握的大道奥义,可不仅仅是太阳大道一门。 面对四尊天王,他完全是碾压的态势,要不是怕太过于惊世骇俗,楚天根本不需要借助太阳造化中,他随手一掌就能将蓝氏的几大天王拍死。 一声钟鸣将四尊天王打回了驻地,楚天不紧不慢地冷声道,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蓝莫,我给你算着账呢,一万亿极品神经,我算你每天一成的利息,这已经是三天过去了。 楚天笑得很灿烂,他准备用驴打滚力滚力的方式计算蓝莫的利息。 至于说蓝莫是否承认这笔债,是否有赔偿的能力,楚天才懒得管这么多。 反正,他现在就是要把事情闹大,就是要让涂抹城这里发生的事情尽可能地向四周扩散出去,闹得越大越好,让越多人知道越好。 只要消息传播得足够快,想来被涂抹血绑通缉的镇三中汉匪们,他们也能知道大玉寺这个名号吧。 反而是楚天如果一掌灭杀了蓝莫等人,按照楚天的推演,至高天官方怕是就要插手了。 最大的可能,这些家伙会直接湮灭所有的消息,不会让这种有损至高天颜面的消息外散。 倒是蓝氏的脸面被楚天按在地上一次次的摩擦,想来十三世族当中,很多人会很乐意地帮忙楚天将这消息传播出去,让蓝莫和他身后的蓝氏一族更丢脸才对。 咚,又是一声钟响。 金光祥云笼罩四野,太阳金火焚烧虚空,太阳造化中彻底封锁了蓝氏一族的驻地, 除非有和太阳造化中相当品级的至尊天气,否则不要说破开太阳造化中的封锁,就连内外消息的传递都被彻底隔绝了。 四面八方无数天兵天将把蓝氏驻地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天兵天将目光炯炯地看着楚天。 真的犹如楚天预料的那样,这些只属至高天涂抹成官方统侠的天兵天将,他们并没有对楚天发动进攻的意思。 荷兰氏一族相邻的其他十二个氏族的驻地,除了云氏一族的驻地内不断有天兵探头探脑的,其他十一家的驻地风平浪静,没有半点而声息传出来。 欠债还钱呢? 蓝莫! 你有种欠钱,就没中滚出来见债主吗? 楚天悠悠叹息道,再给你几天时间,你若是再不出来见我,给我一个交代,不要怪我打破你家驻地,亲自去见你。 古怪的咧嘴一笑,楚天突然提高了声音,诸未喝,看清了,蓝莫欠债,死不认账,哈哈,本座现在还有几分耐心,等他给本座一个交代。 等到本座没有耐心的时候,可不要怪本座洗劫了涂抹城内和蓝氏有关的所有产业。 瞇着眼,楚天语气诡异地笑道,所以,和蓝氏一族有生意来往的诸位,想要避免损失的话,还是赶紧和他们交割清楚账目,不要被本座误伤了。 远远地传来了几声哄哮声,然后哮声迅速消失了。 但是远处属于十三氏族另外几家人的驻地中,有一些衣衫华丽的青年男女笑吟吟的腾空而起,在大群天兵天将的簇拥下,指指点点地朝着这边说笑着。 这些青年男女的笑容中充满了恶意,楚天一看就知道,至高天十三氏族并非铁板一块,蓝莫他们显然也有仇人啊。 楚天笑得越发灿烂了,他站起身来,很潇洒地向那几个青年男女拱手行了一礼,几位贵人见谅,终生刺耳,叨扰了几位贵人的清静,这是本座的不是,不过,这都怪蓝莫这丝,欠债了不还,实在是不要脸到了极点不是。 几个青年男女的笑声越发响亮,甚至有几个青年男子很大方地向楚天拱手行了一礼,就差点没为楚天鼓掌叫好了。 蓝氏一族的驻地中,蓝莫和几个同伴在四尊天王的簇拥下,小心翼翼地飞上了高空,隔着厚重的防御尽致和楚天摇摇相对。 蓝莫指着楚天立声喝道,罗不平。 楚天猛地回头瞪了蓝莫一眼。 蓝莫吓得猛地向后倒退了几步,远处目睹这一切的几个青年男女顿时又笑了起来。 蓝莫脸皮一阵阵地青红不定,又羞又恼地怒道,罗不平。 楚天冷哼了一声,重重地跺了跺脚,罗不平这个名字,不好听,以后,本座改名楚天,你们,叫我楚天就是。 要不是在灵桥天亭被追杀得太惨,不是为了还轻一的救命之恩,楚天哪里会用罗不平这个名号? 现在正好,趁着自己和蓝氏一族翻脸的功夫,趁着这里有这么多人在,楚天正好将自己的本名亮出来,让楚天这个名号随着大玉寺的名头尽快地传播出去。 远处宫阙上,一行青年男女轻声念叨着楚天这个名字。 蓝莫气得眼珠发绿地盯着楚天立声吼道,不管你是罗不平还是楚天,总之,我问你。 该死的东西,你究竟异域何为? 你,你,你,你真的要和我蓝氏不死不休吗? 楚天冷然看着蓝莫,怎么? 怕了,丢脸了,觉得事情传出去,会被家中老人追究责任,会有损你的地位和名望,所以后悔了。 蓝莫没吭声,但是他心里所想的,不就和楚天所说的一模一样吗? 没错,他后悔了。 害怕了。 堂堂蓝氏嫡子,被一无名小辈堵在自家的驻地门口大打出手,而且还根本拿他没有半点而办法,这种事情传回蓝氏本家,蓝莫的罪过不小。 蓝莫真的后悔,他为什么要答应云青那个杀千刀的混蛋,为什么答应帮他的忙和楚天作对? 该死的云青啊,蓝莫向蓝氏一族的驻地方向看了一眼,楚天已经堵在他们蓝氏一族的驻地门口三天三夜了,云氏一族的驻地应是没有半点而动静。 云青根本没有派人出来帮忙的意思啊。 就蓝莫知道的,云氏一族的驻地中,起码有三尊天王在伦修啊。 如果云青愿意帮手的话,三尊天王配上他刚刚调回来的四尊天王,七大天王联手,楚天也不敢这么嚣张吧。 更不要说,两家还有这么多驻扎的天兵天将呢。 可是云青,他没有任何动静啊。 在心里狠狠地咒骂了云青一阵,蓝莫沉声道,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你听我说。 楚天摇了摇头,连续三拳砸在了太阳造化钟上,巨大的钟声将蓝莫的所有话语都盖了过去,再没人能听清他究竟在说什么,没什么好说的,能有什么好说的。 反正,你欠我一万亿极品神经的账,每天利息一成,利滚利,驴打滚,你现在欠我多少,你自己算清楚。 楚天悠悠冷笑道,记住了,多过一天,就多一天的利息。 你现在给我赔清欠账,你的日子还好过一些。 蓝莫双手食指一阵静弯,他很想冲出来和楚天拼命,但是他身后一尊通体被白色云气缠绕的天王一掌按在了他的肩膀,制止了他的冲动。 一尊浑身烈焰生腾,羽翼好似颜江凝成的天王看着楚天沉生道,楚天。 很好,我们记住了你的名字。 剑种,记住,单单依仗一剑开天神器级的强大兵器,你可以猖獗一时,你永远不可能对抗蓝士一族。 这尊天王举起手指,狠狠地点了点楚天,你要明白,在混乱天狱,在过去的数亿年中,有不少幸运儿从混乱天狱得到了曾经的无量天遗留下来的强大神器,他们都曾经横行一时,从没人能够挑战至高天,从没有人能够挑战蓝士一族。 楚天低头看着这尊天王,悠然道,我挑战了,你咬我呀。 大笑了几声,楚天狠狠的一瞧太阳造化中,九十九条盘在中体内的火龙越发起劲的喷吐火焰,硬生生烧的蓝士驻地内平地火焰升起来一尺多高,好几座布置的防御阵法略弱的偏电已经熊熊燃烧起来。 那些偏电中,好些漂亮的侍女,俊俏的仆从怪叫着冲了出来,一个个吓得脸色惨白。 太阳金火和等威力,眼看着几座偏电在短短几个呼吸间就被烧成了一缕缕青烟,连一点点残渣都没剩下。 楚天继续盘坐在空中,时不时的一拳轰在太阳造化中上。 钟声嘹亮,蓝士一族的领地内火焰升腾,蓝莫还有几尊天王都被烤得大汗淋漓,更不要说那些普通的天兵天将,更是一个个被熏得有气无力,背后的羽翼都快要烧着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如此过了二十几天,蓝莫咬死牙不肯投降,楚天也就困了他二十几天。 这一日,突然有十几个羞氏气喘吁吁的向蓝士注地急飞了过来,隔着老远的距离,一名领队的老人已经大声的呼喊起来,莫少主,莫少主,那些该死的匪团,真正是胆大包天,您没有收到传回来的警讯吗? 楚天转过头,直勾勾的盯着这些人。 领头的老人和他身后的十几个人猛不盯的看到。 蓝士注地被楚天用一口大钟扣在正中疯狂灼烧,他们全傻眼了,一个个傻乎乎的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遍体大汗淋漓,衣衫都被烤得焦糊的蓝莫带着四尊天王出现了。 隔着厚厚的防御大阵,隔着上百里距离,蓝莫指着那老人喝道,蓝莲,出什么事了? 你不是,不是负责距离涂抹成最近的,那一处优炫金灵矿吗? 蓝莲呆呆地看了楚天一阵子,然后跳着脚地朝着蓝莫叫嚷了起来,莫少主。 您莫收到信吗? 我们蓝士在混乱天狱的好几处产业,都被人给洗荡了,一处太墨硫金矿,一处酷宁炫银矿,两处血纹乌金矿,一处孵化场,全被洗劫一空了。 楚天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他突然笑了起来,蓝莫,莫少主,你家被洗劫的这些产业,可值得一万亿极品神经吗? 哈哈,哈哈哈哈。 蓝莫已经顾不上搭理楚天,他声嘶力竭地吼叫道,是谁? 是谁敢的? 谁这么大胆? 怎么没有信息传回来? 怎么没有一点消息传回来? 就算你们都是死人吧,怎么是你现在才敢来给我消息? 蓝莫苦笑了一声,他指着楚天扣住了整个蓝氏驻地的大钟,一脸苦涩地说道,莫少主,怕是这口大钟能够隔绝虚空,所有的传讯都被他摧毁了。 所以,少主您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蓝莫的身体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他呆呆地说道,太墨硫金,库宁炫银,血纹乌金,还有一处孵化场,该,该死的,是谁? 是谁? 怎么,怎么就被一群盗匪给打下来了? 蓝莫身边的四尊天王脸色如土,一个个神色难看到了几点。 如果他们不是被蓝莫调回来,如果有人袭击那些矿场,他们当中总能有一人利用传送阵赶去增援。 但是现在,他们被楚天困在了这里,他们知道,他们留在外面的那一尊天王负责镇守蓝氏一族的一处极其紧要的据点,轻易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所以,现在蓝氏在外的那些产业缺少顶尖的高手坐镇,混沌天狱的匪团,不难找到天王级的高手相助啊。 蓝莫咬着牙大声嘶吼,是谁? 谁这么大胆子? 蓝莫喘了一口气,飞快地爆出了一长串匪团的名号,真亏了他们怎么打探来的。 血刀债为首,然后是一长串稀奇古怪的匪团名号,终于,楚天在蓝莫嘴里听到了震三周汉匪几个字。 第六百四十二章 裁决追杀 混乱天狱,陨石乱流深处,规模膨胀了数倍的匪军舰队浩浩荡荡的向前行驶着。 经过了几场酣畅淋的劫掠,如今的匪军颇有点秒枪换炮的感觉。 比如说庞大的舰队最前方,用来开道的非洲,悍然已经是一条长有三百多里,装甲厚重异常,防御大阵更是惊人的重箭。 舰队中更多了两千多条长度在百里开外的大型非洲,这些舰船要么是从蓝氏一族的产业中截掠到的,要么是在陨石乱流中碰到的过路商队,被他们顺手给截掠了下来。 除了这么多的舰船,匪军更是劫掠了大批的矿工,水手和护卫,血刀狂军他们临时召开了一个分赃大会,瓜分了劫掠来的人手,分别将这些俘虏打下了奴隶烙印后,将他们编入了自家的盗团。 血刀寨召集来的这些匪团的实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血刀寨自身实力更是膨胀了十倍以上。 唯有镇三州匪团一直在打酱油,坚定不移的打酱油,他们各种毛病层出不穷,就没认真的打过几场,也就只有龙王,蝴蝶和楚风等几个大头目交替着出手,不大不小的打了几场仗。 所以镇三州匪团的收益份额极其有限,加上血刀狂军和其他匪团首脑的一致排挤,镇三州匪团是一条剑船都没到手,更只是接收了一批实力最差的矿奴和仆役,基本上就是一群老弱病残,除了吃闲饭没别的用处的那种。 龙王,蝴蝶和胡老倒也不生气,他们很好说话的接收了这批战利品,三条非洲魂在规模庞大了数倍的舰队中,依旧很不起眼的向下一个目标前进。 按照血刀狂军得来的情报,前方两天路程,就是蓝氏一族一处很是重要的据点,一处蓝氏一族用来培养精英战士,据说还是太古传承下来的试炼遗址。 所有盗团的首脑都被血刀狂军召集到了他的新旗舰,也就是最庞大的那条三百多里的非洲上。 非洲的船头摆下了一六尔长桌,两侧整齐的摆着金属铸成的大椅,血刀狂军坐在长桌的一端,双手用力的舞动着,向所有匪手讲解这处遗址的来历。 太古之时,有无量天。 时间太过久远,无量天究竟是何等景象,怕是只有现今至高天、圣灵天、大罗天的真正大人物才知道。 可以确定的一点,无量天是一处不可思议之地,不可思议,所以言语无法描述。 血刀狂军双眸狂热的盯着在场的匪手们,只是传说,无量天的一朵花,一株草,甚至是一粒沙子,都有夺天地造化的不可思议之力。 蓝氏掌控的这处遗址,就是无量天某个强横势力建造的,专门用来培养后辈弟子的试炼场。 神奇规律,玄妙不可测,以蓝氏的实力,以他们的势力,也只能派人守住这座试炼场,无法将其扳回至高天,也始终没能探明这处试炼场究竟有多大,内部究竟有多少玄妙。 端坐在长桌末端,显然最不受待见的龙王慢悠悠的开口了,如此要害之地,救我们,如何攻打? 龙王看着血刀狂军冷然道,就算如今那里只有一尊天王坐镇,我们有两位前辈可以轻松压制,甚至是斩杀他。 那是炼场,我们难不成还能长期占据吗? 摇摇头,龙王很不客气地质问血刀狂军,攻打这处试炼场,意义何在? 还不如找一处矿场,大家兄弟活卷一票福财,回去吃香的喝辣的来的快活。 一众匪首纷纷点头。 这种神神道道,所谓的太古遗留的东西,总有说不清到不明的风险,就算打下来又如何? 带不走,吃不下,能有什么好处? 更不要说,里面还有一尊蓝氏的天王驻守。 而且既然是太古遗迹,里面还不知道有多少阵法陷阱,蓝氏在里面经营了这么多年,对里面的情况肯定掌握得比外人多得多。 冒着损兵折将的风险去攻击这里,还不如和龙王说的一样,多洗劫几个矿场,多弄一点资源,这比什么都合算。 血刀狂军目光纷冷的看了龙王一眼,他举起双手,大声说道,诸位兄弟,静一静。 龙王兄弟说的有道理,但是他却不知道,这是炼场究竟有多少好处。 他看了看在场的众多匪手,沉声道,自家兄弟,也就不瞒大家伙。 这是我们血刀债花费了巨大的心思,好容易裁查探出来的情报,这处试炼场内,有大风险,但是也有大利益。 血刀狂军骤然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的说道,只要我们能够进入这处试炼场,就算手下儿郎死伤过半,也是值得的,诸位兄弟,这处试炼场内,只要通过规定的考验,就有各种奖励,谁也不知道试炼场的中心。 这极奖励是什么,但是曾经有蓝氏的子弟,从中得到了威力堪比开天神器的重宝。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血刀狂军眯着眼,语气变得格外的飘忽,忧伸,更有人从中得到了太古神丹,进入试炼场时,他只是时节不到的实力,三个月后他走出来时,已经是万节高手,不仅如此,他还踏入了化道境。 在场的肥手呼吸骤然加重。 血刀狂军难难道,虽然只是三脉大道的化道境界,但那可实实在在是化道境啊。 除了龙王还能勉强保持原本的冷静,在场的肥手们无不目光散乱,一个个呼吸急促,面皮都变了颜色。 长久的沉默后,一名肥手举起了右手,兄弟们,搏一下。 或许,我们就能脱离这该死的混乱天狱,去独霸一方,称宗道祖的过好日子。 若是我们能有天王级的法力修为,更能突破悟道境,踏入化道境,割据一方,成为一方天帝,那是首到勤来的事情,就算至高天至下的各方天庭,多少天帝的修为,也不过是千节之下的水准。 可不是吗?开天神器,化道神丹,冒点风险算什么?手下的小崽子们,死伤再惨重,嘿,混乱天狱还缺了敢打敢拼的好汉。 干了,干了,兄弟们,一起了,搏一个荣华富贵,嘿嘿。 甲板上,气氛一时炽热。 同在混乱天狱,距离涂抹成按照正常非洲的航行速度起码有十几年航程,一朵色泽净的青色莲花静静的悬浮在混乱沸腾的陨石流中。 青色的莲花直径百万里,起码有数万花瓣重重叠叠绽放开来。 每一片花瓣的尖端都有一缕青色鲜光直冲高空,一缕缕鲜光在空中冉冉张开,化为一朵朵大小不一的青色云台。 青色云台大的有数万里方圆,小的只有数百里大小,一眼望去,不知道多少片云台悬浮在虚空中,静静的承载着无数的楼阁乌雨。 巨大的青色莲花下方,八片极其硕大的莲叶向四周张开,这些莲叶比莲花更大了数倍。 连夜上建造了规模惊人的雄伟城池,一条条非洲从四面八方飞驰而来,不断降落在城中,也有无数的非洲不断从城中飞起,向四周的混乱陨石流中钻了进去。 这里是诸邪城,是圣灵天在混乱天狱设立的唯一一座官方据点,派驻了无数强大修士镇守。 这朵青色莲花,正是圣灵天的一剑赫赫有名的开天盛气无香清莲,专则防守,防御力强悍绝伦,自诞生以来,无香清莲从未被攻破过。 无香清莲的主人,也正是诸邪城的城主,正是圣灵天赫赫有名的清莲圣尊,是圣灵天诸多圣尊,灵尊中性格最温和,却最没人愿意招惹的人物。 没人愿意招惹,是因为没人招惹得起这位圣尊。 清莲圣尊曾经单枪匹马独闯至高天,被至高天十三位大天相中的六位联手围殴了三年,毫发无伤。 尽情地击嘲了至高天的义英大能高手三年后,清莲圣尊失失然走出至高天,争个一根毫毛都没掉落。 由此清莲圣尊威名大圣,自他成为诸邪城的城主后,就再也没有至高天和大罗天的人主动犯境,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反正你不可能攻破诸邪城的防御,谁也不愿意做那等无用功。 无相清莲连蓬正中,几缕仙光冲天而起,化为一片面方圆数十万里的青云。 一座精巧的城池悬浮在青云中,俯瞰下方一片片云台,俯瞰八片巨大连叶上的八座城池。 这座城池名曰清莲居,正是圣灵天最顶尖的七大门阀在诸邪城的驻地,唯有七大门阀的嫡系子弟和归附他们的附庸家族的人员有资格进入。 就在血刀寨纠集的匪军浩浩荡荡向蓝室的诸多产业进犯的时候,一道黑色灵光从清莲居中冲天飞起,用一个寻常修饰完全无法理解的可怕高速冲出了无相清莲的庇护区域,丝毫不减速地冲进了混乱的陨石流中。 密集的陨石流在沸腾,在翻滚,在急速的冲击摩擦,无数次的冲撞溅起了大片的火光,引爆了无数雷霆,更有刚风毒气在虚空中肆虐蔓延,各种毁灭辐射和原则距离在虚空中扭曲,震荡,一个个黑洞声灭不定,一处处空间窝流不断吞噬四周的一切,毁灭被吞噬的一切。 这道黑色灵光犹如鬼魅一样,用不可思议的高速灵巧的在混乱的陨石流中急速穿梭。 他轻盈地穿过一块块陨石,绕过一处处天险,所过之处一切险恶之地都化为通渠大道,甚至连一粒沙尘都无法碰到这道黑色灵光。 在虚空中穿梭了好几个时辰,黑色灵光骤然停了下来,光芒消散后,显出了灵光的本体,乃是一枚直径摆仗不到,犹如水晶琉璃打磨而成,外形成员叠状的奇异飞行器。 飞行器的表壳漆黑一片,犹如黑洞一样吞噬四周一切光芒,如果肉眼看到了它,会有一种视线被吞噬,灵魂被抽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会不受控制的向外流逝的恐怖感觉。 黑色园蝶静静的悬浮在混乱的陨石流中,好些陨石向它冲撞了过来,然后一块块陨石无声无息的湮灭,直接湮灭成了最细小的能量粒子,化为一道道七彩流光向四周疯狂的冲刷了过去。 一时间这一片陨石流中流光一彩煞是美丽,美轮美奂却充斥着致命的危机,犹如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在这里喷吐毒物。 四周陨石流中一道道黑色灵光闪烁,一枚又一枚直径不过三五丈的黑色园蝶悄无声息的从陨石流中冲了出来,无声无息的悬浮在这枚直径百丈的园蝶四周。 短短几个呼吸间,起码有上百万枚这样的黑色园蝶涌出,它们在虚空中排成了一个整整齐齐的立方体阵型,就这么静静的悬浮在虚空中纹丝不动。 正中最大的黑色园蝶内,一个远比园蝶外表体积大了百倍的空间中,一张漆黑的大椅上,一名身披黑色紧身甲皱,全身上下没有一丝皮肉暴露在外的魁违男子静静的坐在大椅上,双眸部位不断喷吐出一丝丝血色火焰。 一名身穿幽蓝色长裙,生得美丽端庄,犹如神妃仙子的少女微笑着站在魁违男子的面前,毕恭毕敬的说道,裁决官大人,您要追查镇三周汉匪的下落,那么,只能去涂魔城了。 寒乐在涂魔城,还有几个颇有实力的朋友,他们当能为您查清镇三周的确切位置。 一声低沉的冷笑,那魁违男子冰冷的说道,身为圣灵天玄龙圣尊的后人,七大门阀的子孙,居然和至高天的灵族交好,不过,这等事情和我裁决圣殿无关,不然,我会亲手打烂你的屁股。 寒乐脸色微微一变,急忙挤出了灿烂的笑容,哎,您知道的,我们。 魁违男子摆了摆手,冷声说道,够了,闭嘴。 你和你兄长寒乐王固然是玄龙圣尊的后人,却也不是长房主脉的嫡系后人,就算你们再胡作非为,再弥烂堕落,哪怕你人尽可夫,勾搭无数灵族的面首,也无损圣灵天的根基,你们平日里怎么胡来,我不关心。 手指轻轻一点大意覆手,魁违男子淡然道,赶紧带路,赶去屠魔城,找你的相好,打探清楚镇三周的确切下落,这是豪王的命令,你应该知道厉害,他虽然和你们同辈,但是他的身份地位,却比你们高出百倍,千倍,万倍,耽搁了他的事情,我们都会有麻烦。 寒乐脸色骤然一白,他近乎呻吟地说道,豪王哥哥的命令们,我知道,有一座直达屠魔城的超远距离传送神阵,这是我们联手布置的秘密通道。 一个时辰后,百万黑色圆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屠魔城外围。 第六百四十三章 奔袭 哇哦,真是个不幸的消息。 楚天一掌按在了太阳造化钟上,收起了全部的神通,右手大袖一挥,大片太阴神光犹如流水一样涌出,迅速绕着蓝色, 蓝色的驻地转了一圈,将所有太阳真火引发的火焰全部扑灭。 蓝墨公子,非常抱歉我们之间的误会。 楚天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很是诚挚的右手按在心口,向蓝墨深深地鞠躬行了一礼,本座,不是落井下石,趁人之危的人,或者说,其实,本座一直不想和蓝色为敌。 再一次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楚天看着一脸茫然的蓝墨,柔声道,是你们先来聊播本座的,不是吗? 这世道,好人活不下去,人善被人击,马善被人急,所以,本座只能表现得凶狠残暴一些。 摊开双手,楚天万分诚挚地看着蓝墨说道,但是您看出来了,本座并没有下死手,下重手,本座只是,给您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警告。 耸耸肩膀,楚天很潇洒地转身就走,所以,既然蓝是有别的麻烦,想来蓝墨公子会谦虚接受这次的教训,不会再和本座为难,不会再和本座魂饭吃的大玉寺为难,所以,您忙您的去吧,本座不会再找您的麻烦了,那一万亿极品神经,也就一笔勾销。 只不过,您也最好不要再来找本座的麻烦。 楚天回头向蓝墨笑了笑,右手突然一甩。 青椒剑发出一声堪比龙吟,却比龙吟更加高亢尖锐的剑鸣声,瞬间划过了蓝墨的面颊。 痴痴声中,蓝墨并搅一大片头发无声无息的飘落,随后他腰间传来刺耳的碎裂声,他身上两枚自行触发的护身神符就这么裂开了。 不仅如此,蓝墨面前,蓝氏一族布置在驻地的防御大阵,硬生生被青椒剑破开了一个碗口粗细的透明窟窿。 后打百丈的结界光幕,犹如一片薄薄的纸片,被青椒剑轻轻松松的洞穿了。 连带着蓝墨随身佩戴的两枚足以抵挡天王级高手狂轰烂炸的护身神符,一共是三重防护,被青椒剑一击洞穿。 看着身前慢慢飘落的发丝,蓝墨额头上,后心上突然渗出了大片冷汗。 好可怕的剑,他居然没看青青椒剑的剑影,连青椒剑究竟是什么形状都没看清楚。 以天王级的修为,足以遇见亿万里隔空杀人。 以青椒剑的飞行速度,以他的可怕攻击力,如果楚天偷偷摸摸地隔着数万里地,给蓝墨狠狠地来上这么一剑。 蓝墨的脸色骤变,他堆砌起满脸的笑容,连声笑道,前辈说得极是,其实我们无冤无仇,根本没必要相互冲突。 以后,蓝氏大门随时为前辈敞开,随时欢迎前辈来喝茶。 楚天笑了笑,身体一晃,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蓝墨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青椒剑将他心底那点火气彻底抹杀,如今他心头一股恶气冲了上来,却是冲着云青那个狐朋狗有趣的,这个王八蛋,他想要讨好寒洛王的妹妹寒乐,却让蓝墨出头发难,结果呢? 想想不知死活,九成九已经死在楚天手中的蓝牌光熙,还有三尊神体被毁的天王。 蓝墨很想拔剑劈死云青,不过,看在两家的交情份上,不劈死他,也要毁他的容啊。 阴沉着脸,蓝墨飞身到了蓝灵面前,力声喝道,蓝灵,把话说清楚。 什么地方被匪团给袭荡了? 嗯? 那些该死的混蛋,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他们怎么敢? 蓝灵可怜巴巴的看了看跟在蓝墨身后的四尊天王,呲牙咧嘴的不该如何开口。 人家为什么不敢? 如果这四尊天王没有被调回涂魔城,如果他们还在外面的那些矿场,孵化场之类的地方坐镇,四尊天王通过传送神阵网来调度增援,足以庇护蓝室的那些产业安全。 四尊天王全都被调回来了,连带着他们麾下最精锐的一批直属天兵天将也都被调回了屠魔城用来对付大御寺。 蓝室在混乱天狱的产业前所未有的空虚,那些刀口上淫血的盗匪,他们不趁机下手才怪。 混乱天狱的盗匪,可是至高天,圣灵天,大罗天最凶残,最狠毒的盗匪,要不是走投无路的人,谁会跑到混乱天狱这种鬼地方来混饭吃? 他们谁会把蓝室的威严放在心上? 没有足够的武力镇压,冒犯蓝室的威严算什么? 当然,蓝灵不敢这样说,蓝墨是蓝室颇受看重的嫡系少主,要是言语中冒犯了他,让他没脸见人的话,蓝灵害怕他就没命见到至高天的太阳了。 墨少主,还请赶紧派高手增援。 蓝灵镇定了心神,沉声道,不然,那群无法无天的家伙,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压低了声音,蓝灵用神通向蓝墨回禀道,少主,看他们一路洗荡的方向,他们可是朝着虚原洞天试炼场去了,那地方虽然有蓝台践行大人坐镇,但是这些匪徒党敢如此行事,他们想来也有高手啊。 蓝墨的脸色骤然一变。 那些矿场,孵化场什么的,那都是福财,被洗劫了,不过是损失一些金钱和人手,他蓝墨还是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的。 但是虚原洞天嘛,那是蓝室在混乱天狱最紧要的一处据点,对蓝室培养后辈精英族人有着极大的价值,那是万万不能出纰漏的地方。 远处传来了云青的声音,蓝墨凶,那乡八老山神如此凶狠,不如你我联手,将他拿下。 云青满脸试笑的带着四尊天王级高手兴冲冲的赶了过来,他满脸灿烂的笑容中充满了友情和温暖,他殷勤的凑到了蓝墨身边万分关切的问他,蓝墨,你没受伤吧? 嗯,可有我能帮忙的地方。 蓝墨强忍着一拳轰在云青鼻子上的冲动,该死的家伙,楚天用太阳造化中困住他的时候,你云青死哪里去了? 不过,蓝墨强忍着心头冲动,咬着牙说道,云青,帮我这次的忙,带你的人,帮我应付那群胆大万为的匪徒,之前的一切事情,就此作数,如何? 一刻钟后,蓝墨,云青,还有两家的七八个来图魔城历练的公子,带着六尊天王,无数的天兵天将搭成三条巨大的万里神舟,用最快的速度冲出了图魔城。 在三条神舟后面,楚天记起太阴万化轮,直接跟了上去。 陨石流中,匪军的庞大舰队在向前及时。 依旧是血刀寨的新旗舰上,血刀狂军在座最后的总动员,他站在船头,面对着百多名个大匪团的首脑,用力的挥动着拳头,诸位兄弟,成王败寇,在此一举。 谁也不想来混乱天狱混饭吃,谁都不想在这破地方混一辈子。 力量,只要有足够的力量。 我们就能冲出混乱天狱,我们就能横行一方,我们就能称宗道祖,我们就能享受权势,财富和美人。 双手用力的握紧拳头,血刀狂军立声喝道,我们这些兄弟,要么是在至高天犯了罪,要么是在圣灵天惹了祸,要么是在大罗天被人追杀,不得不逃到混乱天狱来。 但是只要我们有了力量,我们不去至高天,我们不去圣灵天,我们去大罗天,强者为尊,力量至上的大罗天。 只要我们当中,不管任何一个幸运的兄弟能够踏入化道径,我们就有资格在大罗天成就一番事业。 血刀狂军的面孔憋得通红,如果有这样幸运的兄弟出现,就算是我,血刀狂军,那时候也心甘情愿做他的手下,奉他为大鬼手。 龙王浑在一众匪团手脑中,镇定自若地看着一群陷入疯狂和异想的匪手。 他冷笑了一声,背着手,搭拉着眼皮,静静地看着脚尖前的那一小块甲板。 血刀狂军,这是要一口吞掉所有匪团啊。 谁能幸运的从那是炼场得到好处,踏入化道径,呵呵,按照他在这里约定好的说法,所有人都要成为那个幸运儿的手下。 至于说,去大罗天。 两条气息森严,气息极其邪恶,狂躁的人影正站在后方的船楼上,居高临下的俯瞰着百多个匪手。 那两个家伙,正是血刀狂军不知道从那里招来的两个天王级的高手,他们全身都蒙在黑色的斗篷中,没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但是这几次洗劫蓝室的产业,这两个家伙倒也见烈心系出手过。 他们帝功法,完全是大罗天那些魔头,鬼尊,妖皇,各种痴魅王俩的露术。 邪恶,霸道,凶残绝伦,诡秘莫测,不出手则已,出手就让对手魂飞魄散。 这两个家伙肯定是大罗天的人,血刀狂军不知道如何跟他们套上了关系。 龙王有点忧心忡忡的轻淤了一口气。 还是胡老说得好,谨慎小心,保存实力,一旦事情不对,立刻把脚就走。 震三州汉匪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哪怕是被子罚的人裹挟着,从天路世界逃窜到圣灵天,投靠圣灵天的某一大门阀。 在那等艰难的境地,更有人虎视眈眈,不断的挖坑射套故意为难的时候,震三州汉匪都硬闯了过来。 血刀狂军想要在震三州的兄弟们身上占便宜,还要看他的牙扣够不够好。 舰队向前飞驰,蛮横无比的撞碎了沿途的无数陨石,在混乱的陨石袋中开辟出了一条空荡荡的涌道。 等得舰队飞驰而过后,又有无数的陨石卷了过来,将这条涌道重新填满。 百多个匪首回到了各自的匪团中,也不知道这些匪首给自家儿郎说了些什么,无数汉匪纷纷冲到了甲板上,手舞足蹈的大声嘶吼着,挥动着兵器恨不得现在就碰到敌人拼命厮杀。 只有镇三州的三条非洲上冷清清的,好些受伤的汉匪有气无力的躺在甲板上,一个个犹如被打断金的野狗一样,躺在甲板上直哼哼。 也不知道这些伤员从哪里弄来了大量的烈酒,甲板上到处都是酒坛子,一股刺鼻的酒味传出老远,都飘到了临近的匪团非洲上。 好些匪团的汉匪不懈的看着镇三州的这些汉匪,很诧异这群家伙是怎么混到现在的。 向前急迟了八天八夜,前方虚空中突然透出一抹淡淡的奇异神灰。 四周的陨石流变得平静下来,这种感觉就好像无数发狂的疯狗,突然变成了闲静的小白兔,安安稳稳的悬浮在虚空中,在一股无形力量的牵引下,极其缓慢的围绕着一方虚空旋转着。 无数陨石不断的堆积在这里,在虚空中形成了一堵厚达数万里的陨石凝成的护墙。 血刀狂军从船头一跃而起,他放声长啸,无数柄血色弯刀急速旋转着,化为一道道血光狠狠的劈砍在前方厚重的陨石护墙上。 无数陨石瞬间粉碎,血刀狂军一人,硬生生在护墙上凿开了一个宽达千里,不断向前延伸的涌道。 庞大的舰队顺着血刀狂军开辟出的涌道向前不断突进,数万里距离只用了不到两个时辰,前方最后一层陨石被破开,一片巨大的球形虚空出现在匪军面前。 这里虚空中充斥着润泽犹如弹青的神光,浓郁的天地灵髓以一种奇异的形态存在,在某种神级的力量催化下,这一片虚空中的天地灵髓变得更加清零,更有灵性,更加活跃,对修士的补义更大。 庞大的舰队闯入这一片虚空,所有人都感觉呼吸骤然沉重,他们有一种从岸上跳进海水中的感觉,奇异的天地灵髓将他们紧紧包裹,然后迅速侵入他们的身体,滋养他们的五脏六腑,滋养他们的四肢百孩,甚至直达他们的神魂。 所有人的身体都变得沉重了许多,这里的虚空引力比外界庞大百倍以上,在奇异的天地灵髓的滋养下,所有人的身体都开始一丝一丝的提升,肉体力量不断的加强。 好地方。 血刀狂军大笑了起来,真正是好地方。 这地方,就算是一头猪,在这里住上几千万年,都会变成刀枪不入的金刚猪。 真正是好地方。 一个极其威严,极其肃杀的声音远远传来。 在这方虚空的正中位置,一片通体色泽成骨铜色,色泽极其暗淡,不见丝毫光彩的残破宫殿静静地悬浮在那里。 这声音就是从绵延近百万里的宫殿群深处传来。 这里,的确是好地方,而等剑种,谁给你们的胆子,来这里送死。 冷嗖嗖的一句话刚刚说完,从那宫殿群核心处,一道长达百万里的剑芒冲天而起,撕裂虚空,静直朝着血刀狂军的旗舰当头披了下来。 血刀狂军吓得魂飞魄散,剑芒来得速度太快,他根本来不及闪避。 他下意识地尖叫起来,两位前辈,救命。 第六百四十四张战天王 蓝牌,剑行,霍霍霍霍。 血刀狂军身后,高高的船楼上,两名全身笼罩在黑色斗篷中的前辈同时发出让人不寒而栗的冷笑声。 其中一名个头稍高一些的前辈猛的向前一扑,带起一六寒气四射的残影,猛的挡在了剑队的最前方。 剑芒笔直地冲了过来,重重地轰在了他的身上。 黑色,古旧,到处都是骷髅眼的黑色斗篷哗啦一下化为无数巴掌大小的黑色蝴蝶飘散,这些黑色蝴蝶形状诡异而猙獰,背部隐隐可见血色的扭曲人脸若隐若现。 这些黑色蝴蝶飘散后,就化为无数细小的黑红色的光点,慢悠悠地笼罩了整个匪军舰队。 站在匪军非洲甲板上,正等着闯入试炼场大干一场的无数汉匪身体骤然一僵,随后他们的眼珠骤然变成了血色,他们的皮肤下开始出现诡异的,犹如蝴蝶一样的黑色纹路。 汉匪们的呼吸变得细长而轻微,他们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他们的头顶有一丝丝黑色的烟雾直冲了上来,烟雾中隐隐可见怪异的阴影若隐若现,一股让人心悸,让人绝望,犹如泥沼一样黑漆漆,好似吞噬一切的怪异气息不断地扩散开来。 唯有镇三周汉匪三条非洲上,一张巨大的黑色画卷突然出现,无数猙獰恶鬼在画卷上若隐若现,随后画卷化为一层淡淡的黑气和一层轻柔的阴风,将三条非洲整个包裹起来。 无数黑红色的光点轻盈地飘落,都被这阴风和黑气无声无息地吞噬,融合,没能有一点落在甲板上的镇三周汉匪身上。 龙王、虎老、虎爹、还有楚野、楚风等人纷纷出现在甲板上,他们肃然看着前方那一片古旧的宫殿废墟,一条条命令不断从虎老嘴里发出,整个镇三周匪团已经崩成了一根弦,随时做好了室友不妙把腿就跑的准备。 剑队的前方,蓝台剑形劈来的剑盲撞在了那人的胸口上,钉得一声脆响,那人身体猛地一晃,向后大踏步地连连后退。 剑盲硬顶着这人的胸口,推动着他不断地后退。 他的每一步都在虚空中留下了一个清晰的脚印,脚印附近的虚空不断地蹦裂,瓦解,不断化为一个个小小的黑洞。 非洲上,虎大力低沉地咕咙了一声,好一副骷髅架子,啊狗,你喜欢啃骨头呢? 阿狗左手手肘狠狠地在虎大力的软肋上撞了一下,他嗡声嗡气地咕咙道,肉!我是狼,不是狗,我吃肉,不啃骨头。 血刀狂军招来的两位天王级的高手,主动冲出去拦截剑盲的那位,悍然是一具浑身上下一丝皮肉都没有,通体漆黑的骷髅骨架。 也不知道这家伙的本体是什么生物,这副黑漆漆的骨架乍一看去和人类骨骼相差放佛,但是仔细看去,它的脊椎骨,肋骨都比正常人类多了不少,身体显得格外的修长。 它的腿骨和手臂骨也比人类多了一截,而且多出来的这一截骨骼的关节,赫然是反关节。 更让人惊诧的是,这家伙的脊椎骨上生了一排尖锐的黑色骨刺,两肩上更是生了一对黑漆漆的骨骼组成的骨斥,通体不断散发出黑色的烟气,在它身边不断有黑烟凝成一枚眉小小的骷髅头随隐随现。 剑芒推着这具骷髅架向后击退,它几步就退到了血刀狂军的旗舰前,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继续倒退,就听一声巨响,血刀狂军常有三百多里的旗舰被这骷髅架撞得粉碎,剑芒一扫而过,庞大的旗舰轰然粉碎,无坚不摧地建议将旗舰中数以万计的血刀寨汗匪震成了大片血雾。 血刀狂军和一众血刀寨头目勉强冲天飞起,勉强避开了可怕的剑芒,他们惊魂不定地看着粉碎的旗舰,看着旗舰碎片中一团团猙獰的血雾冉冉的向四周扩散开,一个个脸色无比的难看。 小谷,要我帮忙吗? 另外一名黑衣前辈悬浮在原地纹丝不动,看着那具继续向后飞退的黑色骨架子怪声怪气的冷笑着,不行的话,就不要成能,看看多少小崽子被你害死了。 小谷身后的骨翅突然张开,它的身躯膨胀到了百丈高下,背后的骨翅则是张开有数千丈长短。 巨大的骨翅上喷出大片黑风,呼啸的黑风中传来无数凄厉的叫喊声。 小谷双手猛地抓住了胸前凝成实质的剑芒,低沉地念诵了一声怪异的咒语。 数万名血刀寨汗匪身体爆炸所化的血雾急速向小谷飞来,迅速凝成了一只血色的蝴蝶,被小谷一巴掌拍进了剑芒中,蓝台,剑形,你的剑。 似乎也不怎么锋利。 小谷怪声怪气地笑着,随着它的笑声,血色纹路在剑芒上不断地蔓延开来,一块块剑芒崩解,不断炸成无数细小的剑芒向四周蹦射。 无数剑芒带着刺耳的笑声向四周胡乱击打,犹如一场杀戮的暴雨轰击在了距离较近的匪军非洲上。 起码有上百条非洲被崩解肆虐的剑芒扫过,细细秘密地剑芒均匀地扫过这些非洲,穿透了非洲的防御大阵,穿透了非洲厚重的船板,穿透了非洲上下的无数汉匪的身体。 一群群汉匪身体炸开,大片血雾喷洒。 小谷低沉地笑着,长达百万里的剑芒在他的邪术崩解下不断消融,身边无数汉匪的死,对他没有造成任何心境波动。 就连另外一个黑衣人都不由的大笑了起来,小谷,不错呀,这一招鬼蝶崩碎,可比三千年前强出许多了,嘻嘻,可惜了这些小崽子,都是多好的血肉啊,嘖嘖,好霸道的建议,连神魂都给崩碎了,连一点渣子都没给我们留下呀。 随着怪异的笑声,另外一尊黑衣人穿戴的黑斗篷也猛的炸开,这赫然是一尊身高三丈左右,身形四四方方颇为敦式的石头人。 四四方方的脸,四四方方的身材,四四方方的胳膊腿儿,就连每一根指节的形状都是四四方方的。 这么一尊四四方方的石头人通体清晖,不断向外散发出狂躁,阴冷,充满血腥味的邪恶气息。 又是一道长达百万里的剑芒呼啸着从前方宫殿废墟轰来。 石头人怪笑一声,他的身体表面清晖色邪光闪烁,身体骤然膨胀到千里高下,犹如一座大山柱在了匪军舰队前。 剑芒重重的击打在他庞大的身躯上,就听一声刺耳的巨响,石头人的胸膛被劈开了一条长有两百多里,身有数十里的剑痕,大片石粉飞剑。 剑芒闪烁,不断向石头人的体内侵蚀。 石头人低沉的呼啸着,四面八方无数陨石呼啸着向他飞来,不断融入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不断吞噬陨石,变得越发巨大,短短一弹指尖,他的身体就已经膨胀到了十万里高下。 蓝台渐行 你昨晚和女人做多了吗? 腿软了。 石头人猛的张开大嘴狠狠一息,残留的长有数十万里的剑芒被他一口吞了下去。 剑芒在石头人的肚皮内爆开,铿锵一声巨响,石头人的皮肤上出现了无数细小的裂痕,但是裂痕迅速愈合。 小谷,挥石 蓝台渐行高亢,尖锐的声音远远传来,当年你们逃得一命,今天你们还敢再来。 小谷怪声怪气的笑着,通体黑漆漆的骷髅架子上无数血色的邪恶纹路不断浮现,让他身体变得好像一只黑红色的斑蓝毒虫,透着一股子让人恶心,恐惧的气息。 哈,哈,哈 小谷大声的呼喝着,他大嘴张开,一团团黑气喷出,化为一个个猙獰扭曲的骷髅头向前急飞。 本来水缸大小的骷髅头向前飞驰了一段距离,就急速膨胀,最后都膨胀到了千里大小,犹如一座座大山轰向前方的宫殿废墟。 挥石温温的咕拢着,当年我们逃跑,是你们三尊天王围攻我们两人,今日,是我们两人围攻你一人。 蓝台渐行,我们知道你们的人被调回了涂魔城,你现在孤立无援。 小谷喷出了数百个巨大的骷髅头后,这才喘了一口气,大声的尖笑起来,就算他们得到消息,用最快的速度赶来增援,按照我们的计算,也要从现在开始三天之后他们才能赶到,如果有任何当个,怕是拖上半个月都是有可能的。 小谷蹦跶着窜上了挥石的头顶,他站在挥石硕大的势头脑袋上大声吼道,不用三天,更不用半个月,我们只要一个时辰,我们就能灭了你。 巨大的骷髅头带着森森邪气扑到了宫殿废墟前,一层金色的光幕浮现,光幕中无数羽翼转护盾急速亮起,无数圆形的巨大符纹犹如火把一样亮了起来,巨大的反振力量在光幕中积蓄,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撞在光幕上的骷髅头被震得粉碎,一缕缕黑色烟雾就好像胶水一样粘在了光幕上。 咔咔声中,黑烟所到之处,光幕裂开了无数细小的裂痕。 首骨低沉的笑着,蓝台渐行,你看哪,你看哪,我就要打破你的乌龟壳了,你不敢出来和我们交手,是吧?你不敢,没有了别的鸟人帮忙,其实你就是一个下三滥的软蛋。 挥石举起右手,重重的在自己的两腿之间狠狠的垂了垂,溅起了无数的火星,蓝台渐行,软蛋。 看,你挥石爷爷的蛋,这么硬。 哈哈,帮帮硬,嘎崩脆。 首骨跳着脚的朝着那宫殿废墟叫嚣起来,蓝台渐行,滚出来受死啊。 你,真是软蛋。 或者,你连蛋都没了。 哈哈,我想起来了,当年那一战,你被我一记鬼爪给抓爆了蛋。 不会吧? 真没了。 血刀狂军已经拔出了他长长的佩刀,缓缓向前方宫殿废一指。 无数汉匪低沉的嘶吼着,犹如一群疯狂的野狗一样,眼睛里透出了浓浓的血光。 首骨的魔宫让这些汉匪的战役澎湃到了极点,他们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纷纷催动非洲用最快的速度向前突进,不断的突进。 一条条非洲在虚空中拉出了长长的火光,非洲急速摩擦虚空中细小的陨石尘埃,带起一溜溜溜火扑向了他们心目中的猎物。 首骨和灰石腾空而起,他们两人联手,气息几乎完美的融为一体,化为一团黑色,青灰色混杂的斜光,瞬间跨越百万里距离,重重撞在了宫殿废墟外围的金色光幕上。 光幕轰得一声粉碎,随后又一层金色光幕从宫殿废墟中升腾而起。 首骨的手上多了一根造型猙獰怪异的鼓杖,黑漆漆的鼓杖上挂着数十个拳头大小的各色骷髅,每一个骷髅都在不断向外喷吐浓烟烈火。 首骨双手抡着鼓杖狠狠向前一挥,他面前的虚空连同新生的金色光幕同时粉碎,虚空崩塌,大片空间碎片被一个直径万里的黑洞一口吞了下去。 黑洞边缘无数黑色裂痕向四周扩散开来,将宫殿废墟边缘的数十栋殿堂一口吞下。 尖锐的笑声传来,一尊身高百丈,背后羽翼喷涌出无边剑芒,羽翼根部有无数条剑形光影奔腾而出,凝成一圈巨大剑轮的天将冲天飞起,双手紧握一柄和他身高等高的金色光剑向这边冲了过来。 你们,胆敢,损坏,虚言动天。 蓝台剑形的双眸变得通红,他震怒异常的一个闪身到了修谷和灰石面前,右手长剑骤然消失,随后无数条金色剑影摧毁了那个巨大的黑洞,覆盖了方圆十几万里的虚空。 纵横交错的剑影骤然向内一合,最终凝成一抹拇指粗细,数十丈长的剑光直冲修谷和灰石。 修谷和灰石同时惊呼,尖叫,两人同时向后击退,用最快的速度击退。 同时修谷私声欢呼着,蓝台剑形被糊弄出来了。 兄弟们,并肩子上啊。 做了他,虚言动天就是少煮囊中之物。 一瞬间有四条气息比修谷和灰石更强几分的人影凭空出现,他们莫名的扑到了蓝台剑形的身后。 谁也没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总之蓝台剑形突然发出凄厉异常的惨嚎声,他的胸口上突然多了一个透明的大窟窿,身后辉煌灿烂的十八对羽翼骤然消失了六对半。 蓝台剑形白净润泽的皮肤变成了漆黑色,黑色中更有无数蓝色,绿色,紫色的条纹闪烁,显然他中了剧毒,而且剧毒在一瞬间就扩散了他的全身。 他的眸子更是变成了诡异的灰红色,他的眉心有一条人影在急速的跳动着,他的身体在不受控制的静弯。 猛不叮的,蓝台剑形的右手挥动长剑,一剑洞穿了自己的小腹。 他不仅中了剧毒,更是被人用魔弓控制了神志,身不由己的重创了自身。 无数汉匪呼啸着向宫殿一计冲杀了过去。 镇三洲的三条非洲上再次爆发了能量熔炉崩溃的火光,但是一个冷力异常的声音突然传遍了三条非洲。 冲上去,和那些天兵天将分一个胜负,或者,你们镇三周的所有人,就不用活着了。 第645章 大报 三条万里巨剑在虚空中急速前行。 通体纯金色的巨剑的剑手位置,分别矗立着一尊背生双翼,高有十里的传手像。 手持长剑,做冲锋状的传手向通体喷出金色神光,向前冲出十几万里远近,金光所过之处,无数陨石纷纷气化。 三条巨剑畅通无阻在陨石乱流中狂奔,巨剑的剑体上无数金色神阵凸起,放出夺目神光盘旋飞舞,卷起滔天光霞,散发出恐怖的能量波动,声势骇人至极。 无数天兵天将威武昂阳的站在巨剑甲板上,不时发出低沉的呼和声。 声浪一波一波的向四周翻滚传播开来,将上位者的威严和威势也随之传播开去。 远远的可以看到陨石乱流中,无数奇异的身影狼狈的向四周逃窜。 有混乱天狱的盗匪团,也有独来独往的独行客,更有混乱天狱中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土著生命,面对至尊天的正规军,没人敢招惹这三条杀气腾腾的巨剑。 楚天化身魅影,在三条巨剑上轻松随意的穿梭着。 六尊天王拱位在蓝墨,云青等人身边,其他的天将实力不够,根本无法发现楚天的存在。 楚天在三条巨剑上释放了无数微型的探测傀儡,一寸一寸的将三条巨剑的剑体结构,还有内部的阵法布置等等,捐滴不胜的扫描清楚。 真不错,真不错,和无量天杜虚神舟的设计一脉相承,但是在材质和设计上,包括布置的阵法和禁制,都比无量天杜虚神舟有了不小的提升。 楚天一边剖析三条非洲的结构,一边由衷的赞叹着。 至高天类,有高人啊。 楚天很清楚就能分辨出,至高天的这些非洲,在设计思路,建造风格上,和无量天的神舟是一脉相承,各种基础阵法,各种基础的能量回路,各种基础的禁制手段,全都带着浓烈的,无量宝集中记载的无量天修炼文明的印痕。 不过,至高天的这些恋物很明显的在无量天的基础上有了不小的提升,从整体性能上来说,这三条非洲在攻击力,防御力,速度,操控方面,都比杜虚神舟强了不少。 一路上,以七巧天宫内那些杜虚神舟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加上无数探测傀儡的帮助,楚天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将三条非洲内的奥义全盘拆解。 全盘掌握了这三条神舟内的阵法结构和禁制布置后,反正待在船上也没事情可做,楚天开始饶有兴致的直接动手,对三条神舟内某些关键部位的阵法和禁制进行改造。 无量宝集悬浮在神窍天境中,屡屡道运不断涌入天魂,无穷无尽的炼气傲益被吸收,参悟。 楚天利用无量宝集中的炼气精钥,以七巧天宫的炼气传承为基础,对比眼前三条非洲的奇思妙想,将三者融为一炉,融会贯通,他的炼气水准在不断的提升。 在蓝末,云青等人不知不觉中,连三条非洲的气灵都没能发现自己本体的变化,楚天已经将三条非洲内的好些关键之处的阵法和禁制改得面目全非。 一旦需要的时候,楚天甚至能够直接越过三条非洲的气灵,全盘掌控三条非洲的大部分剑体。 想来那个时候,蓝末和云青等人的脸色会非常的精彩。 巨剑向前狂奔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楚天正坐在蓝末等人所在的船楼屋顶上欣赏四周的风景,船楼中突然传来了云青怪异的惊呼声,寒乐,你,你怎么会来涂抹成? 三条巨剑周边的陨石乱流突然粉碎,大片粉尘燃烧起来,化为滔天火焰包裹了三条巨剑。 巨剑上传来了尖锐的警号声,一众众厚众的防御结界涌出,一块快神光凝聚的羽翼壮重盾悬浮在空中,重盾缓缓飞舞,荡起大片光霞照亮了四周的火海。 火海骤然熄灭,上百万黑色元碟无声无息地从四面八方涌现,彻底包围了三条巨剑。 这些直径在三五丈长短的元碟上幽光闪烁,一尊又一尊身披黑色紧身甲咒,手持各色兵器的强大修士不断从元碟中飞出,静静地悬浮在元碟上空一言不发。 每一个元碟上,少则有识人,多则有百人,很显然他们以识人为一边组,百人为一对,这是一只组织言明,极其精悍的力量。 光影闪烁中,最大的一个直径百丈的黑色元碟上,身穿幽蓝色长裙的韩乐一脸无奈地出现了,他轻轻地呼了一口气,然后笑着向船楼的方向行了一礼,云青,你们跑得可真够快的,我发给你的讯息,你怎么都不回一句呢? 幸好我们一路追得紧,不然还真会错过你。 云青,兰莫等人纷纷从船楼中飞出,云青的脸色很是古怪,他看着韩乐低沉地说道,这里是我涂抹成的地盘,韩乐,你带这么多人来这里做肾? 你有给我传讯? 呃,你的传讯令符? 兰莫眸子里透着一抹焦虑之色,他猛地扯了一下云青的胳膊,上前了两步,向韩乐沉声道,韩乐,现在我没闲功夫浪费,文,不管你是来这里做肾很么的,让开道路,不要耽搁我的事情。 韩乐眸光流转,他轻声笑道,兰莫,你这么着急,看来是真的有事了。 不过,你们真不认识,我身边的诸位大人吗? 他们是圣灵天,裁决圣殿的裁决使啊。 兰莫,云青,还有他们身边的十几个同族的兄弟姬玲玲打了个寒战,下意识的向后退了几步。 圣灵天裁决圣殿的裁决使,这些家伙就和至高天直属至高天帝的狂信军团一样,是圣灵天最锋利的一柄尖刀,也是臭名昭著的杀人狂,更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魔王。 总之,裁决圣殿的这群贵子手和各大家族的司军不同,他们代表了圣灵天官方的意志,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有圣灵天和新高层的授权,他们犯下的任何事情,都有圣灵天为他们兜底。 兰莫咬着牙冷笑道,裁决圣殿的裁决使,太平了没多少年,圣灵天想要再次和我们至高天开战吗? 不要忘了,上次的全面战争,最后我们两家都吃了大亏,被大罗天的那群疯狂的魔头给占了便宜。 韩乐的身边,那尊财爵官悄然出现,他语气忧深的说道,几位公子放心,此次我们前来,是追杀一批圣灵天的叛徒,并非针对至高天的任何人。 有美艳动人的韩乐座桥梁,兰莫,云青和这位至高天财爵圣殿的财爵官很快就热络了起来。 这尊财爵官没有姓名,只有绰号暗认,他很直接的告诉兰莫和云青,他们是为了藏在混乱天狱的镇三周汉匪而来。 他希望兰莫和云青作为地头蛇,能够向他们提供镇三周汉匪的情报。 楚天静静的站在船楼上,借助太阴万化轮藏匿身形。 当他听到暗认是为了镇三周汉匪而来时,他深深的看了一眼暗认身上那套黑漆漆,没有丝毫光泽的甲咒,悄无声息的窜入了船楼,进入了非洲的主控舱室。 他从非洲的航线图中,得到了兰氏在混乱天狱所有据典的详细位置图,随后他直接离开了三条非洲,化身一抹流光,用比非洲快了不少的速度向着虚原洞天急速奔去。 楚天离开一盏茶时间后,摸清了暗认来历的兰莫和云青满脸欢笑的江寒乐,暗认迎进了自家船楼中。 暗认居然是为了追杀镇三周汉匪而来。 而阵三周汉匪,正在袭击蓝氏一族各处产业的匪团名单上,同样是蓝氏要对付的敌人。 大家既然有着同样的敌人,而且暗认带来了如此强悍的一支裁决军团,大家正好相互配合,狠狠的给那些胆大万为的匪团一个教训吗? 很快的,蓝莫,云青就和暗认达成了协议,作为地头蛇,蓝莫,云青负责提供情报支持,确保暗认能够将阵三周匪团一网打尽,作为回报,暗认带来的裁决军团会帮助蓝莫,全间所有的匪团。 双方一拍集合,很快三条庞大的非洲就再次加速向前方飞驰,三条非洲的左右侧方,百万黑色圆蝶化为一缕缕黑色流光紧紧相随。 逐渐的,因为三条非洲强大的开路效果,百万体型娇小的黑色圆蝶,干脆紧紧的贴在了非洲庞大的船体上。 这些黑色圆蝶紧紧吸附住了三条巨大的非洲,每一只黑色圆蝶表面幽光闪烁,在他们的帮助下,三条非洲的速度再次加快,渐渐的,非洲的速度提升了三倍有余。 蓝莫,云青也不由的惊叹不已,这速度已经超过了他们这三条作舰设计的最高速度。 他们感慨,难怪裁决圣殿的裁决使们,向来以神出鬼没鸣动天下,他们乘坐的这种娇小的黑色圆蝶,在速度上的确有着其他飞行器具无法相比的巨大优势。 按照他们的估算,如果不是为了帮助三条巨型非洲的话,这些小小的黑色圆蝶的最高速度,怕是能有这三条非洲的十倍以上,甚至很有可能会更高,毕竟这些裁决圣殿的人,很可能没有将全部的底牌都亮出来,眼下并非这些黑色圆蝶的最大能尾。 就在兰默和云青感慨时,非洲向前挤持了一个多时辰,突然三条非洲同时剧烈的震荡起来,三条非洲内部船舱内,各处市井阵法同时亮起了不祥的血色红光。 四耳的警报声传来,三条非洲的气灵同时显出了身形,语气森冷的提出了非洲政要自曝的警告。 暗刃的反应速度最快,他一把抓住了寒乐的肩膀,直接顺移离开了三条非洲。 蓝默,云青和一票公子哥,则是被六尊天王一把带起,化为流光用最快的速度飞离非洲。 下一瞬间,三条非洲干净利落的炸成了三团巨大的火光,翻滚的火焰用可怕的高速瞬间扩散到了百万里外。 非洲上无数中低阶的天兵天将在瞬间化为乌有,他们体内的金色光团飞出,却没有高阶天将收射,这些金色光团在烈焰的冲击下接连爆开,让非洲爆炸的威力更是凭空增加了数倍。 毁灭性的冲击波向四周呼啸着扩散开来,百万黑色圆蝶在火光和冲击波中向四周乱弹乱射。 黑色圆蝶的外壳在快速的融化,黑色的外壳因为高温逐渐变成了暗红色,更有点点滴滴的金属之叶从外壳上流淌下来。 真不知道圣灵天裁决圣殿使用了什么材料打造这些黑色圆蝶,在如此可怕的爆炸中,居然只有一小半距离非洲自爆的能量熔炉最近的黑色圆蝶被彻底摧毁,圆蝶中的裁决使自然是被炸得粉身碎骨。 除此之外,有八十几万枚黑色圆蝶犹犹如风中落叶一样被吹飞了老远,乱杂杂地撞在了陨石乱流中,圆蝶的外壳收到了巨大的损伤,但是圆蝶的内部结构居然保存完好。 你们至高天,就这么不靠谱吗? 暗刃一把抓着韩乐顺一逃出了老远,火光在他身后飞扑而来,一枚枚黑色圆蝶带着刺耳的笑声从他身边急速划过,他回头看去,看到大群大群的天兵天将淹没在火光中,只有不到一成的高阶天将有着足够的实力在这样的大爆炸中顺利逃生。 裁决军团损失了大概一成五的圆蝶飞行器和人手,相比起来,蓝氏,云氏带来的天兵天将折损了九成五以上,只有数万生了十对羽翼以上的高阶天将勉强逃生。 暗刃气得额头上青筋乱跳,一口血挂在嗓子眼里,上也上不得,下也下不得,气得他很想拖出蓝墨和云青两个混蛋狂砍三万刀再说。 好端端的三条万里非洲,居然就这么自爆了。 而且自爆的这么突然,这么干脆,这么的干净利落,这么的毫不犹豫。 尤其是,完全不对呀,这三条非洲自爆的威力也太强了一些,比数十名天王级高手的权力一击还要强出了数十倍。 给暗刃的感觉就是,这三条非洲的能量熔炉,似乎从一开始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爆炸杀人。 这完全不对呀,非洲的能量熔炉,设计的根本宗旨就是稳定,可靠,持久,虽然能量熔炉的整体力量非常强大,可是就算能量熔炉出了问题,也不该是如此可怕的大爆炸。 尤其是,在逃亡的那一瞬间,暗刃清楚的感应到,不仅仅是能量熔炉,三条非洲上的所有防御阵法,所有防御禁制,包括内的所有的一切辅助性的阵法和禁制都在很酣畅淋漓的自爆。 包括一些小型传送阵上镶嵌的普通灵精,那都是没有一点浪费的,将每一丝能量都化为了爆炸力。 如此彻头彻尾,如此丧心病狂,如此毫无保留的自爆。 这哪里是三条用来赶路的非洲? 分明是三颗非洲状的巨型大炸弹。 你们至高天的人,平日里就是用这种东西赶路的。 你们,你们,你们,暗刃实在是控制不住心头的火气,猛的一口血喷出了老远。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暗刃很认真的看着韩乐辰声道,韩乐少主,至高天的这些人,实非善差,您日后,还是和他们保持距离的好。 第六百四十六章利用 虚元洞天外,宫殿废墟上空,数以亿计的天兵天江面无表情的猎成阵势,周身翻滚着灵力的剑芒,浩浩荡荡的向匪军冲杀了过来。 助手虚元洞天的天兵天江,哪怕是实力最弱的只生出了一对羽翼的天兵,他身后的羽翼每一根羽毛也都成宝剑状,通体寒气森森犹如金属铸成,羽翼挥舞间,就好似无数利剑漫天乱劈,荡起无数剑光耀人眼目。 数以亿计的剑翼同时拍打,剑光如木海兰涛翻滚袭来,漫天都是剑光剑影,虚空中充斥着嗖嗖的破空声,大片大片冲锋在前的匪军被这可怕的剑光狂潮瞬间吞没,直接绞成了粉碎。 血刀狂军手持长刀,呆呆地站在疯狂冲锋的匪军中间,震惊,惊惧地看着上方悬浮的手骨,挥石,以及另外四名突然闪现的天王级高手。 数万条非洲,无数匪军双眸冲血,犹如蜂魔一样像严阵以带的天兵天江冲杀过去,然后他们就好像屠宰场的牲口一样,被阵形严谨,配合得当的天兵天江轻松绞杀。 鲜血在空中炸成了血雾,凝成了血河,浩浩荡荡的血水中无数残枝断壁再拨载浮。 无数汉匪惨死前的惨嚎声犹如地狱的厉鬼奇奇哭喊,阵的四周虚空都隐隐晃荡,这一片虚空中凭空多出了无边力气。 小谷,挥石,两位前辈。 血刀狂军呆滞地看着小谷和挥石。 小谷节节怪笑,趾高气扬地看着血刀狂军,能在我的魔宫催动下保持清醒,你这娃娃的修为倒也不错。 不过,到了这里,你的用处也就这么点了。 身体四四方方,声音也憨厚沉重地挥石慢吞吞地冲着血刀狂军说道,小血刀啊,你被我们坑了。 嗯,不满你,很坦白地说,你被我们坑了。 你仔细想。 挥石不紧不慢地说道,蓝氏一族高手被调回去的消息,是我们给你的,虚原洞天的情报,是我们给你的,包括你可以用神经请我们帮忙对付蓝台渐行的消息,也是我们的人送给你的。 所以,这一次你的所有行动,都被我们算计得清清楚楚。 血刀狂军张了张嘴,他呆呆地看着挥石,让我死个明白,这是为什么。 后方,震三舟三条非洲快速地向这边飞来,在这三条非洲的上方,居然还有两尊天王级的高手在一路监视。 小谷和挥石他们,这次居然出动了八尊天王级高手。 哦,其实很简单咯。 虚空中一团黑气喷出,黑气中一条通体金甲,通体死气沉沉,体内没有半点而生激活气,双眸中闪烁着绿色阴火的僵尸巨龙冉染染飞出。 一鸣生的眉青木秀,唇红齿白,看上去颇为俊俏的少年坐在僵尸巨龙的头顶,满脸是笑的像血刀狂军点了点头,我无意中得到了一卷上古卷轴,里面记载了虚原洞天的真正秘密,连蓝室都没有探查清楚的秘密。 这秘密,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可以让我轻松压过我的那些兄弟姐妹,成为我父亲坐下最强大,最合格的继承人。 但是,想要开启这秘密,需要无数的精血血迹。 少年温和的说道,修谷,灰石他们,前些年投靠了我,是我的人。 我问他们说,混乱天狱里面,怎么找到足够的血迹祭品呢? 还不能是那些充数的凡人,都还得是有足够质量的,也就是说,修为起码也要天人静的祭品,他们就说,你们就不错吗? 微微一笑,竟然有点倾国倾城的惊艳魅力漠然生出,少年向着面色难看至极的血刀狂军笑道,既然他们说你们是合格的祭品,那就,用你们血迹咯。 摊开双手,少年轻笑道,但是呢,你们这些刘匪最是奸华不过,要修谷他们出手,把你们生擒活捉送来这里血迹,很艰难啊。 你们别的本事不怎样,但是逃命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摇摇头,少年微笑道,所以,我就想啊,怎么样才能让你们心甘情愿的来这里送死呢? 血刀狂军惨笑了起来,我们,我们,这是主动上门送死。 少年急忙点头,对呀,对呀,没错呀,财帛动人心嘛,正好蓝氏自家出了这么个大披露,他们得罪了涂抹成一家新开的店铺大玉寺的东家罗不平,吸,蓝莫那头蠢货,就把四个天王调回去了,这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在我这边。 得意洋洋的摇着头,少年感慨道,那个大玉寺,肯定有很大的问题,一个香巴老山神,居然能压得蓝莫喘不过气来,他身上肯定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和我无关,我只关心虚圆洞天能否落到我的手里。 得意的拍了拍坐下巨龙庞大的龙头,少年喜笑颜开道,我听到了这消息,我是多聪明的人,立刻就有了计划。 其中包括让你知道蓝士的动静,让你知道有修谷和灰石愿意被雇佣帮你对付蓝台践行,让修谷和灰石帮你震慑群到首领,让你组建这么庞大的一只匪徒大军。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少年抬起头来感慨道,我是这么的聪明啊,你们都被我利用了,看看,看看,一路上你们顺风顺水地抢劫了这么多蓝士的产业,都发财了,所以你们就更加不会怀疑修谷,灰石的话,虚圆洞天呀, 可以让你们踏入化道境的机缘,你们果然就乖乖的来了。 瞇了瞇眼睛,少年指着三条快速驶来的镇三洲非洲,赞叹道,不过,你们这群蠢货当中,还真有几个聪明人,比如说,这镇三洲的匪首,他们不仅仅是聪明,而且家笛子也是这么厚实。 他们手中好几件宝贝,虽然弱了一些,那起码也是中等世界孕育出的开天神器级的重宝。 不仅如此,他们各个根基深厚啊,就这么几个匪首,就有七八个纯正的太古神兽血脉。 真真是不得了。 少年笑吟吟的朝着站在船头上的龙王挥了挥手,而且他们这一路上,都在注意保存实力,丝毫不在乎你们劫掠来的这些福才,所以,我决定了。 少年右手轻轻一挥,紧跟在镇三洲三条非洲旁的两尊天王级高手齐声大吼,三条非洲同时粉碎,数十万全副武装,沿镇以带的镇三洲汉匪纷纷显出身形。 和那些杂乱无章,疯狂冲杀去死的汉匪相比,镇三洲的汉匪们阵形森严,气息凝实,他们不像是流窜作案的刘匪,根本就是一支千锤百炼,铁血汉勇的正规军。 甚至比起前方正在大肆砍杀的天兵天将,这支镇三洲汉匪显得更加的训练有素,更加的精锐强大。 人才,就该为我所用。 少年眯着眼笑看着龙王,虎老,虎爹,楚野,楚风,楚邪,虎大力等人,你们看上去很精锐,可是看上去不错的事情,不见得是真的不错。 摊开双手,少年温和的朝着龙王笑道,所以,去进宫吧。 消灭这些所有的扁毛畜生,你们活下来的人,可以得到我的重用,你们要明白,这是你们的幸运,因为我是大罗天铁顶鬼域之主,铁顶鬼圣最聪明的儿子铁白姑。 得意的耸耸鼻子,铁白姑笑道,能够投靠我,未来的铁顶鬼域之主,唉,你们走大运了。 我告诉你们哪,多少人跪在我面前求我收他们做奴仆,我还不乐意呢。 龙王深吸了一口气,他看着一脸惨淡的血刀狂军沉声道, 原来,我们这些兄弟伙,全都…… 铁白姑笑呵呵的打断了龙王的话,没错,你们都被我坑了,不过,这不怪你们,不是你们太蠢,而是我太聪明了。 所以,被我坑来这里送死,真的不是你们的错。 拍拍手,铁白姑悠然道,好了,不废话了,赶紧去干掉所有的扁毛畜生,息,如果你们杀不死他们,那么你们就死定了。 反正,就是那句话,你们谁能活下来,我就收下他。 血刀狂军怒笑了一声,拔刀冲向了铁白姑。 他血刀狂军,怎么样也是混乱天狱颇有名气的一方巨扣魁首,但是这一次,他完全被铁白姑犹如玩弄小儿一样随手摆布,他如何忍得下心头这口恶气。 而且,他血刀寨的老兄弟们冲在了最前面,已经被那些天兵天将杀得差不多了。 血刀狂军是汉匪,是狠辣无情的汉匪,但是他对自家兄弟,却有着浓浓的兄弟一起。 这么多老兄弟就这么犹如猪狗一样被屠杀殆尽,罪魁祸首就是铁白姑啊。 蓝台剑行已经被重创,没有了丝毫反抗之力,铁白姑身边有八尊天王级的高手,哪怕只出动两三人,都能全监眼前的所有天兵天将,但是为了血迹,铁白姑眼睁睁的看着这么多汉匪去死。 而且是他手下的手骨动用魔弓,送这些汉匪去死。 拔刀,血光闪过,血刀狂军冲到了铁白姑的面前,刀锋带起一道灵力的血光,顷刻尖到了铁白姑的脖梗附近。 随后,一切就结束了。 铁白姑右手一拍,血刀狂军的长刀粉碎,她的身体也随之粉碎,一团血雾还没炸开,就被铁白姑右掌一握,那般雄壮的一条大汉,居然被硬生生捏成了一颗绿豆大小的精血丸子。 铁白姑淡然一笑,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只通体漆黑,只有拳头大小的红眼乌鸦,小心翼翼的将精血丸子喂给了这只通体散发出无穷阴邪之气的红眼乌鸦。 咕咕两声,红眼乌鸦吞下了精血丸子,很快活的抖了抖身上的羽毛。 还不去。 去呀! 去打,去杀,去杀人,去死,去呀! 铁白姑愕然瞪大了眼睛,看着龙王大声道,你们在干什么?想要偷懒可不行。 虽然我完全可以亲手杀了你们,再干掉那些扁毛畜生,但是我不想费劲,懂不懂。 我不想费尽去杀他们和你们这些,垃圾。 铁白姑笑得很温和,但是她的话,却一点都不温和。 她的每一句话都温言细语,每一个音调都颇为温柔,但是她的言语却是那样的直接,血腥,残忍,暴露,没有丝毫的修饰,充满了世间最浓烈的恶意。 这是一个灵魂和肉体完全不匹配,肉体表象颇为美好,灵魂却实实在在是地狱恶鬼的可怕生灵。 龙王低沉地长笑了一声,他缓缓拔出一柄黑色长脊,向着前方漫天血雾包裹的战团指了指,孩儿们,结阵,冲锋,楚风,楚邪,血海,鬼阵。 镇三周汉匪同时应诺了一声,他们脚下纷纷有流云升腾而起,他们站在流云上,组成了极其厚重的尖锥突击阵型,紧跟着龙王,蝴蝶等强战力,快速地向战团突入。 所有镇三周汉匪都明白,不冲锋,不拼命,是不行的,铁白姑自身修为不明,但是他身边就有八尊天王级高手。 更不要说,以铁白姑的协议,天知道他暗中隐藏了多少手下。 龙王其实根本不愿意参加这次的洗劫行动,只是因为修谷,挥石两尊天王级高手的逼迫,他才无奈带着镇三周的兄弟们一路打酱油的撕混了过来。 但是眼下,魂不过去了。 八尊天王,加上一个高深莫测的铁白姑,与其和铁白姑翻脸,不如去对付那些天兵天将。 纵然有上意的天兵天将,但是镇三周也并非没有丝毫底气啊。 小小的军阵很快就冲到了血雾弥漫的战团附近,楚风一声长啸,他体内突然有无边血海翻滚而出,散发出刺鼻血腥味,散发出滔天阴邪之气的血海翻滚着覆盖了方圆百万里虚空,只是一卷,就有数十万天兵天将被硬生生拖进了血海。 血水一阵沸腾,这些天兵天将在血海中剧烈的挣扎了一阵,就骨肉消融,成为了血海的一部分。 铁白姑猛的瞪大了眼睛,喃喃叹道,捡到宝了。 真是,捡到宝了。 把他培养到鬼王境界,绝对是以一笛摆的好手。 紧接着,楚邪一声长啸,万鬼朝宗徒从他头顶喷出,无边鬼气同样弥漫方圆百万里虚空,浓郁的鬼气中亿万恶鬼飞扑而出,思考着向那些天兵天将扑杀了过去。 这些恶鬼的修为参差不齐,高的有天人境的修为,弱的只有安身境,立命境的水准。 但是这些恶鬼依托万鬼朝宗徒,就算被打成粉碎,他们也会迅速重生,源源不断的冲突而出加入战场。 在战场上,恶鬼的数量永远不会减少,天兵天将们面对的恶鬼数量,反而在不断增加。 只要有一个天兵天将被杀死,他的神魂就被惠万鬼朝宗徒强行拖入其中,只要短短几个呼吸时间,这天兵天将的神魂就会转化为被生骨斥的恶鬼,加入对天兵天将的攻击中。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三个时辰后,万鬼朝宗徒内已经有数十万天兵天将转化而成的恶鬼。 这些恶鬼,全都是天人静的高手。 天兵天将的损失在不断增加,而知道这时候,镇三周汉匪依旧无人伤亡。 第647章 血迹 开启 虚圆洞天外,一座黑色骨头搭成的十字架矗立在虚空,蓝台剑行背后的羽翼被扯光了剑行羽毛,衣甲也被扒得精光,浑身血淋淋的被绑在了十字架上。 首骨手持那根怪异的骷髅拳杖,不断重击蓝台剑行的身体,一缕缕黑气犹如毒蛇一样在蓝台剑行身上扫过,撕下一条条皮肉,露出蓝台剑行金灿灿晶莹净击透的骨头。 血刀狂军纠集起来的匪军还在不断向天兵天将结成的阵型猛攻,血雾弥散百万里,无数的匪徒,还有匪徒非洲中那些被掳掠来的矿工,药工等,都被天兵天将斩杀。 也不知道死伤了多少人,总之上亿天兵天将的身体都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唯有阵三周结成的大阵在血海和亿万恶鬼的照护下,虽然已经在天兵天将大阵中冲杀了好几个来回,却依旧没有一人死伤。 血海滔天,天兵天将稍微靠近就被吸入其中,瞬间就被消融成血水。 天兵天将体内的金色神国中,无数信众的灵魂也被血水化开,不容他们有半点而反抗的机会,就被吸入了万鬼朝宗徒。 厮杀了十个时辰后,阵三周汉匪斩杀的天兵天将已经将近三千万,所有被斩杀的天兵天将都被万鬼朝宗徒纳入其中,变成了实力可怕的恶鬼。 漫天血雾生腾,阴风鬼气笼罩百万里方圆,无数恶鬼结成了临寻鬼阵,悍然和天兵天将正面搏杀,却丝毫不落下风。 甚至随着不断有天将被卷入万鬼朝宗徒中,天兵天将颇有点稳不住阵脚,被打得节节败退的架势。 好凶残的开天神器,虽然,似乎,有点残缺。 铁白姑坐在僵尸巨龙头顶,看着大沙四方的阵三周汉匪喃喃自语道,可惜,可惜,如果这件开天神器是完整的,嘖嘖,真是凶残,你们说,如果将蓝牌剑行的神魂丢进去。 一鸣狼头人身,周身弥漫着黑色鬼气,皮肤漆黑,光洁犹如瓷器,就算是狼头上都不见一根毛发的鬼物呲牙咧嘴的向铁白姑笑了起来,少主,这鬼阵已经如此凶残,如果有一尊天王级的鬼王坐镇,以这些恶鬼打不死,磨不碎的难缠进而,怕是要三五个同阶高手才能压制。 铁白姑斜眼看了看这狼头鬼物,不紧不慢的问他,你是说,我压制不住这阵三周汉匪? 你是,看不起我咯。 狼头鬼物的身体骤然哆嗦了一下,他急忙咧嘴,露出极其谄媚的笑容,属下不敢,属下只是觉得,这样未免太便宜那小子了。 狠狠的朝着操控万鬼朝宗图的储鞋指了指,狼头鬼物产笑道,您看,这小子自身修为如此低微,他也没立下多少功劳,平白无故的给他这么大的好处。 铁白姑冷哼了一声,他悠悠道,有没有功劳,由不得你们来定,他们斩杀了这么多天兵天将,这蓝台剑行,赏给他又如何? 随手一挥,蓝台剑行的身体轰的一声炸成了粉碎,铁白姑右手一推,蓝台剑行的神魂就包裹着他体内金色的神国,猛的一头扎进了万鬼朝宗图放出的浓重鬼物中。 铁白姑欣然笑道,这阵三中汉匪来自圣灵天,等这小子将蓝台剑行化为鬼王,他们就得罪了至高天十三氏族中的蓝氏,他们也只能投奔我们大罗天了。 傲然挺起胸膛,铁白姑得意洋洋的说道,但是大罗天们,他们人生地不熟的,他们能投靠谁呢?就只能投靠我铁白姑,乖乖的坐我铁白姑的门下走狗。 八大鬼王同时附和的笑了起来。 铁白姑抬头看了看天,天空满是混乱的陨石流,根本没有日月星辰,也没办法判断时间。 他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掏出一枚巴掌大小的黑铁罗盘扫了一眼,淡然道,十个时辰了,你们出手吧,干掉那些天兵天将,干掉那些幸运活下来的汉匪。 摆了摆手,铁白姑悠悠道,把阵三周的人留下,不要动他们,这群家伙,应该颇有来历,嘖嘖,这么多蠢血的太古神兽啊,龙? 狐?狐?狼?狼?鹰?还有那条毒龙? 铁白姑的嘴角有一丝咸水闪烁,他乐滋滋的说道,还有那祖孙三人,两个修炼的是血海魔宫,那小白脸的万鬼图卷也很好,他手中的那柄血色长剑也很好,真好。 这些家伙,稍加培养,未来都是可以重用的好手啊。 霍霍,等他们都成长到鬼王境界,拿去欺负我的那些兄弟姐妹,那是大财小用,他们联手,怕是连我那死鬼老爹都能砍成十八块吧。 霍霍,当然咯,我是未来注定的铁顶鬼域的主人,这种手段,想来用不上的。 随着铁白姑的自言自语,八尊鬼王同时长笑着闯入了战团。 挥石身躯膨胀到万里高下,他只是一巴掌拍下,虚空崩塌中,就有数百万天兵天将被他一巴掌拍成了粉碎。 手骨凄厉的嚎叫着,他手持骷髅拳杖在虚空中一阵古怪的乱蹦乱跳,数千万听到他嚎叫声的天兵天将身体骤然一僵,他们体内骨骼纷纷生出黑色的骨刺,猛的穿透他们的血肉扎了出来。 数千万天兵天将瞬间中创,剩下六尊鬼王已经飞扑而来,各自施展手段,三两下就将天兵天将们组成的庞大军阵打得稀烂,数千万天兵天将溃步成军,却依旧亡命的向前冲锋。 一声低沉的鬼哮声传来。 万鬼朝宗图中一股可怕的威势冲天而起,被推入万鬼朝宗图的蓝台剑形已经转化成了鬼王,他背后十八对黑色的羽翼张开,无数条黑色剑影直冲高空。 铿锵声中,无数道黑色剑光从天空纷纷落下,剑光锁过之处,无数残肢断壁飞起,无数骏朗的头颅翻滚,大片大片血水喷洒出老远,无数低阶的天兵天将犹如砍瓜切菜一样被他斩杀。 楚邪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他回头看了看坐在僵尸笼上的铁白咕,悠悠的咕弄了一声,小白脸,嗯,这份大礼,楚二少计在心上了,不过,你要是再大方一点,把这八个也。 楚邪贪婪的扫了一眼正在放手大杀的手骨,挥石等八尊鬼王,轻轻的呼出了一口气。 八尊鬼王参战后,没有同阶高手匹敌的他们只用了短短一刻钟时间,就把残留的天兵天将斩杀一空,血刀寨纠集的无数匪军,还有他们劫掠来的那些矿奴,药工也都被斩杀殆尽。 漫天血水翻滚,血水流淌成河,血光江下方的虚原洞天宫殿废墟都照成了血色。 阵三中汉匪在一旁列阵,龙王一行人警惕地看着铁白咕等人。 铁白咕骑着僵尸巨龙冉冉冉飞进,八尊鬼王簇拥在他身边,在他身后的陨石乱流中,十几条通体漆黑,全部是用一颗颗闪耀着黑铁光泽的骷髅头拼凑搭成,从头到尾长有千里的猙獰非洲快速飞了出来。 十几条非洲上,无数奇形怪状的妖物、鬼物、魔物排着整齐的队伍,散发出滔天的邪气。 最前方的一条非洲上,宽敞的甲板上,起码有数以千万计身披甲咒的骷髅架子整整齐齐的处在那里。 这些骷髅架子散发出的气息不过是半部天人镜的水准,但是这数量也太多了。 他们的阵列也太密集,无数骷髅架子前胸及后背的挤在一起,眼眶中尽是惨绿色的鬼火熊熊燃烧,乍一看去巨大的非洲上无数鬼火闪烁,端的是甚人至极。 除了这些骷髅架子,更有无数的恶鬼、怨灵、各种稀奇古怪的妖物魔物数不胜数。 这些妖魔鬼怪,显然是铁白菇的直属精锐,其中有数十尊鬼物的气息强横至极,十粒直锥修谷等八尊鬼王。 滔天鬼气翻滚,在这些妖魔鬼怪中,更有上千名气息强大,和楚天身边的角落相当的纤结大能存在。 是不是觉得,我的个人势力很强大?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投靠的对象? 铁白菇站在龙王等人面前,自信满满的说道,当然,我的势力就是有这么强。 因为我的亲爹,是铁顶鬼狱的铁顶鬼圣。 摊开双手,铁白菇淡然道,所以,我的身份尊贵无比,有这样的势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然,作为未来的铁顶鬼狱之主,我手下缺人才,而你们,是人才。 所以,投靠我,我会重用你们。 手指点了点龙王等人,铁白菇冷声道,给你们一点时间考虑,是不是投靠我? 相信,你们不蠢的话,就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除了我,谁还能收容你们? 你们还能去哪里呢? 自信的笑了笑,铁白菇深吸了一口气,转身看向了虚原洞天的方向。 蓝氏真是蠢,自从发现了这个虚原洞天,他们居然只是出动了几个后背潦草的搜寻了一阵,就将这里作为后背精英子弟的试炼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 呵呵,不过真好。 如果是蓝氏在任的那位大天相亲自来的话,怕是这个秘密就保不住了。 虚原洞天,这里可是太古无量天一念尊的行宫,是一念尊闭关前修之地。 一念衍生天地,一念泯灭万物,一念生,一念死,一念之间,万物生灭。 希望我琢磨出来的,用无数生灵的精血,融合这些人宾死前的亿万念头进行血祭的法子,能够打开通往一念尊行宫的真正门户。 不然,可就真的白忙活了。 铁白姑喃喃自语,楚邪已经忍不住叫嚷了起来,你没把握打开这门户,你就弄死这么多人。 铁白姑愕然地回过头来,摊开双手很坦白地说道,是啊,血迹也不见得就能打开这门户,可是,这又怎么样? 这些箭种,死了就死了,就和猪狗一样,死掉几亿人,有什么关系? 拍拍手,铁白姑无所谓地说道,又不是我的儿子,我管他们死活。 就算是我的儿子,如果杀了他能够打开一念尊行宫的门户,我也无所谓呀,只要我自己过得好,我管他世间洪水滔滔。 楚邪张了张嘴,硬是被铁白姑的话憋得一口气喘不过来,差点就吐出血来。 龙王等人也深深地看了铁白姑一眼,心里沉甸甸的,这铁白姑,是一尊彻头彻尾的魔头,他的所有念头,所有想法,都是那样的惊世骇俗,那样的大逆不道。 这样的魔头,投靠他。 呵呵,开玩笑,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就把镇三周推出去做牺牲品了。 但是,不投靠他的话。 胡老双手不断抚摸自己的长须,瞇着眼看着八尊鬼王,看着那十几条巨大的非洲上无数的妖魔鬼怪。 想要逃走,似乎也有点困难,一个不小心,镇三周会全军覆没在这里吧。 铁白姑站在僵尸龙头顶,一枚人头大小,四面都雕刻了无数恶鬼屠影的印玺悬浮在他面前,犹如巨精溪水一样,将漫天血河一口吞了下去。 无数被斩杀的匪徒,无数被斩杀的矿奴,要攻,他们临死前的破碎念头混杂在血河中,被这枚奇异的印玺搅和,半云,最后炼制成了一种极其邪门的力量。 数以亿计的生灵惊血和灵魂碎片,最终就化为一颗拳头大小的血珠。 铁白姑沉沉一笑,双手捧着从印玺中喷出的血珠,大踏步的走进了虚原洞天。 小谷和灰石等四名鬼王紧跟在了铁白姑身后,另外四尊鬼王和十几条非洲则是慢悠悠的,将镇三州汉匪包围了起来。 铁白姑说了要收服镇三州汉匪做狗腿子,那么他们就绝对不会让镇三州汉匪逃脱一人。 无数妖魔鬼怪从非洲上走了下来,密密麻麻的在虚空中结阵,上下左右前后,到处都是面容猙獰的妖魔鬼怪,一个个呲牙咧嘴,摩拳擦掌的看着镇三州汉匪,一副一有不对就将他们碎尸万段的驾驶。 虚圆洞天中,铁白姑缓步走到了宫殿废墟群的深处,最终在一座高有数十里的秀美山峰前停了下来。 他深吸一口气,然后一掌将那血珠按进了山峰上一片形如明镜的白色玉壁上,然后大吼了一声,一念尊,你死了,就乖乖的,把你留下的所有宝贝,都送给我,送给我呀。 我,铁白姑,天下最聪明的人,不仅仅要成为铁顶鬼玉的主人,我还要成为大罗天之主,成为这天河至高无上的主宰。 太古,无量天的尊皇。 让我看看,你一念尊到底有什么能耐,到底有多强? 多了不起。 白玉壁上一片明媚的灵光闪烁,光芒向左右开启,厚重的凌云从白玉壁中冲出,一片完好无损的宫殿群冉染出现在铁白姑的面前。 对了,那残卷说的没错,就是这里了。 铁白姑笑得格外灿烂,她也不转身,随手向震三周汉匪一指,刚才那小白脸,抓过来,让她进去给我探路。 半盏茶时间后,楚鞋怪叫着被丢进了白玉壁。 第六百四十八章一念生灭 被灰石滴扭着脖子,犹如丢小鸡一样丢进了白玉壁中,楚鞋下意识地熬了一嗓子,用最热情的话语问候了一声灰石的母亲,奶奶,曾祖母,以及向上数去的三十六代女性先祖。 当然,楚二少是何等聪明的人,她只骂灰石,丝毫没提起铁白姑。 灰石则是呵呵憨笑着,朝着白玉壁中的楚鞋摇了摇头,无奈天地生成一块灵石修成魔头,无父母,无兄弟,义英宗族长辈巨无,你骂,你骂,骂不到无。 无也不和你这娃娃之气。 楚鞋听到灰石的笑声,立刻闭上了嘴。 回头看了看隔着一层薄薄光幕的灰石,楚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种连挨骂的机会都不给人的魔头,实在是无止到了极点,楚二少心头颇多忧怨。 愤愤之气,却不知道如何发泄才好。 铁白姑站在白玉壁前,隔着薄薄光幕的楚鞋悠然道,小白脸,向里面多走几步,若是发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就用我给你的鼓火令牌传讯回来。 警告你,不许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所有的宝贝,都是我的。 你敢摘里面的一根草,我就杀你镇三周旱匪一百人。 你敢拿走里面的一块石头,我就杀你镇三周旱匪一千人。 如果你敢动里面的什么奇珍异宝,我保证,会一片一片的将你的父亲,祖父稍熟,让你拿去做下酒菜,还得给我一顿吃干净才行。 铁白姑笑得很灿烂,向楚鞋挥了挥手,去吧,去吧,为我探明里面的情况。 好好利用你手上的那些恶鬼,他们拿来探路是最好的。 楚鞋深深的看了铁白姑一眼,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二话不说招出了万鬼朝宗图,从中释放了十万名实力最低的小鬼,下令他们向四面八方搜寻了过去。 十万小鬼发出啾啾鬼声,化为一团团小小的滚地旋风,贴着地面急速散入了四周的宫殿楼阁,庞大园林中。 这白玉壁中的小世界,一眼望去,秀美的山水之间,到处都是宫殿楼阁,到处都是美轮美奂的园林。 一砖一瓦,一梁一柱,无不散发出淡淡的灵运霞光,在高空中更有重重叠叠的灵云堆积,不时有带着淡淡香氛的灵雨洒下。 这里给人的感觉,是祥和,是清宁,楚鞋站在原地不动,只觉一股清凉之气从皮肤浸入身体,随后融入了神魂中,他心中的一切杂念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 整个人就好像一块邓静的白水晶一样,清澈无瑕,没有丝毫杂质。 仅仅是过了十几个呼吸的时间,楚鞋无论是肉身和神魂都变得干净无比,更变得细嫩无比。 纯净且敏感,就算是一缕风飘过身边,一粒尘埃落在皮肤上,身边的小草在缓慢的生长,地下的虫质在慢吞吞的前进,一切都被楚鞋感应得无比清晰。 心如明镜,天地万物尽反应其中。 楚鞋闭上了眼睛,他的身体内就有一股淡淡的道运散发出来,那种感觉,就好像他成为了天地的核心,无数道运自然而然的融入他的身体,一缕一缕的烙印在他的皮肤上,肌肉上,骨骼上,内脏上,最后很顺理成章的烙印在了他的神魂上。 于是楚鞋身边就有风冉冉升腾而起,有一缕缕柔弱的火苗出现,他脚下的泥土中,有羞肠细嫩的草叶生长出来,泥土也莫名的变得更加肥沃,厚重,泥土中更有一块块玉石,一粒粒宝石,一团团狗头金莫名的滋生出来。 点点水气在清风中营绕,楚鞋身边居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五行循环系统,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用各种奇妙的方式,演绎着世界变化的玄妙。 铁白孤猛的瞪大了眼睛,他嘶声道,小白脸,你,你,你站在原地,居然就有了好处。 一念尊,一念尊,你这里究竟是? 灰石的脑袋转得慢,他还没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小谷已经尖叫了起来,少主,好处可不能被这小子给得去了,为了开启虚原洞天,少主您花费了多少心思。 这次可是好不容易得来的好机会,可不能被这混小子占了便宜。 小谷一边嘶声尖叫,一边伸出一只黑色的骷髅爪子,狠狠地抓向了薄薄的光幕,想要将储鞋从白玉壁中的世界抓出来。 骷髅爪子盯的一声撞在了薄薄的光幕上,看似柔弱非常的光幕却变得比金刚石还要坚硬无数倍,火星四溅,小谷身体一晃,被一股巨力震的骤然向后倒退了十几步。 奇异的变化出现了,小谷向后倒退第一步的时候,它黑漆漆地密布着无数血色纹路的骷髅架子上,突然就有一层薄薄的血肉生长出来。 它倒退第二步时,血肉已经生出了一寸多后,小谷的腹腔中有内脏急速滋生。 倒退第三步时,小谷的骨架子上已经有血管生出,热腾腾的鲜血在血管中不断流淌,发出哗哗的声响。 倒退第四步时,小谷的胸腔中一颗心脏生长了出来,心脏很欢快地跳动着,咚咚心跳声让铁白咕和灰石听得清清楚楚。 倒退第五步时,小谷空荡荡的颅脑中,有新鲜的脑浆和大脑生长了出来,它黑漆漆地眼眶里,两颗鲜活的眼珠快速生出,很是灵动地左右旋转着。 倒退第六步时,小谷的嘴巴里长出了心生的舌头,它的舌头猛地跳动了击下,然后发出了见鬼一般的尖叫声, 小谷,这不是,不是老奴,天,老奴的身体,这是在做什么? 铁白咕飞快地向后退了几步,闪身躲到了灰石的身后,用灰石庞大厚重的身躯当做盾牌,又是欣喜,又是震惊地看着急速生出新鲜血肉机体的小谷,这,这不是很好吗? 小谷,你这是要重新变成人了? 咦,不知道,你变成人后,长得怎么样? 怪笑了一声,铁白咕笑道,也不知道你这身体是男是女,若是以倾国倾城的大美女,看在这么多年的主仆情分的份上,我那你为侍女如何? 铁白咕语速极快,小谷身不由己地向后倒退了第七步,第八步,第九步时,她的话已经说完。 第十步,十一步,十二步。 小谷已经变成了一个健壮,俊朗的青年男子,她一脸惊恐地向后继续倒退,但是她的血肉已经在急速地蠕动。 她的皮肤上开始生出一根根长长的黑毛,她的血肉蠕动着,骨骼交错发出咔咔声响,等她退后第十八步时,小谷身不由地趴在了地上。 嗯啊,嗯啊。 地面上,赫然是一头体长一丈有余,生得飙肥体壮,遍体黑毛的大肥猪。 堂堂鬼王级高手,魔弓凶狠惨力的小谷,居然毫无反抗之力的,也是不知莫名所以地变成了一头毫无修备的大黑猪。 她惊恐绝伦地趴在地上,朝着铁白菇和灰石不断发出凄厉的吼声。 但是她连说话的功能都失去了,她只能发出和普通的家猪一样的猪嚎声。 铿锵一声翠响,小谷头顶上方空气一阵如动,一片光纹闪烁,一柄普普通通的杀猪刀凭空出现,重重地向下一次,异常精准地从小谷的脖梗大动脉刺了进去,刀尖直入小谷的心脏。 小谷的身体抽搐了几下,随后伤口血如泉涌,拳头粗细地一道血水喷了出来,她的身体剧烈地抽搐着,身体内的生机急速消散,很快就变成了一头死猪。 铁白姑脸色惨白,呆呆地看着就这么魂飞魄散,只留下一具猪身的胸骨。 她哆哆嗦嗦地走到了胸骨的尸体旁,咬着牙蹲了下来,双手在胸骨的身上一阵乱摸。 没错,怎么看,这就是一头死猪。 一声长啸,铁白姑掌心一抹斜光闪烁,胸骨的尸体骤然分解,一张猪皮飞起,一块块肌肉完整地脱离骨骼,随后骨骼也一块块错开,露出了身体内的各种内脏。 铁白姑熟练地检查着这些皮肉,骨骼和内脏。 但是无论怎么看,无论是形状还是气味,这都是一头纯粹的大肥猪应有的灵部件。 活了不知道几千万年几亿年,修为达到万节以上,无论是在至高天,圣灵天还是大罗天,都堪称一方高手,足以横行一方的鬼王级大能修骨,就因为他贸然地攻击了一下白玉壁上那薄薄的光幕,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变成了一头纯正的,毫无丝毫法力修为的大肥猪。 然后,他也以一头圈养的大肥猪应有的方式,被一柄杀猪刀给载了。 少,少主,这是,修骨。 灰石也吓得浑身瑟瑟发抖。 不要以为他们是鬼王级高手,他们就无所畏惧。 其实越是活得长久的强大生灵,他们就越发怕死。 灰石是天地灵石修成的魔物,他胆气粗壮,他或许不会害怕任何正面的敌人,但是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匪夷所思的死亡,他真的有点害怕。 一念尊,一念尊,一念生万物,一念灭万物,一念之间,生灭不绝。 铁白菇激动的浑身都在哆嗦,他站起身来,一步一步的走到了白玉壁前,咬着牙说道,太古无量天,这一条天河,都是无量天崩毁之后,于无量天的残骸中不断的演化而成。 无量造化,无量神通。 一念尊,你是无量天的尊皇,最至高无上的那一小撮人之一,你的行宫中,究竟会有什么? 铁白菇低沉的嘶吼着,他猛的伸出手想要碰触白玉壁,但是他又猛的停下了手。 我现在,是铁顶鬼玉铁顶鬼圣的儿子,是他做下最聪明最强大的儿子,我,未来可以成为铁顶鬼玉之主,足以横行一方,足以逍遥快活无数岁月。 无数的财富,无数的美人,无数的战士,我掌握的权力,可以让我过人上人的生活。 我要不要冒险。 挥石。 这地方,如此凶险,手骨也只是。 铁白菇的脸色一阵阵的青红不定,他死死的盯着隔着一层薄薄光幕, 就在他面前十几丈远的地方,身边不断有五行异想若隐若现的储鞋,突然笑了起来,当然,要拼一把,铁顶鬼玉,可不能满足我。 大罗天的那些妖女,我也玩腻了。 我想试试至高天那些灵族美人的滋味,我想试试圣灵天那几个灵尊的滋味,尤其是,传说中的圣灵天第一美人灵龙灵尊,我想让他跪在我面前,舔我的脚趾头。 力量。 至高的力量才能带来至高的权力。 让灵龙灵尊都乖乖跪在我面前的权力。 铁白姑身体微微颤抖着,他一步一步的向白玉壁走了过去,然后没有丝毫阻力的,轻轻松松的一步没入了光幕中。 铁白姑出现在储鞋身边,他看了看四周广袤无边的宫殿园林,感受着虚空中那股祥和清宁的气息,满意的笑了起来,看来,一念尊的布置并不凶恶,小谷那个蠢货,他居然敢暴力攻击一念尊留下的尽致,这真的是找死了。 重重的呼了一口气,铁白姑看向了沉浸在某种莫名境地中的储鞋,沉声道,不过,这里是一念尊的行宫啊,天知道有多少可怕的尽致。 或许,走错一步,就是死路。 想想小谷当着他的面一步一步变成一头任人宰杀的大肥猪的全过程,铁白姑就不由的击铃铃打了个寒颤,看着储鞋低声说道,小白脸,你现在不能死,我还要你帮我探路呢。 算了,如果你能参悟到什么东西,这是你的运气,但是这里的所有宝贝,都是我的。 铁白姑贪婪而狂热地看着四面八方广袤无边的宫殿园林,他大声笑道,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哈哈,权力,财富,还有,绝色清成的美人儿,哈哈,玲珑玲尊,我一定会。 玲珑玲尊四个字刚刚出口,铁白姑就发现,他来到了一间陈设极其华美,各种布置极尽奢华,好些用具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无比的珍贵奢华,但是以他的出身居然都只能认出其中一城不到的宫殿中。 占地数百亩的大殿正中是一眼桃花状的水池,池水上满是鲜艳的桃花瓣,无数衣衫轻薄的美人披散着长发,正在池水中欢快的泼水嬉戏。 在数千名美艳无比的美人中,池水正中一具无比美好,玲珑剔透的躯体,让铁白姑一眼就看到了他。 言语无法形容他的美丽,言语也无法形容他的完美。 总之,他是完美的,任何一个男人对女人最美好的憧憬,最美妙的幻想,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这是一个集中了所有男人全部欲望的完美女人。 他微笑着从池水中站起身来,一身玲珑无瑕的皮肉在大殿中无数叶明珠散发出的神光中熠熠生辉。 主人,来呀,奴奴是玲珑呀,您不认识了吗? 铁白姑右腿猛的向前动了一步,他突然大吼了一声,嘴里猛的喷出一口血,二话不说伸出右手食指,中指,狠狠的戳瞎了自己的双眼。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什么都看不到,一切都是幻象,幻象,幻象。 天呐,一念尊。 第六百四十九章 沉沦 进入 眼珠爆开,鲜血,将之蹦剑,剧痛袭来,铁白姑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嚎。 毕竟是铁顶鬼玉少主。 家学渊源,见多识广,尤其得了太古卷轴残篇,从中得知了一些一念尊的神奇和恐怖,铁白姑见到水池中那玲珑美女的同时,就知道自己中招了。 或许是她的欲念太强大,她大叫出了玲珑玲尊这个名字,引动了她心头的好些念头,一念尊的手段发动,这座宫殿就这么出现了。 这些美女,乃至那完美的完全不像是生灵的女子玲珑,都是凭空生成的幻象。 无论鬼道,魔道,幻象都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手段,一旦中招,就有各种残酷不堪言的事情发生。 铁白姑当机立断,立刻毁掉了她的两颗眼珠。 反正对她而言,肉白骨骑死人不是难事,挖掉了两颗眼珠子,随便一颗肢体重生的神丹都能让眼珠重生,为了脱离困境,挖掉眼珠算什么。 但是,她依旧能清晰的看到这座大殿,看到大殿中的水池,看到水池中的数千美女,尤其是那美艳的完全不似人的美女玲珑。 铁白姑的身体一阵颤抖,她哆哆嗦嗦的想要向后退,但是她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多出了上万名只是披着青纱的绝色美人。 环肥燕兽,沉鱼若燕,各种各样的美女应有尽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金发黑发,乃至眼睛颜色,甚至是各种不同的族群。 有人类,有灵族,有妖魔,也有鬼怪。 兔子精,狐狸精,蛇精,猫精,各种妖精应有尽有,甚至还有数百名身躯高大脚健,体型完美的母老虎,母豹子,母狮子混在里面。 这些形形色色的美人组成了一座屏风,牢牢的挡在了铁白菇的身后。 她想要向后退,数十名美女柔软,温暖的玉手伸出,犹如一条条石人腾的藤蔓,温柔的拉住了她的身体,将她一步一步的向水池的方向推去。 主人,为什么要走呢? 留下呀,留下。 铁白菇身上的衣衫,一点点的被死掉,逐渐露出大片肌肤。 主人,奴奴伺候的好吗? 您喜欢吗? 吸! 无数光滑的玉手在铁白菇的身上温柔的抚摸着,铁白菇只觉浑身冷汗,皮肤上不断冒出无数的鸡皮疙瘩。 这些玉手对她而言,简直就是一条条毒蛇,让她怕得想死。 主人,先沐浴,然后玲珑玲尊亲自来侍奉您哦,可是,您也不要忘记努努我们。 美人们环绕着浑身大汗淋漓的铁白菇,将她推到了水池旁。 一只只玉手温柔的在她身上乱摸,将她身上的一枚枚防御鬼斧解了下来,将她贴身的几件防御宝贝解了下来。 让铁白菇吓得魂飞天外的事情发生了,她深藏体内,和神魂相容的本命之宝,一件她父亲从一个大石剑为她截略来的开天神器鬼炼狱,连同她体内的数十件攻防密宝,居然都被这些玉手一剑一剑的从她体内抓了出来。 形如一座大山的鬼炼狱,就这么喷着黑气,被一只娇小的玉手从铁白菇的眉心抓了出来,三传两传的就不知去向。 一鸣声的娇俏可爱的少女笑银银的扑到了铁白菇的怀里,她红润的小嘴对着铁白菇的面门深深一息,铁白菇体内庞大的法力就好像一层飘忽不定的薄物,化为一缕缕肉眼可见的狭气从她蹊跷中喷出,被少女一口吞得干干净净。 体内一丝法力都没有剩下,此刻的铁白菇完全就成了八光的白条鸡,放在案板上任凭宰割。 一念尊,一念尊,幻象,幻象,这都是幻象。 铁白菇嘶声尖叫着,犹如被一群无赖围堵的娇弱少女一样奋力的挣扎着。 奈何那些柔软,温暖的玉手却好似大蟒一样柔韧,更充斥着可怕的力量,任凭她如何挣扎,反正就是挣扎不动,反正就是被这些娇弱美丽的女子推进了水池中。 铁白菇不断的大吼着幻象一词,她的神魂中,有她的父亲大罗天铁顶鬼玉之竹铁顶鬼圣留下的福禄,足以帮她抵抗各种迷魂,幻象之类的法术神通。 她不断的嘶吼着,想要触发这枚福禄,击破眼前的所有幻象。 玲珑美女缓缓涉水而来,温柔的将铁白菇搂在了怀中,主人,哪里是幻象? 这一切,都是真的呀。 正是因为主人,所以才有了我们,主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您要财富,这里随意一个茶展都价值连城,您要权利,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任凭您予取予求,您要美女,我们不都是美女吗? 嘻! 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您要玲珑玲尊,我就是玲珑玲尊呀,嘻,连一根头发都完全一样哦,您摸摸我,有血有肉,不是幻象哦。 笑着,笑着。 玲珑美女掌心在铁白菇的眉心轻轻一按,一扯,藏在铁白菇神魂深处的,他亲爹给他制造的保命鬼符就化为一缕黑炎,被玲珑美女一把拉了出来。 您看,嘻嘻。 玲珑美女笑得很灿烂的,将重新凝成实体,宛如黑玉雕成的鬼符在铁白菇面前晃了晃,这等世俗凡物,在如此美艳世界,根本无用呢,主人,还请您好好享受,一切交给我们就好。 铁白菇发出一声凄厉绝望的吼声,她的身体猛地沉入了粉腻腻的池水中,一股淡淡的心香涌来,随后她的身体就被无数身影包裹。 不可言喻的声音传来,铁白菇不断发出又是酣畅淋漓又是绝望惊恐的吼声。 各种奇异的声音持续了两个时辰后,无数人影微微散开,铁白菇的身体浮在池水中,她的身体微微静暖着,很明显的她的身体瘦了一大圈,好些地方皮肤都搭拦了下来。 嗯,第一轮哦,主人表现得真好,那么,第二轮开始。 姐妹们,好好享用主人哦。 玲珑美女笑得格外灿烂,又是无数人影迅速将铁白菇包围了起来。 奇异的,微妙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声音持续了四个时辰后,露出水面的铁白菇已经瘦的皮包骨头,面颊惨白简直犹如死人。 嗯,主人这里有补充元气,精气的灵丹。 真好呢,那么,主人,全部吃下去,赶紧回复力气,开始第三轮吧。 玲珑美女微笑看着奄奄一息的铁白菇,这完全是按照主人的意愿在做呢,主人您的心底,不就是想要占有天下所有的美女吗? 嘻嘻,这里可以满足您的一切愿望,先来一亿美女让您慢慢享用,好不好呢? 铁白菇惨笑一声,发出濒死小兽一般的呻吟。 虚元洞天外,几尊留守监视镇三周的鬼王呆呆的看着小谷陨落之处。 诡异,可怕,非人的手段如此恐怖。 在他们当中也不能算弱的小谷,居然就这么变成了一头大黑猪,被一柄莫名出现的普通杀猪刀一刀给宰了。 对这些来自大罗天铁顶鬼域的鬼王而言,心理冲击太强烈了。 楚野,楚风的脸色就变得异常难看。 虚元洞天如此恐怖,鬼王大能都被轻松秒杀,楚邪可是被强行丢进了虚元洞天。 楚野阴沉着脸,眸子里有两团血水凝成的莲花在急速的旋转,不断喷出一丝丝让人不寒而栗的魔艳。 楚风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体内隐隐传来血海波涛声,只要念头一动,无边血海立刻能席卷百万里方圆。 血海魔宫,这可是天露世界无数年来无数生灵积攒的利器,邪气,无数邪恶念头孕育生成。 杀戮越重,杀死的人心中杂念越多,血海的威能就越发庞大。 这些年来,楚野,楚风父子俩跟着阵三周汗匪一路颠簸流离,杀戮自然不小,血海的威力也提升了无数,更增添了许多诡秘的神通。 刚刚和阵首须元洞天的天兵天将交手,他们并没有将血海魔宫的真正威力暴露出来。 如果楚邪有什么三长两短,他们争个豁处取拼命,只要一击的功夫,四周除了那几个鬼王级的大能,其他包括一批千节高手,都免不了在一瞬间成为血海的养料。 鬼王级的大能们,他们现在的确没办法对抗,但是血海神通诡秘莫测,一滴血水游存,他们就能无限重生。 他们无法击杀鬼王,可是鬼王想要击杀他们也没这么容易。 更不要说,阵三周的一伙手脑都激活了太古神兽血脉。 其他人也就罢了,老黑的剧毒是越发恐怖,大家配合得当,给这些鬼王一点颜色看看也是可以的。 龙王、虎老、蝴蝶和楚野,楚风相互望了望,随着虎老的手指轻轻弹动,一条条命令就不动声色的发了下去。 阵三周汉匪,可没有给人当狗腿子的习惯,更不要说,是铁白姑这等柱子。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留守在虚圆洞天外的七尊鬼王显然变得紧张许多。 铁白姑不见出来,他们不可能撤离,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蓝氏的增援大军随时可能赶来。 如果单纯是蓝氏自家的力量,七尊鬼王倒也不怕他们。 怕就怕蓝氏有交好的士族,不要多,只要其他十二士族每家增援蓝氏一尊天王,就能在高端战力上形成碾压,铁白姑的这群手下就难得讨好。 少主,还没出来,我们,要从长计议。 灰石跑了回来,问声问气的咕拢着,大家计计计计,怎么办? 谁的脑子最好用,赶紧想个法子。 七尊鬼王很是严肃的开始讨论一旦蓝氏大军赶来,该如何应付的问题。 镇三州汉匪这边,龙王他们开始用隐秘的手段交流,若是蓝氏大军真个赶到,应该如何救援处邪,如何临机应变撒鸭子跑路的问题。 一抹淡淡的流光在虚原洞天的边缘闪了闪,楚天已经用一种匪夷所思的高速,借助蓝氏的航线图赶到了虚原洞天。 之前他在三条万里非洲上做了手脚,一场酣畅淋漓的大爆炸给蓝墨,云青,暗刃等人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借助太阴万化轮隐去身形,楚天心情激荡地看着被大群妖魔鬼怪围困在正中的镇三州汉匪。 鼠爷则是早就在袖子里按捺不住了,他身体一晃,直接化为一缕荧光窜了出去,顷刻间,没有惊动那群妖魔鬼怪,鼠爷直接出现在虎老的脑袋上,在他油光水亮的发际上欢快地蹦跳了几下。 龙王,虎老,蝴蝶,楚也,楚风等人心头一惊,随后一阵狂喜。 鼠爷来了,证明楚天就在附近。 楚也,楚风急忙上前了一步,看着鼠爷正要开口,鼠爷已经瞧起尾巴,尾巴尖尖竖在嘴巴前,轻轻地嘘了一声,楚邪那小子呢? 怎么?在哪里? 时间紧迫,大家来不及喧哗,胡老用最简洁的语言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鼠爷身体一晃,再次无声无息地,没有惊动任何人地回到了楚天身边。 楚天深深地看了一眼阵三周汗匪方向,突然放声狂笑了一声,身体表面炸开无数团火光,整个人化为一团直径百里的金色火球,呼啸着向虚颜洞天的方向冲了过去。 楚天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气息,极力将自己的气息放大到了极致。 一波波恐怖的法力波动犹如海啸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楚天得到无量宝极后,他的修炼进度惊人,法力修为堪称惊世骇俗,单纯的法力总量,大概是一位万劫天王的数十倍。 就好像一眼平静的鱼池中突然有一颗陨星砸了下来,七尊鬼王,无数妖魔鬼怪同时被楚天吓了一大跳,他们齐声惊呼,下意识地向着远离楚天的方向倒退了数百里,没有一个人敢冲上去拦截楚天,哪怕是性格最为憨直,脑子最为简单的挥石,也没敢发出一句呵斥的言语。 楚天就这么带着万里流光,呼啸着冲向了虚圆洞天。 快到白玉碧前时,楚天收敛了全身气息,转过身,朝着无数看着这边的妖魔鬼怪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妖魔鬼怪,呵呵,毕竟就是妖魔鬼怪,我去抓你们勺煮铁白姑去了,你们就不担心吗? 哈哈! 大笑了几声,楚天一步就迈入了白玉碧薄薄的光幕中。 挥石和另外几个魔王面面相去,作声不得。 过了好一阵子,一鸣浑身笼罩在紫蓝色毒烟中的鬼王才嘶声尖叫起来,是谁? 是谁? 这家伙,到底是谁? 怎么会这么强? 怎么会这么强? 至高天的尊级大能呢? 不,不,不,他还没达到天尊级的实力,那,是,至高天的哪位大天帝? 挥石摇了摇头,喃喃自语道,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如果少主落到他的手里,我们就全完蛋了,少主若是至少。 吃了苦头,我们都要吃百倍的苦头,如果少主不幸陨落,就算我们能解除命魂尽致,不用陪着少主一起死,你们谁能逃得过老主人的追杀? 一众妖魔鬼怪相互望了一眼,同时大吼一声,七尊鬼王带着上百名千节高手同时向虚原洞天飞去。 没有丝毫犹豫,他们捏手捏脚的走进了一念尊的行宫。 第六百五十章 缘起 隔着薄薄的白玉碧光幕,楚天能清楚的看到楚邪的背影。 楚邪就站在一片高有三尺的绿草中,身边十丈范围内,有季节更迭,有花开花蟹,有风云雷电,有云霞盘旋,猪斑异象,宛如一片小小的天地。 倒是铁白菇,不见踪影,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楚天一脚迈入光幕,脚下是柔软有弹性的草地,身边是明媚灵秀的山水,一眼望去,四面八方都是广袤无边的宫殿楼阁,极尽富丽堂皇,超出世人所能想象的宏伟归丽。 空气中带着淡淡的香气,这是各种繁茂的植物散发出的自然气味浑在一起,和天地灵髓融为一体后特有的气息,清新而充满活力,嗅着这样的香气,感觉灵魂都轻松了许多。 楚天看着近在咫尺的楚邪背影,低沉的呼唤了一声,二弟。 醒来。 很显然,楚邪陷入了某种深层次的误道境界,这对楚邪来说是好事,但是对外面的镇三周汉匪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时间拖延的越久,就越容易出变故。 来自圣灵天的暗刃,可是带着不知道多少才觉军团直奔镇三周而来。 楚天呼唤了楚邪一声,但是楚邪没有任何动静,他依旧静静的站在那里,他身上流露出的道运越来越浓郁,渐渐的这道运几乎凝成了实质,眼看着一枚没精巧的, 天地大道符纹平空凝聚,随后这些符纹相互串联在一起,化为一条条细小的大道锁链缠绕在楚邪身上。 更有一条条细小的大道锁链不断的钻进楚邪头顶的万鬼朝宗图,钻进他手中的血色长剑中。 两剑一宝光芒闪烁不定,显然从这些大道锁链中得到了不小的好处。 楚天挑了挑眉头,加大了音量,沉声道,二弟。 楚邪。 醒来。 楚邪的身体依旧纹丝不动,他身边的猪斑异想在缓慢的扩张范围,越发浓郁的道运散发开来,隐隐让楚天都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在灵魂层面上,楚天更从楚邪身上散发出的道运中,感受到了一股本源的吸引力。 楚邪感悟的大道境界颇为高深,而对于天地本源之道的追求,是一切生灵的本能。 楚天只是隐隐感受到了楚邪身上散发出的道运,就有一种闭上眼睛尽情体悟的冲动,他的眼皮变得很是沉重,忍不住的眼皮搭拦了下来,眼前一黑,差点就陷入了某种不可测的境界中。 神窍虚空中,青琉璃灯盏上青悠悠的灯火骤然炸开一团火光,青色灯火和新处的那点红色神颜摇晃,楚天的天魂骤然喷涌出无量神光,楚天身体机灵灵打了个寒颤,他猛的一抬头,用力的甩了甩脑袋,眼前的黑影消散,他重新振奋了精神,变得清醒异常。 身后传来了愤怒的长笑声,灰石和另外六尊鬼王,带着上百千节高手大踏步闯了进来。 一尊通体被绿色火焰环绕,身后隐隐有无数暗影若隐若现的鬼王低沉的笑着,他一见到楚天,就立刻撕声道,这撕在这里。 节阵,堵住他。 不能让他碰触少主。 话音未落,这鬼王的身体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楚天愕然看着灰石等人,灰石等人也惊愕的看着那鬼王消失的位置。 没有任何法力波动,没有任何空间异动,甚至连空气都没有半点而一样的流动,一个实力达到了万节以上的鬼王,就这么凭空不见了。 死,死了。 灰石哆哆嗦嗦的问了一句。 没,没死。 另外一名身材还小,身高不过五尺多,但是一个大脑袋的直径就有两尺左右的大头诸如鬼王思声道,我和硝烟是多年老交情,我们分别为对方保存了一块替死魂牌,他的替死魂牌没有异常,他还活着,如果他本体死了,替死魂牌会化为分身,直接在我这里复活才对。 听到消失的鬼王没死,灰石深吸了一口气,看着楚天立声喝道,小子,你敢用我们少主威胁我们,哪怕你修为再高,我们是大罗天铁顶鬼玉铁顶鬼圣的人,铁顶鬼玉呀,你听说吗? 灰石举起了拳头,朝着楚天晃了晃,立声道,招惹我们铁顶鬼玉的人,一定会被万鬼试魂,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拳头晃了晃,灰石正要大声威胁楚天几句,灰石也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谁也不知道是他的什么动作,或者是什么敏感词触动了这里的禁止,总之灰石就这么消失了。 剩下的五尊鬼王同时倒抽了一口凉气,和他们身后的百多名千节高手同时屏住了呼吸,一个个不敢再胡乱动弹,不敢再胡乱开口说话。 他们跟着铁白菇一路算计虚原洞天,自然知道虚原洞天的主人一念尊是何等存在。 那样的可怕人物,就算是太古无量天已经毁灭了无数年,就算一念尊已经陨落了不知道多少岁月,他留下的手段,依旧是他们这个层次的人无法估测的。 一不小心,会死吧。 一群人大眼小眼的看着楚天,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楚天也不搭理这些家伙,他暗地里准备好了酒药甲,随时准备应付这群家伙的突袭,同时转过身去,朝着楚鞋轻喝了一声,楚家二少爷,醒来了。 要误到,哪里都能误到。 深吸了一口气,楚天小心翼翼的伸手去拍楚鞋的肩膀,这里可不是什么善良之地,赶紧醒来,跟我回家去。 眼看手指就能碰到楚鞋的肩膀,楚天突然发现,他站在了一条热闹的大街上。 车水马龙,行人无数,大街两侧的店铺中人来人往热闹得很,他的面前是一座占地广袤的府邸,大门上挂着偌大的楚府便额,刘金大刺在阳光下溢溢发光,几个身高体壮的家丁穿着轻衣小帽,趾高气扬地站在门前,抱着膀子看着路上的行人。 这里是盖州楚氏老宅,楚氏一族的祖宅所在。 这里,楚天自然是熟悉的,他在盖州市井街头私混多年,不知道多少次路过这座府邸。 楚天蹲下身体,用力在地上一抓,咔嚓一声,青石板铺成的地面被他抓了一大块下来。 手感坚硬,青石碎裂,石粉飘了起来,石粉的味道非常的清晰。 鼠爷,不像是幻想。 楚天神窍天境中青琉璃灯展光芒大盛,楚天的双眸喷出森森清光,光芒所过之处,街上的行人也好,那些车辆也好,包括马路边追逐着跑过的两条野狗,都没有任何异常。 楚天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他正好站在马路正中,一架马车被他挡住了去路,赶车的车夫挥动着鞭子朝着楚天大声喝骂。 马车里的乘客则是掀起了门帘,不耐烦的向楚天张望着。 路边开始有人朝着楚天指指点点,楚府门前的几个家丁也注意到了楚天,有一个家丁朝着府门一侧的门房招呼了一声,两个家丁放下手臂,走下了台阶,一步一步的向楚天走了过来。 隔着楚天还有七八不远,一个家丁已经阴沉着脸呵斥起来。 这位兄弟,那条道上的。 在这里张望些什么? 走开,走开,不要在这里爱手爱脚的,小心打断你的腿脚。 家丁来到楚天面前,用力的在楚天胸口上推散了一把。 楚天的身体纹丝不动,他皱着眉头看着这家丁,你是活人呢,还是幻象? 或者,楚府曾经有过你吗? 楚天的话音刚落,他身体又按得街道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青石板铺成的街道直接连上了一条灰色的马路,路边高楼林立,四四方方的灰白色的高楼上闪耀着各色霓虹灯,一道狂风卷过,一张破破烂烂的报纸被风卷起,从那灰白色的马路上,一直翻滚到了楚府门前青石板街道上。 楚天的身体晃了晃,他呆呆的看着这条灰白色的马路,看着路边能有二三十层的高楼。 这,这,这是,两个家丁,还有路上的行人全都傻眼了。 他们呆呆的看着突然变了模样的半条街道,想要说点什么,楚天身后的街道再次变了模样。 楼房,店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浓密的丛林。 无数的飞禽在树梢投掠过,山林中大群猿猴嘶吼着,在枝叶之间欢快的蹦跋着。 树下有大群豺狼虎豹排着整齐的队伍缓缓奔过,在豺狼虎豹的前方,山林中,一座规模庞大,细世辉红的山寨微然矗立,成群截队的进装甲势手持强弓硬弩,矗立在山寨的木墙上,双眸炯炯有神的扫过远处的山林。 这里是镇三州的老寨子。 楚天的童年,就是在镇三州的寨子里度过,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在楚天心中,镇三州的寨子,毫无疑问是他心中家的一份子。 但是,很快的,楚天左手边的街道也消失了,一株葱龙庞大的桂花树出现了,桂花树的树顶上,浓密的枝条组成了一片坚固的广场,无数的宫殿楼阁矗立在桂花树的树顶,成群结队的长袍宽秀的青年男女在一座座楼阁中进进出出,空气中回荡着丹药的香气。 这里是汉翠芽。 楚天建立的炼丹宗门汉翠芽。 在楚天心里,他一手建立的汉翠芽,对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他在这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这里更有着他的弟子,他的朋友。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一点一点的积攒起来,所以,这里应该算是他心中极其重要的家。 四处场景如此诡异,如此和谐的融为一体,山山水水,各色建筑,各色人群。 而且人群还相互惊愕的打量着,不时有惊恐的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楚天呆呆的看着他右手侧的那一片高楼,突然笑了起来, 哎,如果不是幻象,那么就太厉害了,连我自己都快忘记的东西,你都能直接凭空的制造出来吗? 看看那些小广告,呵呵,连上面的联系方式都如此清晰,可是我自己都忘记了呀。 厉害。 一念尊,真厉害。 楚天抬头看着暗沉沉的天空,沉声道,真是厉害,我只是说了回家一词,你就直接从我的记忆中抓取了我心中认为是家的四个场景,直接制造了出来。 只不过,我心中有四处家园,所以,你把这四个场景融合在一起,就未免有点怪异了。 怪异,不合理,所以,不应该存在。 楚天淡然道,如果不是我经历特殊,换成任何一个经历正常的人,他面前只出现了一个家的场景,他会被困在这里吧? 他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又准备了什么手段对付他呢? 这是陷阱,还是考验? 能说清楚一些吗? 楚天大声的吼叫了起来,这是陷阱? 还是,考验? 一声长啸,无助剑芒从楚天体内喷涌而出,他脑后一枚散发出冲天剑意的剑轮冉染浮现。 来自逆天剑点的灭绝剑意横扫虚空,一道道湍急的剑芒化为长江大河,呼啸着席卷了四周虚空。 楚府轰然崩毁。 高楼轰然崩毁。 山寨轰然崩毁。 老树轰然崩毁。 以楚天如今的实力,摧毁一方小世界也只是等闲之势,无论是盖州楚府还是镇三州的老宅子,这都是繁俗之物,楚天剑意一摧,万物全部湮灭,连一点残渣都没剩下。 四周一片虚无,黑漆漆的看不到任何东西。 无边黑暗中,只有楚天孤零零的悬浮在这里,就连袖子里的鼠爷都不知道去向。 静静的悬浮在这里不知道多久,楚天冷声道,在想什么呢? 无论你要做什么,话出道来吧。 我急着带我们家老二回去吃饭,没空在这里和你锅造。 暗刃带领的裁决军团正在快速逼近,楚天哪里有空在这里浪费? 无边的黑暗,无边的空气,无边的冷清,突然间,这一片完全的黑暗中有风动了,有一股淡雅的香气冉冉飘来,极高的高空中,不知道距离楚天有多少万里的高空中,一点极细的明光出现。 一点拇指大小的明光急速的向下坠落,带着轻柔的笑声坠落。 叮当一声,明光落在楚天面前三丈处。 一圈圈柔和的光运连依向四周扩散开来,楚天的脚下,就出现了一片明丽的水波。 光运向四周急速扩散,水波的面积越来越大,几个呼吸后,楚天就站在了一片平滑如镜,不知道方圆数万亿里的水波上。 一点绿意从明光落地处生出,一条极其细嫩的金条从水波中生出,伴随着细微的琵琶声,金条窜起来树齿高,随后几片连叶张开,一朵白色莲花冉染绽放。 莲花的花蕊中,一线白色光芒冉染浮动,一片淡紫色的龙头凤尾子鹿神章从白光中喷出,短短数百个字,却充斥着无可形容的天地庙里,散发出让人怦然心动的美妙道运。 楚天神窍虚空中,无数链接青琉璃灯斩的光丝剧烈的震荡着,灯斩中的金红二色神光掀起了滔天巨浪。 第651章 衍生 楚天正正的看着莲花上一篇短小的经文。 龙头凤尾子鹿神章,他参悟大梦神典多年,早已熟忍在心。 这一篇小小的经文,是一门神通,宁约白莲不坏清净法体,应当是一门在防御上有着独特效用的神通。 但是这门神通的入门条件,却是极其的诡异。 需要修炼者拥有庞大的念力,然后对比一种先天地而生的灵根先天清净白莲,以念力探寻清净白莲最细微的结构,最终以无形无际的念力,硬生生凭空制造一朵先天清净白莲出来。 随后还要以独特法门,将这一朵先天清净白莲和自己身体融合,以庞大的念力作为交合剂,将白莲和肉身彻底融为一体,就能修成这门白莲不坏清净法体。 先天清净白莲就在楚天面前,这无边水波中生出的白莲花就是。 清净法体地功法也在他面前,白莲花上一片明光中的字迹就是。 功法和白莲无声无息,没有任何动静,就好像一块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金砖,静静的处在那里。 换成普通人,早已欢天喜地的按照神通法门参悟神通,楚天心头却是警惕万分。 莫名的因为一个回家,他就被带入了凭空出现的,似真似幻的场景中。 如果不是因为楚天的个人经历太过于特殊,在他心中有四处地点堪称为他理想中的家,而且四处地点的地位几乎是一模一样,导致那幕后的力量营造出了如此怪异的四个场景合一的景象。 盖州厨府,镇三州老寨,汉翠牙老桂花树上的道场,还有深藏在楚天心底,他甚至不愿意想起的那一片高楼,那一片霓虹灯火。 任何一个场景单独出现在楚天面前,或许他都会沉沦其中无法脱身。 偏偏是四处场景同时出现,就算楚天是一头猪,也明白这场景有多怪异,他这才以逆天见点以利破法,强行摧毁了那四合一的怪异场景,这才被送来了这里。 这里是虚原洞天,这里是太古无量天一念尊的道场。 这里有任何古怪都不足为奇,这里有任何风险都有可能。 天上不会平白无故的掉好处,这仙天清净白莲也好,这门清净法体的神通功法也好,正因为太好了,楚天才心生犹豫。 一念尊又不是楚天的亲爹,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要给他好处? 给个解释吧,不管你是什么。 楚天沉声道,不过,我宁可相信,你是一念尊留下的,气灵。 这一片洞天的洞天之灵。 而且是,智商不是很够用的那种。 不然的话,你刚才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四个场景合一,呵呵。 指着面前的白莲花和功法,楚天沉沉的说道,先天灵根,无上神通,你凭什么给我? 四周虚空中有淡淡的风贴着水面吹来,水面上荡起了榆林一般的波纹,高空中,一团直径百丈的明光悄然出现,明光正中是一颗拳头大小,通体晶莹剔透,宛如水晶雕刻而成的赤红色九窍玲珑的心脏。 寻常人心脏上,可没有这么多窟窿眼。 七窍玲珑心,已经形容是极顶聪明的人才有的多心眼,九窍玲珑心嘛,楚天只能把他当怪物来看了,正常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心脏。 这颗犹如水晶制成的九窍玲珑心居然和活物一样轻轻的跳动着,天地之间没有声音,但是一股意识清晰的传入了楚天的脑海中。 这是一念尊留下的考验。 进入虚原洞天的人,都会根据他们的人生经历,根据他们的所思所想,根据他们进入虚原洞天前后的所作所为,被随机的送入各种稀奇古怪的场景中接受考验。 能够从一念尊莫大神通凭空制造的场景中突破而出,就有资格正式进入一念尊留下的试炼场。 一如现在的楚天,他就是正式踏入了一念尊留下的试炼场,接受一念尊留下的考验。 这团明光中的九窍玲珑心,就是第一场考验后的真正奖励,至于那门清净法体神通,则是奖励的前置条件,只有修成了白莲不坏清净法体,才能承受这颗九窍玲珑心和自身心脏的融合,才能承受这颗九窍玲珑心中蕴藏的庞大力量。 至于这颗九窍玲珑心的好处,这一缕意识没有解释。 不能通过考验的话,就连明白最终好处的资格都没有。 一颗九窍玲珑心,这么多年,就没有人,楚天很想要说,这颗九窍玲珑心算是什么奖励,还有,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蓝氏一族占领虚言洞天之前,难道都没人通过考验,拿走这一颗九窍玲珑心吗? 楚天的话没能说完,因为虚空中突然多出了数千团直径百丈的明光。 每一团明光中,都有一颗一模一样的九窍玲珑心。 那一缕意识慢悠悠的告诉楚天,对于一念尊而言,这九窍玲珑心只是一念之间就能制造无数的东西。 虽然一念尊已经陨落了不知道多少年,可是在这虚言洞天的库房中,储存的九窍玲珑数量庞大。 楚天张了张嘴,看着天空的数千颗九窍玲珑心作声不得。 这个一念尊,真正是不按照常理出牌,按照楚天在各个世界私混这么些年听来的诸斑故事,传说,这种太古流传下来的洞府中,各种传承奖励都是独一份的宝贝。 可是这里,呵呵,楚天突然觉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天空中的光团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光团静静的悬浮在那里。 虚空中,再次有淡淡的风吹动,在距离楚天上万里的地方,四面八方都有黑色的风气冉冉升起。 灭神幽风,太古无量天极其恶毒的一种天生禁制,任凭你多强大的修为,没有针对性的护体神通,一旦被灭神幽风扑中,都会直接被绞碎了肉身,吹散了灵魂。 白脸不坏清净法体,恰恰是可以克制灭神幽风的诸多护体神通中极其高明的一种。 看着灭神幽风逼近的速度,最多三天时间,就会扑到楚天身上,将它搅得魂飞魄散,形神俱灭。 三天时间,参悟一门至高神通。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着那一团百丈直径的光团。 沉吟了一阵,他摇了摇头,淡然道,我放弃,我没时间在这里。 那一缕清晰的意识再次从楚天的脑海中浮现,他明白的告诉楚天,进入正式的试炼场后,除非通过试炼,得到最终的奖励,才有离开的资格。 若是不能通过考验,那么就永远留在这里,让身体融入虚圆洞天,成为洞天的一份子。 楚天愕然看着高空中的那一团光团,他想起了虚圆洞天外的镇三周旱匪,想起了虎蝶,楚风他们,更想起了站在虚圆洞天入口处,显然还没能窥破考验场景,还沉浸在某种奇异境界中的楚邪。 世人多贪婪,却不知道,天下哪里有平白来的好处。 想要得到尊上一则,就拿命来拼,命好,得到足以让你脱胎换骨的一宝,活着出去雄霸一方,命不好,就留在这里,为你的野心付出代价。 这里是尊上行宫,尊上并没有求着你们来这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尊上所有,给你们机会得到这里的一则至宝,已经是尊上无上的恩德,你们这些贪婪的厚生小辈,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那意识悠悠冷笑,此次你们开启尊上行宫的手段残酷暴虐,显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虽然尊上的意思,是不管你们好人恶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可是,呵呵。 楚天无语 这虚原洞天的洞天之灵,很显然明确的知晓外界发生的事情。 他知道铁白姑使用了什么恶毒手段,才开启了一念尊的行宫。 而这洞天之灵,很显然对这种恶毒手段并不感冒。 铁白姑做的灵,却被他算在了楚天的手上,把楚天当成了一丘之河。 灵神幽风又向这边逼近了一点点。 楚天沉吟了一阵,他盘坐在了先天清净白莲面前,庞大的魂念化为肉眼可见的水波呼啸而出,从四面八方包裹住了清净白莲,用那清净法体上的方法,魂念缓缓渗入清净白莲内部,逐一解析清净白莲的结构,组成。 魂念如水,逐渐浸润了整朵白莲。 一花,一叶,一条经络,一条花蕊,逐渐的浸润进去,抛开清净白莲的宏观皮像,不断逼近他的微观真实。 无论是一花一草,一杀一土,归根到底,都是各种最基础的元素能量,在天地法则的约束下,形成的形形色色物种。 清净白莲的气息柔和,清洁宁静,更有着极其强大的韧性,还具有极其强大的排异性,任何一种能量都会被清净白莲排斥一空,它的力量中更充斥着强大的生命气息。 丢开清净白莲花朵的形状,丢开它莲叶的形状,丢开它晶条的形状。 这一株清净白莲在楚天的魂念扫描下,最终变成了三千六百条散发出纯净白光的细小锁链。 长长的细小锁链在虚空中纵横交错,编织出了清净白莲的形状,虚空中不断有庞大的清目灵气翻滚而来,不断注入这三千六百条白色的锁链中,这才形成了清净白莲的本体。 神窍虚空中,青色琉璃灯展上光芒大圣,无数被梦种植入的生灵在这一刻向楚天提供了庞大的不可思议的信仰念力。 这些念力拥有无穷的神通,支撑着楚天的魂念爆发出了不可思议的神威。 只是十二个呼吸的时间,楚天彻底偷袭透彻了清净白莲的组成。 他的魂念分解成了三千六百份,每一份魂念中都有纯净的白光涌出,魂念崩解,在信仰念力的支撑下,一块块细小的魂念碎片凝成了一枚枚奇异的天道符纹,无数天道符纹巧妙的穿插交错,迅速凝成了一条条白色的细小锁链。 声 楚天双掌平脱在胸前,掌心一缕白色神光若隐若现,四面八方庞大的青木灵气迅速向他掌心汇聚了过来。 三千六百条白色锁链凭空而生,在天掌心上方一阵盘旋飞舞,浓郁的青木灵气化为无数小小的碎片,犹如无数砖瓦一样快速的拼凑在一起。 几片青莲叶,一朵白莲花。 龙共用了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一株清净白莲在楚天面前直接成形。 凭空造物 这是真正的大能手段。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这一株清净白莲完全适用他的魂念力量结合天地灵髓构建而成,等同于他身体的一部分,和他的身体毫无排斥反应。 他双手一拍,将清净白莲拍进了自己的身体。 随后他默运玄弓,按照白莲不坏清净法体地功法运转体内法力,庞大的魂念犹如流水一样一遍一遍的冲刷肉身,让肉身极快的和这一株清净白莲融为一体。 高空中,那一团明光旁,一条暗淡的半透明人影悄然出现。 这是一名身穿样式古老的广袖长袍,头戴三尺金罐,面容方正,气息高贵凌然的老人。 他静静的看着楚天,突然悠悠的叹了一口气,放在太古,就算是无量天那些最古老的教门中,这也是道种的资质了。 白莲不坏清净法体固然容易修为,这凭空造出清净白莲,却是一个难关。 在这小子之前,最快修成这门神通的,足足用了九天七个时辰。 因为这次他们开启洞天的手段太过于邪恶了些,故意压缩他的时间,只给了他三天时间,原本以为,他是死定了,却想不到,居然有如此资质,而且他的魂念,居然如此强大。 只是,不知道他心性如何。 如果是一个心性邪恶歹毒的人,嗯,真蠢了,这些小家伙怎么进门的过程,翻出来看看不就是了吗? 半透明的老人虚影眸子里闪过一抹抹其意的流光。 一瞬间后,他睁开眼睛,笑着点了点头,哦! 一个小鬼仔子,呵呵,你这么喜欢女人,一亿个不够,再给你加一百倍。 你喜欢玲珑玲尊,我连他母亲,祖母,曾祖母给你一起送过去。 霍霍,小家伙,希望你身上带的补充精力的丹药足够,不然还不等你破镜踏上试炼场,就要精气衰竭而亡咯。 怪笑了几声,老人虚影深深的看了楚天一眼,你能走到什么地步呢? 一念尊的传承,这么多年了,进入这里的幸运儿加起来有六百七十二人,最多的穿过了五关,却没能拿走最后的传承。 楚天,希望你能多过几关,无量天可以被毁灭,但是不应该被遗忘。 第六百五十二章 试炼进行时 白脸不坏清净法体小城,空中那团明光冉冉落下,九俏玲珑心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和炽热的气息,向楚天的胸膛飘了过来。 楚天下意识地想要避开这颗诡异的心脏,四周虚空中突然有无穷距离生出,硬生生禁固了他的身体,让他丝毫动弹不得。 九俏玲珑心冉冉落到了他的胸膛上,然后好像一团虚影一样融入了他的身体。 心脏处没有感受到任何疼痛,只是突然变得滚烫无比,而且热力在不断地提升,越来越热,越来越烫,渐渐地楚天心口处一团红光冲起来树齿高,热浪翻滚中,他全身毛孔内都有暗红色的枝叶不断渗出。 楚天体内庞大的生命能量不断被融入他身体的九俏玲珑心吞噬,然后化为一道道厚重,凝实的紫金色血浆从心脏中喷出。 新生的血浆沉重异常,粘稠异常,每一滴血浆中蕴藏了极其可怕的能量。 一滴滴紫金色血浆流过楚天的血脉,楚天千锤百炼强横异常的血脉居然承受不住血浆的压力,血脉一丝丝粉碎,爆裂,血脉附近的肌肉,筋骨,内脏也随之不断破碎。 幸好楚天修成了白莲不坏清净法体,小成的清净法体内一缕缕白光营绕,充满生机的白色神光牢牢裹住了楚天的身体,将他的身体维持在随时崩溃的临界点。 全身上下剧痛袭来,新生的紫金色血浆霸道无比,所过之处机体粉碎不提,更是将楚天体内原本的血液纷纷逼出体外。 楚天如今体内的血浆,是在天路世界修炼战神神通,融合了战神精血后深处的战神神血。 战神神血让楚天的身体强大,坚固,充满生机,拥有恐怖的恢复能力,甚至达到了滴血重生的境界。 战神神血一滴就有数万斤沉重,坚固,沉重,滴血可以摧毁一座山峰。 可是和这九窍玲珑心滋生出的紫金色血浆相比,战神神血分明弱了一大截。 紫金色血浆全方面的碾压战神神血,密度更大,重量更沉,蕴藏的能量更庞大,每一滴血浆中甚至可以看到一丝丝紫金色的大道锁链若隐若现,充满无穷无尽的天地玄机。 紫金色血浆所过之处,战神神血中蕴藏的所有能量都被紫金色血浆吞噬一口,只留下了一些无用的杂质化为暗红色的浆脂从楚天的毛孔中渗了出来。 楚天的身体在不断的崩毁,又不断的重生,一次次的崩毁和重生中,紫金色血浆中蕴藏的神秘力量就不断融入他的身体,让他的身体越发强大,越发坚韧,力量更强,防御更强,各方面的素质都在飞速的提升。 甚至从骨髓到筋骨,从内脏到皮肉,乃至最脆弱的大脑,都逐渐转化为晶莹剔透的晶石一般的质地,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隐隐闪耀着紫金色的神光,规律非常,威严无比。 楚天微微握拳,五指和掌心撞击,发出的都是钉钉金铁撞击声,更有丝丝火星蹦践出来。 由此可见,他的肉体已经强大到了何等地步,而这只是一颗古怪心脏融入身体后不到一个时辰给他带来的好处。 随着这颗心脏的融入,楚天的身体会长年累月的不断强化,他的身躯将越来越强。 尤其是,随着紫金色血液充盈全身,血浆中一丝丝紫金色的稻纹锁链也逐渐蔓延全身,楚天隐隐感受到了身体内一些奇异的变化,似乎他的身体正在孕育某些强大的神通。 但是还不等楚天摸索清楚身体内的细微变化,他脚下的水波骤然消失,他来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荒漠中。 狂风卷起了漫天风沙,带着刺耳的笑声从他身边掠过。 地面上,一片片方圆树里的流沙层在狂风的吹动下,犹如水波一样贴着地面急速流动,引得大地剧烈的震荡着。 高空中又是一团明光出现,直径百丈的明光中,两片异异深辉的沸葬静静地悬浮在那里。 楚天的脸一阵抽搐静鸾,刚刚给他换了一颗九俏玲珑心,现在是做什么? 又要给他换一副沸葬吗? 这一念尊,是准备让通过最终试炼的人,最终换上一具何等古怪的身躯。 当然,九俏玲珑心的好处,楚天已经见识到了。 而这肺葬,显然也并非凡物,起码楚天看到,在那肺葬内一缕缕暗银色的稻纹锁链盘旋飞舞,旋而又旋,透着一种莫名的大道玄妙。 很显然,这一副肺葬也能给楚天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这种感觉总是怪怪的。 喂,这次,是换肺吗? 楚天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干巴巴地向着虚空问了一句。 一缕清晰的意识直接传入了楚天的脑海,他很明确的告诉楚天,不是更换,而是升级。 并非取代楚天之前拥有的器官,而是将楚天弱小的,无能的凡人之躯,升级为最顶级的。 这一缕意识并没有告诉楚天究竟是最顶级的什么东西,他只是向楚天解释,并非更换他的身体,仅仅是以他原本的身体为基础模板,进行升级而已。 唯有通过了所有的试炼步骤,并且将身体升级到足够强大的程度,进入虚原洞天的人,才有承载一念尊留在这里的最终一则的资格。 不然的话,以楚天这么孱弱的小身板,一念尊的遗则,会直接碾碎他的身体,轰爆他的神魂,让他魂飞魄散,行神俱灭。 楚天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他摇了摇头,任命的说道,那么,来吧。 一点明光从天空坠落,这一次,出现在楚天面前的,是一块拳头大小的琥珀。 金黄色的透明琥珀品质极佳,可以清晰的看到琥珀中一朵拇指大小的血色奇花。 花朵如中形,九片花瓣盈润剔透,给人感觉好似宝石雕成。 更引人注目的是花朵的花蕊,一根笔挺的花蕊形如灯芯,花蕊顶部一点黄豆大小的血色火焰静静的燃烧着,没有给琥珀造成任何伤害,火焰的热力却透过琥珀,烧得楚天浑身滚烫,大汗淋漓。 和刚才的白莲一般,一片明光从琥珀上冲出,超过一千枚龙头凤尾子鹿神章在明光中悄然浮现。 先天灵根心炎血斩,以念力凭空凝聚心炎血斩后,可得先天神火血斩心炎和九翘玲珑心融合,从而对肉身拥有更加强大的淬炼,强大之力。 尤其血斩心炎提炼魂身精血,更能对神魂拥有极强的滋补功效。 甚至可以直接将血斩心炎演化为本命神魂神通,最擅长克制一切射魂、诅咒、迷幻之类的邪门术法,对各种阴邪魂体拥有绝强的杀伤力。 当然,完成这一轮试炼的最大好处,自然是那一副悬浮在空中的肺脏。 楚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眉心浑念一涌而出,化为流水包裹住了这颗琥珀和其中的心炎血斩花。 和刚才的清净白莲相比,这心炎血斩花的难度无疑提升了许多,心炎血斩花的本体花朵和清净白莲难度相当,但是花蕊上的那一团血斩心炎乃是先天神炎,内蕴玄妙堪比清净白莲和心炎血斩花相加的难度。 单单以大道锁链来说,心炎血斩花内的血色锁链有八千一百条,而这团小小的神炎中的锁链就有一万两千六百条。 而且每一条锁链内的稻纹符印更加复杂,变幻之中颇显神妙。 青色琉璃灯盏中金红二色神力剧烈的翻滚着,庞大的念力在不断的燃烧,楚天双手结印,自身魂念一点点的分割,变化,一枚枚血色符纹不断凭空凝聚,然后急速的相互拼凑在一起,拼成一节节火光熊熊的符纹锁链。 四周狂风呼啸,万里之外,狂风,流沙之中出现了无数若隐若现的黑色鬼影。 这些黑色鬼影朝着楚天不断的嘶吼咆哮,摩拳擦掌向这边缓缓靠近。 这些鬼影通体充斥着滔天协力,每一条鬼影的气息都和现在的楚天相差仿佛。 无数鬼影若是一拥而上,楚天自然是要被撕成碎片。 或许,也只有血斩心眼本命神通,才能克制这些鬼影,才能让楚天安然度过这一轮试炼。 楚天聚精会神的剖析着心眼血斩的构成,聚精会神的依法试炼。 高空中,那半透明的老人虚影悄然在线,他低头俯瞰着楚天,喃喃自语道,真是个实称的娃娃,也不问问是否可以退出试炼了,就这么继续,多好,继续试炼吧,看看你究竟能走多远。 沉吟了片刻,老人虚影向远处看了一眼,嗯,这娃娃叫楚天。 资质不错,那个小子叫做楚鞋的,是他一母同胞的孪生兄弟。 这娃娃的资质,想来也差不到哪里去。 嘿,拉他进来,让他也试试。 只不过,这小子心头最深的执念,居然是修复他那破烂图卷和稀烂的长剑,下,这等废品,当年放在无量天,丢地上都没人多看一眼的垃圾,修复了又如何? 罢了,给他的试炼关卡,就这样吧。 让我看看,库房里有什么,类似的图卷,类似的长剑,嗯,嗯,这就好像赶驴子拉末,得在驴子面前挂根萝卜,这驴子才走得欢快不是。 储协站在虚圆洞天的入口处,以他的奸诈和精明,被挥石一把丢进来后,储协心中最强烈的念头就是,这里是凶险之地,绝对不能随意走动,绝对不能到处乱闯。 所以他只是放出了十万小鬼四处乱窜,无论这些小鬼遭遇什么风险,反正和他处二少无关不适。 看着远去的小鬼,储协的脑子就放空了,他下意识的联想到了自己的万鬼朝宗图和随身配件。 这两件宝贝,都是有来历的,尤其是万鬼朝宗图,那可是一件残破的至尊天气,也就是所谓的开天神器的残片所化。 现在的万鬼朝宗图就有如此威能,如果能够修复他。 储协心头珠般念头泛起,但是其中最鲜明的一个念头就是,如果他的万鬼朝宗图和随身配件能够修复如初,他处二少的实力暴涨,也就不用过得这么小心谨慎的了。 这些年,跟着阵三中汉匪颠簸流离,大家抱团取暖,好容易才挣扎着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但是这不是他处二少心目中想要的生活呀。 他处二少喜欢的是仙衣怒骂,招摇过世,大把大把的往水里撒钱玩,用大把大把的钱砸的一个个娇滴滴,水灵灵的丫头哭天喊的的往他的床上蹦。 遭见钱,找姑娘,尽情的败家玩乐,这才是他处二少最理想的生活,这才是他处二少的人生理想啊。 一念生,在一念尊这座行宫独特的法则,环境中,处二少就陷入了最深的悟道境界中。 他的魂念和天帝之间诸般法则联系在一起,无数法则奥义不断涌入他的身体,经过他身体的提炼后,逐渐化为大道锁链,逐渐融入万鬼朝宗图和他的随身配件中。 两件重宝在缓慢的修复着。 但是这修复的代价,是储邪的魂念在不断的消耗,他的魂念在牵引四周的天地灵髓,宁卫可为两件重宝所用的奇异材质,一丝丝的修复,提升两件重宝。 储邪陷入了悟道境,身躯就犹如活死人。 他的魂念在不断消耗,却没有丝毫的补充,如果没有人惊醒他,如果他不能看破当前境况,他的魂念消耗一空后,就会直接消耗他的天魂,最终他会魂力枯竭,成为一具真正的活的尸体。 因为想要避免风险,储邪却陷入了极大的风险。 一念尊的布置,真正是可不至极。 但是随着那老人虚影的一声低语,储邪击凌凌醒了过来。 他向四周望去,四面八方都是暗沉沉的乌云在翻滚,乌云中有一座座黑色的宫殿楼阁若隐若现,无数巨大的人影在那些宫殿楼阁中漠然无语的矗立着。 一缕清晰的意识侵入了储邪的脑海,此为太古无量天一念尊行宫,阁下既然有缘进入此处,可有胆量,挑战一念尊留下的试炼呢。 一道狂风呼啸着吹来,漫天乌云被吹得无影无踪,三轮青,蓝,紫三色圆月高悬虚空,冷嗖嗖的月光化为肉眼可见的浓郁月华犹如瀑布一样从高空倒卷而下。 月华冲刷着前方无边无际的黑色宫殿裙,巨大的宫殿裙绵延不知道多少亿万里,总之一望无际,根本看不到尽头。 此为无量图路,内藏意无量世界,有无量造化之力。 那意识告诉楚协,若是与你万鬼朝宗徒融合,当能将万鬼朝宗徒修复如初,更能化无量世界为无量鬼域,拥有无上神威。 就连你手中的那一柄破铜烂铁,也能借助无量造化之力重铸,容易万恶鬼精气,成为无上鬼兵。 你,可敢一世吗? 试炼? 会死吗? 楚协很干脆的询问那一缕意识。 当然,不会,你可以随时退出。 那一缕意识给出了很清晰的恢复。 那,当然是干哪。 楚协笑得很灿烂,卷起袖子大叫了起来,这就是铁白姑所谓的机缘。 嘿,干了,我楚二少,有什么不敢的。 第653章 追兵 时间一点点过去。 虚缘洞天中,楚天的肺脏和肾脏已经升级。 一副肺脏,让楚天拥有了呼气成风,鼓荡万里风云的力量。 如今楚天一呼一吸之间,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巨灵阵法,也不需要任何神通秘术,单纯是肉体本能,就能引动方圆千万里内的天地灵髓。 一次深呼吸,方圆千万里内天地灵髓化为一条条亮晶晶的长河,呼啸着被楚天一口吐纳干净。 尤其是肺脏内无数道文锁链盘旋飞舞,一团暗银色的火焰在胸腔内熊熊燃烧,吸入体内的天地灵髓瞬间被炼化提纯,转化为辉红庞大的精纯法力注入天道宝伦,成为楚天法力的一部分。 肺脏升级后,楚天炼化天地灵髓的效率变成了之前的整整一千倍,法力回复的效率也提升了整整一千倍。 若是在战斗时,只要虚空中天地灵髓充沛,楚天就绝无法力匮乏之忧。 肾脏升级后,楚天只觉浑身精力充沛异常,左右两颗肾脏源源不断地生出精纯的生命能量,他感觉自己就好像一条体长树里的小型非洲,却装上了万里巨剑材配置的巨型能量熔炉,生机活力充沛到了极致,而且脑筋也变得格外的清明,格外的灵活。 源源不断地生命能量滋养全身,连带着天魂都受益肥浅,天魂通体光芒流转,更让天道宝伦也生出了奇妙的变化。 之前楚天凝聚的天道宝伦,每一道天道宝伦能够容纳的法力是一个固定的恒定值。 但是随着肾脏进化完成,天道宝伦中的法力在不断地精炼,不断地提纯,能够容纳的法力值直接增加了一倍。 这也就意味着,楚天若是和同境界的修士交手,两人就算凝聚了完全相当的天道宝伦数量,他的法力值总量也是对方的一倍,在精纯度上更比对方强出了一倍。 堪称碾压的优势,而这还不是极限。 九壳玲珑心,还有肺脏,肾脏的升级还在不断继续,楚天的身体机能还在不断地提升,天道宝伦内法力的蜕变还在继续,未来法力会更加精纯,天道宝伦能够容纳的法力总量还将不断增长。 同时,楚天也发现了这种身体升级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九壳玲珑心,让楚天的血气越发充沛强大,他的面色变得极其润泽,甚至可以用燕如桃花来形容。 肺脏升级后,让楚天的气息变得格外的雄壮,充沛,一举一动之间身边有云霞幻生幻灭,凭空增加了无穷的威势。 而肾脏升级带来的,是楚天的眼睛越发的润泽璀璨,简直犹如两颗小太阳在熊熊燃烧,庞大的精气神顺着目光透出来,充满了穿透力,好似能洞穿他人的灵魂,更有一种射人心魄的诡异魅力。 而他的眉毛,长发,也因为精气格外的充沛而变得油光水亮,色泽更是乌黑的近乎黑洞一般,好似能吞噬天地间的一切。 配合他艳如桃花的面部气色,配合他身边的珠般雄壮异象,再配合他璀璨的双眸和射人心魄的目光。 楚天很无奈的发现,他变得如此的显眼,正朝着倾国倾城的蓝盐霍水进化。 这和楚天一直以来的形式风格完全不同,但是面对一念尊留下的这些古怪好处,他也真的没办法。 无力反抗的话,就只能静静地享受一念尊留下的这些好处了。 光影变幻中,楚天来到了一片沸腾翻滚的熔岩中。 四面八方都是无边无际的岩浆在翻滚,一团明光在空中出现,直径百丈的明光中,一颗通体晶莹剔透的肝脏正在散发出浓郁的生命能量。 在岩浆中,一条碗口粗细,常有千丈的骑行火蜈蚣慢悠悠地爬了出来。 火蜈蚣静静地匍匐在楚天面前,他张开嘴,一片明光飞出,明光中有近万枚龙头凤尾子鹿神章若隐若现。 楚天的心一沉,之前三观,楚天要凭空衍生的是植物类的灵根。 植物类的灵根虽然也是生物之属,但是毕竟相对而言,植物比动物还是要简单得多。 尤其是这些先天灵根,它们代表的都是单独一系的法则。 而动物类,显然就复杂多了。 这一次,是一条蜈蚣,这里的终极考验,难不成是让我凭空造人不成? 楚天抬起头来,向那团明光喃喃发问。 明光微微晃动,一缕一时涌入了楚天的脑海。 没错,这里的考验,的确有一观是凭空造人,但是这凭空造人们,也不过是一念尊留下的猪斑试炼中的倒数第三观而已。 楚天沉默了一会儿,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大片岩浆都因为他的深呼吸掀起了高有百丈的巨浪,空气中的浓郁火属性天地零碎被他一口气抽得干干净净,四周的温度都骤然下降了许多。 计来之,则安之,我也想看看,你一念尊究竟在这里留下了什么。 楚天已经被一念尊留下的试炼深深的吸引,或者说,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沉浸在了一念尊留下的试炼中不可自拔。 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影响楚天心头的念头,他已经暂时的遗忘了身外的一切。 他只是想着不断的突破一关一关的试炼,不断的得到一念尊留下的诸斑好处,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 太古时代无量天尊皇级大能留下的遗则,楚天虽然得到了无量宝级,可是无量宝级包罗万象,参悟起来格外困难,而这一处行宫中一念尊留下的东西,却似乎隐隐契合了楚天的大梦神典,楚天连过三关,根本没感到太大的困难。 楚天已经沉浸在了试炼中,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去。 在另外一个维度的虚空中,楚邪阴沉着脸,咬着牙,双手急速结印,不断打出一枚枚黑色的鬼印没入虚空。 在他的面前悬浮着一副小巧的黑色骷髅架子,骷髅的眼眶里喷出一道明光,里面同样有一篇数百字的龙头凤尾子路神章若隐若现。 难不住楚二少的,你难不住我楚二少的。 哈哈,无量屠戮,肯定是楚二少的,楚二少一定能修好万鬼朝宗徒,一定能练成无上鬼兵。 下 记住了,你答应楚二少的,这些年被你弄死的那些倒霉蛋的神魂,若是楚二少能通过考验,都是我的,全都是我的,尤其是那几个娇滴滴的女鬼大姑娘,都是我楚二少的。 虚圆洞天外,虚空中,镇三周匪团和铁白菇麾下的妖魔鬼怪大军们静静的等待着。 刚刚透过白玉壁上的薄薄光幕,所有人都看到楚鞋凭空不见了。 紧接着,闯入行宫的灰石等人也都不见了。 大家谁也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铁白菇麾下的那些千节高手聚集在一起,一脑袋冷汗的低声商量着什么。 他们想要派人进去查探一个详细,但是没有灰石等鬼王下令,他们根本不敢做出任何决定。 他们只能凭空猜测行宫内的情况,但是越是猜测他们越是紧张,越是紧张越是乱了方寸,好些千节高手在原地转陀螺一样的转来转去,一个个不断的发出愤愤的咆哮声。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在楚天闯入虚原洞天三天后,这一片虚空的边缘突然有一道道黑色幽光闪烁,数十万枚直径三五丈不等的黑色原谍无声无息的穿过混乱的陨石流,犹如一群鬼魅一样侵入了这一片虚空。 黑色原谍迅速的向四周扩散开来,原谍和原谍之间相隔了数百丈距离,化为一张巨大的大网,向着铁白咕灰下的妖魔鬼怪们包抄了上来。 四周虚空黑暗,这些黑色原谍又有着极强的藏匿行迹的功能,他们表面的色泽甚至还能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发生奇妙的变化。 众多妖魔鬼怪中,那些铅结高手又都聚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商议各不停,修为较低的妖魔鬼怪们又没有能力发现这些黑色原谍的存在,很顺利的,这些黑色原谍就组成一个巨大的圆球形大阵,将铁白咕的所有手下和阵三周匪团包围在了阵中。 随后这些黑色原谍这才闪烁着刺眼的幽光,一条条人影不断的从黑色原谍中飞出。 蓝末、云青、十几个蓝氏、云氏的子弟,还有他们随行的六大天王级高手,加上暗刃、寒乐等人,从最大的那枚直径超过百丈的黑色原谍中飞身而出。 云青看着数十里外的妖魔大军,愕然的惊呼出声,怎么回事? 不是说,是混乱天狱的匪徒吗? 怎么是,大罗天的人? 该死,隔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他们身上的臭味。 云青一开口,数百道狂暴的魂念就呼啸着向他这边席卷而来。 铁白姑挥下的众多千节高手纷纷抬起头来,愕然的看向了云青等人。 一尊生了三个头颅,通体皮肉犹如铁柱一般结实,身高十丈开外,通体缠绕着无数黑色锁链的巨魔低沉的咆哮了一声,身体一晃,就来到了云青等人面前。 至高天的小才子们,这里,临时被我们少主征用了。 有多远,滚多远。 不然的话,你们这种细皮嫩肉的小白脸,烤熟了也是蛮有味道的。 巨魔张开大嘴,露出嘴里犹如鲨鱼一样的三排历齿,狠狠的一咬牙,咔咔几声,牙齿相互撞击,不断蹦践出大片的火星。 云青呆了呆,他想要笑,蓝末已经气得握紧双拳力声喝道,此处乃我至高天蓝氏试炼之地,是我蓝氏产业,而等是大罗天那位尊者属下。 烟敢犯我蓝氏。 巨魔大声狂笑,他身后无数的妖魔鬼怪也纷纷大笑。 虽然看到云青和蓝末身边有六尊倍生十八对羽翼,气息恐怖的天王级站立,但是这些桀骜不驯的妖魔鬼怪们依旧放声大笑起来。 巨魔蹦跳着指着蓝末笑道,哈哈,你们蓝氏的地盘。 嘿,我们大罗天可不管这些,我们看中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我们少主看中了这里,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少主的地盘了。 巨魔猛的一瞪眼睛,立声喝道,滚。 小白脸,滚开。 不然老子让你试试做女人是什么滋味。 巨魔伸出暗蓝色的舌头,舔了舔自己的鼻头,怪声怪气的笑道,嘿嘿,其实只要长得细皮嫩肉就好,男女什么的。 下一瞬间,巨魔的身体突然化为一根火炬熊熊燃烧起来。 蓝末身后的一名天王凭空闪现在巨魔面前,右手喷吐着幽蓝色的火光,轻而易举的洞穿了巨魔的身体。 蓝色火焰引燃了巨魔的身体,慢悠悠的灼烧着他的身体和灵魂,巨魔痛得嘶声惨嚎, 但是这天王故意放慢了燃烧的速度,硬是一点一点的焚烧他的肉身,一点一点的将他烧成焦炭。 杀 眼看自己同伴被人虐杀,铁白姑挥下的那些妖魔头目纷纷嘶声长笑,不管不顾的向前一挥手,指挥着无数的妖魔鬼怪结成大阵向蓝末等人冲杀了过来。 不过是六个王级鸟人,我们人手足够多,用人数淹死他们。 好些实力逼近万劫大关,比起天王级高手也只是弱了一等的大妖魔丝声长笑,汉勇无比的向前冲杀。 他们挥下的无数妖魔鬼怪,哪怕实力再低微的小骷髅架子,也都犹如蜂魔一样向前猛冲。 暗刃冷冷的看着前方黑压压犹如一片乌云一样冲杀来的妖魔大军,他的目光透过妖魔大军中的缝隙,看到了原本被妖魔大军团团包围的镇三周盗匪们。 找到了,终于找到你们了。好王要你们死,要我拿着你们的人头回去复命,你们就乖乖的把人头献上吧。 暗刃怪异的笑着,蓝莫少主,云青少主,多谢两位带路,你们没用了,这些妖魔鬼怪,你们自己应付吧。 蓝莫,云青看着前方无边无际的妖魔大军疯狂冲杀而来,两人心中一阵的荡寒。 虽然身边有六尊天王级战力保护,但是之前他们的三条巨剑爆炸,挥下的天兵天将死伤狼藉,只有极少数的高阶天将留下了性命。 凭借这点人手,就算全尖了眼前的妖魔们,他们的损失也会极其惨重。 他们还指望着暗刃能够帮他们一把,但是这家伙居然直接过河拆桥。 暗刃大人。 蓝莫嘶声尖叫着。 赤高天的狗仔子,你们的脚,不要污了我的作剑。 暗刃右手一挥,一股黑色旋风平地而起,将蓝莫,云青等人一击打飞了老远,随后他双手抱在胸前,大声的笑了起来。 而狼们,看准了阵三周汉匪,不许跑掉一人,这些大罗天的魔崽子,就让至高天的狗崽子们和他们先打上一场。 暗刃放声大笑,他挥下无数的裁决石也纷纷笑了起来。 笑声传出老远,传到了龙王等人的耳朵里。 狐老猛地一哆嗦,嘶声道,是圣灵天的人。 他们冲着我们来的。 我们已经,逃到了这里,他们居然还,不依不饶。 第六百五十四章 破釜沉舟 隔着无数的妖魔鬼怪组成的军阵,龙王深深地看了暗刃一眼。 暗刃注意到了龙王的目光,他眸子里猛地亮起两团晶光,顺着龙王的目光狠狠地瞪了他一记。 龙王的身体一抖,嘴角突然流出一丝血迹,紧接着大量血水不断地涌出,胸前衣衫湿了一大片。 只是目光对碰了一下,龙王就莫名重伤,心口剧痛好似被人扎了一刀一斑。 高手,不是对手。 龙王强行吞了一口血水下去,语气沉重很坦诚地说道,还有,这些家伙,儿郎们更不是对手。 虎爹低沉地喘了一口气,我们都逃到这里了,居然还是不依不饶的。 大哥,怎么办? 是拼命。 还是,孩儿们撤走,我留下断后。 龙王向虎老看了一眼,然后一巴掌拍在了虎爹的后脑勺上。 断后。 我都挡不住他目光一击,你断后,人家只要一指头就能碾死你。 我们固然得了些奇遇,实力提升了不少,但是和这些修炼了无数年的老怪物相比,我们还是差了太多,老二,想个法子。 狐老用力扯了扯胡须,然后转过身,看向了虚原洞天的方向,在虚原洞天和他们之间,浩浩荡荡的妖魔大军已经不见了,他们全都攻向了蓝墨和云青等人。 只有数万黑色圆蝶挡住了去路,圆蝶和圆蝶之间相隔数百丈的距离,每个圆蝶上都有数量不等,身穿黑色紧身重甲的裁爵使静静地站在那里。 这些裁爵使气息森严,身上没有半点而活物应有的气息,一个个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人形的兵器那样死气沉沉。 去虚原洞天。 狐老毅然决然地说道,逃,逃不掉。 敌人实力太强,和他们交手绝无胜算。 与其白白送死,不如去那行宫中博一线生机。 狐老毛子里一丝金光闪烁,他很精明地说道,谁也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但是储邪那娃娃,之前平安无事的在入口处站了这么久,所以,想来里面不会太凶险。 从这一念尊的名号来看,还有修谷那老怪物的死来看,告诉儿郎们,进去后,不要乱动,不要乱说话,不要胡思乱想,所有人都保持一个念头,活下去,活下去,我们镇三周的兄弟们,一定要快快活活的一起活下去。 念头,念头,一念尊,狐老急促地说道,告诉所有的兄弟们,进去后,脑子里就只能保持一个念头,大家伙一起开开心心,快快活活的活下去。 快,把我的话传下去,然后,楚野老先生,楚风先生,拜托你们了。 镇三周汉匪们迅速地行动了起来,胡老的决断被他们用极高的效率传播了出去,每个镇三周的汉匪都咬着牙,喃喃地在嘴里重复着胡老的话,活下去,大家快快活活地活下去。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开心快活地活下去。 不要乱动,不要乱想,不要乱嚷嚷。 进去后,不要碰一花一草,不要冻一沙一土,更不要碰触一切宫殿楼阁,安分守己,忘记自己是汉匪,把自己当文弱书生一样乖巧老实。 胡老不断地将话传下来,汉匪们不断地嘀咕着胡老的吩咐。 楚野突然一声大吼,他浑身血光一闪,虚空中大片血雾弥漫开来,血雾中无数刀枪剑挤,锅碗瓢盆,柱子乌瓦,水缸里头等魔物纷纷涌出,嘶吼着向着虚原动天的方向冲去。 楚风也是一声大吼,虚空中绵延百万里的血海凭空出现,滚滚血浪卷起了一众阵三周汉匪,所有人同时呐喊一声,血海和血雾连为一体,化为一条星气冲天的大江长河,波涛翻滚着向虚原动天笔直地冲去。 数万黑色圆蝶上的裁诀使们不愧是圣灵天的精锐,阵三周汉匪这边刚刚有所异动,他们已经同时有了应变。 他们同时结印,每个人脚下的黑色圆蝶同时喷出一条条水缸粗细的灵光,灵光在虚空中纵横交错,编成一张巨大的光网,挡在了奔腾而来的血海前。 第一波血海巨浪重重地拍在了巨大的光网上,就听一声巨响,光网荡起大片连衣,数万黑色圆蝶剧烈地摇晃了一下,站在黑色圆蝶上的数十万裁诀使身体同时一晃,好些人亮相着向后倒退了好几步。 一声恐怖的虎吼声从血海中冲出,虚空猛地摇晃了一下,好些刚才被震得退后的裁绝使还没站稳脚跟,就觉得脑门骤然剧痛,好似有一道闷雷在脑海中炸开一样,魂灵儿都剧烈地颤抖着,双手截得印诀骤然散乱。 一条白光从血海中冲出,白光洞穿了虚空,静止穿过了光网,来到了光网的后方。 虎大力从白光中显出身形,他嘶声大吼道,就这张破网,休想拦住你大力哥。 哈,敖乌。 虎大力同样是一声虎吼,他的吼声比刚才那一声虎吼微是小了大半,却犹如雪上加霜,又让数万才绝使得身体再次摇晃,手上印诀也就变得紊乱,好些黑色圆蝶放出的灵光剧烈地震荡着。 虎大力是化为白虎本相冲过了光网拦截,坐在虎大力背上的龙王在虎大力大吼大叫的同时已经腾空飞起。 一声凄厉的龙吟声直冲高空,龙王显出了本相,一条长有近千里的黑色巨龙凌空盘旋,四个在空中一阵乱抓,硬生生撕裂了虚空。 龙王巨大的尾巴狠狠地朝着结阵的裁掘使门抽打了过去,一声巨响后,数千个黑色圆蝶被他一尾巴抽飞老远,硬生生在光网上撕开了一个直径数百里的窟窿。 龙王的尾巴上大片鳞甲粉碎,露出了好几条猙獰的伤口。 他猛地抬起头来,大声吼道,冲。 无数刀枪剑戟所化的魔物从血海中飞出,劈头盖脸地劈砍在了那些裁掘使的身上。 大片血水从那破开的窟窿中一涌而出,血海和光网剧烈地冲撞摩擦,血海中粘稠的血浆腐蚀光网,不断发出痴痴声响。 有数万名裁掘使被血海卷了进去,无孔不入的血水迅速顺着他们甲咒上的缝隙侵蚀了进去。 老黑在血海中拼命地喷吐毒液,在血海中染出了方圆数万里的一片黑色海域。 剧毒顺着血水侵入甲咒,好些裁掘使同时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 浩浩荡荡的血海呼啸着穿过了光网,带着数十万阵三周汗匪直奔虚原洞天。 四面八方数十万黑色圆蝶飞掠而来,远处更传来了暗刃的怒喝声,一群废物。 连这群蝼蚁剑种都挡不住。 却海滔滔,魔道手段诡秘莫测,尤其擅长藏匿,顿逃。 百万血海看似宽广,穿梭虚空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冲破了裁掘使的拦截,楚野,楚风父子驾驭血海,带着镇三周汗匪向前急驰,一道血光闪过,瞬间就到了虚原洞天白玉壁前。 数十枚黑色圆蝶几乎是紧随着血海追杀而来,圆蝶上幽光闪烁,数百条人影同时涌现。 这些裁掘使都是裁掘圣殿中的中层头目,各个修为都在千节以上,其中几个高层头目的修为已经逼近万节,无限接近天王级的存在。 在这数十枚黑色圆蝶的后方,暗刃犹如一柄开天辟地的巨斧,撕裂虚空,撕裂了整个战场,带起无数的残肢断壁和血雾血浪之冲杀了过来。 暗刃周身喷涌出无数锋利至极的剑芒,笔直的穿过虚空。 铁白姑挥下无数妖魔鬼怪正在围攻栏没,云青带来的那点残留的天兵天将,六尊天王正周身喷涌着无边神光,一掌一大片的击杀这些妖魔鬼怪。 暗刃怒急呵斥,全速追杀阵三周汉匪时可顾不上这些妖魔鬼怪和天兵天将的死活,他蛮横无比的横穿战场,无助剑意撕裂了沿途所有的生灵。 无数妖魔鬼怪粉身碎骨,甚至有两尊天王一不小心距离暗刃稍微近了一点,两人的半边神体当即炸开。 一条胳膊消失不见,半个胸膛炸成粉碎的天王嘶声怒吼,眼珠冲血的狠狠盯着暗刃。 但是他们强行忍下了心头的火气,暗刃的修为已经超过了天王级的界限,是稳稳当当跨入了画道镜的大能高手,放在至高天,大罗天,圣灵天哪里都是雄霸一方的真正地级大能,不是他们几个天王能招惹得起的。 只是一弹指的功夫,暗刃横跨绵延数十万里的战场,所过之处起码有上百万妖魔鬼怪粉身碎骨,其中不乏几个修为逼近万劫境界的大妖,大魔。 只是这时候,血海已经翻滚着冲进了白玉壁,只剩下了小半截血海尾巴残留在白玉壁外。 数百名裁决圣殿的中层头目不管不顾的紧随着血海追杀了下来,他们纷纷施展神通,瞬间就是漫天雷火,无数电光,连同着滔天火海,无穷必拨,更有数百柄散发出森森寒芒的神兵利器带起长达万丈的飞红金光,犹如天崩一样向着血海砸了下去。 除也,楚风父子俩同时吐了一口血,诡秘的笑了几声。 他们留在后方的血海轰然炸开,大片血雾弥漫方圆数十万里之地。 父子俩丢弃了这一小片血海,丝毫不顾魔宫反噬带来的伤害,带着镇三周汉匪窜入了一念尊的行宫中。 随后父子俩立刻按照狐老的交代,放空了心神,不动任何念头,保持清水一般的心静,静静地站在白玉壁入口中纹丝不动。 偶尔心气沉浮不定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而然地想着,平平安安地回去,一切都平平安安。 数百名裁决圣殿的中层头目则是不管这么多,他们就和之前的手骨一样,倾尽全力的攻击狠狠地轰在了白玉壁上。 白玉壁上薄薄的光幕微微一闪,一股巨大的反震力量袭来,数百高手同时被震得向后连连倒退了十几步。 就和之前的手骨一样,数百裁决圣殿的高手身体剧烈地蠕动着,一步步后退,一步步地变化。 短短十几步的距离,这些裁决圣殿的高手硬生生变成了一地的鸡鸭牛羊,猪狗驴马。 一大群牲口呆呆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他们体内法力消失得无影无踪,肉身也变得普普通通,就是最普通的凡人世俗界续养的家禽家畜,没有半点而特殊的地方。 暗刃在血海崩散的一瞬间,他已经追到了白玉壁外,眼看阵三周汉匪闯入了白玉壁,他二话不说,双手猛地向虚空一抓,施展大神通就要撕开白玉壁上那薄薄的光幕,将闯入其中的阵三周汉匪抓出来。 但是猛不丁地见到手下这些中层头目古怪的变化,暗刃蓄势呆发的大神通骤然停滞了一瞬间,反噬之力让暗刃心口惧痛,一口血喷出老远,他猛地转身,已经溅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大神通猛地向着身后的战场轰了过去。 咔嚓一声,虚空如苹果,好似有一张无形的大嘴狠狠地咬下,足足有数十万里方圆的一块虚空凭空湮灭。 连同那一片虚空中的无数妖魔鬼怪,数百高阶天疆,甚至还有三尊天王都随着虚空彻底消散,没有半点而残渣留下来。 这一块崩解的虚空化为一个巨大的黑洞,恐怖的吸力从黑洞中涌出,战场边缘无数的妖魔鬼怪控制不住身体,纷纷没入黑洞中化为一点点细微的光芒一闪而逝。 虚圆洞天外的无边混乱陨石流剧烈地拨动着,大量的陨石疯狂地向着黑洞的方向冲来,四周虚空中的天地灵髓和原磁之力一片混乱,虚空中出现了迷离的七彩原磁之光,毁灭性的能量潮汐凭空出现,吓得蓝没,云青等人嘶声尖叫,纷纷施展手段想要远离这一片混乱的黑洞绝育。 暗刃,你疯了!你疯了!就算你是圣灵天裁决圣殿的裁决官!你在我治高天的地盘上,杀我治高天的天王,蓝没气急败坏地嘶声吼叫着。 又不是没杀过,有什么稀奇?暗刃目光森冷地盯了蓝没一眼,淡然道,再敢锅造,你们一个个都死。能斩杀几个十三氏族的嫡系子弟,这也是一份功劳喝。 蓝没,云青等人立刻闭嘴,然后二话不说就要逃离此处。 有暗刃这种不讲道理,实力破坏平衡的怪物在这里,虚缘洞天的事情已经不是他们能处理的了。 他们必须找蓝氏的长辈出面,起码也要来两尊实力足以抗衡暗刃的地级大能,才能镇压这里的局势。 尤其是,居然会有大罗天的精锐大部队出现在这里。 虚缘洞天肯定有他们蓝氏不知道的珍贵之处,这个消息不仅仅是蓝没要赶紧传回蓝氏,云青也要赶紧将这个发现传给自家云氏。 如果这里的价值足够大,那么云氏是一定要奋一杯羹的。 至于说家族的交情什么的,在利益面前,家族交情就是一个狗屁。 暗刃突然冷然一笑,几位少主,还请留步,这地方有点古怪,还请几位少主配合一下,帮我弄明白,这处遗迹当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暗刃说话的时候,虚空中有数百柄杀猪刀和普通菜刀悄然浮现。 数百化身家秦家畜的才觉圣殿千节以上的高手,就好似图鸡宰狗一样,被当着暗刃的面杀了个干净。 如此场景,暗刃也不由得一阵阵心寒。 第六百五十五章 既来之,则安之。 一念尊行宫中,一片雀海拖着数十万阵三周汉匪。 一个个绑大腰圆,满面横肉的魁梧汉子,却一个个平住呼吸,犹如得到高僧一样盘坐在血海上,闭着眼,呲牙咧嘴的放空精神,极力的不让自己心头生出哪怕一个杂念。 奈何古井不波,心无杂念的境界,那是多少大能修士都难以达成的事情,这些整日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汉匪,脑袋里, 整日里缠绕着哪家小寡妇的大腿,哪个兄弟又组了赌局,每天又要出门做一票好买卖。 罚念太多,多得难以形容。 一时间就看着血海上突然这里消失了几个汉匪,那边又少了数十人,不知不觉中,刚刚进入行宫不过七八个呼吸的时间,闯入这里的镇三周汉匪莫名的就少了一大半。 龙王、虎老、虎爹等人眼睁睁看着手下的兄弟莫名其妙的就这么凭空消失了,顿时脑门上不断渗出冷汗, 一个个急得浑身都在哆嗦。 这里好些兄弟,是追随着他们从盖州老寨子里一路冲杀出来的人。 从六道蜂魔大结界被带到了天路世界,在天路世界那等凶险的地方一路拼命厮杀,最后好容易躲过了天路世界整个世界的大爆炸,又从圣灵天某些饱含恶意的大能手中逃出生天,一路辗转逃窜到混乱天域,好容易才过了几十年安稳日子。 这些老兄弟没有陨落在那些凶险之地,却在这里莫名的消失不见。 龙王猛的上前了一步,他力声喝道:"还请前辈恕罪,我镇三周全伙兄弟,并不敢冒犯前辈丝毫。 只是,外有强敌追杀,五等不得不暂借前辈洞府躲避一二,还行前辈,高抬贵手,饶过我镇三周的兄弟们。 深吸一口气,龙王沉声道:"前辈若要施加惩戒,就朝着小龙一人来吧。 咬咬牙,龙王单膝跪倒在血海上,用力一扯一领,撕开上半身的衣衫,露出了精壮有力的身躯。 他低沉地呼喝了一声,拔出一柄三棱短刀,狠狠地在自己的胸膛上三刀六动,扎了三个透明的窟窿。 鲜血猛地喷洒了出来,龙王立声喝道:"前辈,还请前辈放过小龙的兄弟们,前辈若有怒气,只管将小龙千刀万剐就是。 狐老迈着小短腿,快步到了龙王面前,他忙不迭地向着空中连连拱手行礼:"前辈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所以才躲进了这里,并没有冒犯前辈的意思,要说如有冒犯,那也是外面那些穷凶极恶的家伙闯下的祸事,真心和我们镇三周的兄弟们无关啊。 狐老眨巴着小眼睛,很精明地说道:"不如这样。前辈一巴掌拍死了外面的那些穿黑色甲皱的家伙,我们立刻给您磕头赔罪,然后退出您的洞府。 狐老的眼珠子转得飞快,他故意是一通虎脚蛮缠,只希望能够得到洞府主人的回信。 不管如何胡说八道,就怕对方没回信,不给丝毫的回应,只要有半点而想动,狐老相信以他的三寸不烂之蛇,以他的聪明进而,多少能够给兄弟们拼回来一线生机。 这种敌人,太可怕了呀,根本不知道他如何出的手,就有这么多兄弟不见了。 既然无法立敌,也就只能动歪脑筋了,狐老担心的是,洞府的主人实在是太强大了,他根本懒得和他们这些蝼蚁多啰嗦,直接一巴掌把他们都给按死,那就真是欲哭无泪了。 蝴蝶等人都没吭声,只是喘着粗气看着四周的动静。 漠然间,楚野,楚风的血海消散于无形,所有的镇三周汉匪,连同之前消失的那些汉匪全都出现在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其妖身的绿草在狂风中急速的翻滚着,一波波草浪向着远处一波波的滚去,露出了草丛中无数五颜六色的野花。 开得无比绚烂的野花足足有拳头大小,红白紫蓝,色彩绚烂至极。 虽然是野花野草,却也富裕心香,沁人心脾让人精神骤然一阵。 一个清晰的意识同时出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既然是这么多人,也没办法按照正儿八经的试炼进行了。 行宫中的库房中固然还有极多的珍宝,却也无法让数十万人遭剑,而且很明显,这些汉匪一个个粗之大业的,根本不可能成为行宫主人一则的继承人。 这个意识带着明显的计窍之意说道,镇三周汉匪们太蠢,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一念尊的传人。 但是呢,能够进入一念尊的这处行宫,哪怕并非他们自己找到的线索,并非他们开启的行宫入口,多少也算和一念尊有点缘分。 而且呢,龙王能够为了手下这些蠢货在自己身上开窟窿眼,这等行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一念尊从来没见过,有上位者会为了自己的属下而强害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处行宫特意为镇三周汉匪们开启一场特殊的试炼。 只要他们能够击败眼前的敌人,他们就能得到不同档次的奖励。 当然,奖励随机,完全随机,谁也不知道他们最终都能得到什么好东西。 这一缕意识冉冉消散,前方百多里外的草原上,无数密密麻麻的人影冉冉从地下生长了出来。 龙王等人定睛看去,就看到那一片草原上,起码有上千万身高八尺左右,通体肌肉球节,嘴里獠牙露出来老长的大猩猩拎着大木棒子,哼哧哼哧的从地下艰难的钻了出来。 上千万的大猩猩气息微弱,大概也就是登天境到破天境的水准,比起镇三周的这些汉匪弱了一大截。 但是这些大猩猩却是凶残好战无比,他们刚刚从地下生长出来,就猛的大吼了一声,瞪大了通红的眼珠,撒腿朝着镇三周汉匪这边冲杀了过来。 一边跑,这些大猩猩的身上就同时黄色光运闪烁,地面上无数泥沙翻卷而起,覆盖在这些大猩猩身上变成了厚达三寸的岩石甲昼。 百多里距离,这些大猩猩只用了七八个呼吸的时间就飞扑而来,伴随着刺耳的吼声,最前方的数万头大猩猩腾空而起,抡着大木棒子就朝着最前方的汉匪们砸了下来。 汉匪们不甘示弱的大吼一声,纷纷腾空跃起,挥动兵器和这些大猩猩杀成了一团。 狐老的声音迅速传遍了战场,慢点打,慢点杀,结成阵,保存体力,弓箭奴使不要随意消耗,留着后面对付更难缠的敌人,唉,唉,过一关就能有好处。 啥时候能结束啊? 阵三中汉匪陷入古怪的试炼场景时,暗刃已经压着蓝墨,云青等人来到了白玉壁前。 经过一通乱战,加上刚刚暗刃一记大神通不分敌我的攻击,蓝墨,云青的手下只剩下了三尊战力完好的天王,以及三百多名高阶天将。 而铁白姑手下的妖魔鬼怪大军也被裁决军团一通攻击杀得干干净净,灰石等人已经陷入了行攻中不知去向,妖魔大军实在没有高端战力可以依靠,被诸杀一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暗刃站在白玉壁前,阴沉着脸透过光幕看着白玉壁中无边无际的宫殿群落。 刚刚震三周的汉匪们还在一片血海上飘着,但是眨眼间的功夫,他刚刚把蓝墨,云青等人抓到这里来呢,震三周汉匪就不见了。 他们是跑去了哪里?还是这白玉壁中别有玄虚? 几个被生擒的大妖,大魔在远处发出凄厉的惨嚎声,过了没多久,几个裁决圣殿的高阶裁决使松开他们几乎粉碎的头颅,擦干净手上的血腥,毕恭毕敬的来到了暗刃的面前。 大人,经过搜魂,这处虚圆洞天可不简单。 这虚圆洞天,只是真正遗迹的外层建筑,是宫地位最卑贱的仆役,杂义门居住的地方,这里面设立了一些试炼的进制,只是用来挑选精英仆役的小玩意。 这行宫真正的精华,还是在这白玉壁后的行宫中心区域。 这行宫的主人,是太古无量天尊皇大能一念尊。 按照圣灵天的典籍记载,一念尊在太古之时,也是无量天绝顶的人物,无量天崩灭的那一战,如果不是四位同阶的尊王联手偷袭,暗算,最后还为公知,他是完全不会陨落的。 圣灵天的裁决圣殿权限极高,他们能够自由地阅读圣灵天的一切机密档案,所以他们知道一念尊的名号,更知道一念尊曾经的辉煌历史。 暗刃的嗓音都变了,他邪逆了脸色惨淡的蓝墨一眼,冷声道:"听听,听听,一念尊的行宫。 诸位圣尊,灵尊在上,你们至高天的蓝氏一族,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下,你们就没发现,这里的真正价值吗?" 蓝墨咬着牙,突然狠狠地给了自己一耳光。 现在的他,好想死,一念尊的名号,他并不熟悉,但是作为蓝氏一族精心培养的嫡系传人,蓝墨当然知道太古无量天的尊皇那是何等概念。 如今包容了至高天,大罗天,圣灵天,以及无数大,中,小世界的天河,就是当年的无量天崩灭之后的碎片形成。 换言之,至高天,大罗天,圣灵天,也不过是在无量天的尸骸上戒尸还魂的势力。 太古无量天的尊皇,那是真正掌控了天地宇宙的大道法则,近乎永恒不朽的存在。 相比于太古无量天的尊皇,无论是圣灵天的圣尊,灵尊,无论是至高天的天地,大天象,又或者是大罗天的鬼尊,妖尊,魔尊,他们当中的至强者,距离无量天的尊皇境界还差了一线。 这一线,就是天欠鸿沟,无论如何都跨不过去。 因为无论至高天,大罗天,圣灵天,他们的修炼基础都来自于无量天,而无量天已经崩毁,修炼的基础有了极大的缺陷,他们用尽了无数心机念头,怎么也不可能大到无量天当年的境界。 现在突然有人告诉蓝末,他们蓝氏一族占领了这么多年的一处后辈弟子的试炼场地,居然是太古无量天最强大的尊皇之一的一念尊的行宫。 捧着金子当黄童啊。 有趣,有趣。 暗刃难难道,难怪豪王对我说,此行有大变故,似乎也隐藏了大凶险。 嘿嘿,果然凶险,这么多好手。 暗刃咬牙切齿的看着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数百头家禽家畜的尸体,他的心也痛啊。 这都是他的嫡系心腹手下,个个都是千节以上的修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陨落了。 不愧是一念尊的行宫,真正是凶险无比。 只不过,如此凶险的布置,里面当然也有大好处。 暗刃沉声道,有劳几位少主,帮忙探探路。 呵呵,我只是想要确认一下,是否只要不对这白玉壁发动攻击,就能顺利进入呢。 暗刃又向寒乐点了点头,寒乐少主,这里凶险莫名,你或者可以进去。 或者可以离开,若是要返回朱邪城,我当派一队人马一路护送。 寒乐咬了咬牙,看着那一片白玉壁,突然笑了起来,豪王哥哥的差事呢? 这也是一份机缘,我当然要进去试试,暗刃大人,最好速战速决,否则,万一他们从这里面得到什么秘宝神通,那可就凭空多了变数,对豪王哥哥的差事不利呢? 暗刃点了点头,他一把抓起蓝墨身后的一名蓝狮子弟,随手将他丢向了白玉壁。 蓝狮子弟私生尖叫着,一头撞在了光幕上,光幕连衣一闪,他毫发无伤地穿越了光幕,一头扎在了光幕那一端的草地上。 这蓝狮子弟一跃而起,亥然向四周望了望,转过身来惊笑道,哈,平安无事,这里就是一念尊的行宫。 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在这里得到一念尊的传承。 话刚出口,这蓝狮子弟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暗刃张了张嘴,蓝墨,云青等人急忙上前了一步,仔细透过光幕左右张望着。 暗刃沉吟了片刻,他缓缓点了点头,看来,这里的确是有玄虚的,但是,似乎也不是那种穷凶极恶,动辄夺人性命的禁制。 也是了,这里是一念尊的行宫,哪位大能也不会在自己的行宫中,不知那种动辄就血肉横飞的禁制。 更多的,或许只是一念尊用来考验后辈,门徒的一些布置。 暗刃难难道,这么说来,这里的确有很大的可能,存在着一念尊的某些宝贝。 暗刃手一挥,一股俱力抓起蓝墨,云青等人,将他们强行塞进了光幕中。 眼看着蓝墨,云青等人落入行宫后,有几个人消失不见了,还有几个人一脸茫然的站在原地开始发呆,暗刃缓缓点了点头,向寒乐示意了一下,带着一群实力最强的心腹下属缓步走入了光幕。 进入光幕的一瞬间,暗刃心头不由的涌出了一丝狂野的念头,如果他能得到一念尊留下的一切,他自然不会单单是圣灵天才觉圣殿的一尊才觉观。 暗刃心头突然有几条美轮美奂的绝美人影闪过,他心头一阵滚烫,一种本能的冲动油然而生,如果他能成就一念尊那等成就,那么。 眼前光影一闪,暗刃就和铁白骨一样,突然来到了一座极度奢华风流的大殿中。 无数美艳的女子轻柔的笑着,从四面八方向暗刃缠绕了上来。 第656章 万物之灵 一片浩瀚的星河中,无数流星犹如战场上飞射的箭矢,嗖嗖有声的从楚天身边掠过。 楚天蜷缩成一团,浑身抽搐着,极力抵挡着浑身皮肤传来的无法容忍的臊痒和刺痛。 他已经连续突破了好几场试炼,以自身念力凭空制造出了好几样稀奇古怪的物件。 他的五脏已经升级完成,骨骼,骨髓同样升级完成,就连肌肉,经络,血管,也都升级完成。 这些物件升级时,新生器官产生的庞大生命精气席卷全身,浑身好似触电一样酥麻不已,又或者肿胀剧痛,猪斑一转固然难受,楚天还能忍受。 唯有刚刚突破了那一关试炼后,居然是给楚天全身皮肤进行一次升级换代。 楚天的皮肤变得无比的敏感,哪怕是一粒灰尘落在皮肤上,带来的臊痒都好像是脚板心被涂了蜂蜜,又有一万条狗子轮流来舔他的脚板心一样,楚天被折腾得差点昏厥过去。 他不怕痛,但是臊痒,就算是砍头都面不改色的英雄好汉,挨了三五十刀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好汉子,也受不了这等折磨。 尤其是全身上下每一丝皮肤都在哀嚎,都在呻吟,都在惨叫,都在传来直入灵魂的臊痒。 楚天浑身剧烈的抽搐着,他瞪大眼睛,死死咬着牙,竭尽全力不发出笑声和惨嚎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难以忍受的臊痒感终于缓缓退去,浑身冷汗淋漓的楚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哆嗦着站起身来,伸出双手,呆呆的看着自己变得晶莹剔透好似镀了一层薄薄水晶的皮肤。 这皮肤的质地完美无瑕,楚天读书不算多,没办法找到闻皱皱的恰当词早来形容它。 总之,完美,白皙,盈润,晶莹,楚天身上的皮肤足以让世间任何一个爱美的女子尖叫出声。 除了之上的特点,楚天右手一弹,一道狂雷从天而降,轰的一声砸在了他的左手掌心。 掌心的皮肤微微凹陷下去了一丁点,然后猛的反弹了起来,掌心红都眉红一点,楚天甚至只觉得有一股轻柔的风吹到了皮肤上,除此之外没能感受到任何痛楚。 刚才那一道狂雷,楚天已经动用了九成的力量,却连自己的皮肤都不能攻破。 这一层薄薄皮肤的防御力,几乎堪比一件防御性的至尊天气。 单单依靠这一层薄薄的皮肤,楚天就有信心抵挡一次天路世界的大爆炸而不会受到致命的伤害。 想想看,之前楚天在天路世界的大爆炸中,九药甲重创,浑身各种防御器具几乎消耗一空,就连鼠爷几乎将自己肚皮里压箱底的宝贝都给吐光了,这才勉强救了楚天一命,饶是如此,楚天依旧被炸得五牢七伤,差点没能挺过来。 而如今,得了一念尊的遗则后,且不说同样升级换代的肌肉,骨骼和内脏的防御力,单单一层表皮,就已经是如此不凡。 不仅如此,楚天更能感受到,他的皮肤就好像一个拥有独立灵性的活物,不需要楚天控制,这一层皮肤就在自行的吞吐天地灵髓。 源源不断的天地灵髓被楚天的皮肤吸纳了过来,在皮肤表面凝成了一层三尺多厚的阴晕雾气。 因为天地灵髓的属性不同,这一层阴晕雾气色泽多彩,楚天就好像被一层七彩的火焰包裹着一般,凭空给他增添了几分神秘和神圣。 楚天能感受到,他的皮肤在自行的吐纳天地灵髓,汲取天地精华,不断的淬炼强大。 不仅如此,他的皮肤还和下方的肌肉,经络,血管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能量回路,但凡被吸纳的天地灵髓没有一丝半点逃离,而是源源不断的注入了楚天的机体中。 整个机体,楚天身上所有升级过的机体,除了他的大脑外,都在自行的强化。 不需要楚天搭理,不需要楚天修炼,不需要任何专门的神通功法,楚天这具升级过的身体就在源源不断的抽取天地灵髓,不断的强大自身。 无论楚天吃饭,睡觉,行走,修炼,无论他在干什么,这具身体都在不断的自行强大。 天长地久,持之以恒,楚天也无法猜测他的这具身体能够强大到何等程度。 四面八方的天地灵髓源源不断的向楚天汇聚了过来,甚至在楚天身边都形成了一个直径树里的肉眼可见的雾气漩涡。 很显然,这种异象对楚天的某些行动是不利的,比如说,楚天想要背后敲闷棍,或者想要逃跑,躲避,藏匿的时候,寻常人都能隔着老远发现这等异象。 但是楚天只是念头一声,他的身体立刻停止了对天地灵髓的吸纳,他的身体四周变得毫无异状。 等到楚天念头一灭,四周天地灵髓立刻化为一缕缕肉眼可见的雾气,继续向楚天身躯汇聚过来。 真不错。 楚天抬起头来,认真地朝着天空说道,多谢前辈一则,开始下一场吧。 虚空中一团明光出现,那个面相威严的老人虚影在明光中冉冉现身。 他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楚天,突然开口道,小娃娃,之前的考验,可不难,简直是,一念尊爱护后辈,专门是给后辈晚生送福利的考验。 摇摇头,老人虚影淡然道,虽然,后辈们不争气,这么多年了,也没几个人找到行公事。 入口,就算侥幸进来的那些娃娃,能够走到你这一步的,也就只有七人而已。 楚天的嘴角抽了抽,也就是说,不算楚天,在外面的天和亿万世界中,还有六个和楚天如今的身体状况相似的怪物存在。 而且,谁知道这六个家伙是多少年前踏入的行公? 天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老人虚影摆了摆手,淡然道,再继续下去,就是一念尊真正的收徒试炼了。 你若是能够闯到最后一关,就有资格继承一念尊留在这行公中的真正一则。 冷笑了一声,老人虚影轻声道,不过,你要考虑清楚,如果你真的继承了一念尊的遗则,或许,太古无量天的一些麻烦,命中注定就会转嫁到你的头上,你身上固然有一股庞大的气韵之力庇护,可是你能承受太古无量天的,因果吗? 楚天深沉的看了老人一眼,用力的点了点头,能? 楚天身边的星河骤然消失,他来到了一座灰红壮丽的大殿中。 大殿广袤至极,长宽都在万里以上,高度更是超过百里,一根根盘龙巨柱犹如晴天之柱处在大殿中,大殿内各种陈设,包括大殿地面和天花板,还有四臂的材料,全都是楚天闻所未闻的珍惜之物。 就比如大殿的地板,通体蔚蓝,内部天生有无数细密的金色星辰,一股股恐怖的天地零碎不断从半透明的地板中涌出,源源不断,滔滔不绝,地板中的星辰还在急速旋转,儼然构成了一副庞大的星土。 这绝非人工造物,实在是天然形成的奇异神才。 楚天急忙用魂念沟通无量宝集,这才知道了这地板的来历,太古无量天的大能以灭世手段,直接摧毁一方大世界,让其重归混沌,然后以恒星星河注入崩毁燃烧的大世界中,才能得到这种天然形成的灭世灵蓝精。 因为根源就是一方大世界崩毁后提炼出的精华,这种灭世灵蓝精内运无穷天地零碎,而且经过灭世大爆炸的提炼,提纯后,灵蓝精内的天地零碎最是精纯,绝无任何杂质,对于修炼拥有莫大的好处。 借助无量宝集内的资料,楚天逐个辨识出了这座大殿中的珠般物品的来历。 他不由的一阵心惊胆战,就这一座长宽万里的大殿,怕是要摧毁上千个大世界才能凑齐所需的材料。 太古无量天的那些大能,实在是太过于,奢靡。 也太过于,恐怖。 两条极细的明光从大殿天花板上落下,在楚天面前化为两轮直径时丈的光轮。 光轮中,一左一右,分别是一名高大健壮的男子,和一名矫健美丽的女子。 男子体型如龙,浑身上下每一寸机体都堪称完美,虽然他闭着眼睛静静的悬浮在那里,好似在沉睡一样,却有一种类似于洪荒巨兽一般的气息从他体内涌出,让楚天都隐隐觉得后心发凉。 而那女子也和这男子一般,通体上下找不到一丝瑕疵,润泽的皮肤下是流线形,美丽矫健的肌肉,高挑的身高让他身形丝毫不显雷坠,猙獰,就好像一条美丽的豹子,给人一种力量,美丽完美融合的感觉。 他身上的气息也丝毫不弱于这男子,而且更加的灵活多变。 如果说男子的气息是一头趴在地上休憩,随时准备抱起杀人的洪荒怪兽,这女子的气息就是一头高高飞翔在天空,嘴里不断喷吐着灭尸魔艳的太古魔缝。 同样的强大,同样的,恐怖。 人 老人虚影在天空中出现,他身边一轮明光中,悬浮着一枚通体暗金色,内有无数条极细神光急速闪烁的大脑,一如楚天所预料的,全身的所有灵部件都升级过了,只剩下了最后的大脑还处于原始形态。 也就是说,眼前的人,一男一女,就是这一关的考验。 只要通过这个考验,就连楚天的大脑也能升级。 而且根据之前升级的状况难看,一旦这枚悬浮在空中的大脑和楚天自身的大脑融合,势必带给他巨大的提升,天翻地覆的变化。 万物之灵 老人虚影指着那一对儿男女淡然道,也是这一方天地中,所有人族的先祖。 楚天骇然抬起头来,愕然看着老人虚影。 没错,你眼前的这一男一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所有人族的先祖,当然,不是十足。 老人虚影微笑看着震惊的楚天,他们是这一方天地中,最早被制造出来的人族之一,是最原始版本的人族,当然咯,他们从没有被激活,从没有繁衍后代,生儿育女,所以,他们是你们的先祖之一,却不是你们的十足。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老人微笑看着楚天,你们的十足,应该是无量天崩毁之前三千年的时候,释放出去的第一批人族种子。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批释放的人族种子,总数不过一万亿。 也不知道现在这一方天地中,人族的总量,能有多少了。 楚天目瞪口呆的说不出话来。 这一方天地的人族,是被制造出来的吗? 而且人族的先祖,不过一万亿人。 可是现在,随便至高天掌控的哪一个小世界中,人族的总数都远远不止一万亿人。 而至高天统治了多少个世界群落? 单单灵桥天亭那样动辄数百万计的世界群落,总数都以万亿计吧。 人族,万物之灵,这是丝毫没有虚假的。 老人看着那两具人体,悠悠感慨道,无量天,和平太久,沉寂太久,一群已经找不到前路的无聊老不死,聚在一起说,他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前行的道路,无论是龙,凤,麒麟,玄规,或者其他天地生成的奇异生命体,他们当中至强的存在,都已经走到了道路的尽头。 前路茫茫,却又永生不朽,所以,穷极无聊,就有人提议,为什么不用亿万族群的优点,制造一个,拥有无穷潜力的完美族裔出来。 让他们自然繁衍,生长,自行修炼,成长,或许,我们可以找到新的道路。 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虽然楚天好奇这家伙估计是洞天之灵异类的存在,呼吸对他有用呢? 所以,根据一滴来历神秘的,母血。 老人抬起头来看着大殿的天花板,龙族的力量,凤族的灵魂,麒麟的全面掌控,玄规的强大防御,悠久性命,包括其他亿万族群各自各样的最强优点,纷纷从血脉中被抽取出来,全面融入了这一滴母血,最终生成了人族。 在设计中,人族会拥有天地间最强大的进化潜力,拥有最强大的修炼资质。 与此同时,他们还拥有最强大的繁衍力量,最强大的适应能力,最强大的血脉融合能力,最强大的溢变能力。 老人重重地吐了一口气,总而言之,他们会是一个完美的族群,起码在那群无聊的老不死的算计中,他们将会是完美的族群,可是,人族就是被塑造得太完美了,在他们当中,很快就出现了一些, 无法掌控的存在。 苦笑了一声,老人看着楚天悠然道,一些存在,掌握了某些让那些老不死都羡慕极度的力量,一些存在,则是生出了让那些老不死都感到恐怖的野心和欲望,短短三千年时间,短短三千年,裂痕,隔阂,冲突,争吵,随后是歇斯底里毫无保留的战争。 无量天,世间再也没有无量天了,老人看着楚天悠悠道,倒数第三关的试炼,一念遵留在这行宫中的最终一则的正式试炼开始,娃娃,以它们为模板,制造出两具人体。 最后你是否合格,由我来判断。 第657章 牢笼 殷勤 距离混乱天域极其遥远的天河深处,数千万个大小世界围绕着一方巨型世界犹如漩涡一样旋转,在虚空中拉出了十二条绚烂夺目的炫壁。 巨型世界大致呈圆盘状,直径广袤达百万亿里,一条条宛如惊天巨龙的侠气神光横跨虚空,将这一片巨大的大陆衬托得气象万千,神圣归利。 不知道是天生还是人为,在这一片巨型大陆的下方,东南西北各有一头身躯如龙,头颅如象的太古龙象。 它们四爪分别踏在一朵巨大的莲花上,用自己嘴里长长的十二根獠牙,稳稳地拖住了这一片巨型大陆。 体长亿万里的龙象如此承托大陆已经不知道多少年,它们吐气成云,喷吐出的云霞中蕴藏无穷天地零水,顺着大陆底部染染扩散,滋养的大陆肥厚,灵润, 更在大陆上空凝成了一重厚重的四色祥光,将整个大陆牢牢地扣在了里面。 四头龙象修为惊天,每一头龙象不提肉体力量强弱,法力修为都达到了可怕的百万节水准。 四头龙象和立凝成的这一重四色祥光,防御力惊人之极,就算数万天王级大能联手猛攻,也动摇不得丝毫。 正是春色美妙的季节,稀稀利利的小雨从天空轻盈地落下,滋养给大地一片鲜绿。 一眼望去,无边美妙的山川和月仲五彩斑斓尽是大片大片的花朵怒放,这一座生机勃勃的巨型大陆,正处于一年最美丽,最有生气的季节。 一条精巧的紫金色非洲在高空中急速穿过,长不过三里的非洲上宫殿楼阁建造的美轮美奂,衣衫华美宛如天女的侍女巧笑嫣然,围着正中一个风神俊朗,面如关玉的少年撒娇妖宠。 少年身穿一球紫衣,头戴紫金罐,通体紫气萦绕,双眸更是犹如两颗紫色的小太阳,顾盼之间不断喷出逼人的神芒。 他气息高贵,威严,举手台族中充满了从小养尊处优养出来的雍容之气。 少年,紫天尊。 当然,他不是天鹿世界的那个倒霉蛋子天尊。 天鹿世界的紫天尊,连同他的母亲,连同他的母族,也及所有拥有天族血脉的紫伐族人,全都消失了。 彻底的消失,形神俱灭,魂飞魄散的那种消失。 甚至连本命灵魂烙印都被彻底湮灭,绝无投胎转世可能的那种消失。 眼前的紫天尊,虽然习用了这个名字,但是他在紫伐的地位,可比之前的那个紫天尊重要了百万倍,是真正的紫伐继承人,真正的紫伐少主。 他说的话,很多时候甚至比紫伐的那些老怪物还有用得多。 他更是一个妖孽级别的天才,和那顽固无能的紫天尊不同,这位紫天尊年仅十五六岁,修为却已经达到了惊世骇俗的千节境界。 当年在天鹿世界,楚天熟悉的青阳也不过是三十六节的修为,而青阳的年纪有多大了。 十五六岁,而拥有千节实力,这等资质,放在偌大的天河之中,静观圣灵天,至高天,大罗天三大势力,这也是让人惊骇的妖孽。 紫天尊端坐在船头宝座上,手中把玩着一枚紫气生腾的紫玉圆环,隐隐可见紫玉圆环中无数灵光闪烁,每一条灵光都是数以亿计的道文符路凝聚而成,很显然这枚造型简单的紫玉圆环,是一枚珍贵异常的异宝。 尤其他通体紫色,那紫色纯正,高贵,没有丝毫协议之气,紫霞生腾,神光萦绕,这迈想也很是让人欣喜。 紫天尊手指轻轻一波紫玉圆环,四周虚空就一阵摇晃,隐约可见各种扭曲的异象在虚空中若隐若现。 真也是下本钱了,这紫虚环,我看着都眼热,心动,更不要说我那位异母同胞的亲大姐,生平最喜欢紫色的宝贝,嘖嘖,豪王能拿出这紫虚环做人情,他下次总不好意思连茶水都不给一杯吧。 紫天尊眯着眼,讥笑的冷笑道,豪王,好大的名声,还号称圣灵天第一道种,下,下,下,圣灵天才觉圣殿的大才觉官,居然还要我帮忙送礼。 拍了拍腰间悬挂着的一柄灵光闪烁稍微不凡的短见,紫天尊悠然笑道,不过,多好的事情啊。 有这么一个亲大姐在,我这几年,可是着实收了不少好东西,呵呵,亏他们平日里一个个眼高过鼎的德性,到了我这里,还不是的乖乖的装斯文君子。 一众侍女甜蜜蜜的笑着,不断用自己粉嫩的面颊轻轻的磨蹭紫天尊。 紫天尊的眼里却丝毫没有这些侍女的存在,她的语气突然变得冰冷异常,一个个摆出大家闺秀的端庄样子来,不要做这种狐媚子乡,我还是童子身,就算要失身,第一次也不会找你们这些下贱侍女,更不要说,你们这模样,若是见了我那大姐,被她一拳打得破了香,呵呵。 一众侍女幽怨异常的看了紫天尊一眼,纷纷站直了身体,双手揣在长袖中,摆出了一副名门闺秀的端庄素雅的样子,一字而排开站在了紫天尊的身后。 前方非洲已经到了一片名利的,被九条秀美绝伦的清河环绕,穿插的山岭前。 山岭中有无数珍贵的花束,正极其灿烂的绽放着,各色花香混成一种富裕的,丝毫不让人头晕,刺鼻,反而是格外欺人心脾,提神醒脑的幽香,化为肉眼可见的阴晕香气缠绕山岭之间,配上那好山好水,以及山水中兴罗密布的无数精美绝伦的宫殿楼阁,端的是天堂仙境一般的好地方。 只是这一片好山好水四周的景象有点不对。 在这一片绵延数万里的山水东南西北,以及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方向,分别按下了一座气度森严的大殿。 大殿四周盘坐着无数晋庄女修,所有女修都面容绝美,气质冷素,一个个通体散发出一种不近人情的冷酷味道。 因为这八座大殿和这数以十万计的冷酷女修的存在,这一片山水楼阁,就不像是给好人居住的地方,反而有点像是一座高级的牢笼。 子天尊的非洲净直飞进了这一片山水之中,隔着老远,他就大笑了起来,大姐,我给您送礼来了。 呵呵,豪王那家伙,这次可真是逃换到了一件好东西,真是不错呀,尤其是兼具时空之力,最符合大姐您的本命之力了。 山巅,一座庞大无比的老桂花树矗立在山顶,一条条庞大如龙的根莖将整座大山牢牢裹在里面,根莖从高有千里的大山上蜿蜒而下,用力的扎进了下方肥厚的土壤中。 庞大的根系扎入地下数万里深的地脉中,然后向四面八方扩张出去了数亿里。 这就是汗翠牙的那株老桂花树,在鼠爷收服的树膜的操控下,老桂树肆无忌惮地在这片天地灵髓充沛无比,法则痕迹清晰无比,极其适合修炼的巨型世界中疯狂地扩张着。 老桂树用了上百年时间,倾尽全力将自家根莖扩张出去了数亿里,这也已经达到了老桂树的极限。 随后,老桂树疯狂吞噬天地灵髓,更在庞大的资源倾斜下,它的实力突飞猛进,真正是一日千里的狂飙猛声。 在这个世界扎根百多年时间,老桂树的修为已经逼近天王境界。 庞大的老桂树上,一粒粒拳头大小的柜子静静地挂在那里,每一颗柜子都青光营绕,内有一枚清晰的天道符纹若隐若现。 更有一条条青木支立凝成的符纹凝聚成清晰的法则链条,呼啸如龙绕着老桂树庞大的树冠盘旋飞舞。 方圆数万里的山林,有将近一半被老桂树的树冠阴影笼罩。 在老桂树一条斜斜伸出来的树枝上,一座精巧的木屋矗立在那里。 洛儿坐在木屋门口一张由无数细嫩的桂花枝条编制而成的大椅上,瞧着腿儿,双手捧着一卷古色斑斑的书卷,静静地阅读着。 他左手侧放着一个小小的茶几,上面放着茶壶,茶盏,一缕清气从茶壶口喷出来,冉冉飘起树石杖高,随后扩张成一团阴晕之气悬浮在洛儿头顶,雾气中隐隐可见一株茶树虚影若隐若现。 洛儿听到了子天尊的叫嚷声,却连眉毛都没动一根。 他静静地看着书卷,就当没听到子天尊的声音一般。 子天尊的非洲冉冉靠近了老桂树,就听尖锐的破空声响起,数十根拳头粗细。 不知道多长的桂花树根死开虚空,凭空在非洲前冒了出来,狠狠向非洲抽打了下来。 子天尊脸色微微一变,他身体一晃凭空消失,桂花树根狠狠砸在了非洲上,将三里长短的非洲直接撕成了粉碎。 一众侍女嘶声尖叫着从非洲中飞出,还不等他们稳住身形,数十条树根犹如人的手指一样弯曲,弹动,啪啪啪一连串响,一众侍女全都被打飞了出去。 一个身高三尺,面容扭曲丑陋的老头儿人影在洛儿头顶的树枝上悄然出现,他低头看着洛儿,低声问道,小姐,你家那讨厌的弟弟又来了,怎么办? 打断他的腿。 洛儿悠悠叹了一口气,他丢下手中书卷,懒散的说道,他和之前的那个子天尊不同,那个子天尊,打了也就打了,反正是后妈生的,人嫌狗咽的,打死也不要紧。 摇摇头,洛儿无奈道,这个子天尊,可是我亲妈生的,他虽然讨厌了一些,但是亲妈就是亲妈,对我也是好得很,打不得喝。 子天尊笑呵呵的突然出现在洛儿面前,向洛儿连连作衣行礼,大姐,你这几天心情还好?上次送你的那几对儿金头白鹦鹉还好玩吗?那是陆王送你的小玩意儿,上次我给你的时候,忘记说了。 子天尊笑得很灿烂,洛儿挟了他一眼,慢吞吞的说道,哦!我就知道,肯定又是一群献殷勤的蠢货给你好处了,你拿来送给我卖好的。 不过,我不喜欢扁毛畜生,更不要说他们一天到晚在我耳朵边锅造得很。所以呢,我把他们丢哪里去了? 蹲在纸条上的树膜尖声尖气的笑了起来,老奴纪的,那几头有嘴滑舌的扁毛畜生,被您剪掉了铃子,飞不起来后,丢进后山一窝野鸡的老窝里了,吸,掉毛的白鹦鹉飞不起来,那窝野鸡正拿他们配种,哎呀呀,真的好可怜哪。 整天被一群野鸡摆布的惨叫连连的。 洛儿笑着拍了怕手,看着子天尊笑道,拿,在野鸡窝里,吸。 子天尊的脸色怪异到了极点,俊俏的脸蛋抽了抽,半赏没说出话来。 干笑了许久,他才悠悠道,陆王,怎么也是圣灵天戒律圣殿的大执法,大姐,人家多少也是一份心意,那一窝白鹦鹉可是天地一种。 洛儿笑得越发灿烂了,那可不就对了吗?那窝野鸡生的五颜六色的,也是天地一种啊。 子天尊顿时闭上了嘴,他叹了一口气,将那紫须环递到了洛儿的面前,大姐,这是豪王送你的宝贝。 知道你喜欢紫色的宝贝,所以他花费了好几年的苦工,裁决圣殿的那群僵尸脸,被他鞭打脚踢的搜刮了数万个上品天亭所辖的领地,这才得了这件豪宝贝。 手晃了晃,四周虚空一阵摇晃,时间流速也骤然发生了奇异的扭曲。 子天尊笑道,看,兼具时空之力,最是适合大姐你使用了。 豪王还说了,他还打停到了一件拥有命运之力的开天神器的踪迹,正在下力气追查那件宝贝若到了哪里,一定会给你带回来。 洛儿翻了个白眼,悠悠的叹了一口气,哎,我这个人吧,好处没多少,就是毛病特别多,比如说,我有点洁癖。 别人碰过的东西,我是一定不会要的。 更不要说,这种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手,辗转递交过来的东西,嘖嘖,脏得很,我嫌弃。 挥挥手,洛儿冷然道,好了,知道你拿了他们的好处,所以一次一次的来我这里送东西。 不过呢,你明白告诉他们,他们虽然是圣灵天什么什么道种,又是哪家的什么什么少主,我紫天玺,阿呸,什么破名字,我洛儿,看不上他们。 抬起头来,洛儿悠悠道,看不上,就是看不上,献殷勤就想要糊弄我。 把我当什么? 紫天尊沉默了一阵,他收起紫须环,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可是,大姐喝,你心里明白的,因为娘亲的关系,你想要嫁人,就只能嫁给他们当中的某个。 整个圣灵天,有资格追求你的人,也就在这十几个人中。 其他人,没资格不提,没人敢。 如有人狗胆包天,那是一定要被诛灭九族的。 抛开娘亲出身来历的问题,你自己身上的问题,你知道的。 他们那十几个人身后的那些老家伙,他们怎可能让你嫁给别人。 在他们那十几个人之外的人,谁敢靠近你一步,就要面临整个圣灵天的全面追杀。 所以,你想清楚吧。 这紫须环,你若是不要,我可就收下了。 若儿挥了挥手,砰的一声,紫天尊身边虚空崩裂,下一瞬间,紫天尊被强行从千万里外的一条水沟中丢了出来,满头满脸的都是泥浆水,狼狈到了极点。 第658章 豪王 突破 混乱天狱,朱邪城 巨大的无香清莲散发出无量神光,庇护着规模庞大的城池。 一枚直径千丈的黑色圆蝶无声无息的从虚空中吐了出来,划过一条轻柔的弧线,稳稳的降落在无香清莲最上方的朱邪城和新城区。 身穿黑色长袍,袍子上用血色丝线秀出了日月星辰图样,周身蒙着一层淡淡血色煞气的豪王迈着不紧不慢的四方步,悠然自在的从黑色圆蝶中走了出来。 在他身边,紧跟着六名和暗刃同级别的裁决圣殿裁决官,他们一个个面容冷肃,不愧为圣灵天威慑四方的血腥屠夫。 圣灵天官方驻守朱邪城的义英官员早早的站在了非洲港口,见到豪王走出作剑,好些人双腿下意识的哆嗦着,一个个忙不迭的向豪王行参拜大礼。 裁决圣殿,这是圣灵天纯粹的杀戮机构,豪王拥有绝对的仙斩不揍的特权,他可以随意的杀死任何一个他认为需要杀死的圣灵天所属,而不需要向任何人做任何的解释。 相比满手血腥,一身杀孽的豪王,主持圣灵天戒律圣殿的陆王显然名声就好得多。 被抓进戒律圣殿的人,还有自我辩护,享受调查的权利。 而裁决圣殿们,他们从来不屑于调查所谓的真相,从来不屑于所谓的证据。 豪王,还有他主持的裁决圣殿,讲究的是自由心证。 他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既然有罪,那就该死,既然该死,那就随手杀了吧,反正留在世上也是浪费修炼资源。 所以豪王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驾临朱邪城,圣灵天派驻这里的所有官方所属无论职位高低,全都来到了这里恭迎大驾。 其中好些胆气弱的官吏吓得是牙齿不断哆嗦,人群中很清晰的有咯咯牙关撞击声传来。 生的玉树临风,面容俊朗的豪王面无表情的看了一眼前来迎接的朱邪城所属。 他目光如刀,缓慢的扫过这些面露金黄之色的朱邪城官吏,慢悠悠的问道,圣尊安好。 整个朱邪城,只有一位圣尊坐镇,那就是朱邪城主,也即无相清廉的主人,号称天和亿万世界防御力第一的清廉圣尊。 任凭豪王在圣灵天威势再重,他也不过是道种之一,身份,地位和清廉圣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无论他背后有多强硬的靠山,他也必须对清廉圣尊表示出必须的,足够的尊重和敬畏。 说句难听的,一如豪王可以随意的抹杀眼前的所有朱邪城官吏,如果他得罪了清廉圣尊,他也只是清廉圣尊随手抹杀的对象,而且他身后的家族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和清廉圣尊开战。 负责诸邪城日常管理的四位副城主毕恭毕敬的走了上来,笑着向豪王深深的鞠躬参见。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微笑着说道,豪王大人,圣尊十年前就去了混乱天狱深处探索一处刚刚发现的秘境,十年没有回来了。 豪王薄薄的,显得有点刻薄寡恩的嘴唇抿了抿,他突然笑了起来,哟,这样啊,那岂不是说,清廉圣尊不在,就没人会包庇你们了。 如果我想要。 伸出手。 轻轻的摸了摸白发老人的脑袋,豪王悠然道,如果我现在取下你这条老狗的狗头,呵呵。 白发老人成为朱邪城的副城主,坐镇混乱天狱已经不知道多少年,堪称在朱邪城根深蒂固,攀枝错节的老地头蛇,家族势力在朱邪城也能排入前十之列。 但是听了豪王的话,表示他已经是天王级的高手,他眼下的瞳孔骤然一缩,居然硬生生被吓得昏厥了过去。 豪王眯了眯眼睛,淡然道,看来,心中有鬼,既然如此,杀了吧,灭他九族。 东的几声响,迎接豪王的众多猪邪城官吏中,有好几十人同时吓得跪在了地上。 好些人面皮清白,浑身冷汗直流,嘴唇完全没有半点而血色,完全被豪王的话吓得傻住了。 突然豪王笑了,他轻描淡写的说道,好了,吓唬你们的。 我不是这么试杀的人,我是这样的人吗? 这里毕竟是清廉前辈的地盘,清廉前辈最是温和,宽厚的人,想来是不喜欢我在这里大开杀戒的。 悠悠叹了一口气,豪王懒散的说道,所以呢,虽然我心里头窝着火,但是,看在清廉前辈的面子上,哪怕我火气再大,不管你们盈盈狗狗,都有多少罪名,我这次来,不杀人。 跪在地上的数十个官吏同时长呼出了一口气,一个个脸上这才稍微回复了一点血色,一个个战战兢兢的将额头紧贴地面,不敢有任何别的动作。 挥动了一下袖子,豪王淡然道,好了,我要在猪邪城。 暂住一段时间,义英起居用度,还请诸位帮我安排妥当。 还有裁决圣殿的义英下属,也要劳累诸位安排了。 被吓得硬生生昏厥过去的白发副城主已经醒了过来,毕竟是天王级的高手,就算一时间被吓晕了,强大的身体机能也让他用最快的速度苏醒。 听到豪王最后几句话,白发副城主哆哆嗦嗦地翻了个身跪在了地上,诚惶惶恐地说道,还请豪王放心,一切一定安排妥当。 豪王看都不看这白发老人一眼,他背着手,继续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向核心城区走去,一边走,他一边慢声道,前些日子,暗任应该来这里了吧。 他有说什么? 有做什么? 现在去了哪里? 不等诸邪城的一英人等回话,豪王很是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这混乱天狱,也真是够乱的。 就连我裁决圣殿秘制的传音灵符,居然都无法将信息传回圣灵天,逼着我只能亲自来这里。 右手紧紧握拳,豪王露出一丝诡异的冷笑,悠悠道,这女人哪,就和训兽一样,不能老是对他和颜悦色的,有时候呢,得让他吃吃苦头,挨挨鞭子,当然喽,他来头不小,不能争个鞭挞他,那就,杀鸡给猴看吧,希望暗任,已经将那只鸡的脑袋取了下来。 朱邪成的一鹰官吏小心翼翼的跟在豪王身边,一个个不敢开口。 其中好些颇有点出身来历,或者背后隐隐有圣灵天某些庞大势力撑腰的官吏,则是目光一阵闪烁。 豪王这话说的很有玄虚。 这个杀人如麻的血腥屠夫,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吃饼了。 所以来混乱天狱杀人泄伙的。 唉,真不知道是谁这么倒霉,招惹了这个家伙。 在豪王架林珠携成的同时,楚天正盘坐在两具人体面前,庞大的魂面在他身边交织穿梭,犹如流水一样静静的扫描过面前的两具人体。 和普通凡人人族的身躯不同,这一男一女两具人体强横的让楚天都感到头皮发麻,他们的身躯比现在的楚天升级换代过的身躯还要强大百倍,千倍,甚至可能更强。 因为他们肉身的强大超出了楚天认知的极限,所以楚天根本无法确切的判断出。 他们的肉身究竟有多强? 正因为他们如此的强悍,所以他们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散发出庞大的气息和浑厚的道运,每一个细胞在楚天的魂面观察下,都如此的清晰,如此的鲜明,可以清楚的看到细胞中最细微的结构。 那是由无数奇异的大道符纹为框架,由各种复杂属性的天地灵髓做血肉填充而成的神奇结构。 楚天很轻松的就剖析出了这一男一女两具身躯的生理结构,这根本没有任何困难。 这就好像画画一样,一个普通凡人,你要他用确切的笔墨画出一粒蓝枣,蓝枣太细小,凡人的力量无法观察蓝枣的细节,所以一个凡人不可能画出栩栩如生的蓝枣。 但是你让一个凡人用笔墨描绘一头蓝枣,就算这家伙是个半瞎子,他也能看清蓝枣的身体组成,只要画功足够,他就一定能画出栩栩如生的蓝枣图影。 这一男一女的身躯强横无比,散发出的气息庞大异常,体内的稻纹组成格外清晰,远比之前几重试炼需要衍生的造物清晰得多,以楚天的魂念底蕴,他很快就把握住了这一男一女身体机构的所有细节。 困难的,就是最后一步构造衍生。 太复杂了,太细微了,太精细了。 如第一关试炼的清净白莲,笼共不过三千六百条稻纹锁链,以楚天的修为,很轻松就能将其构架完成。 而这人族的躯体,不愧是太古无量天的大能们穷极无聊,截取天地间所有族群的优点凝聚而成。 楚天以前是没有足够的能量,没有足够的眼界,没有足够的知识剖析人族身体真正的奥秘。 如今他的修为足够,在之前的几关试炼中,他又学会了一念尊基础的剖析,衍生的技巧,他仔仔细细的将一男一女的身体细节解析完成后,他才发现,这一男一女的身体内,细微,细小的稻纹锁链数以异计。 数以精密到了极致的稻纹锁链用一种无法形容的精妙手段凝成一个整体,无数复杂属性的天地灵髓依托这个精密到可怕程度的骨架,完美的构成了这不可思议的造物。 楚天已经失败了七次。 每一次都是在数以亿计的稻纹锁链相互拼凑搭建骨架的时候,一不小心让某些属性冲突的稻纹锁链相互撞击在一起,直接引发了整个躯体的崩溃。 每一次都是血肉横飞,每一次都是大片血肉炸飞数百丈外,弄得大电一片狼藉。 高空中,老人虚影慢悠悠的说道,小娃娃,不急,不急,毕竟是无量天这么多活的无聊的老家伙弄出来的完美造物,你短短时日,想要构建出这样的完美造物,不容易。 笑了几声,老人虚影点头道,你已经是进入这座行宫的好运娃娃中,资质最出色的一个,嗯,给你足够的时间,你可以无忧无虑的,在这里不断的尝试突破。 老夫不逼你,哈哈,不逼你,不仅如此,你想要什么,老夫都能给你提供。 搬动手指,老人笑道,要不要来几个俏丽的丫鬟暖床,垂背。 哎,你喜欢朱元玉润的,还是喜欢小巧玲珑的?是喜欢大家闺秀,还是妖艳荡妇?或者,你喜欢晚点过瘾的? 嗯,男人要不要?男人不要,男腰呢? 熊腰?虎腰?狼腰? 老人笑得格外灿烂,他身边不断有各色角色美人或者角色美男出现,不断的用各种言词刺激楚天。 楚天突然闭上了眼睛。 青色琉璃灯盏中,金红二色神力突然瞬间蒸发,灯盏上代表了天地间各种法则的天印同时亮起,楚天的身边突然有无数种属性的天地灵髓汇聚而来,点点迷离神光不断闪烁。 与此同时,楚天的天魂也在一丝丝的燃烧,化为庞大精纯的神念不断融入青琉璃灯盏中。 青琉璃灯盏上的灯火膨胀百倍,放出异议神灰照耀虚空。 四面八方无数极细的光丝剧烈震荡着,一波波细小但是精纯的魂念裹挟着一丝丝天地灵髓汇聚了过来,直接融入了青琉璃灯盏和楚天的灵魂。 在这一瞬间,青琉璃灯盏表面突然有一层深邃的蓝色神光闪过,整个灯盏似乎开始向下一个层次突进。 老人虚影的脸色骤然一变,他又惊又喜地看着楚天,差点团身从空中扑向楚天。 这,这,这是,大梦神典的气息。 这是尊主当年,哈哈,哈哈,尊主曾经说过,若是大梦神典和一面造化能够融为一体,定然能纵横天下,横行无际。 奈何,大梦尊那老顽固,自诩逍遥自在,和万物无争,死活不答应尊主的交换条件,最终,和万物无争又如何? 你不争,他人争,最终也是飞灰了去。 想不到,尊主当年梦寐以求,求而不得的宝贝,居然来到了这里,这娃娃,果然有滔天的气韵,怪也,不仅仅是一道庇护他的气韵,这娃娃自身的命数。 楚天已经进入了一种神而化之的境界。 心头一片邓静,没有任何念头,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压力,完全放空,一切都凭借本能而行。 天魂在一丝丝的燃烧,不断为楚天提供庞大精纯的魂念。 更有无数被植入梦肿的生灵,在这一刻和他连为了一体。 就好像,楚天本来依靠一个人,一双手,想要将数以百亿计的碎片搭成一个完美的模型,但是任凭他的速度再快,他也无法在一瞬间将这么多的复杂碎片拼凑在一起。 但是在这一刻,有无数比他的双手弱小亿万倍,可是数量多了无数倍的小手在帮助他。 这些小手或许一只手只能搬动一片碎片,可是无数只小手,而且是自有灵性的小手加在一起,轻轻松松的就帮助楚天在一瞬间完成了所有的架构。 两尊人体,瞬间在楚天面前成形。 两股犹如洪荒巨兽的气息,猛的向四周扩散开来。 第659章条件 任主 完美 老人虚影呆呆的看着楚天面前的一男一女两聚身躯,下意识的打了个哆嗦,虽然,实力和他们相比,连万分之一都不足,但是想想你的实力,想想制造他们的那些老家伙的实力。 完美的成绩 老人眸子里带着一丝狂热,死死的盯着楚天,尤其是,你修炼的是大梦神典。 我应该在你过第一关试炼的时候就看出来的,但是你要能理解,对于一个孤单了无数年的糟老头来说。 而且,我又没有脑子,有时候,我难免反应迟钝一些。 楚天同样打了个哆嗦,他生平第一次从外人嘴里听到大梦神典这四个字。 抬起头来,严肃的看着老人虚影,楚天最终轻轻的吐出了一口气,从来没有人发现我主修帝功法。 那是因为,极少有人知道大梦尊。 老人冉冉降落到楚天面前,很快活的说道,除了几个和他有交情的老家伙,知道大梦尊存在的人,记忆都被抹掉了。 你既然修炼了大梦神典,你就应该知道,这并不难。 楚天想起了自己修炼大梦神典的经历,下意识的点了点头。 一如老人所言,抹掉某些人的记忆,真心不难,尤其是他们被梦种植入的情况下。 不过,我多少也是一个老家伙,虽然我是尊主一念衍生的行宫之灵,但是我见多识广。 老人很快活的看着楚天,尤其是,当年大梦尊曾经打上这座行宫,耍无赖硬生生敲诈走了尊主半个酒窖的大梦醉,那一次,尊主发火的样子,是我生平谨见。 用力的搓了搓双手,老人歪着头呆呆的看了楚天一阵子,然后他由衷的感慨道,真的一如尊主预料,大梦神典和一念衍生如果能够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就是世间最至高无上的大道神通。 看看你,小娃娃,你的修为,弱得可怜,但是你居然能够完美的制造出两具人体。 没有丝毫瑕疵,虽然实力弱了一些,但是这并非你的过错。 真正是,不可思议。 老人重重的叹了一口气,然后向空中的那团明光招了招手,那么,先领取按照尊主的规则,已经属于你的奖励,然后,我向和你谈一点事情。 明光中,那一枚散发出迷离幽光,犹如七彩晶石雕成的大脑冉冉落下。 楚天看得一阵呲牙,虽然他全身的五脏六腑,骨骼血肉都已经升级过了,但是相比于大脑,这些身体组织可以算是外物。 而这次的升级,却是直接冲着他最紧要的大脑来的。 可是,四周一股无形距离袭来,楚天依旧反抗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枚七彩大脑缓缓落下,最终慢悠悠地落在了他的头顶,融入了他的颅脑。 一阵莫名的清凉从脑子里传来,丝丝凉气迅速传遍全身,很莫名的,楚天突然发现,他的思维速度提升了,一时间楚天居然无法确切地评估他的思维速度提升了多少倍,实在是,太快了。 他的目光扫过四周,他的魂念开始犹如流水一样淹没四周的盘龙巨柱,扫过那些奢华,珍贵的陈设,不断地剖析这些物件的基本构成。 一眼扫过,所有的法则构成就完全倒映在脑海中,完全记在了脑海中,并且,他完全地明了了这些构成的奥秘,并且清晰地明白了,一旦他需要凭空衍生这些物件,他需要的步骤和注意的细节。 一时间,在楚天眼里,天地万物都不再有具体的形态,完全就是一枚枚奇异的符纹在跳动,在闪烁,完全就是一条条七彩迷离的锁链在虚空中交错,扭动,完全就是一粒粒最细小的天地灵髓粒子构成的碎片在欢呼,在雀跃,犹如一片无边无际的灵髓海洋在翻滚,波动。 甚至楚天看向了老人虚影的方向。 下一瞬间,老人虚影体内一团夺目的紫金色滑光喷涌而出,楚天双眼一阵酸痛,两行眼泪水花花的流淌下来,逼得他急忙转过头去不敢再看。 老人有点恼火的盯着楚天呵斥起来,小娃娃,老夫一把年纪了,又不是白花花水灵灵的大姑娘,你偷看老夫的身体是想要做什么。 楚天无奈的摊开了手,他苦笑道,一时兴起,还请前辈恕罪,如此说来,前辈就是这。 楚天向四周指了指,手指画了一圈。 老人微微挺起了胸膛,他沉声道,没错,老夫就是尊主这一座行宫的功灵,是这一座行宫的总管,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杀一蛋,大小尽致,大小阵法,尽归老夫一手掌控,其中也包括,尊主当年用来考笑后背门人的试炼关卡,也尽在老夫一念之中。 楚天点了点头,他正要说话,老人已经开口打断了他的话头,小娃娃,按照尊主的布置,这后面还有两个关卡,你才能得到尊主留在这里的最大的宝贝。 闭上眼,老人叹了一口气,其实,这最大的宝贝,也不算是尊主有意留下的东西,这原本是,尊主当年预防万一,为自己能够重生而留下的手段,可是最终,无量天都崩了,尊主怕是魂飞魄散,彻底没有了指望,这布置,也就成了这里最后的好处。 楚天闭上了嘴,静静的倾听老人的话语。 老人看了看楚天,突然开口道,你修炼了大梦神典,老夫也不问你从何而来,不管你过去的一切经历,老夫这里有个条件,如果你答应了,就免去你后面两关试炼,让你直接得到尊主这座行宫,你可愿意。 楚天骇然看着老人,可以吗?你只是这座行宫的功灵,一念尊,莫非对你没有任何禁止? 老人摊开双手,脸上的表情极其的古怪,我只是尊主一念而生的行宫之灵。 对尊主而言,和那蝼蚁,杀石无异,尊主在石,一念可决断老夫存亡,若是老夫能够反叛,那定然是尊主魂飞魄散,彻底消亡才有可能,你认为,尊主需要给我禁止吗? 老人悠悠道,老夫之所以还守着尊主当年的那些条款,对幸运进入此处的小娃娃们试炼,无非是无聊而已。 无聊? 单单是因为无聊。 楚天无语看着老人,但是他能理解这老人的无聊。 主人已经逝去,他熟悉的一切都已经随着无量天的崩溃而彻底消亡。 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一切对他都是陌生的。 而且,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无法离开这座行宫,他完全是被囚禁在这座行宫中的一条可怜的幽魂。 所以他很无聊。 他只能在某些幸运儿进入行宫的时候,为他们开启试炼,给他们增加一点或多或少的麻烦,给他平淡而寂寞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 可是很明显,进入过这座行宫的幸运儿不多。 就看倒霉的蓝氏一族吧,他们占领了虚圆洞天这么多年,他们就把这里当做了一处略微高档一点的太古无量天一计,用来对自家的后辈族人进行试炼,从中捞取一点微不足道的好处。 这么多年,这么多蓝氏族人在这里进进出出,硬是没有一个人发现这座行宫的真面目。 老人还真有够无聊的。 楚天摊开双手,看着老人苦笑道,蓝氏的人在外面活动了这么多年,您就…… 老人和狡黠的向楚天笑了笑,他慢悠悠的说道,当然,蓝氏的小崽子们在外面活动了这么多年,但是老夫不喜欢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扬的,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德性,老夫喜欢谦虚的娃娃,不喜欢他们这种类型的。 古怪的笑了几声,老人突然眯着眼说道,不过,老夫也在蓝氏的族人中,找到过几个出身有点问题,被那些嫡系子孙看不上眼的倒霉蛋,所以,老夫也让他们颇得了一点好处,让他们草鸡变凤凰,狠狠的抽了那些蓝氏嫡系的小脸蛋。 摇摇头,老人无奈的说道,不过,老夫的掌控力,也就在这一座行宫中,离开了这行宫后,老夫也不知道那些小娃娃过得怎么样。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老人深沉的看着楚天沉生道,所以,老夫需要你的一个承诺,等你修为足够强大,等你的地位足够尊贵,等你的权力足够庞大的时候。 抬起头来,老人沉生道,动用你所有的力量,帮老夫找到尊主可能留下来的血脉后裔,如果你愿意发下本命誓言,全力帮老夫搜寻的话,老夫愿意奉你为主,并且让你得到尊主留下的一切。 楚天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老人沉生问道,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便宜我?而且,之前既然同样有幸运儿进入这里,你为什么不选择他们? 老人笑看着楚天,他很坦诚的说道,因为那些幸运儿,他们没有你的潜力,认他们为主,万一他们陨落得太快,老夫岂不是尴尬?而你不同,你有成为至高强者的潜力,老夫看好你的前途。 轻叹了一口气,老人看着楚天悠悠说道,老夫只是尊主一念衍生的一条行宫之灵,老夫没有任何血肉生灵应有的欲望。 老人的天职,就是管理这座行宫,让这座行宫变得井井有条,照顾这座行宫内的一切。 或许你会觉得好笑,觉得老夫有点莫名其妙,但是老夫,是需要一个主人的。 老人苦涩的看着楚天说道,老夫是需要一个主人的,这话虽然悲哀,但是老夫是需要一个主人的。 只不过,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成为老夫的主人。 如果不是你修炼了大梦神典,如果不是老夫认出了你修炼了大梦神典,你觉得,老夫会对你格外青睐吗? 老人很认真的看着楚天,尊主都陨落了,彻底陨落了,唯有你,或许能走得比尊主更远,变得比尊主更强大。 再次叹了一口气,老人悠悠说道,毕竟,还是那句话,大梦神典和一念衍生一旦融合在一起,老夫也无法想象会发生多么奇妙的变化,毕竟,这是尊主都没能推测,推演清楚的事情。 但是老夫知道,只要你得到了尊主留下的那些东西,加上你修炼的大梦神典,你就有机会比尊主更强。 在当今之事,一个比尊主更强的存在,想要陨落,也是不可能的吧? 老人笑呵呵的看着楚天,所以,只要你许诺,等你拥有足够的实力,地位和权利的时候,动用全部的力量帮我搜寻尊主可能遗留下来的血脉,不用太久,十万年,动用所有的力量搜寻十万年,无论找到与否,你都是我的主人。 如果找到了呢? 楚天认真的看着老人。 如果找到了,将一念衍生传授给他。 老人也很认真的看着楚天,这是我唯一的要求,怎样? 完整的一念衍生,当年尊主的后辈们,没能参悟透彻完整的一念衍生,他们当中最出色的几个,也不过得了一念衍生的皮毛而已。 你将完整的一念衍生传授给他们,也不可能威胁到你的地位。 老人很诚挚地说道,老夫只是想,尊主的后人,如果有人侥幸活了下来,他们应该过得好一点。 因为他们当中好些人,是老夫看着他们从一个个光溜溜的小娃娃,逐渐长大成人的,老夫,想要照护他们一二。 楚天沉吟了一会儿,随后他认真的点了点头。 他身后一圈圈天道宝轮冉冉冉出现,庞大的法力波动震荡虚空,四周虚空一阵扭曲。 楚天天魂从头顶冉冉升起,天魂开口,向天地大道发下了本命誓言。 当老人寻找一念尊可能留下来的后裔,不过是耗费十万年的时间而已,这对楚天能够到手的好处来说算什么呢? 更不要说,楚天非常认可老人的想法。 倾听着楚天天魂发下的本命誓言,老人满意地笑了。 他手一指,楚天指尖一点鲜血飞出,化为一个奇妙的符印飞入了老人的眉心,很快楚天就感受到。 他和老人之间产生了极其坚固的羁绊联系。 楚天更是清晰地感受到,他只要一念之间,老人就会灰飞烟灭。 老人笑得很灿烂,他微笑着向楚天深深的鞠躬行了一礼,这种感觉,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感受到了,老夫,不,老奴灵九参见尊上。 楚天微微一正,他突然想起了进入行宫的楚鞋等人,他急忙说道,灵九。 这名字,文,稍后再说。 赶紧让我看看,这行宫内还有多少人,他们都在做什么? 第六百六十章鱼波,震惊。 乌云密布的高空中,楚天和灵九站在一团乌云里,远远眺望着大呼小叫,乱蹦乱跳的楚鞋。 并不是所有进入行宫的幸运儿,都有机会进行尊主的传承试炼。 灵九双手揣在袖子里,笑容可居的说道,一念尊当年给了老奴极大的自主权,老奴给予他们什么样的试炼,也是看人的。 有些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修炼一念衍生。 比如说那些纯粹的体修,还有一些特殊品种的,以肉身强悍著称的族群,或者某些稀奇古怪的族类。 灵九悠然道,唯有天生魂念极其强大,掌握的大道法则门类足够多的人,才有机会参加一念衍生传承试炼。 当然,也仅仅是有机会而已。 老奴有时候心情不好,就会以他们进入行宫后的念头为引子,将他们牵入某些有趣的试炼中。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看看热闹也好。 灵九笑得很灿烂。 储邪身边缠绕着万鬼朝宗徒,无数恶鬼在阴晕黑雾中咆哮怒吼,和前方大片宫殿群中冲出的无数稀奇古怪的生灵打成了一团。 虚空中血肉横飞,无数恶鬼硬生生被宫殿群中冲出的生灵撕成粉碎,他们又不断的从万鬼朝宗徒中重新凝聚后冲杀出来。 楚天看着宫殿群中源源不断冲出的古怪生灵,不由的骇然问道,这些东西,它们数量究竟有多少? 灵九笑了笑,随手一指,一块青铜圆镜就出现在楚天面前。 直径百丈,厚达三丈的青铜圆镜内清光深邃,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空间中,无数纺锤形的巢穴静静的悬浮在半空中。 这些巢穴巨大无比,最小的一个纺锤形巢穴中部的直径都有十万里上下,从上到下长有近百万里。 一道道天地灵髓化为巨大的漏斗,不断被这些巢穴吞噬进去。 巢穴中灵光闪烁,不断有各色各样的生灵从巢穴表面的通道口爬出来。 这些生灵有普通的豺狼虎豹等野兽,也有传说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神兽,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妖怪如狐狸精,兔子精等等,也有各色各样的男女老幼等人群。 这是造化之潮,灵九看着虚空中的无数纺锤形巢穴难难道,当年,一念尊悟出了一念衍生万物的无上神通后,就凭空凝聚了这些巢穴。 但凡无量天中所有的族群,只要有足够的天地灵髓作为原材料,都能源源不断的从中制造出来。 楚天骇然看着灵九,岂不是说,这行宫中随时可以制造出一支规模巨大的军队。 灵九摊开双手,微笑着看着楚天,唯一的问题是,一念尊只是赋予了这些制造出来的生灵各种生存,战斗的本能,他们并没有灵魂。 他们的一举一动,完全是老奴以秘法操控。 摇摇头,灵九轻声道,他们可以胜任试炼场中的猪斑所需,但是用来战斗们,老奴并非战斗型的功灵,怕是要让尊主您失望了。 楚天若有所思的看着灵九,这么说,这造化之潮,只是一念尊无聊制造的游戏玩具咯。 灵九认真的点了点头,是,一念尊当年,就是用他们充当姐们的玩具,比如说,将一千头青龙和一千头白虎放在一起,让他们相互厮杀。 手一指,远处一尊生了九颗争鸣头颅的巨鸟无声无息的出现在楚天面前,灵九手指一弹,这头一斩超过千丈的巨鸟就猛的炸成了一团团浓郁的天地灵髓,迅速融入四周虚空。 您看,这些生灵若是战死,可以直接将其化为天地灵髓重归天地,不会有任何浪费。 摊开双手,灵九轻声道,除了解闷,这些生灵更多的用处呢,一念尊很贪吃,龙肝奉髓之类的珍贵食材,太古无量天。 龙凤等族群多有尊皇大能坐镇,并不是这么容易弄到手的。 但是自家制造出来的东西,口感,味道和天地生成的龙凤虚体绝无两样,灵九的脸色变得有点古怪,当年,一念尊依靠贩卖珠般珍稀食材,倒是狠赚了不少。 楚天无语,一念衍生万物,几乎等同造物主的恐怖大能一念尊,居然会做这样的买卖。 想想看,一张巨大的案板上,一条巨龙硬邦邦的躺在上面,一念尊手持一顶杀猪刀,哈哈狂笑着按照客人的要求抽筋扒皮,抛出龙肝,这事得无聊到了什么程度,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摇摇头,楚天指了指楚邪,满足他的念头,然后,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嗯,接下来,去找我父亲和祖父,还有虎爹他们。 零九点了点头,楚邪面前的所有古怪生灵突然消散,前方一望无边的巨大宫殿群剧烈的震荡着,逐渐化为一张灵光万丈的画卷冉染飞起,然后化为一道灵光融入了万贵朝宗途中。 更有一柄造型奇异,争鸣,散发出可不气息的,通体黑红二色交缠的长剑从天而降,迅速融入了楚邪手中的佩剑。 随后就听得凄厉的惨豪声传来,铁白姑还有她带来的七尊鬼王级大能凭空出现在楚邪身边。 楚邪吓了一跳,正要破口大骂,铁白姑和七尊鬼王身体轰然碎裂,神魂被剧烈如洞的万贵朝宗途一口吞了下去。 楚天愕然看着灵九,灵九摊开双手,微笑道,她的念头,除了修复那两件破损的开天神器,还要讲铁白姑和她的手下全部化为万贵朝宗途中受她掌控的鬼将。 尊主有令,老奴自然遵从。 楚天点了点头,看了看一脸呆滞的楚邪,笑了笑,现在不急着和这小子见面,先去看看虎爹还有楚也,楚风等人再说。 灵九又突然说道,尊主,除了这几个大罗天的人,还有来自圣灵天的一群高手。 楚天沉吟了片刻,向楚邪指了指。 灵九微微欠身,就看到楚邪身边突然冒出了一大群身披黑色甲咒的裁决圣殿所属,从暗刃开始,一大群裁决使魂身甲咒和身躯同时崩裂,神魂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的,纷纷主动投入了正在升级变化的万贵朝宗途。 一刻钟后,虚原洞天外围的宫殿废墟突然发出巨大的爆炸声,无数宫殿废墟被炸得四分五裂,大大小小的碎片向四面八方急速抛出。 围在虚原洞天外的数十万枚黑色圆蝶通体亮起黑色幽光,一道道神光从圆蝶中喷出,迅速在虚空中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光网,将所有炸飞出来的碎片全部笼罩在了里面。 破砖浪瓦,粉碎的梁柱等物一碰到光网,就立刻化为青烟,上百万财爵使更是化身流光,快速的在满天乱飞的碎片中急速的穿梭,不断向爆炸中的虚原洞天冲了过去。 十几条人影突然从爆炸的气浪中喷出,昏厥的蓝墨,云青,寒乐等人被抛了出来,好几个人胸前有着大片血迹,显然在里面的试炼中,他们没讨到好。 数百名裁爵使立刻围了上去,几个裁爵使一把抓住了蓝墨和云青,二话不说朝着他们的面孔就是一阵耳光乱抽,硬生生将他们从昏厥中打醒。 不等蓝墨和云青等人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裁爵使已经一箭扎穿了蓝墨的大腿,语气森冷的询问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暗认大人呢? 为什么只有你们出来了? 蓝墨发出凄厉的惨嚎声,他是致高天蓝氏嫡子,而且是蓝氏一族颇受看重,特意派来混乱天狱锻炼能力的精英后辈,他是真真正正从没吃过什么苦头的,莫名被一箭扎穿了大腿,剧痛袭来,他顿时痛得大吼大叫,眼泪水都喷了出来。 他还没听清这个裁爵使在询问他什么,另外一个裁爵使已经挥动长剑,毫不犹豫的将他左右两只手掌切了下来,暗认大人呢? 里面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爆炸? 为什么只有你们逃了出来? 蓝墨斯声惨嚎,一旁的云青立声喝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进去后,我们就。 云青张了张嘴,他一时间也无法确切的用言语形容他们进入行宫后发生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么短暂的停顿,又一个裁爵使掏出一柄密布道次的三棱匕首,狠辣异常的穿透了他的左侧软肋,刀尖直达云青心脏,在他心脏尖尖上破开了一个小小的窟窿。 心血顺着匕首上特制的血槽喷出,这个裁爵使冰冷无情的说道,是不是你们至高天的人捣鬼? 是不是你们暗算了暗认大人? 蓝默和云青同时惨豪,他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至高天和大罗天的人都说圣灵天裁决圣殿的人是屠夫? 这些家伙完全不讲道理,他们根本不搭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们完全只是循着自己的本意,用他们最擅长的手段追寻他们心中认定的真相。 苍天在上,他们进入行宫后,根本就再没见到暗认和那些裁爵圣殿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暗认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蓝默和云青嘶声大吼。 一名云士的青年猛的一跃而起,他指着这些裁爵使力声吼道,你们,胆大包天,你们怎敢伤害墨哥和青哥? 你们可知道。 话音未落,这个云士的青年已经成了五块。 他的胳膊,腿都被其根斩下,鲜血从伤口中狂喷而出,剧痛袭来,加上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四肢从身体上喷出的惨力景象,这个云士的公子硬生生吓得昏厥过去。 但是刚刚昏厥了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剧痛袭来,这个云士的公子哥又被剧痛痛醒。 虚圆洞天的爆炸还在继续,无数残破的碎片向四周抛开。 一念遵行宫的外围建筑被彻底炸飞,真正的行宫本体冉冉从虚空中出现。 从外围看去,这是一个直径不过百丈,通体被七彩云烟缠绕的光团。 但是仔细看过去,就能看到这光团中无数的宫殿楼阁,山川和月的虚影在急速闪烁,弹指尖就有数以亿计的宫殿虚影闪过,却没有一座宫殿虚影相同或者重复。 鱼介子之中那大千世界,一念遵的这一座行宫本体不大,但是内部却包容了一方极其广袤的世界。 伴随着曼妙的天籁之音,光团然然扭曲,变形,色泽也在不断的变化,过了不过三五个呼吸的时间,光团就变成了一条长不过百丈,乍一看去平凡无奇,就和混乱天域最常见的小型冒险团队最常使用的普通非洲一般无二的舟船。 小小的非洲轻盈的在空中盘旋了一阵,似乎是在寻找出路的样子。 但是四面八方都已经被裁决圣殿的人封锁了,厚重的光网笼罩了这一片虚空。 小小的非洲只是犹豫了一小惠儿,非洲的尾部骤然喷出了一道长达万里的恐怖火焰。 用一种极其霸道,极其蛮横,极其不讲道理的势头,小小的非洲骤然加速到了无比恐怖的高速,带着可怕的轰鸣声向着前方狂飙而去。 一枚直径五丈的黑色圆蝶轰然粉碎,非洲犹如墨盘碾鸡蛋一样轻松粉碎了这枚黑色圆蝶,只是一闪之后就急速消失在了虚空中。 极远处,混乱的陨石流中一条刺眼的火线突然出现,非洲用可怕的高速撞碎了沿途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陨石,在陨石乱流中留下了一条清晰的,笔直的火光,瞬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巨大的爆炸声不断传来,黑色圆蝶组成的天罗帝网被撞碎了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缺口,但是非洲裹挟的巨大能量通过光网灌注在了附近的数千枚黑色圆蝶中。 数千枚黑色圆蝶不断爆炸,一个个裁决使狼狈的从火光中冲出,不断发出愤怒的呵斥声。 圣灵天的裁决圣殿所属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这么狼狈过了。 来虚圆洞天的路上,他们被三条巨大的非洲自暴弄得焦头烂额,现在他们居然又被整得这么狼狈。 更要命的是,他们的上司,裁决圣殿的裁决官,裁决圣殿的主人豪王的铁港狗腿子暗刃,以及暗刃的一批最精锐的心腹属下不见了。 他们进入了虚圆洞天,然后他们就不见了。 数百万裁决使呆呆的站在虚空中,目光茫然的看着满天的宫殿碎片。 虚圆洞天不见了。 暗刃等人也不见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众裁决使犹如恶狼的目光猛的转向了蓝墨,云青等人,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暗刃大人的下落,必须落在他们的身上,严刑拷打,不惜一切手段,问清他们在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六个时辰后,朱邪城的豪王接到了信息,经现太古无量天一念遵行功,暗刃失踪,不知下落。 第六百六十一章找上门来 图磨城,大玉寺主楼正门。 穿着一条极其花俏的大金色镶嵌银色发财树纹路的长袍,长发用金色发绳扎了个蓝散的大马尾,略微变了一下模样楚邪站在台阶上,双手插腰,目光诡秘的盯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每每有女修士路过的时候,楚邪都会露出一丝怪异的微笑,怪声怪气的吹一声尖锐的口哨,妹子,有什么想买的吗?来大玉寺黑,哥哥给你打折呀。 每当楚邪如此这般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女修士固然是一脸恼怒的快步走开,他们身边同行的男修士们定然是一脸怒气的朝着楚邪狠狠的瞪上几眼。 但是前些日子,大玉寺的东家,来自灵桥天亭的香巴老山神暴力压服了蓝墨,云青等人的光辉事迹已经传开,在涂抹成丝混的修士都不是胆小怕事的人,但是也没人会因为楚邪这口花花的小事,无缘无故的得罪大玉寺。 毕竟,混乱天狱是一个讲究拳头的地方。 你的拳头足够大的话,就算你调戏一下过路的大姑娘,小媳妇,也没人会和你计较。 当然,混乱天狱是一个极其混乱,不太平的地方,敢于,能够在这里私混的女修士,也没有几个擅长。 大多数的女修士固然是不会搭理楚邪,却也有不少女修士一脸昧笑的凑上来,热热落落的和楚天勾勾搭搭。 于是乎,就能见到大玉寺的门前,楚邪经常和数量不等的女修嘻嘻哈哈,打情骂俏,折腾得乌烟瘴。 不过,经过整修后,大玉寺如今的大门足够宽敞,楚邪和这群女修在门口笑闹,也没当个大玉寺正常的运营。 叶洛峰大掌柜的带着一众掌柜,小二,将大玉寺的买卖打理得井井有条。 因为楚天宣誓了他拥有足够大,足够硬的拳头,所以没人敢来大玉寺捣乱。 加上大玉寺收购各种资源,贩卖各种货物的价格很是公平合理,比起其他抽筋扒皮,敲骨吸水的店铺要和善了许多,渐渐的,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修士来和大玉寺交易。 距离楚天从虚圆洞天返回已经半个月了,大玉寺每天的流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千万极品神经。 而且随着大玉寺的名气越来越大,流水还在不断的增长,而且增长势头颇为喜人。 三天前,楚天已经派脚落带着他的手下返回至高天,给公孙郎郎送去了一笔极品神经和修炼资源供他修炼以及日常使用。 当然楚天没必要对公孙郎郎这么好,可是楚天对公孙郎郎没有好感,却也没有太大恶感,他如今身上还挂着灵桥天亭香巴老山神的皮,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内,他还要披着这层皮在涂磨城私混,就算是楚天不愿意欠公孙郎郎人情吧。 总之,在找到合适的安置落脚点之前,楚天不会离开涂磨城。 其实说实在的,涂磨城真心算是一个不坏的地方,楚天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只要他不胡乱的招惹是非,以他之前表现出来的实力和手段,他在涂磨城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大御寺的后院,一张石桌旁,楚天一众人围坐在石桌旁,脸色都颇为严肃。 半个月前,大家重逢的欢喜进而已经散去,现在楚天他们在探讨,未来大家要何去何从。 不说其他的,就说龙王、虎老、虎爹他们三个,还有数十万镇三州汉匪和一票家眷,都要安置妥当。 按照暗认的口供,洛儿没有给那个所谓的豪王面子,所以他就派人来杀人。 楚天双手放在石桌上,淡然冷笑道,这个豪王,倒也有点意思,有机会,我想见见他。 干掉他。 虎大力一如既往的粗犷,率直,他狠狠地挥动了一下拳头,咚的一下将石桌打出了一个大窟窿。 楚天等人看了虎大力一眼,楚天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手一指,一道灵光闪过,一团天地灵髓向着石桌上的窟窿涌去,很快石桌就已经修复如新。 虎爹一拳头轰在了虎大力的后脑勺上,将他打得摔下了凳子,趴在地上半嗓没回过神来。 虎爹狠狠地看了一眼自己儿子,冷哼道,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虎大力很愤怒地抬起头来,朝着虎爹抱怨道,天歌尔都能说话。 虎爹一脚跺在了虎大力的面门上,将他一脚踢飞了十几丈远,天歌尔聪明,你蠢,妈的,老子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货出来? 除了打打杀杀,你还会什么? 浑远点,去和楚邪那小子好好学学,赶紧勾搭几个娘儿,给老子弄一票虎仔子出来。 虎大力张了张嘴,灰溜溜地站起身来,嘟嘟囔囔地抱怨着,一步三回头地向院子外走去。 阿狗,阿雀,老黑三个相互望了一眼,捏手捏脚地跟在了虎大力的身后。 他们已经是习惯了的,反正有什么事情要做决断的话,让楚天伤脑子就是。 和动脑筋相比,他们更宁愿去和楚邪一起私混。 尤其是阿雀,当年在盖州的时候,他就颇喜欢敲小寡妇的怨门,楚邪的性格其实蛮合他胃口的。 几个坐不住的家伙离开了,龙王这才放下了手中书本,稳重地向楚天说道,天歌儿,这次多亏了你,不然,真被裁决圣殿的那群疯狗缠上,怕是儿狼们会死伤惨重,我们当中,搞不好也要死掉几个。 冷哼了一声,龙王的脸色变得极其的阴沉,当年,天鹿世界莫名自暴,我们幸好都被若儿姑娘接入了紫玉,这才侥幸从那一次天崩地裂的大劫中幸存。 紫玉在天河之中流浪了数十年,若儿姑娘的生母背后的母族,圣灵天地位最高,实力最强的七大门阀之一的公羊氏出手,将紫玉接引到了圣灵天。 食指用力抓了一把书本,龙王的脸色变得越发难看,其中,重重风波险阻,我们好多次差点被各路人马斩尽杀绝,都是若儿姑娘一力庇护,这才让我们有了一线生机。 一旁楚风冷声道,若儿是个好丫头,不是她,我们根本不可能逃出圣灵天,你可知道,若儿为了让我们顺利逃出,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吗? 楚天缓缓点头。 有楚邪那张大嘴巴在,在返回涂魔城的路上,楚天已经知道了这些年他们遭遇的一切。 涂魔城不错,我现今的身份,怎么也算是至高天官方的人。 所以,暂时落脚还是可以的。 楚天凝重的说道,但是未来,我们肯定不能在这里,毕竟在这里,我们随时都处于他人的眼光下,一旦漏了身份,多少都会有些麻烦。 所以,未来我们要安排几处妥当的退路。 这事情倒也不用急,慢慢愁挫,总能安排好。 楚天揉了揉眉心,沉声道,以我们掌握的资源还有人手,做到这一点不难。 若儿那边,倒是不用担心。 楚天想起了古灵精怪的若儿,不由地笑了起来,他,短期内,他总能保护好自己。 既然公养是给了他那等条件,就不会太急切地逼迫他,否则也显得太难看了些。 至于说,豪王一流的人们,楚天的双眼骤然喷出七彩幽光,随后迅速变成了极其神秘的深紫色,他低沉地说道,我其实,很乐意和这些所谓的天之骄子掰掰手腕。 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明白,若儿不是任凭他们争夺的战利品,在盖州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人了。 楚天笑道,若儿的本命神通当中,有命运之力,也就是说,命运让他见到了我,那么他就注定是我的人。 不论他们谋划些什么,不论他们想要从若儿那里得到什么利益,反正,命中注定,若儿是我的,和他们没有一丝半点的关系。 就在楚天等人记忆的时候,正在大御寺门口和几个妖媚女羞拉拉扯扯的楚鞋突然眼前一亮,一斗袖子将几只在他手臂上乱摸的细嫩小手震开,满脸是笑的像一名绝美少女迎了上去。 这位姑娘,你可相信世间有种事情,叫做一见倾心吗? 楚鞋目露迷离之色,看着眼前这绝美不似人的少女,温柔万分的笑道,姑娘和我梦中经常能见到的那位姑娘,几乎是生的一模一样。 一定是前世我们就结下的缘分,让我们。 少女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她毫不客气的朝着楚鞋呵斥了一声滚,随后一耳光向楚鞋抽了过来。 楚鞋哇的大叫了一声,猛的向后跳了一步,然后笑容满面的叫道,哎哟,没打到。 话音没落,一尊魁梧的身影突然在楚鞋身后出现,一尊天将双手猛的按在了楚鞋的肩膀上,少女再次一挥手,一耳光结结实实的抽在了楚鞋的脸上。 这一击好声沉重,楚鞋脑袋猛的转了过去,面皮上起了一丝丝的皱褶和血印子,半边面皮差点被打碎飞了出去。 楚鞋被打得浑身僵直,过了好久才慢慢的倒抽了一口气。 转过头来,呆呆的看着一脸冰冷的少女,楚鞋悠悠叹息道,好火烈的性子,公子我喜欢。 剑种,这是至高天云士少主玄商君。 站在楚鞋身后,双手暴力扣住了他肩膀的天将冷冰冰的说道,党敢冒犯云士少主,你罪该万死。 天将的掌心突然喷出血色的烈焰,楚鞋怪叫了一声,他的身体猛的炸开,化为无数条被黑烟包裹着的残影,刷刷刷的绕着天将猛的一阵盘旋,然后骤然向后一缩,重新在大玉寺的大堂中凝成了楚鞋的本体。 楚鞋的盾法诡秘莫测,这尊已经达到了天王级的天将居然被他弄了个措手不及,硬是被他逃出了掌控。 天将双目猛的眯起,他转过身来,双手火光大胜,猛的大吼了一声,就要继续出手。 玄商君冷喝了一声,天将微微一震,手中火焰熄灭,缓缓退后了两步。 玄商君阴沉着脸看着楚鞋,冷声道,你是罗不平的人。 今天没用和你这种蝼蚁计较,让罗不平滚出来见我。 楚鞋呆了呆,这才想起来罗不平是如今楚天鼎用的身份的名字,他眸子里闪过一抹诡异的幽光,难难自语道,难道是,在外面欠下的风流寨,大姑娘的肚皮大了,带着人打上门来了。 哎哟,这是好事啊。 真是天大的好事。 没成婚就能让姑娘大肚皮,这可是好本事。 玄商君的脸色骤然一变,绝美的小脸淡气的通红,猛的上前了一步。 楚鞋的身体已经再次炸开,瞬间无数条残影从大宇四主楼的各处窗户,门户中飞出,哗啦啦的向后院方向逃去。 无数残影拖着淡淡的黑烟在空中急速飞行,楚鞋一边逃跑,一边怪声怪气的叫嚷着,罗不平,东家,老板,姓罗的,你麻烦来了。 外面有这么水灵灵的一个大姑娘来找你,你对她做什么了? 吓,真没骗你,花枝招展的一个大妹子,嘿,那小脸蛋,那小身段,嘖嘖,迷人的很理。 你没对人家做什么吧? 人家一肚皮火气的找上门来了,你到底对人家做什么了? 随着楚鞋不正经的怪叫声,楚天身形一晃,出现在大玉寺门前。 猛不丁见到玄商君,楚天呆了呆,然后微笑着向玄商君抱拳行了一礼,玄商君,你怎么来了? 哈哈,多谢您借给弟子的那一笔神经,您看这大玉寺规模怎样? 可还过得去吗? 楚天自信满满的对玄商君笑道,您放心,最多三五年功夫,那十一极品神经就能还给您了,按照弟子许诺的利益,一块极品神经都不会差的。 玄商君没搭理楚天的话,他眯着眼,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楚天许久,突然冷笑了起来,无量山神罗不平,你还记得是我出面,从本家借了十一极品神经给你。 好,好,好,好的很啊。 玄商君猛的上前了几步,手指几乎是处在了楚天的鼻头上,一脸怒气的吼道,你能干得很吗? 来了混乱天狱,到了涂魔城,你居然敢对云青他们下手? 你,你,你,你闯祸了你知道吗? 混账东西,为了你的事情,我这一路紧赶慢赶的赶来涂魔城,你,你。 楚天一脸无辜的看着玄商君,他低声问道,您是为了我打伤了蓝台雷锋他们几个的事情来的。 玄商君眸子里寒光一闪,他咬着牙冷笑道,我管那几个废物去死。 我只问你,云青,蓝墨,还有蓝氏,云氏的十几个族人失踪了,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不等楚天开口,玄商君已经低声呵斥道,要不是看在公孙郎郎的份上,我管你死活。 要不是他开口求我,你知道吗,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花了多少心思? 见了多少人情? 第六百六十二章问罪 大御寺待客的大厅内,几样鲜果,两壶新茶,几个俏丽可爱的小侍女侍候着,楚天和楚鞋一左一右的坐在两侧客位上,玄商君很不客气的占据了原本属于楚天的正宗主位。 只是,和在大御寺门前的火急火辽不同,此刻的玄商君是这样的平静,冷静,没有丝毫的烟火气。 很显然,在门前的那急躁,恼怒的模样,分明是玄商君故意做给某些人看的。 四宁天王一字而排开站在玄商君身后,神色淡然,目光冷丽的盯着楚鞋。 实在是楚鞋太欠抽,他脸上的伤痕还没有完全愈合,就贼兮兮的眯着眼,好似一头准备偷香窃狱的老鼠,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玄商君。 这表情,这模样,实在是让这四尊天将很想一巴掌抽死楚鞋。 如果不是楚天身上散发出的,若有若无的恐怖压力碾压在了四尊天将的身上,逼得他们浑身寒毛直竖,心肝都在颤抖,他们当中早就有人出手了。 也正是因为楚天身上散发出的恐怖压力,所以四尊天将下意识的都不敢直视楚天,只能用目光恶狠狠的盯着楚鞋,所谓柿子剪软的捏,天将也不能免俗。 玄商君,蓝氏和云氏的几位公子和我的冲突,实实在在不能怪我。 楚天很诚挚的看着玄商君,我老老实实的带着您借给弟子的极品神经,来混乱天狱这等鬼地方为弟子拓展佳业,这份忠心,天日昭昭啊。 沉沉的叹了一口气,楚天摊开双手,无奈的看着玄商君,我也不知道哪里饿了蓝墨,云青几位公子,他们居然让蓝云纳斯,拿着一张莫名的欠条想要坑我。 瞇了瞇眼,楚天挺直了腰身,身上有意无意散发出的恐怖威压轻巧的避开了玄商君,沉甸甸的碾压在了四尊天将的身上。 从零九那里,得了一念尊留下的遗则后,楚天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已经将一念造化神典的基本功一念衍生妙诀参悟透彻。 一念造化是直指天地本源造化妙里的根本神通,一念衍生则是一念造化最基本,也是最困难的入门技巧。 一念衍生,从制造一杀一弹,一草一木开始入手,最终连复杂的生命体都能凭空衍生出来。 而一念造化则牵扯到法则更迭,大道扭曲,凭空造化,窃取天机等等不可思议的神通秘术。 按照零九的介绍,一念造化真个衍生到最高境界,就是一念之间重造无量天,在理论上,也是有可能的。 修炼大梦神典,让楚天的魂念变得无比浑厚,比同阶的大能高手雄厚了百倍,千倍,更是精纯了百倍,千倍。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大梦神典让楚天变成了一个身高万丈,比同阶大能强壮百倍,千倍的彪悍肌肉汉子。 而一念造化神典,则是一门至高无上的运用技巧。 修炼了这门功法,楚天这条身高万丈,本来应该扛着大山砸鸡蛋的猛汉子,却有了指尖粘着绣花针,在鸡蛋上微雕万里山穿江河图的本领。 所以楚天厚重如山的魂念轻柔如水的避开了玄商军,化为四座无形的大山狠狠的碾压着四尊天王。 以楚天如今的法力修为和魂念强度,四尊万劫境界的天王就好像四只小鸡崽子,被楚天强大沉重的魂念压得腰身都微微勾搂起来,一个个直冒冷汗。 更加可怖的是,经历了一念尊行功的试炼后,楚天的魂念能够在瞬息间分裂成数亿,数十亿,数百亿枚极其细微的碎片,每一个碎片都能自行凝成一枚小小的大道符纹,能够穿插交织成那等细微的大道锁链,最终还能吸附,控制无数最细小的天地灵髓威力,最终衍生出那等精妙的天地造物。 楚天对神念的操控精细入微到了寻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境界,他的魂念实实在在的狠狠的碾压在了四尊天王的身上,沉重如山,厚重如海,但是待客大厅内就连一丝微风都没有,一粒沙尘都没掀起,几个瞇有半点而修为的小侍女很自如的往来行走,为楚天等人侦查,削果子。 四尊天王被压得战战兢兢,差点就要跪倒在地。 但是他们惊恐的发现,这重压就好像幻觉一样,四周风轻云淡的没有丝毫征兆。 可怕,可怕,无比可怕。 这手段,这实力,就算他们面对玄商军身后的至高天云士的那些可怕大能,都从没有碰到过这么诡异的事情。 这四尊护送着玄商军从至高天一路赶来图磨城的天王终于相信,楚天能够有摧毁蓝台雷锋三尊天王神体的实力了。 楚天看着微微醋眉的玄商军,冷静的说道,我,香野匹夫尔,有人欺上门来,自然拔剑而起,管他能不能打得过,先打了再说。 所以,蓝台雷锋三位天王的事情,我很抱歉,摧毁了他们的神体,我愿意等手头活络一些了,给他们足够的补偿。 瞇了瞇眼,楚天准备彻底的不要脸了,不过呢,蓝台光熙大人失踪一事,我实实在在是不被这口锅的。 总而言之,或许我打伤了蓝台光熙大人,但是最终他是否陨落了,绝对不是我下的手。 天帝熔炉在楚天丹田中跳动了一下,他很欢快的向楚天表示,他很乐意顶这口锅。 反正蓝台光熙的神魂是被他彻底炼化了,提炼出来的神料也是被他们几个分享了,楚天没有沾半点而有水,所以楚天说这话的时候是异常的理直气壮,没有半点而心虚。 玄商君缓缓点头,他沉声道,蓝墨,云青他们几个,实在是不像话,他们居然被寒乐的一封信寒驱动,帮助圣灵天的人为难自家下属。 这件事情,本家已经查清。 楚天挑了挑眉头,他大惊小怪的说道,喝,喝,喝,致高天十三氏族的少主们,就是这个德行。 玄商君翻了个白眼,淡然道,很稀奇嘛。 寒乐不过是小有姿色,身边免不得有一群狂风浪蝶,不说他,就说我,若是我一封信寒去了圣灵天,也免不得有一群人刚为虚浅。 玄商君的语气很淡然,但是字里行间免不得透出一股子比较,嘚瑟的情绪。 他是有意告诉楚天,不要以为寒乐那小丫头就怎么怎么样,他玄商君也是明动三天的名门闺秀,只要他乐意,照样有大把大把的圣灵天纹固公子愿意为他出力。 楚天和楚邪飞快的交换了一个眼神。 这话怎么说呢? 玄商君的话,似乎没把住谈话的卖门呢。 楚天是在抱怨栏没,云青没事找事,在给他们脑袋上丢黑锅呢。 玄商君呢? 他的话题莫名的就差到了寒乐和他的魅力能够驱动多少人为他们卖命的事情上去了。 女人的脑路回勾,都是这么古怪的吗? 咧咧嘴,楚天干笑了几声,玄商君风华绝代,倾国倾城,哪里是那什么,什么寒乐能比的? 长叹了一口气,楚天摇头感慨道,真想不到,我一番热情来涂抹城,却因为一个女子,被人故意陷害,打击,如今还卷入了如此的麻烦。 哎,玄商君,你来这里,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玄商君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他沉吟片刻,冷笑了一声,兴师问罪,却也不对。 这次主事的人,不是我。 但是我的意见,他总是会听的。 其实按照你的说法,还有我们这些日子的调查,你有罪,但是罪过也不大。 楚天就静静地看着玄商君。 玄商君欣赏地看了楚天一眼,笑着点了点头,根据我们的调查,你虽然是打伤了蓝台雷锋他们三个,那是他们无能,你能摧毁他们的神体,这是你的本事。 而且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这大玉寺打理的风生水起,每日的镜像也算是可观,可见你的内政能力也不错。 楚天谦虚地笑了笑,轻轻地摇了摇头,侥幸。 玄商君眯了眯眼睛,蓝台雷锋三个废物的事情,就此结果。 楚天立刻问道,玄商君是云氏族人,您能替蓝氏做决断吗? 玄商君微微一笑,傲然点了点头,此次派来主持这件事情的,是我嫡亲的同母包兄汉海军。 荷兰墨,云青他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不同,家兄实实在在主政一方,而且颇有政绩,才学,能为,都不是他们能比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此结果。 楚天心里就笃定了下来,他笑着点了点头,示意玄商君继续。 玄商君微笑道,蓝氏的那些产业被截掠异工的事情,已经查明是混乱天狱的某些匪团纠集在一起,趁着蓝墨那个蠢货将坐镇那些产业的天王调回去的机会下的手。 这件事情,也和你无关。 楚天就笑了,他端起茶盏,向玄商君点头示意。 玄商君也端起茶盏喝了一口,放下茶盏后,他继续说道,些许福财,损失了就损失了,而且毕竟是蓝墨,云青他们无缘无故的挑惹是生非,怪不得你。 深吸了一口气,玄商君冷声道,本家派我们来的用意,其一,茶青寒乐缩使他们为难你,究竟是为了灵桥天亭外战场一计一事打击报复,还是有别的阴谋诡计,本家怀疑,蓝台光熙,很可能就是被他们算计了,或许,蓝台光熙已经,不,是必须已经陨落在他们手上。 楚天愕然瞪大了眼睛,他看着玄商君,直接问他,至高天,这是要故意生事。 玄商君微微一笑,淡然道,反正,证据已经有了不少,寒乐缩使那几个蠢货为难你的事情,已经查证了。 而且寒乐不仅仅是要为难你,而是要灭杀你。 什么时候,我至高天正是在职的神官,是他们圣灵天能够随意污蔑,宰杀的。 楚天呵呵笑了起来,他看出来了,至高天这是要故意的借机生事了。 寒乐蛊惑蓝墨,云青等人找楚天的麻烦,显然已经不仅仅是打击报复这等低级层面上的事情,分明已经被至高天的某些人归属到了圣灵天渗透至高天,阴谋陷害至高天神官这种极高的官方层面上。 灵桥天庭外的那一档子事情,其实说白了很简单,至高天和圣灵天的一伙年轻人,按照家族长辈得来的一些蛛丝马迹的不靠谱的情报,去探索一个不知道有多大价值的战场遗迹而已。 大家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全都被大罗天的黑痴老魔头给耍了一道。 对于圣灵天和至高天这两个庞然大物来说,这点小纠纷,小矛盾,就当年轻人练练手,过了就过了,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玄商君这话里的意思是,既然要将蓝台光西的失踪,不,是要将蓝台光西的陨落都扣在寒乐和他身后人的身上,更要对寒乐缩使,蛊惑蓝墨,云青等人的事情上纲上线,这就是有意搞事情了。 玄商君淡然道,不仅如此,蓝墨,云青他们的失踪,以及圣灵天裁决圣殿的大批人手突然侵入屠魔城的领地,很显然,这是圣灵天有意为之。 玄商君沉声道,所以,其二呢,圣灵天的裁决圣殿轻易不动,一动就定然有大事发生。 他们大张旗鼓侵入我屠魔城领地,分明是有极大的阴谋诡计。 蓝墨,云青等十几个蓝氏,云氏的嫡子,显然是被他们生擒活捉,或者已经被他们杀死了。 玄商君的眸子里闪过一抹幽光,不,我和家兄都认定,他们是已经被杀死了,而且同时消失的,还有蓝氏掌控的是炼场虚原洞天。 根据本家的猜测,虚原洞天内当有极大的隐秘,很可能,是太古无量天某位尊皇至尊留下的遗迹。 楚天和楚邪口呆呆地看着玄商君。 明眼人一眼看得出来,玄商君就是在湖边乱造,胡说八道,但是偏偏,他说到了点子上。 一念尊,不正是太古无量天的尊皇至尊吗? 呵呵。 楚天和楚邪的心头,有一万头阿狗的家族远亲狂奔而过。 楚天摆出一副老老实实,本本纷纷,什么都没听懂的模样,很认真的看着玄商君问道,玄商君,需要我做什么呢? 这些事情牵扯太大,您和汉海军究竟要做什么? 玄商君笑吟吟地看着楚天,满意地点了点头,你只要配合我们,将罪证落实就是了。 这些日子,你就在我身边,帮我查找一些证据,若是没有证据,那就制造一些证据。 楚天和楚邪同时吸了一口气,这小丫头,可真够歹毒的。 他和汉海军,这是想挑起多大的纠纷啊。 干笑了几声,楚天突然很好奇地问玄商君,云青,和您关系不怎地吧? 玄商君笑颜如花地看着楚天,慢悠悠地点了点头,他又不是我这一房的堂兄弟,他死了,其实和死条野狗有什么区别呢? 楚天和楚邪对视了一眼,同时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是你们的家务事,你们自己玩得开心就好。 第六百六十三章 缘由和机会 在涂魔城一座由散修势力开设的客栈中,楚天见到了汉海军。 这个散修势力不强,开设的客栈档次也比较低,和富丽堂皇扯不上关系,只能说是清静,优雅,肩打扫得干净就是。 丢弃了云士奢华书士的驻地,选择了这么一间对他的出身而言堪称简陋的客栈,汉海军的衣衫打扮也是普普通通。 一球淡黄色的长衫,一根血色的腰带,一双黑色薄底靴子,左手三根手指上佩戴了三枚棱角分明,透着一股子冷肃煞气的纸环,这就是他全部的衣饰装束。 高挑各尔,小鹰勾鼻,不苟言笑,浑身透着一股子冷漠气息的汉海军接见楚天的时候,他正在客房配套的书房中清点一大堆的文书。 玄商军带着楚天经过了重重解释,好容易走进书房时,汉海军已经将所有的文书,暗卷封在了一个厚厚的金属匣子里,双手握着一枚玉印,重重的在匣子上打上了封印。 放下玉印,抬起头来,看了楚天一眼,汉海军淡然道,你就是罗不平。 嗯,其实这里没你什么事情,虽然你修为或许不错,不过至高天高手无数,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摇摇头,汉海军坐在书案后面,看着楚天说道,与其用你,我为什么不用和我关系好的本家子弟呢? 让他们多些建功立业的机会,不仅能增强我这一方的实力,也能多卖几分人情,以后在本家也多一些人帮我说话。 楚天没吭声,只是笑看着汉海军。 汉海军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通,眼看楚天只是笑着不说话,他猛的闭上了嘴,这才向后靠了靠,正儿八经的上下打量起楚天来。 沉默了一阵子,汉海军缓缓点了点头,算你有点定力,心性不错。 好吧,既然是小妹给你开口了,你家主子公孙郎郎,又被那位前辈看中,收他做了正儿八经的真传弟子,未来前途可期,家父有意,让公孙郎郎和小妹成亲。 玄商君的面皮微红,娇称的跺了跺脚,大哥。 楚天愕然一愣神,公孙郎郎不错嘛,这家伙,出身灵桥天亭,明显灵桥天亭是至高天大家族子弟心中的穷乡僻壤,他的父亲,也不过是灵桥天亭的五方天帝之一,他居然能勾搭上玄商君。 难怪,公孙郎郎借钱给楚天来图摩城发展,都是从玄商君这里下手。 这是弟子的福分,也是弟子和玄商君的原法。 楚天不嫌不淡的说了句废话。 但是公孙郎郎出身不好,他家地位太低,实力太弱,尤其是,现在的灵桥天亭欠了至高天亭一大笔债务,没有数万年生养休息,是还不起的。 汉海君淡然道,但是公孙郎郎和小妹的事情很快就要传开,不管他们以后什么时候正式成亲,他的场面不能他。 楚天微微欠了一下身。 日常的吃喝用度,随行的互卫互从,身边的侍女下人,乃至他出去花天酒地打赏那些下贱之人,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仅代表着他自己,不仅仅代表了灵桥天亭。 汉海君冷声道,这一切,还都有我治高天云士,有我云士这一只族人的面子在里面。 作为小妹未来的男人,他就应该挥金如土,就应该铺张浪费,就应该花天酒地,就应该挥霍无度,就应该横行无际,就应该嚣张跋扈,但是现在,公孙郎郎没这个资本。 汉海君继续用那冷淡的语气说道,现在,你是公孙郎郎唯一的亲近家臣,这些事情,全靠你。 楚天再次微微欠了一下身,他温和的说道,本作一定努力,另外,前些日子,本作已经让角落送了一批极品神经回去至高天了。 汉海君点了点头,来的路上,我等碰到了角落一行人,那点极品神经,值得什么事情? 所以,你还要下大力气,多赚钱,另外,多为公孙郎郎搜刮人才。 不仅仅是高手护卫,还有美貌侍女,还有真琴异寿,乃至奇花异草,各种珍稀宝物,你这个做家臣的,都要给他愁挫妥当。 汉海君手指在条岸上敲了敲,冷声道,还有时节之时,送给小妹的礼物,送给我们这些兄弟姐妹的礼物,送给家中长辈的礼物,不能太薄了,丢脸。 楚天呵呵干笑,他很有一种拔剑而起将汉海君一剑劈死的冲动。 这话说的,真正是赤裸裸的直接,这是完全把楚天当奶牛用呢。 总之,这些开销不小,你要努力才是。 汉海君冷眼看着楚天,如果你不能满足公孙郎郎的这些花费所需,你还有什么用? 一投废物,就该死。 我们何必花力气和蓝室沟通,将你保下来。 楚天袖子里,鼠爷微微动了动。 鼠爷浑身银毛都竖了起来,好似一根根细针扎的楚天手臂刺痛。 鼠爷也被汉海君这赤裸裸的唯利以论的话给激怒了,这是完全把楚天当奴隶使欢呢。 在一念尊的行宫中,鼠爷其实也是得了不少好处的,只不过,鼠爷没给楚天和其他任何人说,也没人知道鼠爷究竟得了什么好处。 可是楚天隐隐能感受到,鼠爷如今偶尔散发出的气息,让他都感到莫名的心计和恐惧,可见鼠爷是真正得了天大的好处的,甚至仅在一念尊的传承之下。 如果鼠爷突然爆发,击杀汉海君是不难的。 楚天手掌缩进袖子里,一把抓住了鼠爷的尾巴用力的扯了扯。 鼠爷浑身银毛软了下来,阴沉着脸继续趴在了楚天的袖子里。 既然我们花了力气将你保了下来,你就要感恩,就要更好的为你主子卖命。 汉海君冷然看着楚天悠悠说道,而且,你个人的成就也不能差,否则你主子脸上也无光,也连累我们云使丢脸。 楚天愕然看着汉海君,我的个人成就。 汉海君缓缓点头。 比如说,你现在的官位,只是灵桥天庭一位六品山神。 灵桥天庭在至高天地位只算中等,区区灵桥天庭的六品山神,在至高天就是最卑贱的小力都不如的。 你主子身边只有你这么一个小小的喽啰听使唤,还不够丢脸吗? 所以,你要努力卖命,你自己的官职也要提起来。 比如说,如果你能在至高天获得三品上的神官职闲,也就不怎么丢你主子和我们云使的脸了。 楚天咧咧嘴。 没吭声。 这汉海君实在是刻薄得很,好嘛,给你们做牛做马,你们还嫌弃人家的地位低,拉低了你们的身价。 好吧,楚天心里一股恶意涌了出来,他甘巴巴的说道,本作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升官,还请汉海君给纸条明路呗。 嘿,本作其实,也蛮有向上之心的。 汉海君满意的点了点头,他沉声道,所以,这就是让小妹去见你的缘故。 其一呢,你要对云使感恩,其二呢,我给你机会,让你这次能够平步青云,出人头地,未来更好的为公孙狼狼卖命。 汉海君双手一拍,啪的一声,他身边有数十颗拳头大小的黑色宝珠飞出,大片神光从宝珠中喷出,顿时小小的书房就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星空,一条浩瀚璀璨的天河在虚空中蜿蜒流淌,数以亿万计的世界群犹如一个个小小的漩涡,在天河中随波逐流。 一股细微的法力波动涌出,广袤无边的天河分明就分成了三个大小相差不大的部分。 汉海君站起身来,指着天河位于中间一点位置的一片灵动的光滑沉生道,这一片灵光代表的,是圣灵天的位置。 光影中,一片凝重的金光覆盖的位置,归属至高天所有。 而一片深邃的幽光覆盖的位置,则是大罗天的领地。 随着汉海君的一路解说,楚天对如今的天河局势就有了清晰的了解。 天河,太古无量天崩解后形成的广袤星空领域,至高天以灵族为主,至高天地配合十三位大天相组成了最高的权力机构,以类似于分封制的制度,侧封大小天庭天地,统辖了广袤的领地。 而圣灵天则是以人族为尊,其他一些极其强悍的传说中的族群为辅,人族中以公阳士、司空士、萨士、巫士四大门阀为尊,一族尊龙、凤、麒麟三族为圣,一共七大门阀形成了割据局面。 七大门阀就是七大国度,相互联盟,却又勾心斗角,每一个门阀都想成就一统七国的无上伟业,奈何七家实力相差放佛,更是各种合纵连横弄得不可开交。 名义上,七大门阀组成了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执政天府整合调度圣灵天的各方势力,但是世界上,这个联合的天府,完全是七大门阀争权夺利,排斥一己,甚至是背后捅刀子,打闷棍的工具。 各种以权谋私,工器私用的事情层出不穷。 一如裁决圣殿,就完全是豪王掌控在手中的力刀,除了豪王,其他人极难调动其中一兵一促。 而裁决圣殿的日常耗费,却是由整个联合天府征收的赋税统一承担。 故而虽然说圣灵天算是太古无量天最正统的继承人,可是圣灵天始终都无法压过至高天和大罗天。 至于说大罗天嘛,那是一个比混乱天狱还要混乱的地方。 那里完全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官方势力出现,各个顶尖大能雄聚一方,站了一个山头就称王称霸,相互之间打得血流成河,完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蛮荒世界。 正因为大罗天乱得厉害,所有势力之间长年累月的交战,所以大罗天的同阶高手在三大势力之间战斗力最强,生存力最强,更是好战如狂,疯癫如魔,正常人根本不想踏入大罗天一步。 这是天和世界三大顶尖势力的大智生态图,但是在这三大势力中,隐隐又形成了至高天和大罗天联手打压圣灵天的架势。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圣灵天以人为主,人族修饰数量极其庞大,在至高天和大罗天看来,这就是一块充满吸引力的大肥肉。 至高天的天兵天将们,他们体内神国需要人族信徒灵魂提供力量,人族修饰的灵魂,显然比普通凡人百姓的灵魂强出一大截。 大罗天的妖魔鬼怪们,他们需要吞噬修饰的血肉,灵魂来提升修为。 越是强大的人族修饰的血肉和灵魂,越是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提升。 所以,至高天和大罗天时常会发动对圣灵天的战争,因为至高天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缘故,每每是至高天主动发动进攻,圣灵天被动迎战,然后大罗天的妖魔鬼怪们纠集在一起,趁着双方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浑水摸鱼,趁火打劫。 已经有许久时间没开战了。 汉海军双手抚摸着那一片灵光笼罩的天河世界,沉声道,这一次,以我云氏为首,和我云氏交好的蓝氏,月之,燕氏联手,囤积兵力,狠狠地打上一场。 指着那一片天河世界,汉海军笑道,按照天河运转规矩,九个月后,萨氏领地的一脚,将和云氏的领地一脚达到大冲位置,那位置濒临混乱天狱,正好借着混乱天狱的掩护,对萨氏领地发动突袭。 萨氏 楚天皱起了眉头 萨氏,正好前些日子,萨氏当代最出色的嫡子,在萨氏拥有豪王封号的萨领语出现诸邪城。 我们已经算定,蓝末,云青他们的失踪,甚至是蓝台光熙的陨落,和豪王有关系。 汉海军冷淡地说道,这是最好的开战借口。 楚天笑看着汉海军,既然要开战,还要什么借口? 豪王啊,裁决圣殿啊,多熟悉的名字啊,这些日子。 楚天从楚鞋那里已经将这些名字听得耳朵起剪子了。 既然四大士族联手要对付的是萨氏,而且首当其冲的是豪王,这次的热闹,他不掺和不行啊。 尤其是,汉海军将这么好的借口送上门了。 汉海军咧咧嘴就当作笑过了,他淡然道,以我们这些晚辈的想法,开战就开战,根本不需要借口。 但是那些长辈是要脸的,他们好些人都是多少年的老交情,都是老熟人了,没个勉强交代的过去的借口,实在是不好意思出手。 楚天立刻说道,现在,我们的证据确凿了吧。 汉海军拍了拍面前的那个金属匣子,终于是露出了一丝笑容,虽然时间比较短,我来到图磨城只不过是三五个时辰,但是证据已经收集齐全,所有的口供和书面证据,都已经妥当了。 楚天无语,汉海军这是摆明了不要脸了吗? 不过,反正倒霉的是萨氏,是豪王,这是多好。 他肃然向汉海军抱拳行了一礼,如此,本座请站。 这一次,本座一定要好好的,为弟子多利一些功劳,怎么也不能让玄商军脸上无光不适。 玄商军笑颜如花,小脸儿通红。 汉海军微笑着点了点头,如此,你就先做一个赤后先锋,先去诸邪城周边活动吧。 第664章 诸邪城外 九个月 开战 萨氏 豪王那小兔崽子 长有树里的非洲在混乱的陨石流中轻盈的穿梭着,数百条通体幽光闪烁,低微的怨灵在甲板上往来穿梭,忙碌着非洲水手应该忙碌的一应事情。 船头的小方桌行,一肚皮不情愿被楚天强拉出涂抹成的楚鞋眉开眼笑的,不断抓起酒碗往嘴里倒酒,那小白脸,嘿嘿,要倒霉了嘿。 楚天将云士,蓝士,月知,艳士准备突袭萨士,发动一场大战的事情告诉了楚鞋。 对豪王充满怨气,对圣灵天那些眼睛长在头顶上的门阀之人充满怨念的楚鞋听得是心花怒放,要不是这事情关系机密,他早就扯着嗓子大吼了起来。 大哥,一定要想办法生擒活捉那小子。 楚鞋身体都在微微哆嗦,他咬着牙冷笑道,你不知道,当年我们离开圣灵天的时候,他找了个借口,将咱爷孙三个抓了过去,无缘无故的抽了三千鞭。 楚天抓住九碗的手突然一将,他抬头看着楚鞋,这段事情,楚鞋也好,楚野,楚风也好,他们都没和楚天说过。 龙王,虎老,虎爹他们,也没对楚天提起过。 他们只是说,因为洛尔答应了宫阳士的某个条件,所以镇三州汉匪和楚家的人才能平安离开圣灵天。 但是楚天真没听说,自己的祖父,父亲和同胞弟弟,居然被豪王下令打了三千鞭。 借口呢? 我有点好奇。 楚天手中的酒碗粉碎,酒水躺了一桌都是。 但是下一瞬间,一个和粉碎的酒碗完全一样,无论是材质,造型,乃至细节方面都丝毫无差的酒碗凭空出现,所有落在桌子上的酒水一滴滴的飞起,重新飞回酒碗中,一滴都没散漏。 楚鞋骇然瞪大眼睛,呆呆的看着楚天手中的酒碗。 让流散的酒水飞回来,这很容易啊,随便一个立命境的小法术都能做到。 但是凭空造出一个和刚才的酒碗一模一样的碗,这近乎于无中生有的神通,哪里是寻常人能碰触的。 楚鞋笑了,笑得很灿烂,笑得很开心,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一条米虫,做一个浑吃等死,纹裤终日的纹裤混混。 但是想要做纹裤,得有靠山啊,得有强大到没人敢招惹的靠山,他才能安安心心,舒舒服服的做一个花天酒地的纹裤。 自家的同胞大哥如此的厉害,如此的犀利,眼看着自己距离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天地一号大纹裤是越来越近了,楚鞋激动的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人家是望子成龙,楚鞋是望兄成龙,自家兄长成龙了,他就能狐假虎威,作威作福了吗? 他说,祖父两只眼睛不老实,偷看他身边侍女的胸部。 楚鞋放下酒碗,飞快地说道,要说,祖父不是守身如玉的人,在大进的时候,他身边不少侍妾。 但是那时候,豪王身边没有侍女。 楚鞋咬了咬牙,冷声道,他身边是跟着一群才爵圣殿的大老爷们。 哪里来的是女? 父亲和我争辩了几句,就被一起拖过去吊了起来,每人挨了三千边,那滋味,嘿嘿。 楚鞋瞇着眼,两颗眼珠犹如两颗被点着的煤球一样熊熊燃烧着,不断喷出悠悠鬼火。 大哥,我倒是不怕打,嘿嘿,你知道的,我上辈子,有点根基。 楚鞋抬头看了看楚天。 楚天点了点头,没吭声。 他知道楚鞋这小子有点怪异,很有可能,这丝也是带着前世素会转世脱胎的大能,这一点,楚天早多少年就在心里暗自猜测了。 可是,祖父和父亲,裁决圣殿的鞭子有点古怪,专门克制邪魔外道。 他们修炼的是血海魔宫,那一顿打,差点没把他们打得魂飞魄散。 要不是洛儿那丫头带着人赶了过来,嘿嘿,我看得出来,豪王是有心要抽死我们的。 楚鞋冷嗖嗖的说道。 因为我吗? 楚天点了点头,看来,有人告诉那小子洛儿和我的关系了。 在他们心中,我肯定是死了的,呵呵,但是豪王这种人,他不放过你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要报复我,大哥。 楚鞋放下酒碗,双手可怜巴巴的抓着楚天的大腿,大哥,一定要报复我。 嗯? 楚天用力的点了点头,手中酒碗再一次粉碎,然后再一次出现。 我要豪王他老母。 楚鞋顿时心满意足的笑了起来,虽然这事情有点下三烂,但是当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当着子罚的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当着圣灵天几大门罚的小白脸们,我楚二少说过的话,就一定要实现,豪王的老母,我咬着牙,也是要光顾一两次,三四次,五六次,七八次的。 楚天无语翻白眼。 楚鞋真正是由这种不可思议的本领,他硬是能将一件很严肃,很严重,很艰难,很艰险的事情,一两句话就弄得不上不下的不正经。 这,或许也是一种天赋神通吧。 这小子,上辈子一定是因为罪太剑硬生生被人打死的。 鼠爷趴在楚天脑袋上,懒洋洋的朝着楚鞋音笑,楚二,你上辈子,是因为罪剑被人为殴打死的吧? 楚鞋大惊失色,骇然看着鼠爷,下意识的说道,你怎知道? 喂,喂,大哥,鼠爷,喝酒,喝酒。 楚鞋放声干笑,眼珠咕噜噜的乱转,顾左右而言他的拼命转移话题。 楚天懒得理他,只是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块令牌,放在掌心颠了颠。 楚天对汉海军做了表示,他要建功立业,为了公孙郎郎和玄商军的面子而奋斗终生。 汉海军很受感动的,给了楚天这个外伟斥后营先锋将军的令牌和对应的一英公文。 所谓的外伟斥后营先锋将军,外伟的意思就是临时工,没有编制,没有身份,没有薪水,没有后勤,什么都没有,一切都靠他自己努力。 但是这外伟的好处就是,只要楚天自己能提供军饷,提供资重,自己能够拉杆子聚集一票人马,那么,他能建计多大的军团,军团的实力能够达到哪一步,等到大战结束后,汉海军就能实际授予他多高的官职。 换句话说,这就是纯粹走后门,拉关系,迅思舞弊,麦关玉觉得通天好路子。 诸邪城外,按照寻常的百节修饰用市面上的常见飞行宝物,大概两个月的路程外,有一片格外混乱的陨石乱流。 在这里,无数陨石疯狂的冲击冲撞,不断溅起无数的火光火星,发出巨大的轰鸣巨响。 这里的天地灵髓混乱而驳杂,恐怖的能量潮汐让这里几乎变成了天地开辟前的混沌状态,寻常牵截高手若是不小心陷入其中都有可能瞬间陨落。 加之这里经过无数大能高手的探查、搜索,并无任何的珍贵资源或者太古遗迹存在。 所以平日里这里绝无修饰经过,无论是正常的商队,或者冒险团队,或者盗匪等等,没人会没事跑到这里来乱逛。 极少有人知道,在这一片直径上亿里的陨石乱流核心处,有四面阵旗撑起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立方体空间,边长三百里的立方体空间在这一片陨石乱流中堪称渺小,非知情人根本难以找到这个空间的确切位置。 一枚直径十里的黑色圆蝶静静地悬浮在这一片稳定的立方体空间中,圆蝶内部,空间阵法拉伸的空间方圆数千里,正中一间大殿占地十里左右,正不但有七例的惨豪声从中传来。 豪王静静地坐在大殿中一张宝座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大殿中矗立着的十几根金属圆柱。 寒乐一脸微笑地站在豪王身边,双眸如水轻柔地看着豪王,那眼波流转,简直犹如蜜糖一样死死地粘在了豪王的脸蛋上。 豪王对寒乐的目光视若无睹,整个人犹如一尊无情的雕像,静静地坐在那里。 十几名裁决圣殿的高手拎着特制的皮鞭,倾尽全力地狠狠鞭挞着绑在金属柱子上的蓝墨和云青等人。 足足有小孩子手腕粗的皮鞭抽在他们的身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每一鞭子都从他们身上撤下一条血乎乎的皮肉,十几个人已经被打得惨不忍睹,身上好些地方都露出了白惨惨的骨骼。 蓝墨,云青何曾受过这等苦楚? 他们私生哀嚎,放声惨叫,甚至痛哭流涕,但是裁决圣殿的这群屠夫可不是心慈手软的人,他们越是惨豪哭喊,皮鞭越是沉重地落在他们身上。 足足抽打了半个多时辰,蓝墨,云青等人四肢和胸口都已经不剩下什么皮肉后,豪王这才拍了拍手。 十几个裁决圣殿的高手向后退了几步,豪王淡然道,我还以为,你们灵族的少年鹰结骨头会比较硬一些,没想到,哭喊起来,也就这么回事。 淡然一笑,豪王冷声道,你们应该庆幸,你们是落在了我的裁决圣殿的手上。 裁决圣殿擅长杀人,不擅长刑罚。 如果你们落在了陆王的手上,呵呵,或许我能省下很多功夫。 蓝墨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从他肺部发出了破风箱一样的声音,豪王,你敢这样对我们? 豪王挑了挑眉头,用看白痴一样的目光盯着蓝墨,真是有趣,我都已经做了,你还问我敢不敢,这简直就是废话,蓝氏培养出的精英少主,就这么点水平。 古怪的咧嘴一笑,豪王慢悠悠的说道,难怪族里的老家伙们说,你们至高天十三世俗的人,被至高天地荡猪一样养着,现在也养得和猪一样了。 蓝墨,云青一个个脸色铁青,目光如火的死死盯着豪王。 不过他们知道,现在如果和豪王顶嘴,最后吃亏的一定是他们,所以他们很实实物的没开口,而是咬着牙一言不发。 豪王弹了弹手指,轻声道,好了,告诉我虚原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一个一个的来,慢慢说,说得清楚一些。 蓝墨,云青心头一股火气直冲了起来,他们歇斯底里的吼叫着,把我们抓到这里已经三天了,三天了,我们知道的,已经全部告诉你了,你还要问什么? 你就是想要折磨我们? 豪王瞇着眼,淡淡的笑道,哦,是吗?我已经让人拷打你们三天了吗? 三天时间,你们还有力气大吼大叫,可见我的这些属下,杀人是豪手,但是严刑拷打的本领,还是欠缺了一些。 笑了笑,豪王不紧不慢的说道,没错,你们说了不少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所隐瞒。 所以,继续打,继续说,一遍一遍的不断的说。 呵呵。 我必须确认,你们没有保留,你们也没有故意的诱导我,没有故意的欺瞒我。 所以,对不住几位了,你们还得吃点苦头。 蓝末和云青呆呆的看着豪王,在这一刻,豪王的那张俊朗,威严的面孔简直犹如恶鬼一样猙獰。 可是,我知道的,已经全部告诉你了。 蓝末差点眉枯了出来,虚言洞天,我刚来涂魔城的时候,就进去试炼过,我从中得到了一张威力极大的金光猎空符。 三年前,我在混乱天狱遭遇大罗天的一位魔头,那张俘虏,已经被我用来击杀那魔头了。 浑身哆嗦着,蓝末声嘶力竭的叫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豪王摇了摇头,他淡淡的说道,谁知道呢? 谁知道你是否有隐瞒呢? 所以,还是得打呀。 挥了挥手,一个裁决圣殿的高手走到了蓝末面前,掰开他的牙关,给他喂了一瓶药液下去。 蓝末身上破碎的肌体急速的重生,被打飞的肌肉,皮肤急速重生,短短几个呼吸间就已经修复如初。 另外一个拎着皮鞭的大汉面无表情的走到蓝末面前,双手狠狠一拉鞭子,发出啪的一声巨响,然后狠狠一鞭子重重的抽在了蓝末的身上。 蓝末声嘶力竭的惨嚎了一声,我什么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别的事情了。 蓝王倾笑着,轻声的哼起了一手欢快的小调。 简短的小调哼完后,蓝王淡然道,只是言行拷打,看来还是不够的。 如果不是你们几个的神魂,都有你们族中的老不死下的神魂禁制,搜魂对你们无用的话,我早就将你们的神魂掏出来,一点点的撕开了,磨碎了。 冷哼了一声,蓝王悠然道,不过,继续打就是,你们这些贱皮子,不吃点苦头,你们是不会说实话的。 韩乐在一旁眨了眨眼,轻声说道,蓝王哥哥,万一他们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呢? 蓝王笑了笑,他温和的看着韩乐,轻柔的说道,韩乐,你这小丫头,不懂,不把他们往死里打,你怎么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呢? 再说了,就算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眯着眼,蓝王冷笑道,一如他们所说,很可能是铁白姑带走了一念尊的行宫。 摊开双手,豪王不紧不慢的说道,这并不妨碍我派出去的手下追查到铁白姑的下落前,没事打他们完备。 除了虚元洞天的事情,他们知道的关于十三氏族的事情,可不少。 豪王对蓝莫等人严刑拷打时,楚天,楚邪兄弟两架着非洲慢慢到了诸邪城外。 第六百六十五章潜入诸邪 诸邪城,青光营绕,清静淡雅。 吴湘青莲在虚空中尽情地伸展着身躯,放出无量青光笼罩虚空,任凭多可怕的陨石乱流也无法靠近诸邪城半步。 所有进入吴湘青莲庇护区域的修士,无论是刑商,散修,盗匪,又或者是家子弟,无不发自本能地轻轻吐一口气。 诸邪城,吴湘青莲,青莲圣尊,好大的名头。 楚邪站在非洲船头,正正地看着极远处那朵巨大的,因为过于巨大,就好似近在咫尺的无相清莲。 大哥,你不知道,那时候好些狗仔子王八蛋跟在我们身后,也不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 我们真的就和丧家之犬一样一路逃窜。 楚邪喃喃道,离开圣灵天,进入混乱天狱,我们在这里面跋涉了一年多,才赶到诸邪城附近。 累惨了,但是不敢停。 这么多兄弟伙,这么多兄弟的家眷,死伤惨重,但是不敢停下来。 缺衣少食,缺少药草,丹药,明知道朱邪城可以做补给点,却不敢停下来。 楚邪身体轻轻的哆嗦了一下,咬着牙冷笑了几声。 就和一群被打断了腰的野狗一样,一路逃跑,呵呵,龙王,虎老,虎爹,还有父亲,祖父,还有这么多兄弟,总有莫名其妙的人从四面八方袭来,我们连反抗都不敢,只顾着一路逃跑。 好多好兄弟,不管是镇三周的,还是我们处事的,就这么,完蛋了。 死得莫名所以,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 就和野狗一样,被人随手杀了,尸体就这么随手丢了。 这陨石乱流中,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尸体。 楚邪难难道,豪王,陆王,还有其他十几个小王八蛋。 不说他们这一群癞蛤蟆想要祸害我楚二嫂的大嫂,就说,这么多兄弟伙,就这么死了。 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 楚天伸出手,用力的拍了拍楚邪的肩膀。 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 龙王他们在大御寺落脚后,楚天总算是知道了镇三周兄弟伙们的损失。 真个是,想起那些熟悉的,却已经永远消失的面孔,楚天就眼角发红,忍不住想要把剑劈砍些什么。 龙王,胡老,蝴蝶他们,在他们漫长的寿命中,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江湖风波,见多了太多的兄弟伙的生死离别。 所以他们很平淡的,用三言两语就一笔带过了他们这些年的经历。 但是从楚邪这里,楚天知道,真的是,太惨了。 那些圣灵天的高高在上的门法子弟们,他们根本不用动用自己家族的人手,只是一个眼神,一个暗示,就有无数人争先恐后的为了讨好他们朝着镇三周兄弟伙下手。 一群最高修为不过百节左右,人生地不熟,没有后勤补给,没有后援,没有接应,根本不知道东南西比的汉子,从圣灵天的核心区域,一路逃窜到圣灵天庞大领域的边缘地带,一头扎进混乱天狱,在混乱天狱中犹如的老鼠一样逃窜数十年。 龙王,虎老,虎爹,老爹,祖父,泽泽,他们争着断后,争着拼命给兄弟们换一条活路。 呵呵,还有这么多兄弟,争着拼命去给自家兄弟拼一条活路。 你有脱掉龙王的衣服,看他身上的伤口吗? 楚邪突然问楚天。 楚天摇了摇头。 在涂抹成大玉寺,龙王的坐立起卧一如寻常,没有丝毫的异样,楚天作为晚辈,又不可能用魂念偷窥自家长辈的身体,楚邪这话说的没道理,楚天没事脱龙王的衣服做什么。 所以喽,你就不知道,龙王身上少了多少龙鳞,被砍掉了多少块皮肉,被砍断了多少根骨头。 楚邪摇了摇头,冷声道,惨,真惨,很惨,我都没办法说的惨。 除了龙王,虎老被断掉了三根尾巴。 蝴蝶差点就变成了烟猫,咱们家的亲爹,亲祖父,他们修炼的是血海魔宫,所以外伤没什么,但是内伤们,他们这一路逃窜过来,自己吐的血,也差不多能形成一片血海了。 楚邪转过身一把抓住楚天的手腕,很认真的看着楚天的双眼,大哥,我知道我是个纹固废物,我承认啊,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是不是? 所以,报仇雪恨,给兄弟伙们出气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楚邪眸子里闪烁着凶狠,诡决的幽光,他宁笑道,豪王,陆王他们,交给你,他们的亲娘和后妈什么的,全部交给我。 大哥,你和我是兄弟,是自家人,我们分工合作,各自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楚天呆了呆,轻轻举起手,拍了一下楚邪的脑门,然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放心,没他们的好日子过。 呵呵,别的不敢说,你大哥我,现在祸害人,还是很有几分底气的。 兄弟俩在船头交流的时候,非洲已经缓缓飞到了朱邪城最外围的一片硕大连夜的边缘地带。 在这片巨大的连夜旁,一处空港内人流汹涌,无数修士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喧哗声,笑声,吵闹声,吼声。 和涂魔城一样,朱邪城也是圣灵天那些胆大妄为的来混乱天狱讨生活的修士们最大的据点,每天都有无数修士带着满口袋的财宝或者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这里,每天都有堆积如山的资源在这里流动,每天都有无数的情报在这里传播。 同样的,每天都有无数的生命在这里陨落,朱邪城的治安秩序,甚至比涂魔城还要差了许多。 涂魔城起码有严苛的天规戒律约束着,有至高天派驻的神官管理着。 而朱邪城呢,清廉圣尊从来不屑于理睬这些闲杂事物,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圣灵天联合天府派驻的官员管理。 而这些圣灵天联合天府派来的官吏们,他们知道这里是清廉圣尊的地盘,他们绝对不会将这里当作自家的产业,所以他们是尽可能的为自己捞好处,瓜有水,谁也没把心思放在治理地方上。 所以朱邪城是一座真正的邪恶之城,这里充斥着各种匪夷所思的罪恶,在那清静,宁静的外表掩盖下,朱邪城内随时都有无数血腥滋生。 非洲冉冉靠近朱邪城,几个朱邪城官方的小吏带着百多名小吏远远的迎了上来。 数百名充当水手的怨灵被楚邪收起。 虎大吏、阿狗、阿雀、老黑带着一群绑大妖元的汉子从船舱中走出,虎大吏和阿狗一手拎着一个酒坛子,一边打着酒阁,一边低声的骂骂咧咧。 楚天得了一念尊的传承后,又因为自身修为大掌,再加上太阴万化轮千变万化的巧妙,他把虎大吏一众老兄弟的长相都进行了微调,反正就算是最熟悉他们的人,如今当面也认不出他们来。 所以一行人很大方的站在甲板上,阴沉着脸看着几个小官和一群小力肆意的折腾。 涂抹成的那些至高天亭派驻的官吏们,他们只是按照恒定的标准收取各种费用。 但是诸邪成的这些官吏们,楚天算是大开眼界了。 他们犹如蝗虫一样冲进船舱,也不说话,也不告诉楚天他们进城睡的额度,甚至不吵楚天他们多看一眼。 一群人七手八脚的,将船舱里堆积如山的货物翻得乱糟糟的,尽选他们看得上眼的好东西尽情的往怀里揣。 楚天在船舱中准备的是各色药材和炼器材料,这些货物最是扎眼不过,也最是诱人不过。 一众官吏简直犹如恶狗一样,将船舱中的好药材拿走了一半左右,又将提炼完成的各色金属材料取走了起码四成,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船舱,却又将楚天等人围了起来。 你们,手上的纳镯,还有储物戒指,或者类似的腰带,项圈什么的,全部亮出来看看。 一名面容白镜,续了一点点胡须,颇有几分明是风流之气的小官恶狠狠的盯着楚天,贪婪的说道,船舱里的货物,我们检查过了,没问题,嗯,没问题。 但是你们随身携带的货物,我们怀疑,有违禁品。 另外一个黑脸,生的有点粗糙,一脸阴沉的小官则是冷声说道,和他们说这么客气做什么?把随身携带的好东西全部拿出来,暗虑,征税。 楚天和楚邪相互看了看,楚邪和虎大力等人同时卷起了袖子,解开了衣衫,示意他们身上并无储物法器。 楚天则是亮出了自己左手上的纳镯,面无表情的打开了纳镯的尽致,任凭百多个小官力迫不及待的将魂念送入了纳镯中。 纳镯中,的确有数十株堪称真品的珍稀药材,更有十几块足以用来锻造千阶级高手使用装备的好材料。 除此之外,纳镯中还有一小堆的极品灵精。 凝视风流泛儿的小官大笑了几声,大咧咧的一挥手,就从尽至敞开的纳镯中将六成的珍稀药材卷走,更将所有的炼器材料全部取了出来,嗯,大人要为迅公子打造一件上好的护甲,正缺好材料呢,好了,这就算你们报效的心意了, 在城里碰到麻烦,就报我们的名字,保你们平安无事。 一众蝗虫一样的小官儿嘻嘻哈哈的离开了,按照楚天的估算,他们绝对拿走了这条船上总值一半的好货色。 楚天皱了皱眉,重重的叹了一口气,碰到麻烦,就报上你们的名字,你们倒是告诉我,你们叫什么呀? 老二,你没说错呀,这朱邪城的混蛋,真的比土匪还狠。 再也没有人检查非洲,也没人盘问非洲上的人是什么来路,或者有没有做监办科的人藏匿其中,非洲就很顺利的进入了朱邪城的港口,停靠在了一个僻静的角落里。 非洲刚刚停靠下来,一个肚满肠肥的中年男子就带着一群身躯魁梧的打手走上了非洲,中年男子朝着楚天指点了一下,冷声道,听说,你们这次贩卖的是药材和炼器材料。 得了,你们的货物,我们司徒号包圆了,听说过司徒号吗? 我们是司徒市的产业,司徒市听说过吧? 我们是司空市的从属一族。 中年男子走到了楚天面前,肥短的手指狠狠的戳了戳楚天的胸口,司空市。 你们一定是知道的。 圣灵天至高期门阀之一的司空市,嘿,圣灵天常备的对外征战的长杰军,就是司空市少主杰王一手掌控的,长杰军的名头,你们这些下三烂的家伙,总归知道吧。 一群打手也没和楚天他们商量,就自行走进船舱,三下五除二的将船舱内所有的货物搬运一空。 更有几个打手凑到了楚天面前,楚天很识趣的打开了纳镯的禁制,于是他纳镯中的那些货物也被席卷一空。 几个帐房先生在一旁默默计数,等得船舱搬空了,将停在码头上的一六二大马车全都给装满了,一个肥眉鼠眼的帐房先生凑了上来,向中年男子报了一个数。 中年男子挑了挑眉头,显然很是为帐房先生报上来的数字吃惊了一下。 你们这次带来的货物不少呢,居然总值超过了三亿极品灵精。 嗯,为了庆祝长杰军九个月前歼灭了一支大罗天侵入圣灵天的魔君,你们也得报效一二,得了,就是八点五,八折吧,给你们两亿四千万灵精,灵头抹掉,两亿极品灵精,再没有更公平的了。 中年男子随手将一个闪耀着淡淡灵光兽皮锦囊丢给了楚天,然后转身就走,好了,货款两斤,在城里可以多歇息几天,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玩女人的,只要你们有灵精,推荐你们去我们司徒释开的万花房去,那地方爽得不得了啊。 突然转过身,中年男子指着楚天冷笑道,不过,管住自己的嘴。 不要乱嚷嚷。 不然,嘿。 楚天颠了颠手中的瘦皮锦囊,一阵沉默不语。 等得这伙司徒号的人都走远了,楚天才悠悠叹了一口气,我说,这就是诸邪城做买卖的方法。 这,也太黑了一些。 楚邪悠悠道,谁让我们一看就是初来乍到的新手,没后台没靠山的人了们。 则,不欺负咱们,他们欺负谁? 嘿,嘿,幸好我们不是真的做买卖的,换成寻常的小商队,被他们这么折腾击下,要么乖乖的投靠他们,做他们的牛马,要么,就干脆倾家荡产死全家,这种事情。 楚邪摇摇头,楚天也摇摇头。 所幸非洲中的货物都被搬空了,楚天一袖子将非洲收起,一伙人大咧咧的离开了港口,轻轻松松的混入了诸邪城的外围城区。 第666章大梦,造化 进入诸邪城的当夜,楚天一行人就找了个中荡的客栈住了下来。 楚邪本色演绎,带着虎大力一群兄弟浩浩荡荡的寻欢作乐去了,就留下了半路遇袭受伤的东家楚天在客栈中休息,静养。 无香清廉的光芒逐渐暗淡下来,灰光只是犹如普通大世界的半月光亮,四周光艳朦胧,各处建筑都亮起了灯火。 客栈的四面八方都传来了酒肉香味,更有琵琶丝竹声从四周传来,男女作乐的声音犹如远远的海潮声,不断在耳边徘徊。 空中有羞氏飞过。 有的人气度雍容,成群结队的缓慢飞行,显然是去寻欢作乐的。 有的人鬼鬼祟祟,三五成群的在阴影角落中食饮食线,显然是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 还有的人杀气腾腾,浩浩荡荡的五刀弄枪的招摇过世,丝毫不掩饰身上生腾的杀气,摆明了是趁着夜深人静,官方衙门下班后无人指手的关头,要么杀人放火,要么拦路打劫。 诸邪城很有意思,官方衙门只是在白天管事。 一旦到了夜间,所有官方衙门下班休息后,街道上就连巡逻的卫兵都见不到一个。 相比起来,屠磨城可是无论日夜都有大队大队的天兵天将寻衣四方,很显然屠磨城的监管力度更严,不像诸邪城这样胡来。 楚天坐在客栈的小花园中,身边放着一壶清茶,磨合阵图笼罩了整个院子,层层雾气营绕院落, 外人只能看到阵图演绎出来的各种幻象,根本看不清楚楚天在院子里做什么。 大梦神典全力运转 楚天的天魂已经高达万丈,凝成实体的天魂口颂真言,无数金红二色的龙头凤尾子鹿神章呼啸着在天魂身边化为红光飞铺,一个巨大的金红二色的漩涡围绕着天魂不断旋转。 在盖州,楚天刚刚修炼大梦神典的时候,他每天能够凝聚出来的梦种数量有限,而且只能植入那些修为极其浅薄的人魂田中。 到了如今修为,楚天随手可以凝聚亿万梦种,而且梦种强大,神异,就算是比楚天修为更高数倍的人,如果没有相当的神功秘法,没有足够层次的神异灵宝,根本不可能抵挡梦种的侵入。 随着喃喃咒语声,无数无形无际,无声无色的梦种犹如蒲公英的种子,轻柔的飞出楚天的身体。 一阵长风从远处吹来,梦种飘飘荡荡的直上九天,慢悠悠的向整个诸邪城四面八方轻盈飞去。 几个流里流气的低阶修士嘻嘻哈哈的从客栈门前走过,他们身体机灵灵打了个寒颤,相互诧异的看看,然后笑着继续向前行走。 就在他们不经意的大笑声中,梦种已经种入了他们的魂田。 十几个一脸杀气,面罩黑杀的修士快速的从客栈上空飞驰而过,猛不丁的,他们的眉头同时皱了皱,他们不以为意的继续向前击飞,谁也没发现自己魂田中已经有梦种在急速的萌发根惊。 一群衣衫华丽的青年男女骑着各色珍琴异兽从百里外的街坊上飞过,他们一路欢笑,鼓掌,唱歌,吟唱一区刚刚从圣灵天河新区域流传出来的一简眉红偶香残玉电秋。 一个声的清秀绝伦的少女嗓音犹如清澈清流,一曲一简眉被她唱得一里婉转,拖人心魂。 一众华扶少年听的是神魂颠倒,浑然不知道一粒粒梦种已经轻轻飘进他们的魂田。 一座酒楼中,大堂里高棚满座,无数修士正推盘幻展快意畅饮,一名衣衫简陋的老人坐在大堂角落里,手持一对儿铁板放声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铁板声音如雷,老人嗓音沙哑有力,临近几桌修士听得是气血澎湃长发植树,一把把灵精就这么直接洒在了老人脚下的毡子上。 数千梦种轻盈的飘进了酒楼,就在这些修士大呼小叫中,梦种盈盈侵入他们的魂田,在他们的魂田生根发芽。 更远处,一座华美的府邸被一层威严的黄光笼罩。 四座代表了圣灵天刑罚的独角狮子雕像威严的矗立在院墙的四个角上,独角发出黄光,环绕整个府邸。 这是诸协城某位高级官员的外宅所在,为了保护这里的心爱美人,这位诸协城的大人物不惜动用府库中的一套阵邪神器,补下了一座威力巨大,专门能克制各种邪碎和阴魔恶鬼的大阵。 威严的黄光上不时有点点火星闪烁,这是空气中的尘埃碰到黄光,被威力巨大,无差别攻击的禁制直接焚烧成青烟的异象。 数百枚梦种轻柔的飘到了院落附近,毫无阻碍的钻进了黄色光幕,轻轻柔柔的侵入了院子。 诸协城威力最大的一套诸协阵法,对这些梦种视若无睹。 梦种顺利的侵入了院子里一英人等的魂田,连同正在和心爱美人饮酒作乐的那位万劫境界的高官一起,都被梦种侵入了进去。 梦种随着夜间的长风呼啸而上,一路向着正中那朵巨大的无香清莲庇护下的核心城区侵入过去。 无香清莲清光营绕,最能驱散邪魔,让一切神通秘法都消融无形的无香神光对梦种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或许是清莲圣尊不在的缘故,没有主人主持,无香清莲放出的神光的确没能对梦种有任何干扰。 纷纷扬扬的梦种就好像一场无声无息的春雪,浸入了一座座防御严密的华美宅底中,植入了一个个圣灵天大人物的魂田。 从修为最低微的仆役下人,一直到修为千节,万节,十万节的大能。 无声无息中,整个诸邪城自上而下,数以千亿计的修士就在短短数个时辰中,被楚天的梦种植入了魂田。 修为到了如今楚天的地步,他的梦种一旦生根发芽,就不再需要是夜间做梦的时候,才能从那些修士身上得到好处。 如今只要那些修士在思考,在悟道,只要他们有所思所想,只要他们体内的法力精血有波动,就有丝丝缕缕的信仰念力和天地灵髓不断注入已经有一小部分变成蓝色的琉璃灯盏中。 灯盏内金红二色的神力变得越发粘稠,一滴滴晶莹剔透,不断散发出射人心魂的金红二色神光。 除了信仰念力和天地灵髓,更有无数记忆碎片任凭楚天翻阅,一夜之间,楚天掌握了无数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的情报。 天亮后,几个小官吏一脸恭紧的守在了楚天居住的客栈门前。 喝得醉熏熏的楚鞋,虎大力一伙人摇摇晃晃的回到了客栈,猛不丁的见到这几个小官吏,生性暴躁,更兼醉酒的虎大力举起拳头,在谁都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就一拳闷在了一个小官的面门上。 一声愣响,小官被虎大力一拳打飞摆仗,一脑袋处在了街边墙角上,差点没把脖子折断。 满脸是血的小官哼都没哼一声倒在了地上昏厥不醒,脑袋上一道血水流淌出来,很快在街边流成了一大片。 入你老母,昨天搜刮的还不够,今天又来找你爷爷的快活。 虎大力瞪大眼睛,一套来自一念尊行宫,防御力远超楚天那套九要甲的威猛甲咒凭空出现,手中更是多了一柄同样来自一念尊行宫的猙獰大砍刀,做事就要冲向几个目瞪口呆的小官吏。 楚天倾咳一声,从客栈中走了出来。 他一挥手,虎大力就被一股大力禁锢着,向后倒退了几步。 几个昨天还一脸凶横,在楚天的非洲上肆意搜刮的小官吏已经好似恶犬见了主人一样,一脸惨笑,就差点摇头摆尾的凑到了楚天面前,毕恭毕敬的向楚天跪地磕头,大人,小人们奉命前来,您有什么吩咐? 随着大梦神典造诣日益精湛,随着楚天的法力修为日益雄厚,如今的大梦神典已经拥有了种种莫测的可怕神通。 比如说这几个实力不过是三节,五节水平的小官吏,被楚天的梦种侵入后,只是短短一念之间,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全都崩溃了。 他们只是在楚天一念之间,被彻头彻尾的改造成了楚天最虔诚,最忠实的奴仆。 而且这种改造是春风话语,润雾无声的那种,是自然而然的源自他们本性,源自他们本心的改造,就算是有精通灵魂密法的大能者对他们进行搜魂,也不会发现他们的灵魂有任何异象。 这就好似,他们原本就是楚天家养的奴仆,对楚天充满了先天的忠诚和虔诚。 楚天点了点头,向那个被虎大力打得重伤的小官指了指,找几个人,抬回去,好生救治,一群废物,一大早的居然自己摔破了脑袋,要你们这群废物还有什么用? 楚邪,虎大力,阿狗,阿雀,老黑一个个目瞪口呆的看着跪在地上的小官吏们。 昨天他们还在楚天的非洲上肆意搜刮,那丑恶猙獰,让楚邪都恨不得拔剑杀人。 可是现在,他们居然跪在楚天的脚下,摆出了这么谦卑,弓顺的嘴脸。 楚邪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哆嗦,对楚天这个亲大哥,他莫名的多了几分敬畏。 但是敬畏之心刚刚冒出来,楚邪就高兴的心花怒放,差点就放声高歌了,楚天如此厉害,岂不是说,以后他楚二少可以肆无忌惮的顽固,肆无忌惮的花天酒地了吗? 这么硬朗的靠山,他楚二少还怕谁呀? 一个时辰后,在诸邪城外围城区一个极其繁华的十字路口,一间新的花店出现了。 花店陈设素雅,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各色花盆,无数美轮美奂的奇花溢草,还有小小的木本盆栽充斥其中,淡淡的植物清香沁人心脾,让所有路过店铺门口的人都忍不住的深吸一口气,顿时觉得心旷神疑,好似所有的压力,所有的愁苦都消失不见了。 于是就有无数行人忍不住走进花店,一盆盆美丽无比,争个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同时又价格低廉的奇花溢草,就被这些行人抢购一空。 一盆盆奇花溢草和木本盆栽迅速流入了一座座府底,被无数人竞相观赏。 一天后,这些奇花溢草和木本盆栽的其他好处,迅速被无数修饰发现。 这些花花草草和奇形木质不仅仅是生的美丽,奇巧,更有各种辅助修行的作用。 比如说有些花朵绚烂的奇花,它们散发出的香气能够帮助修饰快速入定,能够帮它们澄清心神,甚至能帮助它们参悟各种大道韵律。 比如某些清奇可爱的益草,每天清晨草叶上凝聚的露珠若是用来调荷药剂,能够让炼丹的成功率提升两成到三成,让药力精纯一倍以上。 比如说某些造型奇异的木本盆栽,这些高不过三尺的小小树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开花结果,而结出的果实,居然有着淬炼筋骨,强壮精血的奇效,虽然这些果实只对天人静之下的低阶修是有用,可是用来培养家族后辈弟子的话,绝对能够将它们的根基打得更多。 一时间这间新开花店的奇花异草成了被人哄抢的奇珍,短短七天后,花店中每一盆奇花异草的价格都飙升了百倍甚至千倍,尤其是那些凝聚的露珠可以帮助炼丹的异草,价格更是飙升了万倍,十万倍。 好些心机灵动的圣灵天修士亏得了先机,他们忙不迭的从店铺中抢购了一批奇花异草,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向圣灵天各地贩卖。 半个月后,这间花店的店主无奈的宣布,所有的成品花草都已经贩卖一空,现在只有那些奇花异草的种子贩卖。 当然,和成品花草的限量出售不同,这些奇花异草的种子可以保证供应,只是栽培时略微复杂一些,需要用各种灵楼,灵水灌溉,但是这对圣灵天的修士来说并非难事。 于是,这些奇花异草的种子也成了抢购的对象,好些十粒雄厚的大商家都是一次数十万粒,上百万粒的大肆收购,更将这些种子不断的输送去了圣灵天各处。 处邪,虎大力带着一票兄弟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清点灵精都让他们鼓软筋麻,累得直喘气。 而处天们,每天坐在店铺的后堂,他身边有无数光影闪烁,犹如流水的魂念在他身边凝成了无数奇花异草的幻象,隐线之间就有大捧大捧各色种子犹如喷泉一样不断的喷出来。 是的,这间花店贩卖的所有奇花异草和种子,全部是处天用一念衍生神通凭空构造而成。 尤其是处天结合大梦神典,每一朵奇花异草中,每一颗种子中都暗藏一枚梦种,无论这些花草被送去了哪里,处天都能通过梦种,感应到他们身边的一切动静。 每一朵奇花异草,每一颗种子,都堪比处天的一眉耳目。 又忙碌了几天,突然一道消息迅速传遍朱邪城,整个朱邪城的气氛顿时变得肃杀无比,豪王带着裁决大军,不知道去哪里浪荡了半个多月,今天他又回来了。